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教方司听取两个时辰 符合咸鱼行为 奖励勤先传承 咸鱼系统 勤先传承 有点意思 看来以后在大唐睡睡觉 钓钓鱼 听听取 便可平平无奇咸鱼世间了 八雕穿越大唐五年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完成咸鱼任务 靠着第一次咸鱼奖励 殊胜传承 赚了不少的盘缠 便前来长安投奔他的远方表旧长孙无忌 此时距离玄武门兵变已过了一个月 拘玄武门手工的长孙无忌 变成了八雕的仪仗 若是今晚不能成功的抱上大腿 就要在这长安城中 风餐露宿慕天席地了 伏姬 今日镇月被剥离 祝你受尘 言语平淡 但李二心中气血 这幅字画 他喜爱至极 视若魁宝 若不是玄武门兵变 长孙无忌立下不是志工 李二还真舍不得拿出来 陛下圣恩 老臣感激涕领 小郎君 可有请帖 请帖 没有 我能理解 小郎君想为长孙大人祝寿的心情 只是没有请帖 小郎君还是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吧 不知这封信 抵不抵得上请帖 这 这位小郎君是 大公子 他说用这信含敌请帖 真是莫名其妙 你是八雕表弟 正是在下 还真是你 父亲说 你这几日便会来长安 我还说去接你 没想到你竟然找上门来了 走我们回家 今日父亲寿宴 来的都是皇亲国旗 世家王宫 事件刚刚好到时候给你介绍介绍 竟然是蓝亭旭 蓝亭旭不是早已失传了吗 陛下真是舍得 如此归宝 竟拿来送人 陛下 您何时的此真宝 你喜欢便好 不必问来路 来人给挂到墙上 咦 堂堂国公府为何将艳品悬于正厅 表弟第一天见面你别搞我啊 你想死别拉着我啊 那里来的晃扣笑儿竟敢再次扣除矿焰 真是甜大的笑话 你竟敢说圣上耸给张笋打人的烂听虚实演篇 来人将此子插出去 嘴上无毛 还敢忘义书胜真迹 康望 混小子 你从哪里领来的狂徒 竟敢忘义天人圣物 还不赶快给陛下赔罪 陛下息怒 扒雕出来惊失 没见过世面 刚刚是胡言乱语 还请陛下勿怪 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表弟 你惹了大祸 还不赶快向陛下认罪 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何罪之有 啊 屁符数字 信口雌黄 胡说八道 那你与朕说爽 你凭什么说这符字是赝品 若是你说不出个所以然 朕绝不轻饶于你 若草民证明这符字是赝品 陛下又当如何 你说怎样 便怎样 OK 这符字是草民所书 我 我没听错吧 这次说这符字是他所书 哈哈 这真是荒唐之计 甜大的笑话 这是气急败坏 自保自戏了 哈哈 你当朕是三岁孩童吗 你觉得朕会相信你的胡言乱语吗 朕是又何妨 好 朕成全你 若你不能自证 今日朕便致你欺君之罪 顶斩不饶 打败是你 舅舅放心 我自有分寸 这小狼君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殊胜必发吗 经讲殊生行书 谢敌如此出神如花 这就是以殊如生嘛 此生能亲眼观看殊生在世 虽似无憾 听中宾客叹为观止 叫好连连 都在等着八雕出丑的众人 被狠狠地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八雕当真才华横溢 只此书法 当属绝世 陛下草民献丑了 好好好 如此年纪不带书法的得 胸襟更是宽广 真是小辈楷模 大唐能有你这样的年轻俊才 真心甚畏 这孩子真是长脸 太给我长脸了 同是年轻一辈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谢陛下夸奖 八雕 你这是作甚 长孙无忌 此刻已然蒙逼 心中如海浪般 跌宕起伏 他感觉八雕好像是上天派来惩罚他的 让他喜 让他背 循环往复 永无止境 这八雕无论是长相 能力还是品格都远超常人 就是出身低了点 但到底与本宫沾亲 倒也说得过去 八雕 你知道你刚刚毁的那幅字 价值几何吗 草民不知 也不想知 那真若是说 这幅字 可唤你一生荣华富贵呢 呵呵 君子爱财 举之有道 你这思 李二被八雕这话 惊得哑口无言 他自十八岁跟随李渊起兵反随 逐鹿中原以来 还从未在一人身上接连吃饼 而且还是一个年岁不大的不宜 八雕此时就像一个高居道德之高点 俯视众生的神 满唐全臣 甚至是大唐皇帝 全都被他教育了 看到了吗 境界 这就是境界 这就是我长孙无忌的大外甥 令儿等惊为天人 哈哈哈哈 说吧 既然你已自证 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朕全都满足 谢陛下 草民初来长安 地无一笼 房无一间 都胆向陛下讨间宅子和吉姆良田 大外甥 你虎必了 你是不是虎必 要什么宅子和田地 那比玩意舅舅家有的是 就这些 没了 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如此无欲无求了吗 这是要提前步入退休生活 草民身无寸功 讨要这些赏赐足矣 好 朕应你便是 长孙冲明日为巴雕挑选一处府宅 另在长安西郊 画白母良田于他 巴雕 你可有入朝为官的想法 你不必现在回答 明日让长孙冲陪你去挑选府宅 后日入宫见阵 到时候你再回答也不迟 没想到陛下对咱这个大外甥这么欣赏 居然怕自家大外甥拒绝入朝为官 陛下 老臣做主了 就依陛下所言 发雕 谢陛下圣恩 伏击 夜已深 明日还要早朝 朕便先行回宫了 起驾回宫 恭送陛下 舅舅你能不能 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 我有点害怕 呵呵 雕儿 你今日真是给舅舅长脸了 你没看见那些朝臣的脸色 现杀之计 给舅舅添麻烦了 才是 你这孩子懂事得紧 冲儿你多向你表弟学学 别一天跟个盲流子一样 时辰不早了 带你表弟早些休息去吧 是父亲 八雕告退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长孙府 酣睡四个时辰 符合咸鱼行为 奖励礼部战力 我逃 人中赤兔 马中吕布 方天化己 专同义父 这这么我以后可不能有义父啊 而且获得的是 吕布的战力 而不是单纯的利己 这不天下无敌了吗 这才是躺平就变强了 单单只是睡了一觉 便获得吕布战力 嘿嘿嘿 那张连成这个BC 自在跟我俩丧眉搭眼的 我给他鱼子伏袋捏出来 咋跑的 表弟走 表哥带你去玄府邸去 你想要个啥样的府邸 表弟如今的情况 你可能不太了解玄武门兵变 尹太子被陛下处死 就当蠢蠢欲动 如今大唐正值内忧 恐怕陛下也不会出太多的银子 为你购置豪宅 无所谓 平常府院即可 我孤身一人 宅子再大也无用 要我说 你就住在长孙 是我们 你们三个有病啊 大白天的装鬼玩 嘿嘿 长孙大哥 你这是干嘛去 俺们去长孙府寻你 管家说你一大早便出门了 还能干嘛 陪我表弟挑选宅子 陪表弟 这就是传说中的 八雕小狼君 让几位见笑了 正是在下 八雕兄客气了 你的大名 我等久仰 今日常诗会 你们不去参加 诗会 什么勾巴的诗会 就是一帮闲的 没事干的王公子弟 许乐罢了 我们不去 别别别别别别 俺们三都跟人家打赌了 你若不去 俺们岂不是被人看不起 这里除了你 旧怀孕还有几分文采 俺跟老称 那纯事白给 你还知道 平日里让你们多读圣贤书 你们偏事不肯 书没读几本 先生到时期跑了不少 哎呀 你现在说这些狗屁用没有了 你要是不去以后 咱们这长安四少的名号往哪个 可拉对倒吧 鸡毛四少啊 咱四个被长安城的人 骂成啥 必要为你们撒心里没数 表弟 你看这是 走吧表哥 宅子何时看都行 思明大意 通情达理 够义气 行了 别扯没用的就行 咱去瞧瞧 他们都是哪些烂算 谁还能由我长孙冲会做师 呦 当景城四少不干来了呢 这么仅日变成了误人 这次办了纠病 我说王玄林你还挺懂事 直到来接你五位爷爷 希望以会你们树立死后 还能如此小掌 恶闷纵 腰熊放行 有我们在张连城内死动不了你 就是 他若老老实实的还好 如若不然 我打断他的狗腿 好了 今日我们是来比试的 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 连城兄莫鸡 以会儿给你创造 与拔屌对决的机会 到时候 他自省失事 还不是全在你一念指检 只要玄林兄帮我报得此仇 以后有事 吩咐便是 好说 好说 各位饼棚 仅日使会 争思凯思 我们还是唠规矩 抽签决定仅日助提 既然想成拱住大家广林 那在下斗蛋提议 仅日遮住提便有拱住来处 王玄林这世 仗着五星期望的背景 狐假虎威 四财奥物 真是该打 现在倒是银母狗样的 背地里干了多少握错事 以为俺们不知道 原来是五星期望 我说在长安哪个官二代 还可以与长孙充他们叫板呢 原来是世家名门 那便以边塞为提拔 拱住天下 不知您仅日私负又无亚兴 夫食一寿 本宫今日只能看客 对了 仅日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位 仗孙父的规客 八调 可能诱人不了解八调 他昨晚于仗孙父收烟上 挥毫破摸 仙属生传承 父亲出贤 邹搞散流税 真是讽头无量 就连陛下都对他垮腰又假 甚至庆他如乌朝为管 不如俺们庆雕公子 夫食一寿客号 王玄林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事冲我来 为难我表弟做什么 则则则 那只不过死垮了八调量局 兵庆卡夫死一寿 你仗孙冲击是吗 你还像东寿大门 那高苏 别人怕你仗孙甲 那王思客不怕 王玄林 你早死 打他作肾 脏了我们的手 怎么样吧刁兄 还没向好 还死舍你致死一个古名刁鱼指徒 你不会认为就靠着他们寄人为你成要 就能横行长安了吧 呵呵 你不配 你死舍我不配 还死遮慢艇里王笋自敌 死甲名门欲想成拱住不配 就是今日是诗会 彼得就是副诗 你若说在座的不配听你的诗 那你来这坐身 八调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破局 我若是副诗一手 怕你连喊投降的机会都没有 那王玄林自以为狂妄 莫想到你八调在那指上 你以为胆平已长罪 就能哑下这慢艇暴毒事数里亡损归族吗 谁若是输了 从这里爬着出去 一步一去 我是王八蛋 你敢吗 你吓我谁啊你 哈 恶根腻度 唠字从校暴毒死数 史从大如墨还能爬你 好 别孙你听好了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过楼兰终不还 我好 流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啥了王公子 背景的说不出话呢 八雕 你真是再一次惊叹了我 书法 清记 附诗 大唐还有何人可以与你比肩 王玄林 你的死做呢 你们急什么 只要恶还没有作死 那渡月就不酸结束 放屁 你若一年做不出 我们还等你一年 谢你半个死产 不言你王玄林 惊意就从这里爬着出去 王大公子请圆润的出去 八雕 你不要太过分 当真要预谋王玄林为难 预谋王思为敌 王玄林 你真以为仗着王氏名号 便可以称霸天下了 你若想赖仗 我们长安四少代表大唐四家勋贵 绝不答应 你们岂人太深 让你手下那条狗 替你爬也可 这 这八雕小郎君真是太刚了 左手王玄林 右手张连成 彤彤嘛呢 这两人平日里边狼狈为奸 张泽被警生吼 胡作非为 今日看他们怎么收场 你说谁是狗 你不是狗吗 不是你 让你主子替你报仇吗 你主子若不是为了你 怎么会疏于我 要像狗样从这里爬出去 八雕 你小妖在这跳跃离间 那你赶紧爬 我赶时间 你找死 你想动作 我们兄弟三银奉陪到底 扒掉 做人刘一仙 伺候好相见 私情闹大了 与你丈孙富与王思都不好 你乐哥推一步 怎么样 爬出去 表弟 差不多就算了 王玄林是不可能爬出去的的 若是事情闹到陛下那里 我们长孙福也要受牵连 现在还不是碰他们的时候 全凭表哥定夺 算了 我们大人大量 不愿与你们这些萧小只被计较 给我道歉 并赔偿黄金五百两 今日之事便算了 五百两黄金 你修相 那好 那就没得商量了 从这里爬出去吧 哈 我打赢你 五百两黄金编五百两 等等 让张连成 给我跪下道歉 八雕 给我死来 啥也不是 卧槽 表弟这么猛 八雕 天堂又撸你不揍 低于无门你创金来 光天花日记杀君拱一字 朝廷将军 那看谁还能报 表弟 你没事吧 表哥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八雕 绝不会连累长孙府 放屁 由我长孙冲在 绝不让任何人 动你一根汗毛 我们不惹事 但长孙府也绝不怕事 他敢对你下杀手 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对 雕兄不必担心 是张连成这次 先要置你于死地的 我们都能作证 就算闹到陛下那里 我们也有理 表哥 王玄林跑去报信了 他定会在 长平进宫面前 添有加醋 你赶快回府通知舅舅 让他进宫面胜 切莫被心机小人 反咬一口 只要我们作证 定能保下八雕 公主说得在理 叫上各位国公进宫面圣 为我父亲压阵 表弟 我们走 他不能走 表哥 你独自走 在事情没有定下前 八雕我先带走 跟你走 跟我走最安全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在我身边 没人能找到他 这 好吧 表哥 公主殿下 我八雕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即便闹到陛下面前 我也无惧 你还嫌你惹的麻烦不够大吗 我为你自己想 你也要为舅舅想想 陛下 先不说张连城是老神医子 他更是大唐五品将军 就是这么 被八雕在朗朗前喷下给杀了 大唐律法何存 陛下您的颜面何存 这个臭小子 只不过才过了一夜 就给我捅这么大的篓子 张爱卿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连城都死了陛下 这其中还能有什么误会 杀人偿命 千战还钱 天经地义 连城的命 一定要八雕来偿还 张良 你莫要胡言乱语 血口喷人 可人先告状 张松无忌 八雕杀我一则 你竟还敢反咬一口 不要仗着你们人多 便能颠倒黑白 哼 是谁颠倒是非 你张良心里清楚 张连城平日为人 还用我们细说吗 若不是张连城无耻 偷袭刀而并痛下杀手 何以至于被二反杀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你血口喷人 分明是八雕不讲道理 这儿是奇人 我而连城 血染沙场 履厉战功 是大唐英雄 你休要污蔑我而 你不必再次胡搅蛮缠 锦元师会 目击证人甚多 我们找来当场对质 谁知道找来的人 有没有被你收买 连城死了 随便你怎么胡逼乱造 锦元师会 乡城公主也在场 我们将公主殿下请来 一问便知 你不会认为公主殿下 也被我收买了吧 进宫 事情发生 我们要调查清楚 可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没错 安可都听说了 是你家兔崽子 张连城先掏出匕首 要杀俺大侄子八雕的 俺大侄子不过是正当防卫 何罪之有 放屁 你们休要血口喷人 八雕 张亮 你够了 张连城适才傲物 仗着官职 与你长平俊公的身份 被地里 淡了多少机灵狗碎之事 你以为朕不知道吗 若不是念你年迈 朕早就办他了 今日被八雕杀了 那是他就游自取 况且 欲伤他忍者 其实格杀旨 无罪 你还要朕把香城换来对质吗 陛下 好了 朕意一决 你退下吧 八雕 你我之间的仇恨 就此开始 他们保得了你一时 可保不了你一世 伏击 八雕是块仆玉 你要好生管教 莫要误入歧途 他这脾气还需收敛 不然要吃大亏 歇陛下圣恩 老臣谨记 行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今后谁也不准再提 你们私人也退下吧 君县将香城换来 朕有事问他 北至灵命 公主殿下 您脸色怎么不大好看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八雕你坐在这里就如此泰然吗 你刚刚杀的可是朝廷的一名武品将军 你知道谋杀朝廷命官 是什么罪名吗 呵呵 公主殿下 莫要拿在下打去 这罪名八雕可担待不起 别说武品 就算他是三品 想要杀我 那我也不能站在原地 任他砍杀不是 那你就没有丝毫担忧 担忧 有什么可担忧的 若是陛下怪罪 我陪他一条命便是 若是一律无罪 那就更没什么 可担忧的了 人生苦短 当及时行乐 强自多礼 公主殿下 李军县将军在殿外求见 说是陛下照您 好 你让李将军在外稍后片刻 你就在这里待着 不要到处乱跑 若是没事 晚上便送你回长孙府 公主殿下放心 我哪里也不去 乡城参见父皇 不知父皇换乡城前来 所为何事 八雕那小子 还在你的凤阳殿 乡城不知父皇所言何意 哼 乡城你一向稳重 十大统 懂大局 怎么今日也胡闹起来 朕身为大唐帝王 掌管天下 你以为皇宫内混入一人 朕就不知 想在朕面前 鱼目混珠 你还嫩了点 乡城知罪 请父皇责罚 罢了 罢了 以后发生任何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朕禀报 你要记住 朕才是你坚强的后盾 若是连朕都不信 你还能信任何人 谢父皇圣恩 乡城谨记 你觉得八雕此人如何 乡 乡城不知 但说无妨 人都被你凌入凤阳殿了 你与朕说不知 这话是不是太敷衍了些 勇敢 果断 无畏 文韬武略 能力过人 却不愿受世俗约束 是个 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吓我一跳 我以为乡城你这丫头 看上八雕了呢 行了 回去吧 赶紧将那小子送出宫 你母后知道 又要责备你了 对了 让他明日进宫见阵 谢父皇体谅 乡城告退 军县 去查一查八雕的底细 看看是否干净 与尹太子一派有没有关系 是陛下 魔将这就去 一早起来 怎么不见舅舅 今日可发生了大事情 尹太子与党 魏征老贼被抓了父亲不放心 亲自前去积压 准备将其问斩 这贼子当真该杀 不但屡次让尹太子抢陛下 功劳甚至怂恿尹太子除掉陛下 武德年间 魏征备受太子贤马 辅佐尹太子李建成屡历其功 此时的他与天策府是对立的 长孙无忌 作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恨不得但其肉 引其血倾其皮 但抛开立场 魏征却是一位好官 在后世是耀眼般的存在 表哥 魏征现在何方 此时说来也怪 父亲原本要将其问斩 可被陛下换去了 皇宫说是陛下要见见魏征 纳斯是个硬骨头 陛下说了 谁能劝魏征归降 可以答应他一个许诺 真不知陛下是怎么想的 一刀卡了岂不痛快 表哥 我今日要入宫面圣咱俩 这就赶紧出发吧 放了他 做懵 陈爵不答应 魏征害死了天策府 多少就将你不知道吗 这司率军围攻秦王府 相引太子献策 将你流放边疆 这些你都忘了吗 你以为他擦干净双手 就能抹清雷雷血债吗 既然朕已上位 尹太子 已死那过去的事变过去 况且 当时各位旗主 于此而言 魏征无过 呸 李世民 我用不着 你在这里假惺惺的可怜我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我魏征若是咒一咒眉头 就不算好汉 陛下你看看这魏贼有多嚣张 若是不杀了他 怎能告慰那些遇害将军的在天之灵 魏征 是一只子 难道你还没有丝毫悔悟之心吗 悔悟 我只恨太子 不听我所言杀了 你不然哪里有今日之祸 放了他 让他走吧 陛下魏贼这话 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你还要放他走 李世民你别以为放了我 我就会感恩待的向你投肠 我魏征随不财 却也立胆批肝赤胆忠心 你最好杀了我 不然我定会为引太子复仇 魏征你找死 呵呵 自持正值忠良 不过一匹富尔 什么场合 什么情况 什么队形 什么氛围 老爹和陛下都快被魏征给其爆炸了 你特么又在搞事情 这表弟怕不是一个傻子吧 怎么尽甘些跟人类不沾边的事呢 匹夫庶子黄口小儿 你安敢再次叫你为爷呀 老子连皇帝都不拒 连死都不怕 还能贯证你 拔掉你为何再次狂言 这皇宫内可不是长孙府 任你仨爷 卧擦 李二这骂人 可没有这么骂的 我家府邸招你惹你了 你赤子八刀与我长孙府合观 这一次是我长孙府的人都外撒野 八刁休得胡闹 长孙冲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将八刁带走 看我回府咱们收拾你 等你 表弟我求你了 咱俩快滚吧 一会龙颜大怒 你我二人都得完蛋 我在笑这老匹夫 无知却又不自知 妄读圣贤书 冠冕堂皇的在此 大放厥词 简直恬不知耻 放屁 你一个乳臭为干的兔崽子 也敢来评价我 我卫征行的端 义的正 东廉齿 知忠义 不像某些人是凶篡位 你们两个逼西子互对 寒杀射影的骂朕算 怎么回事 使凶篡位 朕一刀砍死你 卫征 你莫要太过分了 当真真舍不得杀你吗 这卫征头也是够铁的 招招朝着 李二要害处猛攻 可不能让这丝继续了 不然李二真得砍了他 卫老匹夫 你只知对救主尽忠 却不知忠于大唐江山 虽忠却是愚忠 你只知守自己制节 却不愿拯救天下苍生 虽贤却是伪贤 你只知要疑似明智 却不愿效力黎明百姓 虽义却是假义 亡你宝读圣贤书 却连忠贤 义都不明白 你魏征但凡 有一点唐人风骨汉家中魂 都不会是这般表现 东廉齿之忠义 你配吗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这八雕是个人才呀 一个劲的嘲讽魏征 就是为了让他崩溃 最主要居然能把魏征 这个双管大喷子 喷得哑口无言 若不是心怀天下 心悉万民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魏征 虽然你与朕并无深交 但朕俗闻你的 只想让你当朕的建议大夫 如今大唐内忧外患 北疆突厥 虎视眈眈 西江吐蕃蠢蠢欲动 再加上引太子于党 拥兵自重 饱受荼毒的是天下百姓 魏征 做忠臣亦做大忠臣难 做贤臣亦做大贤臣更难 你走吧 朕实在不忍杀你 我只问一个问题 若是我出任建议大夫 你能接受我第一条劝诫吗 先生但说无妨 昭告天下 礼藏引太子 不可能 陛下玄武们的血迹还未干呢 后葬引太子 那些死难的兄弟们能答应吗 传直 追封引太子为西王 追封李元吉为海灵郡王 以礼后葬 陛下 伏击 朕一已决你不必再劝 传直 守魏征 王贵 魏廷为建议大夫 守冯立为左臀魏一副中郎将 你 你真的答应了 怎么 你看朕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立下 魏征今后必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魏大唐干倒徒弟 在所不惜 魏卿严重了 朕看得出来 你这是为了朕好 后葬引太子 可以安抚民心 更安抚那些官望的引太子于党 只此一条 宣戒建议大夫之魏 魏征当之无愧 离二不愧为雄主 心雄宽广 目光长远 假以时日 必定是千古一帝 好了 你们各自回府去吧 料理好府中事宜 再来皇宫见阵 谢陛下圣恩 无等拜谢八刀小郎君 提点之恩 无以言表 感激替名 几外大人 不费客气 八刀小郎君 我魏征一生自食青莲 刚正以天下为己任 魏国魏明 可听了小郎君 刚刚那番话 惊为天人 深感羞愧 倍感耻辱 比年岁你不如我们 但比为人之道 我们不如你 今后若是八刀小郎君 不嫌弃我们 便结下忘年之交 妈的你个老毕灯 还要不要点脸了 李二不但免了你们的死罪 还封你们做官 你们不跟李二拿关系 跑来跟我搭外上结交 简直是不摇避脸 魏大人客气 八刀一切不一 不懂为官从政 只是遵从本心罢了 行了行了 看看你们四人的形象 哪里有朝廷命官的样子 赶快回家 时到时到墨要给陛下丢人 陛下 罪臣告退 八刀小郎君 有机会我等定当登门拜谢 哼 几个无耻匹夫老贼 还想登我掌孙福的门 休想 辅机 以后你等同朝为官 都是同僚 你莫要对他们心存芥蒂 你身为国公 又是皇亲理应做出表率 我做个吉尔的表率 老臣没有陛下那样宽广的胸井 他的血带磨灭不了 我不打死他 就算你有面子了已经 你个老牛精 真不熟煮不烂 哼 微臣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 还是我这舅舅牛逼啊 普天之下 敢这么给李二甩脸子的 也就他一个了 走八刁 随朕入宫 我们不理这老牛精 八刁 你怎么知道朕要保下魏征 与朕配合嘲讽魏征的那番话 是你临时起义 陛下误会了 您不是说 谁能帮您劝魏征归 顺便答应起义各条件吗 你这孩子 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说话这么值得吗 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的吗 别人巴结朕还来不及 你小子倒好生 怕朕欣赏你是吧 你刚刚帮助朕 劝说魏征归降 就没有民族大义在其中 魏征四人 确实是父母官 草民顺手救下他们 也算好事一桩 顺 顺手 你对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八刁其敢 陛下何出此言 不敢 那你为何三番五次拒绝朕的善意 你要知道 朕的善意 可不是什么人都给的 草民不过遵从本心 实话实说罢了 陛下想听什么 溜须拍马 阿鱼奉承屈炎富士 恕草民难以从命 陛下 掌孙大人在殿外求见 斧姬 他不是升阵气跑回府了吗 怎么又来找朕 你不是回府了吗 陛下不是想让雕二入朝为官吗 微臣前来盯着点 怕这孩子不会说话 到时候得罪陛下 你还知道 你们掌孙府的人说话不好听 八刁 旁的是 咱们暂解不提入朝为官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了 朕本想让你到洪文馆做个文官 但听闻 你武艺也是极高 朕想听听你的想法 做官 是不可能做官的了 我想要的生活 可是咸于大唐 怎能因做官 而束缚住手脚 陛下 草民 雕二话想好了再说 陛下邀你入朝为官 那是看得起你莫要拨了陛下的面子 八刁 你舅舅说的对 这大唐 可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得到国公与皇帝的礼遇 你称之为第一人也不为过 陛下 舅舅你们的好意 八刁心领 只是这官 恕难从命 雕二 你年纪轻轻 不想入朝为官 光宗要组 报效国家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可知为了参加可考 有多少人含窗苦读十数赛 那都不一定能考取功名 入朝为官 按时多少热梦寐以求的事情 舅舅 报效国家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不一定非要入朝为官 比如你 经商 什么 经商 胡言乱语 是农工商 私民制度你不懂吗 何以舍本竹墨 自汉武帝罢出百家 独尊如书 到新科举 含窗苦读入朝为官 那才是正道 即便你说去耕地 农业也算立国之本 可你选哪个不好 偏偏要去经商 山谷 哪都是祸鬼妖民的逐利小人 啊 重帝 别闹了 重帝刚能挣几个钱 没钱 怎么去交方听取 再说了 志士不一道 辩国不必法谷 真是强词夺理 嘿嘿嘿嘿 伏姬 你盯着朕作甚 陛下 乡城公主是不是到了出格的年岁 您和布泽旭 泽旭 这说着八调 好端端的 怎么提起泽旭 长孙无忌 你好样的呀 你他妈的 这声正在卖女儿啊 不过也不是不行 李军县连夜彻查八雕的底子 还算干净 与尹太子一派 没有任何关系 文武双全 玉树临风 虽然出身低了点 但这兔崽子 胸无大志啊 陛下 您看刀儿与香城 八雕 不行 朕的女婿 大唐驸马爷 怎么也得是胸怀大志 欣喜万民的大丈夫 一个不愿入朝 围观报效国家的人 朕怎能将女儿 笑到这种人手中 朕实在丢不起这人 这事有们啊 陛下刀儿年最尚小 许多道理还不明白 这呀 今日话说罢了 咱们改日再续 朕也乏了 你们退下便是 微臣告退 王德 你说朕的驸马 若是雄无大志 但才貌过人 文武双全 于这而言 那也是好事一桩吧 呵呵 陛下 这把刀小郎君 确实有意思 见您并不拘束 不像其他国公家 那几个孩子 见到宁慎是惶恐 但是这兔崽子 出身低了点 刀儿 你跟舅舅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舅舅 我真的没有任何想法 若是有想法 我怎么也不会拒绝 入朝为官 入朝为官于你而言 如坐针毡 给我一年时间 一年后舅舅若 还是认为 我应入朝为官 那我便听从舅舅安排 呵 就这样说顶了 接下来几日成触目 秦怀玉 玉尺宝灵 陪着巴雕和长孙冲 继续寻宅之旅 自从巴雕在井井园诗会上 施压王玄陵 五战张连城后 三人便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非要拉着巴雕 搞个长安武少 巴雕对他们这种 非主流的行为 极度不屑 显直就是街溜子 盲溜子 长安武少 听起来比他咸鱼更加可耻 秦兄买下这间府院 于俺们而言 那是好事一桩 今后俺们又多了一个 玩耍的据点 我表弟买下这府宅 是为了在长安城定居 哪里是你机灵狗碎之用 城府不知比这里大了多少 还不够你玩耍的 那俺爹也得肯念 俺爹不识几个大字 却为俺请了五个先生 那城府在当 于俺而言 也是地狱 毫无乐趣 这都逛了一天了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 边吃边聊吧 我这肚子可都叫了半天了 吃饭倒是不成问题 可俺的月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大哥 你月钱多 这对你请算了 你说什么 你看我像趁钱的样吗 这个月我已经请你们 吃了八顿酒了 哪里还有银子了 特么的就这还敢 网称长安四少 连顿酒钱都出不起 这算哪门子的官二代 哪门子的少 你们陪我逛了几天 今日这顿酒便由我来请罢 不成不成 雕兄你刚来长安没几 四克饮 俺们若是吃了你这顿酒 那成啥了 坚决不行 你要是这般说 便是没拿我八雕当兄弟 吃一顿酒 罢了能花几个钱 再者说 你们要是不带 我去锦锦园 我也赚不到那五百两黄金 即便表弟都这样说了 我们便不要再推辞了 今日表弟请客 等你们发了月钱 再请回来便是了 好 那就一大哥所言 金一一样雕兄破费了 莫要废话了 我知道一家新开的酒楼 酒菜都不错 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真凶啊 雕兄 你这也太奢侈了 红月楼这地方 俺爹平一里都舍不得来 俺就算发了月钱 也请不起你 无妨 钱财乃身外之物 你们开心便好 不被在意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红月楼 吃酒一个时辰 符合咸鱼行为 奖励一神传承 吃酒都能变强 这真是让我安安静静地 荡一条咸鱼啊 前面发生啥事了 咱去瞧瞧 给笨少粘住 何事 赏了莫得人 你就像这么一奏料纸 那你想怎样 怎么样 赔偿黄景物食量 我没钱 没钱 那你还敢赏笨 烧业敌人 成兄该你上了 帮那人解围 好嘞 你就瞧好吧 王玄林 你这事当真不要脸 这话你是咋好意思 张嘴说出来的 你家夏淫紧着坐的 还要五十两黄金 堂堂王家学会抢劫了 你刚刚说 那五十两黄金我来出 就是不知道 你王公子 敢不敢接 扒掉 你真意他们几个给你成要 你就能在长安城内 横行无稽了 你别避避没用的 我就问这钱 你敢不敢接 你他妈的 王玄林 你娘们唧唧的干什么呢 要不就再打过 要不就滚 爷爷们没工夫在这里给你扯淡 想在俺们面前 蛮横无理 抖威风 瞎了你的狗眼 你们给恶瞪着 这次不会这么请一就算了 拔掉你后资为止 多谢几位郎君出手相助 薛仁贵感激不尽 今后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 几位尽管开口 无妨 你本就无处 是王玄林那次起因太甚 薛仁贵 薛李 不会这么巧吧 在大街上碰到了大唐战神 我关你行色匆匆 是否有什么要紧的事 如遇到困难 若是信得过 我们直言便可 能帮的我们一定帮 不瞒几位 在下和东道江州人士 今遂母亲大病 在下便访明一 也未能治好母亲 听闻查爱孙思秒 神医妙手回春 医术了得 这才带母亲起来长安 可孙神医被请入了宫中 此番怕是无功而返了 皇后娘娘近几日身体不适 孙神医确实被请去宫中 恐怕这几日都不能回府了 要不这样 我进宫去找皇后娘娘说说 借用孙神医几个时辰 为你母亲看病 真的可以吗 不必如此麻烦 我略懂医术 兴许能帮得上忙 什么 任贵兄 我们这就前去 莫要耽搁了 哦 好好好 那便有劳掉兄了 你就住在这种地方 不好意思 让几位见孝了 为母亲看病在下 以倾尽家产 娘 我带了朋友 前来给您看病 任贵 娘都说了 娘这病医不好 我这贱命一条 不能再拖累你了 任贵 您说什么了 孩儿一定找人 将您这病治好 任贵 这里交给我吧 放心 我一定将薛夫人的病医好 优兄 拜托你了 老夫人得的应该是上纪之症 也就是 笑喘科而上纪 豪中水鸡声 传以气息言 笑一声响鸣 麻烦小郎君了 薛夫人不必客气 我一定竭尽全力 OK兄弟们 怎么样了 雕兄 小意思 虽是疑难杂症 但算不上绝症 我给你开个疯子 先稳定薛夫人上纪之症 再拘其他杂症 最后根除上纪 此病便算一罢 多谢雕兄 多谢雕兄 雕兄你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就连艺术你都如此精通 雕兄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都说出来吧 与雕兄比起来 我们就是废物 只不过还有个问题 这里环境太过恶劣 于薛夫人的病 有害无益 这样吧 我先购置了奸府宅 你先带着薛夫人去那里住 万万不可 你治好了我的娘亲 已是天大的恩情 怎可再去你府上打扰 不行不行 坚决不想 你不用忙着拒绝 我府上无人你去 便给我当个护院 因此我可以提前预知 给你用于薛夫人抓药 等薛夫人病好后 你若是有其他想法 想要离开 我绝不阻拦 雕兄大恩大德 薛人贵莫尺难忘 今后刀山火海 在所不辞 八雕穿越大堂以来 靠着系统的扶持 终于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 还顺便收了大堂战神薛人贵为大手 倾家荡产 买了一套房子后 主仆两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没办法 八雕只能凭着前世为数不多的印象 算发酵成功了 哇 好香的酒气 俺就说雕兄一定在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你们还不信 如此浓郁的酒香 我还是头一次问 港行人贵说雕兄在酿酒 我还不信 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今后只要跟雕兄沾边的事 不管多令人震惊 我都不觉得意外 雕兄你酿的这是什么酒 咋这么香 快让俺尝尝 还能有什么酒 粮食酒杯 不过名字 我还没想好 正好你们来了 帮我尝尝这酒怎么样 能否在长安立足 今日你们几个人便不要走了 我烧几道拿手小菜 一醉方休 你还会烧菜 这世上还有你八雕不会干的事吗 公子 府中来了几个人 说是您舅舅 舅舅你怎么来了 陛下您也来了 八雕阵听闻你医术了的 是否属实 八雕将府上一位夫人上气症 给医好的消息 被惩处没他们哪个大嘴巴传了出去 李二得知 立刻带人上门 本来他想传八雕进宫 但近几日被政务搞得头晕 正好趁此机会出来透透气 略懂一二 略懂一二 你是否将你府上一人的上气症给医好了 目前还未痊愈 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八雕 朕已立成前为太子 可成前患有足迹 行动甚为不便 朕已令孙思苗诊断多次 可他依旧毫无头绪 太子贵为一国储君 若是连行走都十分困难 这有失皇室权威与大唐尊严 朕此番亲自前来 就想让你入宫一趟 未成前诊断一番 看看有没有至于的希望 雕尾 你可一定要想办法制止太子殿下的足迹 他可是大唐储君 舅舅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太子诊治 好 八雕 你若真能将太子的足迹医好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朕一定答应 当然不能越过朕的底线 陛下 雕尔与香城公主的事您看 这是 长孙无忌一直放下心上 八雕若是真能医好里程前的足迹 那肯定是大公一件 凭借他诸多才能与香城公主甚是般配 若是八雕当了驸马长孙无忌 也就能放心了 毕竟李二女婿这个名头还是有些分量的 哎呀 长孙大人你别说 八雕小狼君和香城公主若是能在一起 那还真是般配的紧 没错 正所谓郎才女貌 八雕小狼君怎么看 都符合当朝驸马爷的气质 文韬武略 才花横溢 八雕小狼君可当大堂驸马爷 此事不及 这八雕想当朕的女婿 不给朕夫人怎么行 而且得入赘李家 许朕的宝贝女儿 还如此心高气傲 门都没有 不过朕上次答应你的良田还未兑现 这样吧 若是你真能医好太子的足迹 朕便册封以为开国难 十亿三百户 铁尾 还不快快信 谢陛下 明日我便前往宫中给太子看病 见过公主殿下 不必多礼 我听闻你今日入宫 给太子治病便在子宫后 公主殿下客气了 有劳公主带路 好 随我入宫吧 八雕上车来 我 我没看错吧 公主殿下让那撕上了她的车念 你不知道她是谁 那可是最近明真经事的八雕小狼君 就是那个石牙望绚令 叫她张恋称的八雕 怪不得连公主殿下都亲自出宫应接 我若能有这待遇 随死无憾 你也不撒泡尿糟糟 想批词 八雕你还会医术 略懂一二 公主殿下 你这脸怎么红了 是不是染了风寒 用不用我给你瞧瞧 啊 没 没事 我没事 对了八雕 我听父皇说 你不愿入朝为官 公主殿下 您该不会是陛下 派来当说客的吧 怎 怎么会 我只是好奇随口问问罢了 你若是不愿说也无妨 也不是什么秘密 没有必要向公主殿下隐瞒 我只是单纯觉得 入朝为官太过麻烦 影响我的生活体验 麻烦 你不感觉这是光宗耀祖 非黄腾达的机会吗 光宗耀祖的机会有很多 不一定非要入朝为官 公主殿下 八刀小郎君 我们到了 参见陛下 皇后娘娘 免礼 母后 成前 不碍事 这次父皇为你寻的可是神医 若是医好了 你以后便可以向客儿 秦缺哪般在地上跑了 真的吗 好了 莫要再耽搁 八刁你快给成前瞧瞧 是 陛下 你 你能医好本宫的足迹吗 只要太子配合 定能医好 那麻烦你了 小小年纪 知理节 懂礼貌 泼讨人喜 还未成长到 后期变态的地步 一切还有得救 小子 你若是看不好便直言 莫要耽误我们给太子殿下医治 你若带得烦便滚 莫要在这里 以老卖老爱我的眼 你以为四海之内 接你妈啊都要惯着你 黄辉坊你说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这小阎王 他连朕都不惯着他惯着你 你这不是找妈吗 你 你这司竟敢如此跟我说话 一个寒门数字 安敢如此嚣张 你是数字 你全家都是数字 叼儿给太子看病 与你这老匹夫何干 而安敢再次撒野 你若是不愿在屋内待变过 陛下 您可要为老陈做主啊 为你做什么主 八叼为太子诊治 若是被你扰乱心境 令太子足迹难以医治 就算你有一百个头 都不够看的 卧槽 这还是香橙公主吗 一向寡言少语的香橙公主 竟突然出口维护八叼 难道这俩人搞上了 看来这女子 是对八叼动心了 终时有人让这不是 人间烟火的仙女 动了烦心 女大不中流啊 这还没怎么着呢 便维护上了 就是镇兽区 也没见你如此撑腰 那个 灰坊啊 你这话确实过了 你看看 大家都挺不过去了 我过分 他就不过分 骂我骂得多难听 四海之内接你骂 这是人说的话 陛下 好了 这事便算过去了 莫要再提 那 那个 我可以喊你八叼哥哥吗 当然可以 嘿嘿 八叼哥哥 你刚刚可真威风 这老匹夫烦人的姐 母后教导 我要有教养 我又不好骂他 他仗着父皇宠信平日里 对谁都要舞扬威 一指气势 今夜他是活该 哈哈哈哈 呃 玩犊子了 儿子和闺女 都让人家给拿捏了 这也太特么扯了 还八叼哥哥 成前 你可是大唐太子 帝国储君 你的逼格呢 你的威严呢 这话怎么好意思叫出口 怎么样八叼 有没有的一 虽然症状有些复杂 但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一 可一 真的可以之好 陛下 皇后娘娘莫及 且看结果 退后 我要开始装兵 后边站着的几位老太医 不淡定了 你看什么了就可以 你懂医术吗 他们本想质问 但想着刚才 黄辉风的惨状 便没敢出烈 站在一旁等着八叼出丑 路多大脸 险多大眼 一会哥哥 用针扎你的脚 你忍着点 只要你忍住不哭脚 我保证你半个时辰 可以正常行走 真的吗 八叼哥哥 八叼哥哥放心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忍受 OK搞定 半个时辰 渐分晓 眨眼时间 半个时辰一步 下床走两步试试 看看能否正常行走 哼 怎么可能现在就好 若是太子殿下能好 我当场辞官 父皇 母后 儿臣可以自由行走了 成前你 你真的好了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等紧砍住了烟 这任丢大了 太子刚刚恢复 还需要静养些时日 才能痊愈 现在尽量不要 进行剧烈运动 前儿 听八叼的话 赶快回床上静养 谢谢八叼哥哥 太子殿下客气了 成前 你是大唐太子 记住你的身份 是 父皇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成前也累了 你们都散了吧 八叼留下 八叼 成前这祖旗 真是多亏你了 皇后娘娘客气了 陛下 多好的孩子啊 无论何时何地何时 都是如此冷静 沉门宠辱不尽 这孩子哪里都好 就是听不进去人群 陛下 您这是夸人 还是骂人 陛下成前祖旗 都被八叼医好了 大喜的日子 你哀叹什么 罢了罢了 说实话 朕对于这混小子 能治愈成前的祖旗 都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 他还真给了朕一个惊喜 说吧 八叼 你想要什么赏赐 朕都答应你 只好太子祖旗 你也算为大唐立下了丰功伪计 朕一向赏罚分明 只要是不过分的要求 朕都答应你 陛下按您之前 答应草民的便好 至于其他赏赐草民并不需要 你就没有其他想要的赏赐 除了朕答应封你的爵位外 你还可以另提其他封赏 那你把乡城嫁给我吧 八叼穿越大唐以来 由于过于优秀被人仇视 迫于无奈之下与武姓欺望的王家结仇 导致王家想把八叼的励志八叼 让八叼无法再八叼 八叼又是这个八叼 他是个什么东西 安敢三番五次与我王室作对 灵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 那把吊救死与孩儿 气了两丝宠土的人 张着自己又计分笨事 拘弄了丈孙宠 情怀于成处莫邓人 在长安城内肆意汪位 前几日他不死之后 来胎子的足迹吗 张着陛下心爱 更死便笨加利 若不死他纵死于丈孙宠 寄人帮审 孩儿早就收拾他了 还能让他如此嚣张 有人撑腰 哼 李世明这个皇帝 都是咱们世家点头 他才做上去的 区区几个国公三个脑袋 这是他们若不给我个交代 我就给他们小刀辣屁股 好好开开眼 父亲 这把吊确实又显塞链 他大地不死那王死的链 更死悟心启翁的链 父亲何不联合其他计甲 联名惨把吊一笨 到此后就算陛下相报 那夜地点亮点亮 我们悟心启翁的分链 他这么夜不会威脸一皆不已 让我们计甲难看 陛下还自望着我们计甲的前梁 样兵呢 好 九一灵儿之言 将此事闹到朝堂之上 八雕这兔崽子又惹祸了 他还真是闲不住 还专门盯着王室 真是个愣头气 陛下 八雕现在讽透乌亮一望甲那个德行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不善罢甘休 他还想怎样 他们王家子弟 什么德行 他们自己不知道 八雕虽然手腕狠了点 但这孩子还是蛮讲道理的 陛下 香城公主在殿外求见 香城 他找朕何事 换他进来吧 香城参见父皇 香城 这么晚了你找朕何事 父皇 您听说了吗 王家放话要嘎八雕的荔枝 呦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 怎么 你害怕那兔崽子会吃亏 那倒不是 明日户部师郎王宗元 定会上本餐八雕 要父皇知他的罪 八雕是不宜身份低微 宁可一定要保他无罪 哼 这闺女 真是白养活了 眼里只有他的小情人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求朕保人来了 你不说还好 一说朕便来气 八雕这死真是不识好歹 屡屡闯祸 朕绝不能轻饶于他 将他下了大狱 朕还能省点心 父皇 您不了解事情真相 这是不愿八雕 是王家欺人太善 八雕的性子您知道 别人若不惹他 他是不会动手的 朕还能错怪了他不成 此事你不必再说 朕自有定夥 父皇 八雕刚刚治好了太子的足迹 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太子的足迹复发了怎么办 宁端不可一气用事 要秉公处理 为了八雕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行了 这是暂且不提 湘城 朕且问你一事 你必须如实回答 你是否忠意八雕 儿臣 儿臣没有 哼 那好 明日镇边令人抓了这肆意妄为的兔崽子 将他下入大狱 父皇不要 儿臣 儿臣确实忠意八雕 话音刚落 湘城便感觉脸颊发烫 如此难以启齿的话 竟然从他嘴中冒了出来 李军县与王德在旁边看着惊叹 这还是那个淡漠如烟 不识人间烟火的湘城公主吗 如今 竟对八雕轻心到了这个地步 令人难以置信 八雕文武双全 文韬武略 符合李二对女婿的预期 虽然八雕有时候一根筋 不听劝 但在大唐同辈中 也算佼佼者 而且八雕手腕铁血 胸无大志 这是令李二最为满意的 李家需要这样的驸马爷 好 既然如此 朕便让八雕做你的驸马 如此一来 八雕便不再是不一 有朕撑腰 也没有人敢故意找他的麻烦了 父皇 怎么 你不愿意 啊 儿臣 儿臣愿意 好了 既然你已同意 剩下的事 你便不要管了 交给朕便好 军县 去长孙府 将斧鸡交到立正殿 朕在那等他 这时 还要与皇后商议一番 再晚 怕是来不及了 李二心里清楚 王宗元一定在联合其他几个世家 等着明日早朝向八雕划难 这把利剑还没出窍 便断了 李二绝不接受 他要八雕成为义饼 解决大唐内忧 荡平世家 全清朝野的天子剑 李二容马一生 血染江场 好不容易走上帝王之位 还要看五姓期望的脸色 他绝不接受 流水的王朝 铁打的世家 这句话 李二一直铭记心中 成为鞭策他居安思危的良言 此时八雕还不知道 因他而起的一场巨大的风暴 正在长安城慢慢席卷开来 这场腥风血雨中 不知要有多少人 命丧黄泉 陛下 臣有本要奏 你先等一等 朕今日有事要宣布 所有奏本皆需推使 陛下 臣有要是非要现在请奏不可 放肆 你王宗元好大的胆子 朕说等一等便等一等 一想造反不成 臣惶恐 知识此事 事关重大臣不吐不快 陛下 八雕一被魔将带入宫中 正在殿外灯后 宣他进来 草民八雕参见陛下 此子不简单啊 虽是寒门出身单单 凭着一身的戏事就不容小觑 此子若不尽早铲除 早晚会是我王室大敌 今日 朕有一件大事宣布 朕决定将香城公主许配给八雕 让八雕做大堂驸马 今日不是为了解决 与王家冲突之事吗 怎么突然让我 做了李家驸马 怎么 怎么会如此突然 陛下这就将香城公主 许配给这个不一了 我早就说 八雕小郎君与香城公主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除了八雕小郎君 没人配得上香城公主 胡闹 这简直就是胡闹 陛下糊涂 没想到 陛下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陛下 您让八雕当之大堂驸马 臣坚决反对 陛下 臣也反对 臣复议 臣也复议 哼 朕为香城公主挑选驸马 与你这户不是狼合干 则是轮得到你在这里信口雌黄 开口阻拦 朕嫁个公主 难道还要与你王宗元商议不成 陛下 臣为大堂之官 当然有劝解陛下的权利 尚品无寒门 这道理陛下不会不懂吧 讲究出身门第 那是老祖宗传了数百年的规矩 更何况是为公主责富 为大堂选富吗 陛下 您放着那么多的世家应毫不选 偏偏选一介不一为许 岂不是显得朝中无人 为天下人耻笑 为臣恳请陛下 收回成命 陛下 组织不能改 我等羞于与八雕为伍 陛下 八雕这思不光出身卑贱 为人更是应显毒了 微臣恳请陛下下令情下八雕 致他死罪 此等败类 不配入我大堂皇城 不配做我大堂父吗 放屁 王宗元 你瞎了你的狗眼 你才出身卑贱 八雕是我的外甥 轮得着你在这里只手画脚 一致气势 你莫要以为 你王室到了只手遮天扭曲实实的地步 只要我长孙无忌在一天 想颠倒黑白 你还不够哥 陛下 老臣以为八雕当我大堂驸马实属应对 刚刚封大人所言 有时偏空 什么叫齿鱼与八雕为伍 科举制度已经兴起了这么久 没想到封大人还抱着 上品无寒门的老一套思想 封大人是嫌自己家族出任的官员太少吗 八雕平心静气 助力朝堂 听着众人争吵 不为所动 但武姓期望与封德仪 已经被八雕记在了心里 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八雕是个急性子 等不了那么久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 给爷整孝了 不用你俩在这跟我唱双簧 等有机会 我必给你们荔枝兜嘎吊 到时候乳鸡女无养之 都给朕闭嘴 你们炒够了没有 这是皇宫 是朝堂 不是你们鸡灵狗碎的菜市场 陛下 八雕屡屡如我王家 您怎能包庇于他 王宗元你 难道不知道你那些个宝贝儿子 平日里都干了些什么 朕的卷宗都堆满一框了 七行霸事鱼肉香里 你当朕不敢抓他们吗 陛下教训的是 陈皇孔 哼 朕量你也没这个胆量 朕告诉你们 八雕这个女婿朕收定了 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 遗旨气使 八雕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草民权平 陛下安排 并无意见 退朝 王侍郎今日这是接下来如何 哼 来日方长 今日之事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城中不比 皇宫若是谁出了什么意外 哼哼 八雕你怎么总是给朕惹祸 你刚来长安几日 你说 长安发生的哪件大事 与你无关 先是杀了张连城 这又跟王家不死不休 你就不能给朕老师几天 你看看 惹得满朝文武 鸡犬不宁 陛下 这跟我有鸡毛关系啊 我从来不主动招惹别人 奈何他们觉得 黄泉路比暗花好看 总想让我送他们一程 我有啥办法 再说他们要揍我 我也不能挺着吧 那多给我舅舅 还有陛下您丢脸啊 哈哈哈哈 没错刁儿 有舅舅在 谁你也不用怕 谁滋牙你就揍谁 给他打的他妈都认不出来 他也没事 伏基你就这么教育吧 这孩子全都让你带坏了 好的不学 天天跟盲流子一样 到处打架 八雕小郎君 我魏征也支持你 大唐就是缺少你这样的有识之识 若人员都像你这般有骨气 不畏强权 大唐势必崛起 陛下责你为序 实乃明智之举 嗯 你们两个能不能要点逼脸 石镇江这是给拦下了 不是你们 你们两个倒是会冲好人 今日这事便到这里 你们都退下吧 至于八雕与香城的婚事 便交由辅基与礼部操办吧 选取良辰即日成婚 雕儿妥了 这下字妥了 香城公主去到手 那他们不天下无敌了吗 你父母皆已不在 你的婚事便全权交由舅舅来办理 放心舅舅定不会让你丢了颜面 自治便麻烦舅舅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对了 王宗元没人极其阴险 你这几日定要小心 我怕他会对你不利 舅舅放心便是 这老毕灯若是不来还好 若是再来招惹我 我给他鱼子服带 捏出来 你这小子 怪不得别人都叫你小爷吗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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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里又来人了 我这就去 干脆搬进皇宫住得了 这天天派人跑来跑去的多麻烦 八刀接纸 门下 庶名八刀 医治太子足己有功 为人正直 光明磊落 不欺暗事 可封开国难 十亿三百户 主者实行 八刀小狼军接纸吧 倒是不能再叫八刀小狼军 您以后可就是咱大堂的驸马爷了 驸马爷叫的还早了点 不过辛苦大人 跑这一趟 人贵给兄弟们拿些吃酒钱 嘿嘿 驸马爷言重了 多谢驸马爷恩赏 驸马爷 陛下给您的封地在长安西郊 名为芒芽村 村内百姓都是最近得到朝廷审批 从关外迁来的 村子贫困了点 好在地理位置优越 周围都是荒废的粮田 不过芒芽村名风飙汉 您去的时候 多注意一些 您要理解陛下 毕竟如今风诀都是虚名 不给封地和十亿 陛下将芒芽村封给您 已经顶着巨大的压力了 况且您若是将芒芽村经营起来 那也证明您的能力不适 无妨 镇子复述与否 倒是没什么所谓 不过还是谢谢大人提醒 驸马爷到底是人中龙凤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既然旨意已经传打 我们便不再打扰 就此告辞 少爷您 您当驸马了 低调低调 就是上个公主而已 人贵你去采购些粮食 明日我们去芒芽村一趟 接收封地 采购粮食 您是说 刚刚那位船只官吏的话 此话绝不是空穴来风 他能说出贫困这话 便证明芒芽村的情况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劣 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封地 自己的实义 我爸雕 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但对待自己人 还是有底线的 人贵明白 我果然没有跟错人 少爷对待达官显贵 王孙贵族 可能都不会低一下头 但对待下人 却是十分的友善 而且现在少爷成了驸马 以后百姓有好日子过了 少少爷 这特是咱们的封店 这莫不是刚被抢过 呵呵 果然比较贫穷 我们这回有的忙了 少爷 你是不是对贫穷有些误解 这哪是封地实义 我感觉陛下 这是让我们救进芒芽村来了 不要这么悲观 只要有人有地 那我们就能出人头地 你们是什么人 来我们芒芽村做事 怎么 你们这么穷的村子 还怕被劫不成 那便不劳你们费心了 这里不欢迎卖人 你们若是没有事 便速速离开 不要这么大的火气 我们是给你们芒芽村送粮食来的 粮食 无功不受禄 非清非故你们给我们送粮 上坟烧报纸 你会弄鬼呢 你不知道陛下已经将芒芽村封给我家少爷巴雕了 你们这群狗日的贪官 芒芽村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还想来收我们的粮 你们非要将我们赶尽杀绝才甘心吗 要粮没有 要命一条 几位兄弟 你们误会了 在下巴雕 陛下风诀开国难 芒芽村便是我的封地 不过你们放心 我巴雕绝不是鱼肉百姓之人 我们真是为你们送粮来了 不可能 这世上会有这么好心的官 不光是粮食 还有酒有肉 有饼 这 这些真的是给我们的吗 呵呵 怎么 我们几个就这么像芒流子吗 话都已经说到 这个份上了 你还不信我们 再者说 你不信我们 这粮食合吃是 你总该相信吧 我们没有必要 拉着十几辆马车的粮食 欺骗你们 这位大人 不是我们不信任您 实在是我们被人欺负怕了 您等着 我这就去教祖长出来 芒芽村村正徐公庆 见过巴雕大人 方才这几个小子多有得罪 还望大人莫要见怪 徐老客气 今日我为芒芽村的百姓们 带来了粮食和吃事 巴雕大人 我们何德何能 受您如此之大的恩惠 我们芒芽村 非但不能向您缴纳粮食 还用接受您的救济 老朽实在受之有愧啊 徐老鹏的话 不必多说 这芒芽村为何如此破败 不瞒巴雕大人 我们来这芒芽村 也不过三个月 原本我们在梁州外 有着自己的村落 奈何突厥屡屡进犯边境 毁了我们的家园 不得已 朝廷才将我们安置到了芒芽村 如今大唐的情况 您也了解 内有外话 朝廷哪有多余的精力 管我们这些逃难的百姓 能列我们个落脚的地方 便已经十分仁德了 我看着芒芽村的周围 良田不少 你们为何不开墾呢 您有所不知 先不说 我们缺少更牛 就连基本的农具 都寥寥无几 如今又不是种植季节 哎 难啊 徐老您也不必如此担忧 既然我家少爷来了芒芽村 我们一起重建 真的吗 任贵说的没错 既然陛下已经将芒芽村封给了我 那我绝不会置之不理 今日我们先填饱肚子 任贵 明日你便带领芒芽村的兄弟们 去采购农具和修缮房屋的工具和用料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芒芽村百姓住上新房 不再忍受饥寒交迫之苦 芒芒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做牛做马无以为报 芒芒大人 我们被突厥掠过 被土匪追过 被丘巴结过 唯独没有遇见您这样的官决 你放心 今后有我芒芒在便无人 再敢汽辱芒芽村的百姓 少爷明日采购来农具 咱们村内的壮丁们可有的忙了 其实芒芽镇周边的沃土 真不少足足游击百亩 这也是当初我们选择定居这里的原因 眼瞅着八月就要过去了 我们可以利用九月一个月的时间 开啃粮田 然后十月种植冬小麦 嘿 若是赶上风调雨 顺明年定是大风书 到那时候咱们也不用少爷您救济了 还能给您缴纳不少的粮食 不过这粮食种子还是要少爷给提供 这个没问题 不过这粮食不怎么值钱 粮食种子我来出 但不需要你们给我缴纳粮食 少爷你给我们出粮食种子 还不要粮 少爷该缴的粮食一粒不能少 这是规矩 徐老我真不需要你们缴纳粮食 少爷这怎么行 那我们这些食意岂不成了吃白食的 这道理不管到哪也说不通 不是吃白食 除了种粮外 我还有一件事让芒芽村的百姓们去办 少爷您但说无妨 咱芒芽村的人一定付汤导火 不是什么大事 我在长安城开了煎酒坊 专门售卖酒 过几日我要在芒芽村内盖起煎酒坊 到时候需要百姓们帮忙酿酒 工钱另算 我当是啥大事不打紧 帮忙酿酒那肯定没问题 至于工钱我们坚决不能要 您是冠决我们是食意 哪有您不收粮又复裂我们工钱的道理 就是 少爷您这么说那就是在打咱们的脸 咱们芒芽村没有忘恩负义的人 好 那工钱到时候再说 徐公庆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赶快给我滚出来 卧槽 人贵小郎君 你带少爷赶快从村后跑 今日老朽豁出性命 也要和赵金泉这私拼了 徐老有少爷在你不用怕 这帮人什么来落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少爷为你做主 从村后跑 开什么玩笑 少爷 二伯你们先走 我带人跟他们拼了 人贵你跟着去看看 不要让赵林吃亏 放心吧少爷 徐老放心吧 有人贵在那帮人翻不起浪花 这些究竟是什么人 与芒芽村有什么过节 你们为何如此惧怕他们 哎 他们是京师赵家人 虽然比不上五姓希望 但也算是个豪门 那赵金泉是赵家的三公子 上个月他们来过我们村子 想要收我们卫电农 协助我们开墾村周围的良田 我官他来者不善 不愿被他兼并土地 收卫电农变起了冲突 我那儿子的腿便是与他们发生冲突时 被赵金泉亲手打断的 你们没有报官吗 怎么没有 我带着人去青山县县涨告赵金泉 奈何他们蛇鼠一我险些 将我们下了大狱 在那之后我怕惹祸上身 便吃了哑巴亏 本以为稀释宁人罢了 那承想赵金泉这次竟然又来了 他这是想将我逼上绝路 这些事究竟 根本是朝廷无能 土地兼并 非要拿五姓七望开刀 颁不倒五姓七望 便搁置此事 将要抑制土地兼并 啃不了硬骨头 那就换个思路 先从这些小门阀苍蝇拍起 农村包围城市 岂不更好 少爷这些话可不能乱说 被人听了于您无礼 不碍事 走 我们去看看 今日萌芽村这主 我八雕做了 本少爷我收你们当电农 帮你开荒 让你吃饱肚子不好吗 若你们再不识好歹 我要了你们一村人的狗命 闭上你们的狗嘴 给他道歉 萌芽村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哟哈 这是哪里来的狗 竟敢在本嫂面前乱废 人贵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遇见这种狗 不用对他们客气打就是了 是 少爷 少 少爷 人贵他 徐老 我不是说了吗 今日这主 我替萌芽村做了 真理旨在 大炮射程范围内 打不了道理 自然也就说通了 少爷 不可 少爷您对我们做的 已经够多了 万不可因为我们这些贱民 为自己招惹京城招架 住口 贱民 谁允许你们这样 称呼自己的 只要有我八雕在一天 便没有人 可以称芒芽村的人为贱民 谁也不行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今后你们要记住 不要惹事 但也不要怕事 天塌下来 有我八雕顶住 少爷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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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芽村的百姓们 被八雕这句话 深深感动 只此一句 他们便能感受到 八雕对他们的真情实义 有些事做出来 永远比用嘴对付强 陛下 这就是征建市的赖弄取脉 他真是这么办的 没错 辅马夜不广为 芒芽村送去了打批量食 并且绑住 芒芽村百姓狗卖弄剧 修闪放五 还承诺免处他们的付税 免处付税 这还真是稀奇 就凭借从王玄林的 敲诈的五百两黄金 坐持山空 也不是坐持山空 驸马夜让芒芽村百姓 绑他酿酒 他在畅安乘习事 盼下的那间赏铺首卖 呵 卖酒 能卖几个钱 不知所谓 早晚有他过不下去 跑来求证的那天 还有 他还不是驸马 别老驸马爷 驸马爷的挂在嘴边 叫他准驸马 呵呵 陛下说的是 这其中还有个小差距 这兔崽子断了人家双腿 不过这赵金泉和郭宝春 真是太放肆了 竟然还敢干这种 兼并农户徒弟之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八雕打断赵金泉的狗腿 那都是便宜的 没错 准驸马还说了 凸地减并举气哽怨 不一定非要打倒阔夫 坑硬骨头 要亮点性 先从这些肖闷发藏蝇排骑 梦存保卫乘势 量力而行 先从苍蝇排骑 农存包卫乘势 哎呀 朕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兔崽子竟然有如此见识 君县 快将魏征 伏击 玄灵 克明给朕找来 朕有大师找他们商议 是 陛下 对了 君县 以后别老准驸马 准驸马的叫了 多难听 叫驸马爷即可 是陛下 魔将金鸡 陛下 宁深夜将我们几人叫来 是有何大事吗 此时有关土地煎饼 日以成风 倒也算见大事 陛下 此时微臣这几日 与魏征和玄灵探讨过 但一直没有拿得出 针对五姓七望的举措 您知道 五姓七望盘根错 解门生变天下 借用当地官吏 根本出不上吏 若是从朝廷抽调 怕被地方官吏误认为 抓捕尹太子 与党激发兵变 此时良难这才搁置 无妨 朕已经想到举措 应对土地煎饼 一只土地煎饼 难也不难 关键是要找对方法 五姓七望是硬骨头 我们为什么非要盯着他们不放呢 要量力而行 我们可以先从那些小门阀苍蝇拍起 村庄包围城市 切断五姓七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对啊 我们为什么盯着五姓七望的不放 煎饼土地的地主意识不少 我们可以拿他们开刀 陛下说的太对了 五姓期望我们现在对付不聊 这些小苍蝇我们打起来 还不是手道擒来 陛下 您这举措可谓良策 臣倍感敬佩 朕也是无意间才想出来的 算不上什么良策 若是此举可行 便由魏征牵头去办吧 陛下也腿不要连了 这是您想的举措 愣不能要颠连 这命名是人家府麻叶所的呀 好假货 真是好意思 君县 你有何话要说 陛下 趁猛忧陛下放心 微臣定当竭尽全力 办好此事 对了 朕得到确切消息 长安赵家赵金泉 与青山县县令郭宝春 按通管区 兼并涂地 此事交由你一并彻查 先拿他们两个开刀 最佳三当 绝不顾系 朕不问过程 只看结果 胆敢兼并涂地 全都给朕打入死牢 经过数日的筹备 八雕的最先方九本 正式开院 长安五少全部到齐 魏征 长孙无忌 程咬经 玉池公和秦苏宝等人 接种了至 甚至相承与李世民也到了 公主殿下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你也不去皇宫看我 是父皇想喝酒了 我要求父皇和母后 才一块过来的 若不是说受你邀请 母后都不让我出来 父皇都已经许诺 你我之间的婚事 你为何不去宫中找我 宫中规矩太多了 这不能看 哪不能碰的 我一个白身 哪里受得了宫中的规矩 听说父皇给你划分的 封地出了乱子 需不需要我找父皇帮忙 不必了 麻烦已经解决了 此时父皇已经知道了 早就这人将两人下了大雨 那个赵家 已经被彻查抄家了 看来李二还真半点人事 武姓期望办不了 这些小门法 还是感动的 系统检测 宿主已与香城公主闲聊 一个时辰 符合闲鱼行为 奖励吃兔马 方天化剂 紫金瓜 顺面连欢凯 神力宫 吃兔马已在东市马场 请宿主自行寻找 武器盔甲已发放至宿主空间 注意查收 少爷 明日咱们还得给芒芽村 加派些人手 这酒窖应该早日建造起来 要不没有几天 咱们这个酒就要卖完了 人贵莫荒 钱可不是一日 便能挣完的 放心吧 今后我们挣钱的 路子多着呢 这一个小小的酒方 算个鸡毛啊 明日陪我去东市一趟 表弟 你什么时候又喜欢马了 你若是喜欢马 直接去俺家马场 不就好了吗 那里可是有几匹上等好马 被俺爹思维宝贝 你可真能垂牛皮 你敢前来送给雕兄吗 你爹知道还不打断你的腿 擦 兄弟直接看破不所破好吗 我也是闲着无聊 想去逛一逛 若是碰到合适的 就给我和人贵一人 搞上一匹 我们两人的角力太大 寻常的马 禁不起我们家父 少爷您买就好 我跟着看看 开开眼就好了 您对我这么好 再给我买马人贵 实在是受不起 人贵你我二人之间 便不必如此客气了 你虽然一直称我少爷 但你我之间青铜手足 就是人贵 与我们几人在一起 不必如此拘束 不必拘泥于世俗 表弟的性格 你还不了解吗 对待敌人 心狠手辣 对待兄弟 两肋插刀 嘿嘿 大哥锁的没错 别的不锁 光四驾 我们都一起打过几次了 也算上过战场的兄弟 好马 真是一批两举 神区 刘长贵 你这马卖多少银子 我要了 黄金一千两 你不想花一千两黄金也可以 今日你若是能降服这匹神区 我白送你 银贵兄 雕兄估计这场中 也就你们两人 有驯服这匹神区的能力了 如此神区可遇不可求 少爷还是你来吧 我没有驯服这匹神区的把握 好 我去试试 刘长贵 我想要试一试 银 原来是鲁鲁脸少爷 您怎没有空光顾小人的马场 我听闻你这马场中有匹神区 银鱼有空 便来看看 鲁少爷屈尊前来 小的这马场棚毕生辉 那马就在那 您自便 他娘的 鲁鲁脸这次竟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鲁鲁脸 你看娘的要脸不 明明是我们先进场的 你认识他 武姓齐望鲁家银 你别看他银母狗样儿的 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比那王玄林更加可恶 上着自己背景 身后不知道糟蹋了多臭良家妇女 害得银家妻离子散 嘿 朝廷就放任他们武姓齐望胡作非为 哼 你成家大少爷又改换门厅做人家的狗了 人家都没说话 你激动个屁 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嗯 八刀 你似乎还不是驸马爷呢 木秀鱼林 封闭催之 怎么你要不要试一试 你这股妖风能否摧毁我 驸马爷 敢不敢赌一把 谁先驯服他 谁就算赢怎么样 好 我赌了 赌注是什么 呵呵 就赌醉仙酿的配方 你干嘛 你不用记我 我若输了醉仙酿配方双手奉上 但若是你输了呢 我输了 黄金一千两怎么样 赌注配得上你这副马爷的方子吧 千两黄金 你拿我当要犯的呢 我不要你的黄金 你输了 我要它 你敢吗 好 这赌鱼我接下了 让你先来 免得说我欺负当朝准妇嘛 呵呵 感谢卢大少送来的良才 马儿速来 好伙伴 卧槽 这 这也太扯了吧 这马不会就是表弟的吧 这就是传说的神兽印竹吧 此等神局也就只有雕兄配得上了 银贵兄 你跟俺说实话 这马是不是雕兄提前放在这马场 在这跟俺演戏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特么耍我 这分明就是你的吗 咋的 卢大公子 这是说不起了 马场掌柜不就在你身后 你们们不就知道了吗 刘掌柜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 这 卢少爷我冤枉了 这马已经在这里不下五日了 灾场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证明 这马与驸马爷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弄作证 这马却是不是辅马爷了 李将军 您可来了 感谢您为小的作证 八刀你等着 这是不算蛮 我们走着瞧 对 啥也不是 李将军您怎么来了 陛下也是矮妈执任 听说董事马昌出现慎局 可弟欠我来一坦究竟 母乡道竟然被辅马爷借住贤等了 这马 真是慎局一批 原来是这样 不过这马与我脱为投缘 李将军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误爱 慎局 自然是幽怨认得止 倒是驸马爷 不非垂回职力 便让慎局称赋 党真领刃警叛 运气好罢了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驸马爷 小人叫王玄策 我们从未见过 您为何要帮我 卧槽 大唐第一猛人王玄策 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 咳咳咳 我只是不忍你这样的良才 居尊豺狼之学 若你不愿受制于人 大可离开 不过你要想跟随我左右 秦府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在下王玄策 今后愿在驸马爷身边 安前马后 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八雕的故事 王玄策自然听说过 良情责目而欺 如果八雕 还不算值得跟随的人 王玄策实在想不到 他还能想象何人效力 好 今后你便是我的兄弟 张贵的 还有没有好马 离将近 就这一匹好马了 不知为何 最近草原狐马甚少不好告 就这几匹马 还要一百五十两一匹呢 什么 一百五十两 你咋不去抢 我看这几匹马 连三十两都不止 小狼君 你有所不知 马师已经飞西比 狐马更是有恃无价 这已经持续十几日了 你看看这马师 哪里还有现在的狐马 狐马的商路已经断了 既然如此 这马你便自己溜住吧 狐马爷 我们走吧 你咋啊 商路不通 狐马涨价 东突厥 不会有什么异动吧 杰力老儿可不是什么善茶 此时趁我大唐内忧突袭 而来可玩犊子了 卧马爷 魔将还有要是宰神 便闲性力去了 高雄逛了一圈 俺们都累了 记忆便到这里吧 回去你给兄弟几个弄点小菜 咱和尚那么一和 嘿嘿 好 那我们便回府吧 我烧几道小菜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去卢国公马场 帮我牵两匹马来 我不要宝马 上等马即可 给人贵 与全策一人一匹 俺当啥事呢 这点小事没问题 俺爹的宝马 俺弄不出来 搞两匹上等马 还不成问题 此时包在俺身上 谢陈公子 谢父马爷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马市闲逛两个时辰 复合险于行为 奖励军神传承 八雕大脑空白 微微一致 记忆如同惊涛骇浪 一股脑涌入八雕脑海中 马铃之战 孙并测算无疑 井行之战 韩信背水猎阵 齐政相生 以三万裂兵 大破赵军二十万军 关渡之战 曹操擅则良策 攻守相继 以两万只军破 袁绍十万之重 对袁绍集团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孙子兵法 孙并兵法 六涛 三略 齐门盾甲等等 一场场经典战役 一步步兵法兵书 在八雕脑海中 飞上而过 什么 竟有这种事 若连私伤的商路都不通了 看来北疆定然是有了异动 这些胡商 常年奔波于草原和长安之间 消息灵通 手段极深 连他们的路都被断了 可见其中定有隐情 陛下 这种使命科信 其有不科信 其物 魔将感觉辅马业缩验审有道理 没错 此事细细想来 血有蹊跷 朕说邪力可汗 最近怎么如此老实 估计是在筹备更大的阴谋 军县你赶快派遣人马 向北疆渗透 看看邪力 究竟在搞什么鬼 魔将灵命 陛下 辅马业预料得果然不错 邪力劳竟酒计了二十万大军 正趁柄与北疆边境 蠢蠢欲动 朕得这个便宜女婿 居然有如此远见 单单凭借商路不通 胡马涨价便推断出了 北疆突厥一栋 简直料事如神 如此多志 竟执意在闹市中开小酒坊 真是匈无大志 好在镇下手够快 以许洛将相乘许佩己罢雕 不然如此良才 被别人收入麾下 可操蛋了 传令李静 长孙无忌 与此静得 承咬今几人到殿中议事 此事关乎我大唐王朝的命运 马虎不得 陛下 宁深夜将尘等招来 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邪厉老儿臣兵二十万 与我大唐北疆之外 欲侵犯我大唐疆土 该死的邪厉 狼子野心违背盟约 其罪当诸 陛下 这消息是否属实 末将从未听说突厥有何异动 钥匙 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军县刚刚从北疆送回的情报 此事邪厉老儿隐藏的急身 朕也是费尽周折 才搞到确切情报 怎 怎么会这样 末将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陛下 您是如何知道东突厥一动的 前几日朕令军县去马市挑选粮居 讨然 从一壶商口中所知 草原与长安之间的狐马私商之路被断 马市狐马价格翻了几番 朕思来想去 由此推断 其中定有隐情 假之最近东突厥突然变得沉寂 朕实在放心不下 这才派遣军县的人去北疆探查 不查不知道 邪厉老儿正暗中聚集兵力 对我大唐边境图谋不轨 陛下仅仅由狐马涨价 便推断除了东突厥有一动 当真是神机妙算 兵胜在世 多亏陛下了事如审 未不先制 让我们在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市 有所准备 若是被这二十万突厥大军踏破北疆 回军南下 坚持长安 那我大唐壳就麻烦了 陛下高瞻远瞩 能掐会算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突厥的动向 还需尽快部署防御战略 这是你推断出来的 从一开始你就是是一个胖管者而已 这不是人家辅麻业推断出来的吗 给你有疑问欠管息吗 咱还能咬点笔链吗 看见了吗 朕虽然当了皇帝 但操作依旧这么秀 风采不减当年 陛下 您这番推断与果决令末将敬佩不已 邪力老儿图谋我大唐 必定已做好了万全准备 但如今我大唐可用之军不多 若想抵挡突厥二十大军 还需从长计议 可恶的突厥 该死的邪力 惊趁我大唐示威之时 新兵来犯 亲我边疆 陆我将士 掠我子民 简直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要是长安城中现有兵家几何 朕要欲驾亲征 与那邪力老儿决意死战 陛下 万万不可呀 陛下 如今长安城中 左右五卫军加上东宫六律 才堪堪五万兵马 那邪力手中却有兵马二十余万 我们万不可与之力敌 陛下 此战太过凶险 明断不可遇驾亲征了 陛下 万万不可 陛下 请您三思 难道朕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邪力 率领突厥处上 踏平灵州 杀我子民吗 如今灵州已全境沦陷 若是再不阻拦 邪力便会长驱直入 奔袭长安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还有反抗的余地吗 陛下 老臣恳请陛下迁都洛阳 暂避突厥锋 迁都洛阳 陛下刚刚继位 天下尚未稳定 怎能轻易迁都 这也是个办法 总比邪力旅君杀到城下的好 但我大唐怎会遭此劫难 真是藏田无烟呀 放屁 朕容马一生 血染疆场 杀敌无数 安能被邪力蜀背 吓得落荒而逃 我泱泱大唐 一撇一纳 皆是几量 怎能任满一四一七零 朕身为大唐皇帝 若不能就边疆百姓 于水火之中 朕有何颜面 立于大兴宫中 朕有何颜面 面对大唐父老 朕有何颜面 坐在这龙椅之上 几包几包 突厥思想兵风几声 凌州失授 突厥如今已兵分三路 兼此经元清三州 三州威仪 请求朝廷派兵支援 什么 元州 庆州 荆州全被突厥入侵了 若是突厥在攻下荆州 直奔荆基道 长安威仪 如若不然 我们还是与突厥讲和吧 批款 各地 总能让邪力退兵吧 突厥兴兵二十万 我大唐兵甲 才堪堪五万 这仗怎么打 都得娘的 给朕执起腰板 满座大丈夫 尽座女儿姿态 直此大唐威王之际 你们这满朝堂的 大唐公骨 文声丧誕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主退的 主和的 主逃的 主割地的 主赔款的 就是没有主张 持缘荆州 与突厥抗争到底的 这是大唐的悲哀 是朕的悲哀 亦是你们这些 当臣子的耻辱 陛下 俺老城请占荆州 俺身为大唐 又五位大将军 俺能归缩于 长安城中 眼看着百姓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陛下 末将请占 若是荆州有失突厥 将一马平川 吉利老二 用不了几日 便会杀到长安城下 荆州必须守住 陛下 您万不可出兵荆州啊 长安城能调动的 兵马只有五万 若是再抽调 几万支援 京元庆三州 长安城哪里 还有兵甲可守 帝都的安危 哪里还有保障 不如我们给协力 些钱粮 让他们退兵吧 如若不然 各地赔款 也是可以的 再不然与突厥和亲 也是可以考虑的 王宗元 大敌当前 国家危难 你安敢软弱到如此这般 各地赔款 纳贡和亲 你当我大唐 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吗 哼 长孙大人 话可不能这样说 我也是为了陛下的安危着想 小不忍责烂大谋 留得青山在不愁煤缠烧 这样浅显的道理 长孙大人不懂吗 陛下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长孙大人 您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 不久前 王宗元的儿子 被八雕者辱令王家 颜面尽事 李二又极力维护八雕 令王宗元一败涂地 今日 他正好找回厂子 而且 王宗元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 一是受了几家家主的指使 他们要摸清李二的底线在哪里 此时大唐内忧外患 正是他们立威的好时机 王宗元 你这是在挑战朕的底线吗 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 陛下 陈皇孔 大唐兴王 马虎不得 你前两日在朝堂之上训斥我 不是挺牛逼的吗 这会怎么气得像个猴子一样 狗日的王宗元 不用跟我在这坟头蹦迪 等此次突厥之事解决 我必杀你 驰援敬咒 数位边疆驱逐蛮夷 救我百姓 护我成邦 不必在意 若有非议者 斩立决 陛下声明 我等于大唐兴王 李静上前听令 朕命你为官内道行军大总管 领军两万 驰援敬咒 不得有误 程咬金 御驰公上前听令 朕命你二人为官内道行军副总管 协助李静 驰援敬咒 抵御外敌 务必将突厥大军 给朕挡在荆州城之外 秦书保上前听令 朕命你即刻前往庆州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务必将白马官给朕守住 将突厥满意 抵挡在白马官外 一道接一道命令 从朝堂中发出 敌二不愧为马上皇帝 即便面对如此劣势 依旧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了最有效的办法 他只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挫败东突厥的机会 陛下 此次突厥来袭 老臣虽不能上阵杀地 但是却能为陛下推荐一位能人 哦 是何人 呵呵 当朝准驸马 八雕 他妈的 我还用你说 我早想要这小兔崽子 跟着李靖左右 看看八雕的军事天赋如何 结果这小兔崽子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连府上的家丁都不知去向 陛下 驸马爷该不会听说突厥杀来 吓得落荒而逃了吧 不会吧 八雕小狼军吓得落荒而逃了 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说不准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事关自己的性命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相信拔斗小狼军 若是突厥来袭 驸马爷定会提枪上马 血染沙场 李军献 现在就将八雕给阵找来 将他编入李靖军中 随军出发 魔将灵命 面对着文武百官的质疑 李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此犯 在民族大义国家威王面前 八雕若是自己不争气 李二一时不能护八雕以周全 而且 若八雕真的被突厥大军吓跑了 李二也绝不会将相承嫁给他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八 荆州恶好 突厥入境徽兵荆州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将称重的男人 彤彤傻死 女子和孩童抓起来 女徽不落 称重有粮食 有剪印主包 有打掏女人 敲到夺烧 圈归你们所有 打掏不滚 那里是我们突厥庸实的对手 用不了多久 我们突厥贴气 便能打拼打掏的没一寸徒弟 而此时 正指此大唐危难至极 八雕正带领薛人贵 与王玄策两人 在荆州大地上 风驰电车 那日从马场回府后 八雕左思右想 才回忆起 东突厥真的对大唐有所行动 历史上记载 协力老儿 是武德9年8月24日 开始侵略大唐 随后一路打到 长安与李二 签订为水之盟的 哪怕我提前用手段 告知李二突厥会南下侵略 但是双方兵力差距太大 想抵御突厥大军逆风 翻盘可太难了 而且李二身边重将领 皆是与他 征战天下十数载的汉将 哪怕我提了建议 也不一定会采纳 妈的 我是来当咸鱼的 怎么这会要化身奥特曼 拯救地球了呢 尔等蚂蚁 安敢放我大唐疆土 青州城何时出现过 如此战地强悍的赢甲将军 我竟从未见过 竟然是一个小白脸 还有几分武力 勇士们倾下这小白脸 将其击下麻者赏黄的女子一只 蚂蚁找死 出绝蚂蚁亲我大唐 当斩 臭 而老门快上 给我杀了他 名犯强躺者 虽远必诛 众军可愿与我死战 这这怎么可能 微弱的逃人 为何拥有如此枪悍的斩力 魔鬼 他们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快投啊 尽我疆土者当诛 如我百姓者当诛 毁我家园者当诛 伤我将士者当诛 伴我国卫者当诛 小将军 城外的情况已经打探清楚了 荆州城西 百里处 突厥小克汗 斯罗蝶率领 四万大军驻扎在那里 今日 阿什纳太恩率军两万来攻打我荆州城 逃走的大约万余 也就是说如今斯罗蝶手中还有兵甲三万 而我荆州城守军将士 亦是伤亡惨重 舍损过半 已不足两千 该死的突厥 我大唐的体骑早晚踏平他们的牙杖 于都督节哀顺便 大战才刚刚开始 圆州与庆州方向 有消息吗 庆州方向 突厥二克汗 突厥克汗 领军四万 现已攻到了白马关下 圆州方向 突厥大将军戈伦率领四万大军 已攻到了平梁城下 整体占据于大唐而言 皆是不利 不过朝廷已向三州派遣了援军 相信很快就能抵达各处战场 这才十二万军 剩下的八万呢 不知道 目前探查到的兵马 就这十二万 于都督 我需要一千兵马 要一千兵马 小将军想要作甚 夜袭突厥军营 斯罗蝶知道 阿斯拉太恩被你斩杀 两万大军折损过半 定会加强戒备 此时前去与宋斯无异 不会 斯罗蝶为人 阴险狡诈 而又贪生怕死 今晚他定会遣军来袭 但他自己一定不会来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只要我在突厥大军攻下荆州城前 请下施罗蝶就能让突厥退兵 小将军 你这是在拿荆州城做赌注 这席中变过太多 若是输了我们与荆州城将万劫不复 怎么样 于都督敢不敢赌 小将军 还未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八雕 呵 八雕兄弟 这一千兵马 我给你 若是行动失败 你只管带领你两位兄弟撕离 你们为荆州百姓做的够多了 你们是我大唐青年财军师大唐希望 于都督放心 此战必胜 我一定将兄弟们给你带回来 废物 都是废物 阿神那泰恩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领军两万 如今今年一个个小小的荆州城都拿不下 他在哪 让他来见我 我一刀砍了他 小 小可汗 泰恩将军已经被荆州军杀了 什么 土喀什不是护卫在阿神那泰恩身边吗 就算失败 他也不至于逃不出荆州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小可汗 原本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我们也已攻进了荆州城 就在我们要剿灭唐区 拿下荆州城死 荆州城突然来了援军 援军 哪里来的援军 兵甲几何 三人三旗 啥 你说多少 三 三人三旗 放你娘的屁 三人三旗也特么叫援军 三人三旗能特么改变战局 三人三旗能特么将我突厥两万大军打得落荒而逃 你特么当他们是天狼神下凡不成 一群废物 来人 整军备战 今晚血洗荆州城 小可汗 何必动怒 即便他说的有些夸张 但荆州城内有援军是必然的 今日我们之所以能轻松攻下荆州城 那是因为荆州军手臂松懈 且缺乏守城器械 如今援军已到 他们必然已做好了守城的准备 我们若是再去 得不偿失 还是多叫几人进来问问情况 小可汗再做决定也不迟 他娘的 三人三旗 打递我两万大军入荒而逃 主将战死 该死 当真该死 我非要将荆州城图了 将那三个唐人千当万割了 不可 阿史纳耶齐 我命你领军两万 即可奔袭荆州城 务必在明日清晨以前拿下荆州城 阿史纳耶齐领命 还有 我不希望明日我抵达荆州城后 还出现任何一个活口 小可汗放心 少爷好消息 施罗蝶派遣麾下大将阿史纳耶齐 率领两万突厥大军 奔袭荆州城去了 如今 突厥率仗中 守备空虚 尽是些今日从荆州城逃回来的败军 全军上马 目标突厥营地 狄席 狄席 快逃啊 唐军散来了 你是何人 我可是突厥小可汗 你今日若是赶伤我分毫 我富汗定会带领突厥铁骑 踏平大堂的每一寸徒弟 这不是威胁 而是警告 我是你爹 过躁 人贵全都杀了 小将军 若是带着百姓 恐怕我们很难再突厥大军 攻到荆州城下时赶回去 无妨 消毒卫 你率领荆州军 护送百姓撤离 我带领人贵与玄策 两人先回荆州城 只要施罗蝶在 他们便不敢攻城 那些突厥俘虏呢 全都砍了 一群畜生留着何用 大姐大姐 驸马爷八雕亲率大军 秦施罗蝶斩协力 败突厥八万大军 与骑山山脉 我军大获全胜 大姐大姐 驸马爷八雕亲率大军 秦施罗蝶斩协力 败突厥八万大军 与骑山山脉 我军大获全胜 驸马爷八雕率军 占了协力可汗 还击破了驸马八万大军 这也太牛逼了 我大唐有此驸马 截止万事 这男人也 协力死了 驸马爷岂不是即将全线崩溃 那我大唐将免于战乱之苦 哼 我就说驸马爷不会逃跑 那帮无名驸马爷的人 当真该是 听着捷报 百姓们心中各有分说 捷报入京的这一刻起 长安城中凝重的气氛 突然缓解了许多 驸马爷八雕的名字 传至千家万户 已成为大唐守护神 大姐大姐 驸马爷八雕亲率大军 斩协力 败突厥八万大军 与骑山山脉 我军大获全胜 哈哈哈哈 协力老儿被斩了 真是令老朽我惊为天人 你们听到了吗 是驸马爷八雕 亲率大军 斩协力 破突厥五万大军 谁说驸马爷听闻突厥来袭 逃离了京师 简直就是信口雌黄 是对我大唐英雄的侮辱 哈哈哈哈 好 甚好 非常好 八雕不愧为我大唐驸马 不愧为我大唐儿郎 不愧为朕的女婿 真是好样的 这小子 真是太贪娘的 给朕争气了 你快与朕说说 八雕究竟是怎样打退突厥大军的 驸马爷持元荆州 击退突厥 生情失落点 再到奔袭骑山 火烧突厥 斩首协力 败突厥八万大军 驸马爷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三人三骑便敢持元荆州 于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 如同探囊取物 文韬武略 用兵如神 没想到驸马爷还是一位将帅之才 由此驸马 大唐审幸 百姓审幸 王宗云 你还有何话可说 清者自清 既然八雕没有逃跑 而是去支援了战场 市井中的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与我有什么关系 况且我也是为了江山设计考虑 八雕身为大唐驸马 就要静得起考量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怎么还不允许别人质疑了 王宗云 朕只饶恕你这一次 以后若是没有真凭实据 随意诬陷 朕必斩你 长安城外 李二邪文武百官 亲自出城 迎接大军凯旋 城中更是万人空巷 百姓自发的出城相迎 队伍足足拉了十数里 宫中早已备好了庆功宴 只等着八雕和各军将领归来 要是八雕人呢 呃 我母鸡啊 你母鸡 你他妈 作为大军统帅你母鸡 那你知道鸡毛啊 八雕不是与你一同去的骑山 伏鸡协力的吗 难道你们没有一同回荆州 他先回来了 原本战斗结束后 驸马爷是与我们一道回了荆州 但是前几日我们率军回朝时 却发现驸马爷消失了 荆州城守卫说驸马爷比我们早一天出了城 至于去了哪里无人可知 这是闹哪样 咋又开始作妖了呢 与此同时 八雕与薛人贵和王玄策 带着那些与突厥交战 为国捐躯将士们的骨灰到达芒芽村 这些木木无闻的大唐将士们 为国征战血染沙场马哥果尸 死后只能化为一捧黄沙 消散在风中 这是八雕难以接受的 少爷我们不回长安 斩协力拜突厥 您立下这不是之功 回到长安后定然会封赏于您 先不回 功名利禄于我而言 犹如过眼云烟 还不如开个九方活的自在洒脱 再者说咱们身后这帮兄弟们还没有安葬 这庆功久我吃不下 少爷您这种想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战争中 普通将士的性命犹如草芥一般不值钱 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生死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我们想做便做了 何必在乎他人的想法 他们都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 是大唐的英雄 安葬他们便是此刻我想要做的事情 倒是苦了 你们两人与我血战荆州 出生入死 绝功甚为 却不能去长安领取 原本就属于你们的殊荣 少爷您这话说的便捡外了 少爷不是贪慕功名利禄之人 我与玄策亦不是 入朝为官有什么好 还不如跟在少爷身边 过得自在洒脱 没错 少爷能将我从卢家解救出来 我已是心满意足 如今能跟随少爷左右 于长安城中饭酒 于芒芽村中耕地 岂不逍遥宽获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们二人竟与我的想法一样 饭酒耕地足矣 人生得一两之己 此生足矣 这个兔才子跑哪去了 难道他不知道 大军凯旋而归阵要百清功宴 这是存心放朕的鸽子 我知道八雕去哪了 他可能去了芒芽村 芒芽村 他上的逼地方干啥 大军凯旋而归 朕出城迎接他 这个逼仔子 倒好这长安城来都不来 一点面子都不给朕啊 陛下 那这庆功宴 庆功宴 庆鸡毛啊 八雕这兔崽子都没回来 还摆的什么庆功宴 陛下息怒 雕儿定是有什么急事 这才不得已回到芒芽村 急事 他有鸡毛的急事 比参加镇的为他摆的庆功宴 还要着急 父皇 您莫要动怒 八雕的性子您了解 他没有坏心思 哎 罢了罢了 镇倒是要亲自去芒芽村看看 八雕究竟在干什么 驸马爷 这一片地方够广了吧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 在这里建造陵园 那是最好不过的 原本这是我给咱们芒芽村准备的 没想到竟要买咱们的大唐中魂 暂时应该够用了 子弟确实是块风水宝地 希望这些为国捐居的将士们 在这里能得到安息 真执着啊 不就没回长安城吗 咋还追到这里来了 我立这么大功劳 李二不能当众揍我吧 应该不会吧 参见陛下 不知陛下到此 所为何事 哼 朕因何而来 你还不知道吗 彪尔 你为何不回长安 参见陛下为你设的庆功宴 在这里的百姓开荒做什么 这荒什么时候不能开 周头上的事还未忙完 我无心参加什么庆功宴 你们听听 这他们说的是人话吗 这怪朕生气吗 庆功宴不想参加 那你倒是与朕说说 你这是究竟有多么重要 非现在干不可吗 就为了那些瓶瓶罐罐 那些不是瓶瓶罐罐 好 那你跟朕说说 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看你如何解释 那是与突厥交战 为国捐居将士们的骨灰 我们不是在这里开荒 我们在为这些大唐中魂 纠建灵远 还他们一个栖身之地 文言李二大脑一片空白 他刚要开口反驳 但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周围公古大臣 亦是如同晴天霹雳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为与突厥交战 为国捐居将士们的修建灵远 这实在是令他们没有想到 那 那些是大唐将士们的骨灰 此事何必欺瞒陛下 难道陛下不认为 这不是一件 立刻必须做的大事吗 难道陛下不承认 他们是大唐的英雄吗 胡说 朕 朕什么时候说 这不是一件大事了 朕何时说 这不是一件 立刻必须去做的事了 如此大事 你你为何不早点 与朕诉说 陛下 八雕不愿做 一将功成万古枯之人 这些所谓的丰功伟业 不是之功 全都是他们 用生命换来的 最后这些荣光 却属于我一人 您让我怎么面对 这些买骨他乡的大唐中魂 他们才是大唐真正的英雄 陛下 雕儿这话虽然说的直了一些 但他性子就是这样 您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是啊陛下 俺了解驸马爷 他在战场中 每每都冲在最前方 师哥打起仗来 都不要命的主 你们这是干什么 朕说八雕错了吗 再者说他有错吗 他为卫国捐区的将士们 修建灵园 他有什么错 他将卫国捐区将士们骨灰 从战场中带回安藏 他有什么错 庆功宴随时随地都可以办 但这些无名大唐英雄的骨灰 还淋在雨中 你们不会去调人修建灵园 安藏大唐英雄 在这里说的什么屁话 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英雄 一个民族更不能忘记英雄 神兵天降扶大煞之将卿 挽狂澜于己道 斩邪力百突厥 守大唐河山 护大唐百姓 其他各军将士 亦是血染沙场 守家卫国 皆是当风 王德宣旨 使陛下 朕引好天之春命 封开国南八道 为贤阳俊功 辅国大将军 正二品 十亿三千户 封薛人贵为开国博 中武将军 正四品 十亿一千户 封王玄策为开国博 壮武将军 正四品 十亿一千户 随着赵书的宣布 周围的文武百官 皆是骇然 大惊失色 这对八雕的风赏 简直中得有些逆天了 正二品 咸阳俊功 辅国大将军 直接给八雕挂了一个 俊功的名头 八雕此次一步登天 爹您看到了吗 孩儿做到了 孩儿一定还学家 以荣光 竟整这些虚头八脑的 给点黄金啊 倒是就这两个鼻子 还不如我小九方挣得多呢 你二世真抠啊 雕儿牛逼 你真是太给舅舅长脸了 小辈当中你当为第一人 我看这回他们 这帮老碧登 怎么跟我赛脸 驸马爷 驸马爷 等等啊 程将军 有何事 嘿嘿 无事 俺们一起走 与驸马爷在一起 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那个驸马爷 俺家有一匹马 据说是霸王项羽 胯下踏雪乌锥的后代 那毛发 那色泽 那健壮的体型 简直与您那一匹赤兔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您看您那宝马 多孤单啊 程将军 你这是拉皮条来了 嘿嘿 俺想让他们两个 培养培养感情 找个机会配一下 吓点崽子 神特么的 找个机会配一下 这程鸟金真是没谁了 连赤兔都不放过 程胖子 你真他娘的无耻 连驸马爷的坐骑 都不放过 你还要点脸吗 你给俺滚一边拉去 怎么哪都有你这个黑探头 俺跟驸马爷交流感情呢 跟你有个鸡毛关系 程胖子 你就是不要脸 驸马爷 您别听成胖子瞎嗶嗶 什么踏雪乌锥后呆 那踏雪乌锥 早跟霸王在乌江河畔自吻了 他家马场什么德行 我还能不了解 驸马爷 我不是吹 我家马场 轻一色的军马 上个月刚搞到 几匹纯种的汗血宝马 黑探头 你少他娘的污蔑 其实一次配一匹马 是有些浪费的 赤兔体格好 多来几次肯定不成问题 嘿嘿嘿 这特么都什么事啊 大唐国公就这 你们别拦着我 我去找长安找纳斯理论 他怎能如此骗我 你这混小子 临走时 我是怎么与你交代的 你就是不听 你要是不贪便宜 能被人家骗吗 人家摆明了 就是坑你 还会在那里 等着你找上门 那我就去报官 反正死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驸马爷给的银子 全都让我花了 你哭有什么用 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活人还能让尿蔑死不成 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着急慢慢说 天塌下来 由我顶着 驸马爷 我又给村里闯祸了 我对不起您 无妨 只要人没事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驸马爷 此事老朽也有责任 九月已至 眼瞅着要开荒了 我便让这混小子 去长安城买三头羹牛 谁知道他为了省银子 贪图便宜 用买三头牛的银子 买了五头病牛回来 这不刚刚两日 那五头牛便全都病死了 若是没有羹牛 我们的计划便全都耽搁了 开不出计划好的荒地来 就这是 驸马爷 这事还算小吗 如今村里只剩下一头羹牛 一头羹牛连羹银都架不起来 不妨是 此事交给我 即便只剩一头羹牛 我们也能快速开荒 甚至不用羹牛 也能开荒 村里可有工房 哟 就在那边 前几日才建好的 赵琳 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带上几个木匠 跟我去工房 明日我们给大家一个惊喜 是 驸马爷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茫芽村中 酣睡四个时辰 符合咸鱼行为 奖励土豆十万斤 土豆已发放至宿主空间 请注意查收 狗系统你要死啊 我这么睡正香的 你要吓死我啊 不过这次给的东西 确实很急使 真是想吃奶了 奶娘来了 驸马爷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成功了 屈原狸被我们造出来了 不过那赵琳好像疯了似的 赶着羹牛推着屈原狸 在地里乱跑 连徐老都劝不住 纳斯不是疯了 纳斯是吃饱了撑的 咱们即刻去 驸马爷您看看 这混小子一夜未眠 尽早又不知道抽哪门子协风 一个劲得离底 徐兆林 你疯了是吗 赶紧给我滚回来 驸马爷牛逼啊 您太牛逼了 我们成功了 一头更牛也能离底了 这荒开的 开的牛逼普拉斯 赶紧给我滚回去睡觉 立刻马上 你若是在这般不听劝说 我就把你逐出芒芽村 驸马爷 您可千万不要把我赶出芒芽村 我听话 我这就滚回去睡觉 驸马爷 驸马爷 赤兔在家吗 俺把踏雪乌锥带来了 让他们增进一下感情 有机会配一下子 纸杰 你脑袋里整天想的 都是些什么玩意 怎么张口闭口 尽是些粗鄙之言 嘿嘿 陛下 俺老成就是一个粗人 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说话可不就这样吗 参见陛下 今日陛下前来所为何事 雕尔大喜事 陛下已经决定于10月28日 将香城公主许配给你了 今日特地前来商议细节 哦 好的 嗯 这就完了 嗯 完了 你他娘的气死朕 对你有什么好处 陛下何出此言 我要是把您气死了 俸禄找何人去领 您是不是太敏感了 老杀财 你他娘若是在干笑 朕扒了你的皮 陛下 俺再也不敢了 你们这大清早的 围在荒野间干什么呢 陛下 驸马也设计出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更理 只用一头更牛便可轻松更理 甚是神奇 只用一头更牛便能轻松更地的理 你们信吗 反正朕不信 一头更牛 这杠怎么抬呢 能不能别跟朕在这追牛逼 八雕 朕让你入朝为官 你不干 就在芒牙村研究着破壁万亿 等你与香城完婚后 你也带着他在芒牙村当木匠 到长安城饭酒吗 这有什么不好吗 日子过得多清闲 陛下 以吊儿的聪明才干 怎会研究破万亿 我刚刚关职这更理 确实与众不同 说不定真像徐村正说的那般 即便用一头更牛也能更地 若是这样 那何尝不是好事一桩 那今后同等事件 我们能开出来的荒地 岂不是翻了一番 粮食产量岂不是翻了一番 俺的乖乖哦 好多粮 长耀金 你在这装置账呢 你去试试那更理 嘿嘿 陛下您就瞧好吧 呜呼 狂奔吧 俺的小牛牛 两个像吧 小宝贝 陛下 您看成胖子这死 真是小母牛拍屁股 牛逼红红啊 大唐国公的脸 都被他丢尽了 必须得支这四的嘴 你是怎么有脸 说出这句话的 别人说成要金行 你俩半斤八两 你要上去 不知道能做出什么腰来 陛下 您看到了吗 徐村正所言非叙 这更理确实非凡 这地不是耕过一遍 在这糊弄镇的吧 痛快 真是痛快 驸马爷真是研制了一副好梨 你们看看这地更得多完美 坤 更个地而已 你看看你那富得一洋洋的样的 拍老母牛屁股 大唐国公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俺丢你娘 你有能耐你也上啊 把芒芽村的荒帝全给更了 你们两人不是愿意打吗 去那边给我再试试这更理 这次不用更牛 你们两人一个在前面了 一个在后面推 你赶紧给老子送开 这离烧是我先握住了 放你娘的狗屁 你少他娘的给俺耍无赖 赶紧给俺滚 你俩特么的能不能干 程耀金在前于职工在后 给朕赶紧的 嘿嘿嘿 直接用力点 我会好好疼爱你的 黑炭头你得俺记住 这是不算完 哈哈哈哈 呜呼 狂奔吧 俺地小成成 这两个混账 大唐国公的脸都被他们两个给丢尽了 八雕 这东西真是你搞出来的 怎么 陛下不信 朕有什么不信的 那这还是破玩意吗 这破壁 这 这离确实是个好东西 你要理解朕 朕关注点不是这个离 究竟好不好 真是怕你玩物丧志 你知道吗 那这句原理究竟是好东西吗 丧志吗 臭 陛下 得此生气 真是可喜可贺 即后我大唐农业的发展必将更进一步 估计用不了几年 我大唐便可耕哲又齐甜 甜甜及高产 百姓再也不用为粮食发愁 腹肌说的不错 农业才是大唐立身之本 回宫后便传指公布 将这群 屈原理向大唐全境推广 务必配备到每家每户 这样一家两口不用耕牛 亦可轻松开荒 如此一来 我大唐必将走向辉煌 迈向盛世 陛下 这句原理好像是我的 什么你的我的 那是大家的 是天下百姓的 陛下 您身为大唐皇帝 帝国君王 不是想白嫖 走我的劳动成果吧 什么白嫖 朕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你是朕的驸马爷 也算是朕的半个儿子 儿子孝敬老子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朕不会白要 等朕回宫 亲自下旨封赏你 辅机走 起驾回宫 陛下 叫朕作甚 赏字不用太重 给个五千八千两黄金就行 谁又想我了 这是 这是谁家小孩 你认识这座坟的主人 不好意思 驸马爷哥哥 我刚刚在陪我爹爹说话 所以没有回答您的话 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您是大唐驸马爷八雕哥哥 我爹爹便是与您一同并肩作战的荆州军士兵楚东号 可是爹爹没能同您一起回来 他站死了 就埋在这里 爷爷说驸马爷是个好人 爹爹就是被您带回长安的 如若不然 穆罕怕是这辈子也无法见到爹爹了 我认识你爹爹 他是一个大英雄 你应该以他为荣 您认识我爹爹 我爹爹当然是大英雄 他是为了保护大唐百姓战死的 我为我爹爹感到骄傲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剩下我和爷爷两个人了 娘亲病死了 爹爹站死了 不过我们现在来到了芒芽村 爷爷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既然只剩下你跟爷爷了 为何还要逃难到芒芽村 你们不是京畿道的人吗 当然是 但我们的房子被坏人给烧了 爷爷说 我们若实在不走 坏人就会将我们丢尽井里 我跟爷爷流浪的好几天 最后没有办法 才来了芒芽村 那你没对坏人说 你父亲是大唐英雄了 就是因为父亲战死了 他们才要烧我们的房子 穆罕 你带我去找 你爷爷去好不好 哥哥有要问你爷爷 好 不过爷爷跟着大家去开荒浪 爷爷说我们不能在芒芽村吃白食 喂 我们去家中等 穆罕 你今日去林园看 老朽参见驸马爷 是不是这孩子不懂事 惹到您了 您大人大量千万不要与他计较 初老 您误会了 穆罕很懂事 我今日前来只是想问您一些事 驸马爷 您想问什么便问 老朽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楚冬浩您认识吗 不 不认识 不认识 初老 我爸雕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应该了解 我实话跟您说 楚冬浩是我兄弟 一起血染沙场 出生入死的兄弟 您直言便可 我断然不会害您 您为何 沦落到芒芽村 有何难言之隐 浩儿 我的浩儿 楚冬浩是我儿子 武德四年入武从军 是荆州军的神城 这些年天下混乱 民不聊生 我儿能入军为兵 保家卫国 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 我是高兴的 这孩子总归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穆罕娘走得早 就算我们也俩相依为命 原本我还想着我们一家还能有团圆的日子 可谁想浩儿却在骑身丢了性命 但他身为大唐将士 保家卫国 卫国牺牲是他的职责 马格果师是他的荣耀 原本这消息是长安城传来的 说是我儿卫国捐区 利有战功 幼年级老朽我年事已高 独自拉扯着穆罕不容易 朝廷会拨一笔抚恤金 给我们也俩过生活 可谁知 谁知这抚恤金 却差点要了我们也俩的命 房子被烧了 家没了 还被赶出了村子 要不是我带着穆罕逃的款 就被他们丢尽紧列了 这天下究竟是怎么了 我儿用命换来的那点微薄的抚恤金 差点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灾难 那些发放抚恤金的官吏还说 我儿东浩是逃兵 我们不配领取抚恤金 明明是为国捐区 怎么就成了逃兵 初老您在芒芽村放心住着 你们的抚恤金我会为你们追回来 那是东浩应得的 东浩不是逃兵 他是大唐的英雄 谢驸马爷大愣 不过那抚恤金老朽不要也罢 如今能被驸马爷收留在芒芽村 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老朽已逝之足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将穆罕拉扯大 不然我如何对得起董浩 老朽我实在不愿再给驸马爷平添麻烦 您放心 这事我会为您做主 今后没有人再敢欺负咱们 东浩真的不是逃兵 他是大唐的英雄 是我们爷俩的骄傲 范瑞达滚出来 贼子安敢在此撒野 你们想造反不成 你是范瑞达 你是何人 为何深夜闯我县崖 楚冬浩你认识吗 楚冬浩 不 不认识 来人 将这几个无视律法 山闯县崖的贼人给我拿下 为国圈区将士的抚恤金 你也敢探墨 抓起来 把这三个贼子给我抓起来 人贵 选策将他拿下 少爷这样的狗官 留他何用 不如一刀砍了 砍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以我看凌迟才配得上 这狗官肮脏的心 你们怎么敢的 不报此仇 我霸雕 势不为人 缺人贵 王玄策 随我去长安拿人 我要亲手砍了 王宗元的脑袋 王宗元 出来受死 你们吃了雄性包子蛋了 精干传恶王思腹地 神 将这三人给恶乱倒看似 霸雕 把暗敢如此嚣张 陛下 您又做噩梦了 不知道为何 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陛下定是这几日没有休息好 紧张过度了 就连突厥都被除了 咱们大堂哪里 他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好了陛下 仿菜釜麻业去了景阳县 将景阳县衔领梵蕊大给傻了 你说什么 击杀朝廷民官 他八雕好大的胆子 不光是凡蕊大 釜麻业刚刚还创到了望氏腹地 将望总院给接走了 路锦唱安称一镜炸国了 吴姓齐王闷发劝趁粉粉想换国来 清求陛下非抚马 致八雕的罪 什么 我是想让八雕成为对付五姓齐王的一顶利剑 可这剑哪能这么砍啊 如此鲁莽 得不偿失 而且王室根基未动 只死了一个王宗元 马上就会有下一个王宗元出来 八雕聪慧过人 怎么会如此鲁莽 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这 尚在调查中 陛下 抚马业虽然着实遂行 但若不是望总院干了什么商天害的事 抚马业定不会这版作 这不是理由 大唐没有律法吗 没有刑部吗 如果人人都像他这般 想干什么 便干什么 那我大唐 皇权国为何存 况且 如今牵一发而动全身 太原王室家族 定会派人到长安动手脚 以此来宣示他们的权威 三省六部 亲近五姓七望的官员 定会霸政逼宫 让朕废了八雕 这一来一回所耽搁的时间 都将对大唐有所影响 虽然朕早就想砍了王宗元那斯 但总归要有证据 要通过刑部 走吧 或让那个混小子给闯了 但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利剑 还要让朕去帮他挡 哎 真不知道朕上辈子 欠了这混小子什么 陛下 您可要替我王室做主啊 陛下 八雕简直太猖狂了 无视律法 无视果微 陛下就算八雕有天大的功绩 今日也必须要废了他 这还谋除闷呢 你们这榜人就hold上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死了蝶酿呢 钟爱卿不必爱上 王十郎的事情 朕一听说了 这个八雕真是太猖狂了 无视皇权国威 实在可恶 你们放心 朕已派人去拿八雕了 当事情真相大白 朕定然会还王十郎一个清白 让他死也瞑目了 八雕只是把人给劫走了 并没啥啊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八部的王宗元让八雕给弄死啊 陛下 王十郎只是被八雕劫走了 若是金拿得及时 说不定还可以保下王十郎一命 当真 若是八雕没有伤及王十郎性命 那是真是大喜事 陛下 八雕实在是太猖狂了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他竟敢对京阳献献令范锐 打痛下杀手 更是闯入长安 闯进王室府邸 接走朝廷命官王宗元 这是何等的狂妄 何等的无视律法 臣请即刻下令金拿八雕 将他打入死牢 他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陛下 您还在犹豫什么 陛下 陈复议 陛下 臣也复议 好好好 八雕朕亲自给你们去请 拿不到八雕 这皇帝由你们来做 都起来吧 陛下已经走了 你们还跪在这里做甚 看来陛下已是铁了心的药 保下八雕 毕宫已经很难奏效了 那我们怎么办 就这么算了 不然怎么办 你要是有能力 你便去追八雕 将你哥哥救回来 你王室府邸那么多代贾府兵 竟还能让八雕把人劫走 真是废物到家了 不用你在这庄大尾巴郎 等什么时候八雕闯入你的府邸 你就知道自己今日说这话 是多么的可笑了 回去吧 将消息送到各家家主手中 此事怎么做 让他们定夺 我们一事无能为力 因贪莫战死将士的抚恤金 京阳县县令范瑞达被杀 护部侍郎王宗元 备展的消息 如同飓风 自长安城向大唐全境席卷而去 八雕再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 五性期望 皆是有人向长安城赶来备战黄权 王家拥有官员贩卖权 首先出手 将大唐的食盐价格翻了三番 而且限量供应 陛下 百姓们年盐巴都要吃不起了 我们得想个法子 朕能有什么办法 草原的盐池被突厥尽数毁坏 山东的官员全都入进了王室的福库中 难不成你想让朕纵兵去抢吗 官员的贩卖权 我们可以从王室中夺回来 但需要时间 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但是 即便我们拿回官员贩卖权 依照现在的产量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盐价压下来 这该死的王室 竟敢跟朕如此叫板 若是让朕带到机会 非要将他们斩草除根不可 如若不仁 我亲自去一趟王室府邸 与他们当面对峙 看看他们究竟想怎样 大不了云死网破 去找王室 你这不是打朕的脸吗 这刚刚几日 他们只耍了一个手段 我们便迫不及待的 找他们谈条件 你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加嚣张 更加肆无忌惮 都给朕想 想不出法子 你们也不要回府了 朕管吃管住 什么时候想到解决办法 你们什么时候回府 驸马爷 这已是我们运酒车队 被袭击的第三次了 人没事吧 人都没事 那些匪徒只针对马车上的酒 回酒桶后他们便走 补上运输队人员的性命 驸马爷 咱们西市内的酒坊 昨夜突起大火 铺子和存酒被烧的一干二净 还连带着烧了旁边两间铺子 如今这两家铺子的掌柜 正找咱们要赔偿的 你们这是干啥 我不是还在这呢吗 天他下来了 还是怎么着 不过是伤到被断 酒坊被烧了而已 你们用得着 如此垂头丧气骂 放心吧 有我在 这些是家 不过土鸡瓦狗儿 驸马爷 究竟是什么人 对我芒芽村这么大仇恨 还能有谁 除了王氏那帮王八蛋 谁还有这么大的胆量 谁还能跟咱们芒芽村有仇 别让老子带到他们 不然老子非要将他们 鱼子服带东西出来 玄策说的没错 定是那群老毕灯 早晚收拾了他们 算了 一群小喽喽而已 除了用些下三滥的手段 搞人心态 翻不起什么浪花 玄策一会你去趟长安 将那两间 被我们连累铺子的损失 赔给人家 然后再盘一间新的铺子 位置无所谓 毕竟最先酿的名气 已经打出去了 不怕没有销路 好 我这就前去 人贵 这两天运往长安城的酒 由你亲自护送 这段时间 你辛苦一下 放心吧 少爷 此事交给我你放心 你是何人 来我芒芽村 做甚 呵呵 在下菜园王氏三藏楼王月散 今日彻底前来 芒芽村拜见驸马爷 我们之间用不着说 这些各套话浪费口舌 你王氏与我之间 似乎没有好到 前来拜会程度 说吧找我什么事 驸马爷大名在下 早已如雷贯儿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既然驸马爷爽快 在下也不绕丸子 今日我王氏甲族 在长安略被博足 请驸马爷一睡 值钱的不愉快 纯属误会 远甲一节不一节 您爽的驸马爷 呵 那你们王氏可还真是大气 你还不知道吧 王宗元被我亲手砍了 如今不知荒野 不知道被野狗吃了没有 那是王宗元就游自权 有言不识太善 惹了驸马爷 他早就该善 倒是劳烦您亲手收拾了他 不然被老鼠窝赶到长安 要亲手宅了 他这不开眼的东西 不知驸马爷今晚克服伤脸 准时复验 好 今晚我会过去 感谢驸马爷伤脸 老鼠窝变不投入了 今晚长安聚先隔 期待驸马爷大驾光临 少爷您真要去 他王室摆明了 设的是鸿门宴 为您做局 即便是鸿门宴 但我又不是汉高祖刘邦 我巴不得他们会设服于我 这样到省去了 我们不晓得麻烦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若是您非要去 就带上我跟选策 我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要交给你们去办 这件事关乎到我们 能否扳倒王室这棵盘根错节的 参天大树 这才对嘛 这才是我认识的少爷 放心吧 少爷 我无论如何也会完成任务 家左 驸马爷到了 不愧是万军从中取 协力老儿 首级的少年英雄 驸马爷当真立跋山西气盖世 看 请驸马爷入座 老朽王室家主王岳天 今日能与大唐风云人物 驸马爷共聚一堂 甚是荣幸 王家主请我来 不会就是为了拍马屁吧 驸马爷真是直爽之人 那老朽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来人 将红布掀开 给驸马爷看看我们准备的鹤里 王家主大可不必如此 为了讨好我值得吗 想与驸马爷合作 总要拿些诚意出来不是 他们两个背着我王室与驸马爷作对 砸了您的运酒车不说 还烧了您的酒房 就冲这点 斩了他们一点也不为过 我王岳天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最烦这种暗地里耍手段的小人 我也最烦这种小人 见一个我就嘎一个荔枝 今日请驸马爷前来一续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与您谈个合作 说来听听 不知道驸马爷对皇位感不感兴趣 怎么 王家主想要 废了陛下 辅佐我当这大唐皇帝 事在人为 驸马爷文陶武略 聪慧过人 加上我王室的财力与遍布天下的门声 此事未尝不敢想 你就不怕 我现在杀了你 杀了我 恐怕驸马爷不会如此鲁莽 再者说 我也不会让驸马爷任意宰杀 而且这皇帝之位 我想驸马爷会感兴趣的 我八雕虽不才 但还是名善恶断是非的 敌人永远是敌人 成不了朋友 八刀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莫要拿我王岳天的容忍 当做你狂妄的资本 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拒绝我 从来没有 拒绝我王室的后果 你八雕承担不起 王家主 我八雕是什么样的人 不必我多说 你有什么招数 尽管用出来 但你要小心一点 你的脑袋 我会亲自拧下来 八刀 你要想清楚 当你迈出巨贤阁的一刻起 我王室与你之间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你王室没有 与我不死不休的资格 你王岳天根本不配 贫富数子 不相于谋 八刀 你早晚会为你今日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你会为你的狂妄 付出代价 王岳山 赃剑山庄的人联系好了吗 放心吧 那家主 二十名丁杰剑客 一再称外待命 将八刀给我杀了 记住手脚干净一点 我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太原王室 不是谁都可以随意拿捏的 不管他身份为何 家主放心 八刀绝活不过今晚 通膝 王家动作还真够快的 少爷 你真有将毒盐制成食盐的方法 这盐可是大名鼎鼎的毒盐啊 曾有百姓实在买不起官盐 便捡着毒盐实用 吃了没两天 上土下泻 全身发紫 没几天便一命呜呼 放心吧人贵 就这点事拿捏 陛下 嗯 有屁赶紧放 莫要在阵面前支支吾吾的 跟个娘们一样 会陛下 坐田望式甲筑望月田 与举线各种 节俭了腹妈叶 不过他们似乎叹得并不愉快 腹妈叶处称后 有二十几个江户高手辞杀于他 不过我们感到是 任都已经被腹妈叶傻了 军县了 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他们的说话大喘气 怎么不喘死你 就这事 这点逼事还用来烦朕 去查查王月天的老皮肤 买通的是哪家江湖势力 带兵去给镇平了 敢刺杀朕的女婿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当真正是好脾气 是陛下 陛下 雕儿一向聪明伶俐 能谋善断 不如我们将雕儿召进宫来 问问他对此事有什么想法 没错 军县倒是给朕提了性 这是原本就是因这浑小子而起 如今这问题全都抛给了我们几个 这浑小子倒是在芒芽村中躲清闲 那怎么行 陛下说的没错 出了这么大的事 可不能让雕儿清闲了 我这就着任召他入宫 不必了 朕这两日在宫内待得甚烦 正想出去透透气 现在不是还早吗 朕亲自去一趟 顺便去芒芽村吃顿饭 这些日子没吃那浑小子烧的菜 朕还真有些想了 目前手里这套简单的过滤工具 小打小闹还可以 若是想批量生产 供应整个大堂 还需要改进啊 嗯 陛下 舅舅 你俩干鸡毛来了 哼 你捅了这么大篓子 把朕忙活得够呛 你却在这里躲清闲 你知道你这次惹的麻烦有多大吗 长安城都快闹翻天了 你可能都不知道 王氏已经跟朕撕破了脸皮 这其中全是你的责任 难道这不是陛下想要的吗 武姓期望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陛下若想将其连根拔除 总要付出些代价不适 这是机会 一个彻底铲除 王氏的机会 难道陛下不心动吗 哼 你说的倒是轻巧 事情哪里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王氏将各地盐仓都埋上了火油 如今就连朕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你要知道 食言在百姓之间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秦一发而动全身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 百姓是要揭竿而起 起来反朕的 若是想不出一个完全之策 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呵呵 陛下您不会想让我出手 帮助您度过这次危机吧 怎么 不应该吗 抚恤金贪莫案 你杀了范瑞达 斩了王宗元 虽然是为了大义 但其中就没有你的私愿 朕为了维护于你 将朝中那些迂府的老臣们得罪了个遍 如今大唐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就这么袖手旁观 是啊貂儿 平日李舅舅对你什么呀 陛下对你怎么样 这你都知道 平日李 你惹下多大的祸 舅舅从来没有怪过你 如今大唐遇到了危机 我们这些老禅次当尽心竭力 你身为大唐驸马 断不可袖手旁观 也需要竭尽全力 帮助陛下度过这次危机 你看你俩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对付王室的办法 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只是没来得及对你们说而已 你看见了吗 朕就知道这混小子鬼点子多 说说看吧 究竟是什么办法朕袭而恭听 嗯 这什么逼玩意 就这玩意能把王室扳刀 盐 记盐 哼 你是不是特么当朕傻 朕没见过盐 你管这叫盐 还特么的戏盐 刁矮 这真是盐 当然 舅舅可以尝尝 卧槽 盐 这还真是盐 真他娘的险 很险 猴鼻险 腐鸡 吃点盐而已 吸这么多 你夸张了 舅舅这是闲盐 您尝一点就可以了 吃那么多作甚 这不是虎鼻吗 吼死老子了 真是太他娘的险了 但今日我宁愿被这盐给吼死 你们爷俩不会在这跟朕演戏 忙朕呢吧 陛下 这戏盐就在这 您尝尝不就好了 这戏盐你有多少 朕全要了 价格随你开 朕绝不占你半点便宜 有多少朕要多少 陛下客气什么 若是喜欢这戏盐 尽管拿去便是 杂钱不钱的 自己家人说 这个多外道 此话当真 说好了的是 你可不能反悔 不然朕治你欺君之罪 盐仓在哪呢 朕这就叫人来运 盐仓 什么盐仓 屁话 你少跟朕在这装糊涂 就是你存着细盐的地方 就这一代言 要鸡毛盐仓 你一定是在跟朕开玩笑 对不对 没有 朕就这一小代言 我对天发誓 妈的 腹击我刀呢 朕今日要活劈了 这个小王八蛋 刁儿 你有多少就拿出来 切莫跟陛下开这种玩笑 舅舅 我真没有了 你听见了吗 这小混蛋骗朕 这可是欺君之罪 朕今日非要 但是我能将不能吃的牙眼 提纯成这种 可以食用的细盐 朕今日非要跟他 好好谈一谈这致言的事情 好好谈一谈 腹击你还愣着戴什么 我们坐下 好好商议一番 我刚刚 我刚刚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你们两个 你今日怎么了 朕不是一直坐在这里 与八雕心平气和的谈吗 是这样吗 你他们刚才都要刀人了 腹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谈正是要紧 别忘了今日来找八雕的目的 雕儿 这些言真是你搞出来的 东西都摆在这了 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你这浑小子肯定早有预谋 不过你还真有两下子 这好玩意都能被你搞出来 说说你的计划吧 需要朕帮忙的 朕一定大力支持 陛下 在说计划之前 我们不应该谈谈报仇骂 扳倒王室 这么大的事 陛下不会又想白嫖化 擦 你这浑小子说的什么屁话 如今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是一伙的 分这么清楚作甚 而且这是原本就是因你而起 朕不着你要报仇 那已是对你网开一面了 你为此出谋划策 那不是应当的吗 还谈鸡毛报仇 堵外道 我要细盐的贩卖权 这个是底线 把刀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细盐纳入官盐 盐厂由朝廷把持 但朝廷可以将细盐的贩卖权给你 怎么样 毕竟出了王室这么档子时 朕将细盐贩卖权给你 已经顶着巨大压力了 不好 细盐不能纳入官盐范畴 而且这事的性质 与王室垄断盐厌的性质 完全不同 即便陛下没了细盐 一样有各种矿盐 所以大唐百姓的盐断不了 盐厌也不可能被我一人垄断 那我们换另一种方式 啥方式也不好 这是底线 公布郎中孙玉龙 贪赃王法 收受贿赂 如今证据确凿 五等凤子拿银 闲杂银等退逼三色 如有阻挠 格杀勿论 放屁 我孙玉龙光明磊落 你们哪里来的罪证 莫要诬陷好人 诬陷不诬陷 根本将回大理寺便知道了 用不着在这里废话 来人将孙玉龙给我擒下 万年献献令王宗盛 执法犯法 兼并土地 鱼肉相连 罪大乐极 王宗盛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冤枉 我是冤枉的 你们不能动我 我可是太原王室族人 哼 抓的就是你们这些王室的贪官无力 来人将他给我押回长安 柴盛 把等部守承诺 什么又拐良家妇女 贪慕欢迎 他李世民就是想撤击清除异己 我不服 李开顺 我劝你不要做不畏的抵抗 主动投降 你还有一线生机 若是拒不投降 今日我必血洗你同舟刺石斧 不可能 柴少今日有种你就杀了我 皱一皱眉头 我就不是李开顺 李开顺 你太小看陛下这次的决心了 来人放箭 强攻刺石斧 这段时间 心中血雨症席卷大唐各处 李二开始反击了 着手斩断王室那盘根错节的关系王 李二要让天下人知道 他才是大唐的皇帝 天下之主 不受任何人威胁 更不畏惧任何势力的拙劣手段 家族 这一次李世民抓捕的第三十六个 与我王室有关的关联了 看来李世民是不会与我们讲活了 如此临情手段 怕不是想要破釜陈族 哼 李世民好大的胆子 当初隋阳帝杨广尚未敢如此 与我们武姓期望作对 他一个刚刚登基几个月的小皇帝 哪里来的底气 家族 不然我们与其他几家通通敲 让他们也出几分力 这袋子不能光让我们一家挑着吧 武姓期望这名头 又不是独独我们太原王室一家 其他几家 如今李二针对的完全是我太原王室 抓的人也与他们几家没有关系 他们罢不得将我王室手中的范延泉夺走 又怎会好心帮助我们 你别看平日李几家相互通婚 关系不错 但若真是出了乱子 还不一定有几家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 那我们怎么办 总不能做一代别 任李世民拿捏吧 若是在这般下去 就要出大乱子了 而且三董烟场已经被李世民派兵封锁了 我们的沿路一断 拿捏 李世民真以为用这些旁门左道 便能让我王室屈服 我王岳天手中有的 可不光光是那点盐 来而不枉非利也 李世民接连送我王室大礼 我们若是就这么接着 岂不是不懂李树 去将蓝田县盐仓给我烧了 卧槽 家主 这 这会不会玩得有些大了 这还大吗 这只是开胃菜罢了 生死存亡之计 我们若是再不用些狠的 即便李世民最终向我王室妥协 我们也将受到重创 他 既然李世民想要将我王室赶紧撒去 那他也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仗 他王岳天还真敢将盐仓给烧了 这个祸国殃民的老王八蛋 朕早晚将这个畜生给活寡了 朕他娘的妄为唐人 陛下息怒 微臣以着户部将收购的官员全都放了出去 虽然抑制不住严价的疯狂上涨 但总归还是将严价稳定到了一定程度 唉 朕还是太仁慈 当初就应该结了王室的盐仓 这下可好 想结都不敢结了 他们已经有了鱼死网破的决心 陛下 官员疯狂涨价是一方面 各地官员霸证我们一世不能坐视不理 王岳天除了让王岳山纵火烧了蓝田盐仓 还让各地王室官吏和那些与王室有染的官吏霸证使为 地痞 刘斐 包明一时间全都窜了出来 各地民心意滴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罢政 这帮混蛋还真敢 等这件事平息之后 把他们一个个的全都砍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解决问题就是了 天要是他了这千古骂明朕一个人背就是了 去 将国子监那些底子干净的人 全都给朕找出来 顶到罢政的地方去 谁罢政朕就罢免谁 如今朕不怕乱 就算将天给捅个窟窿 朕也要将王室连根拔出 如今大唐这情况 你们几个都看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无是生非的 全都给朕记下来 一个都不要落下 修后一起算账 不就是官员涨价吗 不就是罢政吗 朕有什么可怕的 陛下说的没错 我泱泱大唐连二十万突厥铁记尚且不惧 何况一个小小的王室 只要我们君臣一心 其心合力没有过不惧的看 陛下 各地官员罢政的事情交给微臣去办 微臣认识好一些当初玄武门兵变后 怕被尹太子连累退隐的官吏 如今对他们而言 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凭借微臣这三寸不烂之舍 微臣有信心将他们游说出山到罢政地方任职 只要他们肯出山 各地政务用不了几日便会重新梳理清楚 好 很好 甚好 你们看见了吗 这就是魏爱卿的脾气 不认输 也不服输 这件事 朕便交给你去办 官吏任用升降 不必向朕汇报 你有毒断权 总之不论你用什么方法 把罢政地区的政务 给朕从地上拾起来 魏征领命 官员霸证 官员涨价 他王室除了这两个下三滥的招数 还能有什么作为 如今这地方官吏霸证的事情已被魏爱卿揽下 官员涨价的事情 有没有人认领 陛下 官员的事情 您就交给微臣吧 微臣一准给您办得明明白白 好 伏击 那这官员的事情 朕全全交由你来办理 把雕那混小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半个月 这是雕二亲口承诺微臣的 他告诉微臣 无论如何 无论用什么办法 必须撑半个月 半个月后 他会让王室万劫不复 半个月呀 如今户部能用的银子还剩多少 微臣算过了 至少还能再撑一个月 如今户部其他方面的开销 已被砍了一半 长孙府府库中的银子 全都让微臣拿出来筹措官员了 一个月 将银子全都给朕拿出来收购官员 半个月内朕不想再看到官员的价格疯涨 朕只能看到他跌 王室月想干什么 朕便偏不要让他得逞 朕倒要看看 王月天究竟能翻出什么浪花 微臣领命 戏燕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朝廷勾出来 究竟我们百姓的 不好说 朝廷与王室之间已是水火不容 听说王室又烧了三座盐仓 盐的价格已经涨到了 我们这些百姓吃不起的地步 可不是 我家还有一馆馆盐 如今这价格 我都向那来出售了 你们听说了吗 这戏盐旷是驸马爷发现的 而且价格也是他制定的 驸马爷真是大唐复兴 听说犯什么 这戏盐我可是亲自藏过的 用摩摩夹这戏盐吃 嘿 那叫一个米 今后我们再也不用为人家疯涨发愁了 闲事占了谢礼 击败图倦 如今又告出了戏盐 要我说 驸马爷就是那打落金钱下饭 特地守护我们打趟百姓迈的 谁他们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哪里来的盐 他拔掉究竟用了什么妖法 戏盐 我活了大半辈子 我王是犯了大半辈子的惯炎 为何从未听说这世上有这戏盐的存在 家族 戏盐矿的位置 我们已经打探出来了 就在林河县 而且那个地方我一勤之前去打探过了 确实又被开采过的痕迹于一些剩余的戏盐杂 不过 那个矿已经被拔刀给踩空了 就连盐矿旁的盐厂都一荒废 你的意思是说 这戏盐矿只有这一处 拔掉手中的戏盐也是有限的 没错 我已经亲自跟那盐厂出来的几个工匠打探过了 他们说的话出奇的一致 应该不会有咋 拔刀手中的戏盐不过就两场而已 他不过是虚张生死罢了 说顾戏盐者不过只有三天的量罢了 收 将戏盐全都给我收回来 高价回收 七天 只要我们再扛七天 百姓手中的盐都将消耗殆尽 到时候李二是必向我们妥协 我们这些十日的损失 李二必将成本给我们吐出来 好的家族 此事保在我身上 高屁驸马爷 我说前两日何为只买三日的量 原来是为自己打招牌罢了 哼 真没想到 驸马爷竟然打发过难才 陛下也不出来支持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没想到到头来美梦成空 我们还是到王室买官员吧 哼 八刀我以为你能有什么勾走 结果就这样 现在八刀手中没了事严 户部手中没了官员 百姓手中没了事严 李二你已经走上绝路了 一下 望月田的老批副主任送了缝信给您 说是想借数这场脑剧 一遇将喝 还说打趟已经不期下一座验藏北分 哼 陛下 您不看看吗 看 还需要看吗 无非是炫耀他那自以为圣者的丑恶嘴脸罢了 就让王月天再享受一日最后的疯狂吧 明日就是他王室覆灭之时 刁儿 你那戏言都准备好了吧 不会出现什么叉子吧 毕竟 这关乎到大唐生死存亡 放心吧 舅舅 我就是再不靠谱 也不至于拿这种事开玩笑吧 靠谱 谁敢说我家刁儿不靠谱 八刁 你那一批戏言赚了不少吧 加价二十番 嘖嘖嘖 王室几百年基业 那得有多少银子 到头来倒是便宜了你这小子 朕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是不是应该付这些工钱 工钱 你在想屁吃 陛下如今不是我在帮您吗 再者说王室那些基业也不都是银子 田母 府宅 商铺 珍宝 产宝 产业这些才是大头 真正的流通银子才有多少 如若不然 我付您些工钱 您将超莫王室的任务交给我 超莫家产的事情便不劳你这大汤驸马费心了 只要你明日将戏盐全都给朕拉出来 那朕便不与你计较这番卖戏盐的银子了 军县去给王月天送信 让他洗干净了脖子 等着朕取的手机 该死的李世民竟还敢如此嚣张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跟你玩到底 王月山将长安城西郊的那座盐仓给我烧了 还要烧 是 必须烧 李世民一日不向王室妥协 我们便焚烧一座盐仓 看看他的气到底能沉到什么时候 不要在乎这点盐 只要李世民向我们低头 王室的损失 我会让他成被给我吐出来 这好吧 拔掉 若是按照现在这个强法 你手中那点的细盐根本支撑不了几天 你这方法究竟管不管用 朕告诉你 这可是破釜沉舟 输了我们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陛下放心 百姓们现在买的不是盐 买的是心安 我们只需将盐仓大开 百姓要多少盐 我们出多少盐 用不了三天 盐是将重归稳定 到时候王月天自会父亲请罪 父亲请罪 他以为这是什么 菜市场买菜吗 还讨价还价 这是战争 你死我活的战争 三日之后 朕一定会将王室连根拔除 一连三日 抢盐的浪潮渐渐平息 扒掉盐仓的盐也已见底 若是再疯狂抢购两日 他们必将崩盘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富贵显中求 王室在这一次盐斗中 可谓清净所有 但最后却没能与李二拼的鱼死网破 家族 我们 我们被扒斗这时给骗了 这些盐哪里是开采出来的 明明是他从牙岩中练出来的 扒鸟 又是扒鸟这丝 他安敢如此气我 这洗烟竟然是他从牙岩中练出来的 这 这怎么可能 家族 家族我们回太元吧 朝安义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 太元 我们还能回得去吗 李世民还能放我们走 你当这是什么 还通过家家吗 这是战争 要死人的战争 大不了我们将家产全部变卖 扒给李世民就是了 其他几家还在那看着呢 他终归不会找我们赶紧杀绝吧 王月天 儿等所犯罪证 还用本疆一一复述吗 事情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我一力承担 我给你们走 一力承担 你想承担就承担 你配吗 不必了 金义在府邸中地人 没有人能走得出去 怎么 陛下还真要对我们太元王室赶尽杀绝不成 怎么 你还知道大唐有个陛下 王月天 你知道你犯下的罪 有多么的死恶不赦吗 你知道你给大唐百姓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吗 你真是枉为唐人 奉陛下之命 王月天穷凶极恶 欲以谋反 罪大恶极 死恶不赦 诸其九足 李世民怎敢如此对我王室 陛下 王月天与王月闪亮人一敬父主 王室父帝被朝末 乌一任姓面 乘将军赫尾赤将军一径带兵杀向太院 去朝旺氏得捞臭了 哈哈 好 甚好 非常好 恭喜陛下 赫禧陛下 与世家门阀的斗争 我们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迈出 今后将是一片坦途 就在我们对王室动手之时 其余六家政疯狂撇清与王室之间的瓜葛 看来世家并不是填板一块 没错 王月天这个老匹夫 一刀砍了他 那还真是便宜他了 哈哈 好 甚好 这次与王室的对决中 几位爱卿绝功甚美 辛苦大家伙了 今日大家就不要走了 在宫内用善 一罪方休 等这件事平息之后 朕一定重重封赏各位爱卿 各位大人这样看着我做甚 我脸上有花吗 斧鸡呀 八雕这孩子太他妈招人稀罕了 你看看这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好像从始至终 他没为这件事出一点力 好像他就是个路人一般 若是旁人立下这么大的一个功劳 为大唐度过如此危机 不说非 那骑马也得飘到天上去 八雕 这次危机 你当书手工 说吧 你想要何赏赐 只要不过分 朕一定应援 赏赐 拉倒吧 我不缺钱 也不想当官 没啥可要的 这样吧 长安城内 东西两世中的王室商铺 朕全部赏赐于你 还有芒芽村周边的田母 你要是有能力 想开多少开多少 全都归你封地所有 朕绝不过问 谢陛下安赏 不必多礼 这也算朕替大唐百姓感谢你 毕竟你这戏言 对大唐百姓的饮食方面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还有 刺杀你的那些贼人 朕已调查清楚 是宁州江湖势力藏剑山庄 朕一派抚兵前去 将藏剑山庄给移平了 感动朕的女婿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陛下 我们还有一件事 需要尽快提上日程 还有何事这么着急 雕儿与香城公主的婚事 原本不是9月28日吗 哦 朕说怎么感觉落下点什么 原来是八雕与香城的婚事被耽搁了 这样 就尽选择良臣即日 让香城与八雕完婚 陛下 微臣已经与礼部商量好了 三日后便是良臣即日 此事已早不宜迟 那便三日后让雕儿与香城公主完婚吧 那好 就三日之后 对了 八雕那间宅子太小了 辅机你去王室在长安的府宅中 挑一出好的刺给八雕 香城嫁过去千万不能受了委屈 放心吧陛下 此事微臣一定办得妥妥的 八雕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意见 全凭陛下与舅舅安排 好 昭告天下 三日后 朕将香城许配与八雕 举国同庆 恭喜陛下 恭喜驸马爷 驸马爷来咯 这可是咱们打烫的第一位驸马爷 哈哈 驸马爷今日更现英军 咱们香城公主要福气了 驸马爷果然俊朗 以表堂堂与咱们公主正式般配 祝福马爷新婚大吉 万事如意 周围这帮小宦官 小丫鬟的嘴像抹了蜜一般的甜 八雕听了满心欢喜 喜包是自然不能少的 坑王室那一笔戏盐 八雕可是赚了不少 今日备了两码车的喜包 就是让大家伙抢得高兴 哈哈 等俺成婚的时候 也要跟雕兄样这般气派 这般大方 你们看看大家伙 想到喜钱 多高兴 你拉倒吧 表弟的钱 那都是人家凭实力赚来的 你会赚钱 就你那点月钱 恐怕攒上二十辈子 也不够给大家伙发喜钱的 大哥 你咋经说些上计划 俺好歹也是千牛中王将 那一年的俸禄可是不老少 俸禄是不少 你领过吗 还不是都让你爹给领走了 那钱估计是留着给你娶媳妇呢 八雕 朕可是将最疼爱的闺女 交到你的手中了 香城可是朕与皇后 捧在手心中的明珠 你两人成婚之后 你小子若是敢被他不好 朕绝不轻饶于你 陛下 大喜的日子 您说这话作甚 八雕这孩子明示力 懂事得紧 他怎么会欺负香城 到时香城不要少公主脾气才是 陛下 皇后娘娘放心 八雕虽不才 却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香城嫁给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于他 好小子 朕果然没有看错你 有担当 去吧 别让香城等急了 驸马爷驾到 里面的银赶快叫门打开 开门可以 你们将诗带来了吗 若是没诗 我是不会让你们进来的 俺当是什么事 吹装诗啊 好说好说 雕兄 这时候俺们几个可是帮不了你了 这吹装诗还是要由你来亲自提的 好 那八雕便献丑了 何处秋生好 秋生曲富家 两行龙里竹 一树扇尖花 宾拜登华喜 亲营仗险车 吹装诗未了 青斗剑青斜 哇 太牛逼了 这个 驸马爷果然文采无双 驸马爷请进 乡城 我们走吧 父君 嘿嘿 咱们回家 陛下 乡城出嫁了 爱妃放心吧 一八雕那个兔崽子的脾气 不会让咱们闺女吃亏的 说实话 朕也有些不舍 乡城这孩子自幼便没了娘 一直是你拉扯大 懂事得紧 唉 跟了八雕 也总算没有亏待了咱们的闺女 新娘子来咯 少爷回来了 少爷带着新娘子回来了 从此我家少爷再也不是准驸马了 好好好 过了今晚到二就是大人了 父君 娘子叫得甚是好听 要不要我们早点歇息 接下来可是重头戏了 正所谓春宵一刻 值千金 一切听父君的 雕兄 你该不会是要洞房了吧 俺们可是还没有闹洞房呢 闹你大爷的洞房 赶紧滚 莫要耽搁了表弟春宵时刻 你瞅瞅你喝那德行 回府后你爹不锤你都算你走了狗屎运 你静策 你以为俺爹的德行比俺好 刚刚他还跟人家拼酒呢 都拼到桌子底下去了 哼 走着瞧吧 等他回府后 俺娘不催他 雕兄 那俺们先走了 父君 清点 一连三日 八雕都没离开府中 也算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 自从来了长安 还没好好休息过 果然女人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什么天下第一 最后还不是扶墙而出 也该去芒芽村看看了 如今芒芽村已不能用村来形容了 规模已经升位了镇 人口暴涨到了五千 大概一千五百户人家 比寻常镇子两倍人口还要多 跟王家这个老碧灯纠缠了这么久 现在有时间该把土豆种上了 驸马爷 按照您的要求 四百亩田已经翻更完毕 这四百亩粮田 敌势较高 灌溉方便且土壤输松肥沃 是咱们芒芽村开荒出来的千亩粮田中 最肥沃的 翻更后 试过肥了吗 放心吧 驸马爷 全部都已经试过肥了 每亩农家肥两千斤 为了这些农家肥 村里可是费了老大的力气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种植季节 十月底还有什么粮食可以种 有一种农作物叫做土豆 此物产量极高 可达亩产五十蛋 您刚刚说多少 五十蛋 五 五十蛋 我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 也绝不会相信有亩产五十蛋的粮食 这不是纯纯的扯肚子吗 驸马爷 您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吧 您可能不知道 在大唐五十蛋 四蛋的粮 那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五十蛋 怕不是只有天上的神仙粮食 才能产出来 是啊 驸马爷 您就别拿我们打去了 这土豆是好玩意 我们承认 但这五十蛋 土豆五十蛋 五十蛋此事 不必质疑 你们只需安心 按照我说的种植便好 剩下的交给时间 去检验 大唐八月刚经玄武门兵变 而后又遭东突厥二十万铁骑入侵 战争结束仅仅过了两月 仅仅八九十这三个月 大唐所面对的内忧外患是空前的 所面临的考验亦是残酷的 土豆这个时间初始大唐 其目的不言而喻 陛下 萧氏扎西素纹大唐是醋居之土 人人善知 您还是将大唐顶尖醋居高手请出来吧 虽然吐蕃本不善醋居 但陛下也不能一次冲好 找来这些不入流的醋居队来寒称我吐蕃 扎西小使不必交集 比赛才进行了不到一刻钟而已 我大唐以礼仪之帮著称 后机勃发 刚刚这几球不过是让你们吐蕃 以尽地主之意 原来是这样 既然这样 光是比赛多没意思 陛下不如我们以醋居胜负搞个彩头怎么样 不知道扎西使臣讲怎么个读法 陛下 这位是 这是朕的女婿 大唐驸马八雕 八雕驸马爷 大唐修罗 就算你八雕文韬武略 精彩艳艳 但总归不能凭空变出两个醋居高手吧 贵国瓜州与我吐蕃接壤之地 新乡镇的归属权 总是搞得吐蕃与贵国之间不愉快 今日我们便拿新乡镇的归属权做彩头怎么样 小使虽不才 这主却能做 只是不知道驸马爷能否做主啊 别说一个小小的新乡镇 就算拿整个瓜州做赌注 真的屡旭八雕一世可以做主 就是不知扎西使臣能不能拿出土拨一周之地做赌注 我是没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扎西使者敢不敢接招 陛下与驸马爷莫要开玩笑了 一个小小醋居比赛 比个热闹 用一周之地当做赌注 太过儿戏了 我们还是就拿新乡镇做个彩头吧 好 那就拿新乡做彩头 他娘的 李二这演技可以啊 看他这幅外强中干的样子 早知道刚才就跟他赌一周之地了 唐人果然诡计多端 吐蕃的小别三 你服不服 陛下 这 这哪里是比赛呀 我吐蕃是带着成衣来参拜上国的 可 科夫马也有些过了吧 您看看我们的球手 都是被抬着出去的 本来是一场有益的促具比赛 但是吐蕃人在比赛里用阴招导致大唐多名球手受伤离场 于是巴雕师长的天残脚法 一脚一个吐蕃小朋友 给吐蕃球员全部踢下场 自然而然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扎蕃使者此言诧异 这促具比赛原本就是你主张举办的 而大唐也是本着有意第一比赛第二的目的去的 但扎蕃使者的小心思还用朕点破吗 你有小聪明 但朕与文武百官也不是傻子 你们是为了参拜上国 还是为了耀武扬威 扎蕃使者还用朕继续说下去吗 陛下说的有理 扎蕃惭愧难当 既然我吐蕃输了比赛 新乡镇的事 萧使断然不会赖账 今日时辰不早了 萧使明日再来拜见陛下 以增进我吐蕃与大唐之间的关系 好说啊 好说啊 只要扎蕃使者带着诚意来 朕当然欢迎 老丈人 我牛逼不 哈哈 巴雕 促局比赛你与虚人贵 王权侧三人表现不错 说吧 想什么赏赐 朕一并应援 陛下 明日吐蕃使者还要面胜 微臣以为 他们八臣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为难于我们 雕耳聪明伶俐 保不起还能帮上忙 若是还有功劳 等吐蕃使臣走后 一并赏赐岂不更好 嗯 伏机说的不错 那就等此事罢了 一并赏赐吧 扎蕃使者 朕怪你今日气色不错 想必有什么喜讯 不如你说出来与朕分享一番 朕与你同乐 陛下 喜讯没有 倒是有一问题困扰我吐蕃多年 赞普听闻大唐人才辈出 想让陛下找人帮助我吐蕃解决一番 扎蕃使者 这似乎不合规矩吧 而且你好像没变好批 长孙大人误及 赞普钱小使来大唐 本意就是参拜上国 这吐蕃解决不了的问题 自然向大唐帝国请教 既然长孙大人说不合规矩 小使也不再多说什么 反正一小问题 也辱没不了大唐帝国的威名 哼 扎蕃使者 你不觉得于朝堂之上用这激将法 有些太过粗俗吗 我泱泱大唐 能人意识其多 昨日美军球比赛你已经领略过了 正因为领略了大唐的风采 小使这才斗胆请陛下协助吐蕃解决问题 以彰显大唐无上国威 好了伏击 既然扎蕃使者真心求教 我们大唐应当尽地主之意 莫要搏了吐蕃赞普的面子 陛下盛名 小使代表赞普 感谢陛下大恩 此时言谢为时尚早 有何问题扎蕃使者但说无妨 那小使便却知不公 在我吐蕃有一牧名 西下三子 牧名临终前留有一言 家中一十九头牛 五成分于长子 三成分于次子 一成半分于三子 在不载杀牛的前提下 怎样才能将这一十九头牛 按牧名所说 分于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因为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闹到赞普那里也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可是难住了我吐蕃所有人 小使素闻大唐贤良无数 这问题于陛下而言 谈指可破 还请陛下着人指点一二 就这 看来吐蕃全是一帮小卡拉米 扎西使者稍后片刻 这满朝文武马上便能帮助吐蕃解决此问题 真没想到 你们吐蕃连这样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不用你现在跟我吹牛逼 我看你一会儿回答不上来怎么办 到时你这个上国可就名不副实了 陛下说的是 这个问题对吐蕃来说是难题 对泱泱大唐而言 不过而 与此同时 朝中文官皆是在心中盘算的此事 十九头牛 五成 三成 一成半 不能分割活牛 正如扎西所预料 文武百官那不屑一顾的表情 逐渐被不解 困惑 焦急所取代 李军县去将八雕给我找来 怀孕 你这腿伤还未好 不在府中安心休养 非要跑来表敌这吃酒 那你们总不能将我自己扔在府底吧 在床上躺半个月 我可受不了 怀孕 这段时间你可以随便照 但是酒不能碰 对你腿伤有损无益 俺们可不能害你 雕凶 怀孕 这次可不是我不帮你 楚墨说的不错 现在喝酒对你的腿伤没有好处 现在喝酒会让你的伤口更加严重 到时候最起码一年喝不了酒 啊 静 竟然这么严重 那这酒我还是不喝了 一年不喝酒那不是要我命吗 嘿嘿 俺都说了 这酒你把握不住 父妈咽 陛下轻令即可去拱种一趟 突破试者又来拱种招麻烦了 这群该死的王八蛋 还没完了呢 他们又早很麻烦 带俺去拱种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他们除了一道激难的坟牛酸鼠涕 连酸鼠打实的春风都数说无策 这帮吐蚝的杂碎真卑鄙 居然出酸鼠体 你们知道 俺不是怂 俺本就不算酸鼠 这 这坟牛俺真是不擅长 但这吃牛俺是擅长的 行了行了 都火烧屁股了 你还在想怎么吃牛 赶快随理将居入宫 卧槽 现在都玩得这么开放了吗 这花样还挺多啊 老树盘根 到做莲花台 俺的天哪 真是要俺开了眼了 你在这扯鸡毛蛋呢 你以为在这逛窑子呢 还看他们老树盘根 微臣参见陛下 不必多礼 来人将吐蕃使者带来的难题 与他们几杯讲讲 看看有没有破解之法 一十九头牛 五成分于长子 三成分于次子 一成半分于三子 在不宰杀牛的前提下 怎样才能将这一十九头牛 按牧民所说分于三个儿子 嗯 陛下你找急忙慌叫我过来 就这问题啊 就这问题 驸马爷什么意思 是说这题太过简单了 拔掉 你你的意思是说解出来了 这题给狗扔根骨头 狗都能解 吐蕃那么多人都解不出来 只需从邻居家借一头牛 将牛凑成二十头 五成分于长子 也就是十头 三成分于次子 也就是六头 一成半分于三子 也就是三头 十头六头 三头刚好十九头 余下一头 还给邻居 在不宰杀牛的前提下 按照慕民一言 将牛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这不就解决了吗 还找急忙慌的叫我进宫 我很忙的好吗 甄 真的解出来了 驸马爷真的解出来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哈哈 好 甚好 极好 朕就知道你这小子 不会让朕失望 果不其然 只一瞬你就破解了其中奥秘 朕本就相信你能解决此事 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真是聪慧过人 无人能及 陛下过奖了 这只不过是三岁孩童 都能解开的算术题罢了 等我媳妇的私属 开业后 这种数学题狗都会解 诈系实者 你感觉正着大唐驸马给出的答案 可算满意 能否为你吐蕃解决 这困扰你们十数年的难题 满意 实在是太满意了 驸马爷人死乱朝天 不死万万年 牛逼实在是牛逼 解决了你们吐蕃的难题便好 我大唐泱泱帝国 你们远来时刻 这解决问题的费用 朕就予以减免了 下次若是再有这等难题 要我大唐解决 朕就要向你吐蕃收取费用了 谢陛下圣恩 陛下 经过猝拘比赛与分牛问题 小使见识到了大唐博学与凡胜 收益匪浅 不过小使还带着一个赞普的请求 不知当奖不当奖 其实也算不上大事 陛下知道我吐蕃地处高原 盛产牛羊但少粮食 赞普的意思是 能否用一些牛羊来换取大唐的宿米 就这 朕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牛羊换取宿米 小事一桩 不知扎西食者想怎么个换法 我吐蕃愿出三千头羊 一千头牛来换取大唐的粮食 不知扎西食者想要换取多少宿米 陛下 这木盘上有六十四个格子 您只需这人在第一格放一粒宿米 第二格放两粒宿米 第三格放四粒宿米 第四格放八粒宿米 按照这样的方式 每个格的宿米数是前一格的两番极客 微臣只换取这六十四个格子 所算出来的宿米极客 哈哈 朕还以为你们会换多少宿米呢 再者说这宿米哪有案例技术的 扎西食者想要跟朕道歉 直接将牛羊贡献大唐 岂不更好 何必又用这小手 断争面子 吐蕃进贡 参拜上国 朕理应给予赏赐 这宿米定会比你以这种方式 讨要来的更多 陛下说的是 不过小使还是愿意用这种方式讨要些许宿米 既然扎西食者如此坚持 那便按你说的用着木盘装宿米 装到你满意为止 陛下经口预言 言出必行 小使代表吐蕃百姓与赞谱败谢陛下 嗯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上当的感觉 但又说不出来 好了 既然此事已定 今日时辰也不早了 剩下的事 我们明日再续 陛下 这宿米的事还是金鱼一并解决吧 也耽误不了多大功夫 等到明日 萧氏就要启程返回吐蕃了 好 既然这样 今日就将这宿米给你 来人去粮仓取两袋宿米 给扎西食者带回吐蕃 扎西食者 这宿米给你扛来了 朕严懒得与你细数 剩下的全当赏你 若是扎西食者嫌少 老陈自掏腰包 再给扎西食者加上五袋宿米 陛下您还是着人数一数吧 出访大堂前赞谱有交代 这宿米必须要一粒一粒的 数益显示真诚 这也是吐蕃的习俗 万不能因此占了陛下的便宜 更表示赞谱与吐蕃对陛下的尊崇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扎西话说到这个份上 李二也得拿出大国皇帝的度量 不好再搏了扎西的面子 既然如此振边一粒 来人 等一下陛下 我建议这宿米 利由扎西食者自己来属 这样岂不是更显诚意 难道又被他察觉了 这怎么可能 当然 若是扎西食者自己无法属清 这宿米粒便不能带走 果然被他看出来了 这下玩独自了 他娘的 难道又被这宿给偏了 好 就按驸马所言 宿米由扎西食者自己来属 这样确实更显诚意 为了更显诚意 今日大家就都不要走了 就在这看着扎西食者属 什么时候属完 什么时候散场 王德 让御膳房被接夜宵过来 今日朕要与众爱卿鱼两一殿中痛饮 完了完了 这他们一粒一粒的数 那得数到哪年才算头 我这辈子还能回得去土拨吗 怎么了扎西食者 不会是你在这里藏的什么猫腻 想要欺瞒于阵吧 必 陛下明察 消失我哪里敢跟陛下玩什么猫腻 既然如此 你便快快数宿米吧 就这样这位扎西食者 在大殿中树了一夜的米 李二派了一对牵牛尾轮流看着他 只要敢睡觉 立刻将宿米打散重新数 这一夜的折磨让扎西刻骨铭心 李二也于昨晚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对扎西这个食者恨得牙根直痒痒 扎西食者数得怎么样了 陛下 陛下 小使错了 小使真的错了 求求您放过小使吧 不要再让小使输这肃米了 哼 你吐蕃以参拜上国为由 行鼠背之势 数次想玩弄阵于鼓掌之间 你真当阵这个大唐皇帝好脾气吗 促举比赛 牧民分牛 牧盘桃米 你自己瞧瞧 这一桩桩一剑剑 血淋淋 哪一剑不是为了算计阵 算计大唐而来 礼尽整军备战 陛下不可 万万不可啊 赔偿 陛下我吐蕃愿意赔偿 还望您收了怒火 让两国百姓免于战乱之苦 哼 你吐蕃若是不给这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是绝不能这么轻易算了 陛下放心 小使这就修输回吐蕃 让赞普亲自定夺 在赞普没有回信前 小使愿意在大唐当人治 拔掉 这醋局比赛 牧民分牛 牧盘桃米三个问题 解释由你破解出来的 扎西食者的话 你有何看法 此时全凭陛下定夺 我没有意见 李军县 将扎西食者送回驿馆 让他给土藩赞普修书 给我大唐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了 将这两袋肃米给扎西食者带上 这可是吐蕃用三千头羊和一千头牛换来的 朕绝不白占的吐蕃的便宜 谢陛下圣恩 拔掉说说看吧 你想要何赏赐 只要不太过分朕以并应允 铢儿陛下赏赐 你尽管提便是 千万不要给陛下省钱 陛下 我却有一事请陛下准许 我想要长安城南城 那片修建一半的废园 废园 朕怎么不知道南城何时有座废园 表尔你说的是不是隐太次修建一半 便搁置荒废的锦绣山庄 没错 就是那里 锦绣山庄 朕看你八雕平日里老是八娇的 这手中刚刚有点钱财 朝中有些地位 有立下些许功绩便要开始安于享乐了 八雕你可知道 这锦绣山庄的建造规模与奢华程度 知道啊 不知道的话 我还不要呢 知道那你还敢向朕索要锦绣山庄 朕承认你为大唐立下了不朽功勋 朕也承认你文韬无略 但这并不是你为所欲为的本钱 你可知道朕为何将锦绣山庄 一直荒废在那里 朕就是要天下人看看 朕不是一个安于享乐劳民伤财 大兴土木的昏君 连朕都不敢接手的东西 你八雕当真有接手的资格吗 朕原本还以为你是一个董事理 明是非 连善恶的好孩子 如今你怎么就不能守住本心 怎么也跟着胡闹起来 雕尔陛下说的虽然重了点 但其中道理你要明白 锦绣山庄你还是不要去碰 那里看似九池肉林 人间仙境实则是轻浮你的人间地狱 陛下 这锦绣山庄并不是为我讨要的 不是为你 你休要狡辩 这不是为你讨要的 还是为香城讨要的不成 yes 胡说八道 香城为了救济灾民 将他母后赐予他的金银首饰都拿去当了 你却跟朕说你是为他讨要的 八雕你若是在这般胡说八道 别怪朕治你的罪 雕尔你有什么辩知术 这店中又没有外人 这锦绣山庄确实是我为香城讨要的 但不是为了我二人奢弥想 醉生懵死用的 陛下有所不知 香城正在暗中筹建一所私属 一所对为国捐区将士子女 免费开放的私属 孔子有言有教无类 那些世家门阀的公子哥 大小姐们可以坐在温室中 手捧圣贤书接受教育 而这些大唐英雄的子女们 为什么却只能为了生计 出卖幼小的劳力疲于奔命 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他们的家庭本就因大唐支离破碎 而我们却眼睁睁看着他们 遭受命运的不公 既然这件事要做 那就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的开办学堂 难道这些为国捐区将士的子女们上司属 就得偷偷摸摸 他们不配读书 他们不配科举 他们不配当大唐的父母官 凭什么 我偏不可为而为之 八雕你的意思是说 要将锦绣山庄改成学院 一座为大唐卫国捐区 将士子女免费提供教育的学院 没错 一座真真正正的寒门学院 这 这 他娘的又被这个浑小子成功装逼了 这 这是湘成想出来的 我也是无意中天府中丫鬟提起的 不过湘成这想法极好 我身为寒门子弟 感同身受 他能有如此想法 我定当竭尽全力支持于他 说得好 我就说雕儿不会有那般肤浅的想法 安于享乐 极尽生命 那既是雕儿能干出来的事 陛下 若是兴建这个学院 对于大唐明心稳定 三军将士归属之姓 那都是极好的 您定要大力支持 既然你与湘成能有这般想法 朕若是在横家祖兰那边 显得太不近人情了些 朕可以将锦绣庄园给你 甚至可以另公布帮助你们改建成学院 但有一点你要考虑 这其中所需要的银子绝不是一行半点 书籍 福泽 食宿 这些你都要考虑进去 即便是朕 都不敢轻易尝试 别没等着学院建好 你和湘成的小金库便被炸得一干二净 记住量力而行 放心吧陛下 我只要锦绣山庄 改造学院的事 不劳陛下费心 也不需要陛下派公布帮忙 更不需要陛下出资相助 就这两个鼻子 对我来讲就是毛毛雨 这学院若是建成 与大唐而言是一件好事 八雕与湘成也会因为大唐教育事业的贡献 而名垂青史 千古流芳 但朕是这大唐的皇帝 这么重大 如此立国立民的大好市镇 竟然没有参与其中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 八雕 看到你有如此决心 朕被敢欣慰 你有如此觉悟 朕更是欢喜无比 但朕身为大唐皇帝 万民之主 此时朕若是不参与其中 会不会让天下人觉得 朕这个皇帝做得不称职 陛下放心吧 根本不会 八雕你可能没理解朕的意思 陛下 我明白 明白您的意思 您不用刻意解释 这兔崽子特么的是 诚心跟朕过不去 朕还就不信了 还有钱花不出去的道理 你们两人虽然出于好心 但年岁不大 处理很多事不够成熟 所以必须找一个 能把持大局的人出来 朕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所以陛下又想白嫖 我出钱修建学院 陛下出来 把持大局 经学若是变成 捞政计的工具 那还半个鸡毛啊 不半了 回家完蛋去 放屁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想朕 朕纯粹是为了这些孩子 能够及时接受良好的教育 功名利禄于朕 而言犹如过眼云烟 朕根本不屑一顾 若不是想为大唐将士 办一些实事 朕会掺和你这事 扶今你来评评理 朕说的有没有道理 娘的 别光想着你这大外甥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赶紧为朕说上两句话 呃呃呃 最后花多少银子 由户部拨一半的款出来补贴给你 你看怎样 神特么的户部补贴一半 朕让你帮忙说两句话 不是让你帮朕贴钱 你特么这两句话说的掏空我一半国库 你特么是魅鬼吧 呵 陛下出一半的银子 还是拉倒吧 就陛下这个穷鬼样 全身上下 抠不出五两银子的主 放屁 你个混小子瞧不起朕 还他妈说朕出不起银子 你明天就去互补拨款 兴建学院的款朕出一半 好的陛下 既然陛下对孩子们这么有心 八雕便确之不公了 若是在与陛下推脱 便显得矫情了 长孙无忌想笑又不敢笑 八雕摆明是给李二挖了坑 李二还傻了巴基的自己往里跳 李二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被八雕摆了一刀 但为了面子 他也不能显露出丝毫马脚 行了 朕有些乏了 今日知识变到这里 至于锦绣山庄那片地方 你去户部协商便好了 赶紧滚 看见你就烦 这几个老师我都不喜欢 我不想上他们的课 哼 里程前你真是越长越出息了 原本你这族籍没有医好钱 还懂得尊师重道 敬重师长 如今这族籍也医好了 太子也当上了 怎么却日益狂辈不敬师长 父皇教训的是 儿臣知错了 舅舅 刚刚成前无礼 还请舅舅不要见怪 太子年岁上校 我有脾气 那是可以理解的 本来这事老臣并没放在心上 是陛下非要拉着老臣来东宫 问你吗 不是你脸红脖子粗的 跑到干部殿跟镇都那吗 要特么不是你 朕来东宫找太子干鸡毛 咳咳 儿臣知道父皇为何而来 也知道舅舅因何生气 不是你们找的老师学术不高 品德不良 只是城前心中已有名师 端不想败入他人门下 哦 你心中已有名师 除了陆德明 孔颖达 于智宁 杜正伦 未争这五人 大堂还有何大儒能教你 是啊太子 为了给你巡视老臣 我已煞废苦幸 你还想巡和名师 大姐夫巴雕 我想让他当太子太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何不可 朕说不可能 便是不可能 哪里有那么多为何 太子殿下 巴雕虽然文韬武略文武双全 风流倜傥玉树临风 秉姓纯良凶华大义欣喜天下 但他真不适合当东宫太师 卧槽 你这麽这是帮朕说话 你这是巴不得巴雕 当着太子太师吧 舅舅都说巴雕大姐夫 如此优秀了 那为何还说 他不适合当东宫太师 文能提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无论是此 书法捅兵打仗 玄乎济世 亦或是个人战力 巴雕大姐夫 哪里逊色了 儿臣实在不知 父皇应何反对 不是不懂礼数 而是他活得比较真实 认清的比较真实 父皇总不愿而臣继位后 终日活在梦中 看不见天下是何模样 体会不到百姓疾苦 当不了明君圣主 陛下如若不然 您便义了太子 让雕儿当这太子太师算了 太子殿下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而且以雕儿的能力 确实当得了这个太师 你给朕一个理由 你为何执念于巴雕当你的老师 虽然朕承认他的能力 但他毕竟不是当朝大陆 很多东西不是他能够教你的 儿臣不敢欺瞒父皇 儿臣感觉巴雕大姐夫身上 有一种装逼如风 长扮无声的气质 跟随孔大人 陆大人自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却学不到巴雕大姐夫那种装逼 于无形 打脸众人的实力与快感 父皇总归不希望儿臣 做一个只会指上谈兵的皇帝 装逼之道 毕竟不是四书五经 古典名籍中可以学到的 伏击 你也认为可行 陛下试试呗 试试也不要浅 不过其中也有纰漏 老臣建议巴雕认太子太氏 孔颖达认太子太父 路德明认太子太保 这样既不耽误太子殿下的 对如学经典的学习 又能让雕尔教太子殿下如何装逼 成前 你当真如此坚持 只要父皇可能让我跟巴雕大姐夫 学习装逼 其他全凭父皇吩咐 其实李成前的性格 一直非常桃李二喜欢 温柔敦厚 胸怀大智 虚怀弱骨 只要好好培养 日后必是一位帝王之才 而巴雕无论是长相和才华 异活是对大唐的贡献都是不俗的 除了爱当咸语 以及经常对李二之外 并无缺点 好 既然辅姬同意 成前也如此坚持 那我们不妨便试一试 辅姬 你这人将巴雕 孔颖达和路德明三人换至东宫 此事朕亲自解决 他娘的真会给朕找事干 两个秦王府十八学士 当朝大儒 一个朕的女婿 放荡不羁 这几个人见面 只修巴雕别揍他们我就烧高香了 老臣领命 舅舅 您有何吩咐 着人知会一生便好 何必亲自跑上一趟 不妨是不妨是 今日前来 是有一件大事要与你商议 商议 舅舅你跟我客气鸡毛啊 有何事 直接吩咐便是 用不着商议 是这样 陛下要为太子择事 但翻来覆去太子就是不满意 今日还闹了起来 陛下得知此时期的够呛 舅舅 您不是想让我去给太子当先生吧 您知道 我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 哪里有闲功夫去教太子 再说 四书五经 国学典籍 我鸡毛不会 教太子啥啊 教他如何装逼 大外甥果然聪慧 一猜其重 没错就是去教太子如何装逼 陛下打算给你个太子太师的名头 让孔颖达与陆德明分别认太子太富与太子太宝 那些繁荣的儒学便由他们去教 你只管教太子一些旁的东西 比如习武 兵法医或是带着太子除弓装逼增长见识 这些都是可以的 而且你的时间比较自由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变什么时候去 主要是太子对你太看重了 你若不去他宁愿无事 这李承前是赖上我了 特么的历史上 李承前喜好难封 不能这么小的时候 就惦记上我了吧 妈的 这李承前要是针对我起了歹意 我非锤死他不可 这是孔颖达与陆德明两人同意了 韩美 陛下特地前我来通知你们三人去趟宫里 他们两人我是派人通知的 估摸着已经到了宫内 你放心有舅舅再断不会让你吃亏 对了你与乡城开发的学院 搞得怎么样了 基本上快要竣工了 有希望在除夕之前完工 如今欠缺的只有教学先生 教训先生需要多少人 我帮你留意着 这不是县城的教学先生送上门来了吗 虽然孔颖达与陆德明 都是思想固化的老毕灯 但在学院中任职绰绰有余 而且孔颖达与陆德明两人 逃离遍天下 只要将这两人搞定 学院中所有教学先生 不就全能搞定了 不用烦舅舅费心 请先生的事 我已有了主意 我们何时入宫 你答应了 舅舅您都发话了 而且偶尔带太子出宫游玩 这有什么不能答应 又不是终日 在宫中叫太子读书 好我们现在就入宫免胜 莫要让孔颖达和陆德明 两人占了先机 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老毕灯 可是不好对付 不过你放心 有舅舅在 断不会让你吃亏 他们不好惹 我长孙无忌 也不是好说话的 参见陛下 免礼吧 今日正找你们入宫 是为太子则师 陛下 教太子读书 那是称等荣幸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老臣与陆大人 结实怨言 真是东宫三十 太子太傻 太子太父 太子太宝 只有我们两人 是不是熟了一位 呦吼 我当时何人如此有眼无助 原来是孔大人 孔大人莫不是圣贤书读傻了 这记性如此不堪 这么快便忘了 这太子太师之位 有驸马爷来做 长孙大人不必动怒 只是老鼠以为 这是长孙大人 开的玩笑罢了 孔大人说的不错 驸马爷认太子太师 长孙大人不感觉 这是开玩笑吗 不感觉过于儿戏了吗 我承认驸马爷 文韬武略 会书胜笔法 能吟诗作对 但老鼠想问 一问驸马爷 您对儒家经学了解多少 鸡毛不惠 自然不能与陆大人 和孔大人相比 那驸马爷对四书五经 论语孟子大学 这些典籍又有几分见解 鸡毛不惠 既不通经学 又不明典籍 这太子太师之位 驸马爷如何能居之 陛下 不是老臣与陆大人 非要为难于驸马爷 这是秦王府四八学士 哪个不是当朝大儒 哪个不可认这太子太师之位 若是陛下相为驸马爷 家政容神 大可家管进拳 何必非要往东宫三十中应塞 孔大人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些 陛下如何决定 轮得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吗 张孙大人 此次涉及太子殿下的学业与成长 关系到我大汤的未来 老夫我既是东宫三十 真能不管 既然是驸马爷要认这太子太师之位 还是让驸马爷说两句吧 不然倒是显得 老朽与孔大人咄咄逼人了 这样吧 既然孔大人与陆大人 对我认知太子太师之位 有如此怨念 不妨我们打一个赌 若是我输了太子太师之位 我自当拱手相让 打赌 驸马爷想怎么个赌法 不会是想跟我们良人比无霸 若是这样我良人自当不敌 与两位大人打赌 自然赌的国学 既然孔大人是孔圣人的士孙 不知对有教无类 有几分见解 老朽身为圣人第三十一是 顺对伦于自然十分同手 有教无恋 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不因贫富贵贱至于善恶等冤言 把一审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 别说是老朽随便拿个私说的孩童 都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不原来是这样 纳孔大人所认知的国子健 为何三百学子皆是贵族子弟 无一寒门啊 驸马爷词话有些偷换概念了 有就无力于老夫在国子健认知有何管事 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老朽的教育 千古第一圣人孔子 一生为人 创立如学 一生的浩然正气 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宗之圣 天之目夺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举能 讲信修目 致孔圣人毕生追求 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 夫子一腔热血 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 其中受了多少苦难 而作为夫子之后的孔大人 却说着什么 做着什么 你大概忘了夫子的理想 忘了仁义 忘了天下百姓只会在国子剑 终办世家子弟读书 只会在这皇宫中 孤名调育 遗老卖老 虽然你是当朝大儒 但你的精神与夫子相比 云你知别 对 啥也不是 你这么的无辱啊 你是不是智障 我都说的这么明显了 你还有疑问 那驸马爷认为大儒应当如何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才是尔等 应该做的事 我八雕虽不才 却愿让天下寒门 皆有书可读 看看你们这些自称大儒的 除了孤名调育 好大戏功 那些圣年古迅于你们而言 怕不是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驸马爷你当真有此理想 月天下寒门皆有书可读 孔大人不必质疑 第一所寒门学院 马上就要进宫了 这是第一所 但绝不是最后一所 寒门学院 不知驸马爷可否容老鼠游 若是驸马爷说言非识 老鼠愿意给驸马爷批里道歉 老夫与孔大人意见统一 若驸马爷惧惧属实 老夫也愿登门道歉赴惊请罪 你们两人 真是妄独圣贤书 从八雕一进屋起 你们两人自己回想一番 朕说过话吗 八雕说过话吗 你们两人身为大辱 东宫三世 却多多逼人 恶语相想 哪里有一副为人师表的模样 朕不说 不代表朕没有脾气 朕不说 不代表你们便可以肆无忌惮 肆意妄为 有时间将精力放在研究经学之上 陛下教训的是 老称之错 半个月后学院将会进宫 到时候孔大人与陆大人便可前去参观 我说的话真假与否 两位大人心中自可衡量 我等定会前往 夫君我听任贵说 舅舅来府中找你了 陛下非要让我当太子太师 今日这不与孔颖达和陆德明两人一同入了宫 孔大人和陆大人 他们两人没有为难夫君吧 呵呵在大唐哪里有人为难得住我 夫君忍贵说你准备筹建一个商行 将戏盐与最先酿病到一起售卖吗 盐厂与酒厂扩建的越来越多 今后还要走出经济道 开遍大唐各城 若是没有一个董行的人法时 肯定会出乱子 不过我寻了几日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此时倒是不能心急 需要找个靠得住的人才行 对了夫君 学院改建已经进入尾声 第一批学生暂时都被我安置到了学院旁的驿馆中 只要夫子一到位 学院便可以正式开课了 只是这夫子不好寻 现在大如大多孤明钓鱼 我实在不愿将这些孩子放在他们手中 此时你不必纠结 我已经寻好了夫子 即便孤明钓鱼也不碍事 只要来了学院 我便有办法降服他们 夫君此话当真 当然了 半个月后 一切准备妥当 夫子们自会到学院报到 到时候估计是轰他们 他们都不走 夫君说的可是孔颖达与路德明两人 他们两人不是在国子剑任教 教那些世家公子哥吗 怎么会去尊道这寒门学院 此时你不必纠结 我自有手段对付他们 到时候你便知道了 夫人时间不早了 我们早些歇息吧 夫君 我们做到了 我们不光要做到 还要做大做强 让天下寒门皆有书可读 八雕你这芒芽书院修建的 竟比国子剑还要气派 当真是献煞于朕 父皇宁羡慕做甚 芒芽书院不是属于哪个人的 她是属于天下寒门的 现阶段入此门者 虚是魏国圈区将士之后 不过今后芒芽书院 还要继续扩建 到了那个时候 只需出身寒门 品德优异便可入院读书 相承你身为大唐公主 能有这般觉悟振兴慎位 走众爱卿随朕入院一关 八雕 这院中来来往往的学子们 手中捧着的都是些什么书籍 你这学院中不是以六学为主吗 回陛下 他们手中所捧 正是六学书籍 今日开院学子们 都是于六学发放处领取的 不对吧 那为何不是竹简 反而全都是纸质书籍 你八雕不会才大气粗道 这芒芽书院两千学子 借用纸质书籍吧 是啊 全是纸质书籍 那竹简死沉的 还容易发霉生虫 谁用纳丸艺 驸马爷真是好大的口气 想要为寒门书院打名气 也就罢了 何必说如此狂言 就算驸马爷所言非虚 开办寒门学院 却将经费全都用到了纸张上 至于寒门书院的理念 不是背道而识吗 八雕 开办寒门学院是好事 但你将两千零学子的六学权 都用纸质书籍代替竹简 这是不是有些胡闹了 真给你从户部拨的款项 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 相承难道这种事 还要朕提醒你们吗 怎么如此铺张忘费 陛下放心吧 这两千学子的六学书籍 皆是由芒芽村印制而出 绝没有花费户部一文钱 即便你没花费户部这样的一文钱 但你如此做法不会滋生学子之间的攀比之心吗 你要知道 我就连国子剑都不会用纸质六学 咋的 国子剑不用 我们芒芽书院就不能用 这是什么屁话 我实在不明白 我用芒芽村造纸厂造出来的纸张 再经芒芽村印刷厂印制出来的书籍 发给芒芽书院的学子们 没花陛下您一分钱 你这么激动 干鸡毛啊 芒芽村造纸厂 芒芽村印刷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些纸权都是你芒芽村产的不成 不然呐 你那造纸厂什么时候开办的 上个月 你他妈当真是傻逼吗 上月开办的造纸厂 能造出如此之多的纸张 印刷出如此之多的书籍 驸马爷这还口夸得有些太大了吧 造驸马爷这般说 那纸张岂不是很廉价 真是笑话 父皇 造纸厂与印刷房就在芒芽村中 是真是假 数对数错 您去了一看便知 何必在此质疑 陛下与驸马爷在此问话 与儿等有何关系 在这里冷嘲热讽 拿你们的五支当抨击驸马爷的武器 到头来丢的是你们自己的脸 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拖出去的谁 这还没怎么着呢 便开始替八雕撑腰了 还对你亲殿 真是逼了狗了 既然公主殿下之般说 大家又有质疑 不妨参观了这芒芽书院后 我们去一趟芒芽村 到时候驸马爷说的话 是真是假不公自破 好 那我们就去参观 参观驸马爷的造纸厂和印刷厂 究竟有多么神通广大 这是芒芽村 这还是那个断壁残垣 满是流民的村落吗 这比一般的镇子都大都要繁华了吧 参见陛下 乡亲们不必多礼 朕知道你们大多都是家园被毁 逃难至芒芽村的 这一切都是朝廷的错 朕今日是特地来看你们的 看看你们是否需要朕的帮助 需要朝廷的帮助 甚至是有何冤情 都可以与朕诉说 朕定然会为你们做主 你是来慰问百姓的 你是来为百姓做主的 你可真会做人 看见百姓过得好了 出来装一波壁 也真是没水了 这时候出来收割一波声望 也真是没水了 回陛下 我们自从被驸马爷 召进芒芽村来后 分离了田母与房屋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驸马爷不但给我们分了田母 还给我们提供了弄举与中子 就连平日里吃的粮食 都是驸马爷提供的 让我们熟了粮后再换便客 陛下不用惦记我们这些人了 有驸马爷在 我们在也不会食不果腹 衣不折体 风餐露宿了 好啊 看来朕当初将你们划布到 芒芽村的想法是正确的 八雕果然没有让朕失望 看见你们过得好 朕心甚畏 朕心甚畏 陛下我求求你要点逼脸吧 你这也太特么的无耻了吧 这些流民是你招收的吗 不是人家八雕自己收留的吗 跟你有个鸡毛关系啊 你特么的连一粒粮食 都没有出好不好 陛下圣明 八雕前面带路 待朕与众位爱卿看一看造纸方与印刷方 这这是芒芽村纸张存储量 补瞒陛下与众位打人 这一仓的纸仅仅是造纸方一天的产量罢了 这整整十五库的存纸 也仅仅是造纸方半个月的产量罢了 这还是朕的大唐吗 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造了 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值钱了 纸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使用自由了 怎么样父皇 驸马爷没有骗你们吧 这次相信我们芒芽村这小租房的纸张产量不是虚言了 纸张于芒芽村而言 已经不是什么稀罕文艺了 开屁股都用纸 你们哪里来的如此之多的青藤 你找到了培育青藤的方法 不对 这纸箱与用青藤所造出的纸张香味有所不同 这院中纸箱带着淡淡的木箱 而且我方才仔细观察了一番 这造纸房中没有丝毫青藤的踪影 反而是堆积如山的木材比较多 驸马爷若是老臣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纸张是用木浆造的吧 木材造纸 这怎么可能 木材若是能造纸 纸还能如此稀罕 不可能 木浆造纸早就有人试过了 打出来的木浆棉筹度太低 根本无法用 驸马爷就是牛逼 你们一个个得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 驸马爷YYDS 没错 这些纸确实都是用木材造出来的 这也是造纸方生产量极高 成本极低的原因 木材能造纸 八雕这话可不能随便开玩笑 这满仓的纸就在陛下面前 陛下若是不信 我也没有办法 朕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知道 朕其实一开始便是信你的 只是这芒芽村若是不来 肯定有人是不信的 你马坑低呀 到这时候你开始甩锅了 还你没质疑 你神特么的没质疑 呵呵 陛下 您该不是惦记起了 我这造纸方法 以您的性格 总归不会干这种 巧取豪夺的事吧 你看你这孩子 这是我们以后在意 朕先去印刷方看看 说不定还有其他收获 夫君这父皇看来也就您能治得了 在你面前他这父皇低价子永远端不起来 我也不想啊 谁让陛下总是要白挑我们的东西 这 这都是俗 父 父马也老熟能入场看一看这些俗子吗 当然可以 众位大人请便 他妈的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哈哈 造纸术 印刷术 大唐要起飞了 只是想将造纸术与印刷术搞到手不太容易啊 毕竟八雕这混小子是个软硬不吃的主 要是不从朕手中抠点东西 他绝对不能同意 陛下您看看 这好好的古籍中竟是些邪文符号 真是令人费解 嗯 八雕你不打算跟朕与诸位爱卿解释一番吗 好好的古籍为何书中竟是些让人看不懂符号 这些符号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陛下不必如此惊慌 只是一些标点符号罢了 诸位众位大人 若是没文化就多虚心请教 扎杂乎乎的影响各位的形象吧 徐老 你给陛下与众位大人解释一下这些符号的含义 不要出现一点自己不懂的东西 便将恶意强加于他人身上 陛下 诸位大人 这不是什么邪文符号 是驸马爷发明出来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 这些标点符号中的点号包括 句号 问号 叹号 逗号 李二语院中文臣 越听越精 深陷其中 他们没想到 这小小的符号 竟有如此巨大的含义与作用 直到徐公庆讲解完毕后 李二语诸位文臣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还沉浸在徐公庆的话语当中 陛下 这就是驸马爷将这些标点符号填入这些书籍中的意义 不知道陛下您听懂了没有 若是没有 悲止便再给您讲解一番 不必了 崔赵大人这标点符号的含义你明白了 老臣明白了 老臣明白了 那你们呢 可明白了罢雕的良苦用心 今后你们都虚心一些 不要端着你们这些文人大儒的臭架子 肆无忌惮地指责别人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多想一想 多沉淀一些 不要总是将恶意强加到别人身上 听着李二的训斥众人一阵无奈 明明刚刚大家伙是一起质疑的 现在可倒好 李二瞬间将自己撇得一清二楚 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们 真是一本正经的不要脸 你们两人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没事就爱仗着自己的学识大惊小怪 驸马爷 老夫为前几日的傲慢与几日的无质向您道歉 您对大唐文学的贡献 镇骨射减 青树老修业障末 永远不失菜山 诸位大人不贝多礼 今日巴雕 有一事相求 芒芽书院新开万事俱备 只是还欠教学先生 不知各位大人 有没有隐居良师 隐建给在下 驸马爷选我选我 我便宜经济有事会还抗肝 嗯 驸马爷国子建那边的工作 老夫昨日就辞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芒芽书院任职 你们都给我滚 芒芽书院祭酒的位置老夫要定了 一众大儒 不顾身份 开始争抢芒芽学院祭酒 住教的位置 如今乡城算是明白了巴雕 为何没有着急找教学先生 原来他在这等着这帮人 造纸术 印刷术 标点符号 有了这些东西 芒芽学院立刻变成了香波波 谁若是能当上这芒芽学院祭酒的职位 名垂青史是没跑吗 陛下 芒芽学院若是开办成功 今后这寒门崛起之躯将势不可挡 您看看那几个世家官吏的脸都绿了 国子剑那些大儒恐怕都要跳到芒芽学院去了 这时估计还要您出面把持 没错 任由他们这般下去 要出乱子 国子剑是大唐最高学府 可以打压 但是断不能没落 武德九年除夕夜 一队给巴雕送年夜菜的牵牛尾被截杀 接下来的几日长安城周边接连发生命案 坊间流言四起 大唐有妖心下凡俘获相依 就连皇宫中都出现了捉妖道士 而这一流言直接把巴雕再一次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雕二今日两宜店开谈做法 你不必放在心上 虽然宫外有小人将你与那虚无缥缈的妖心联系到一起 但只要行不抓到凶手 谣言不攻自破 舅舅放心 我并没放在心上 这世上哪里 有什么鬼神之说 不过是心机小人 耍的手段罢了 尚不得抬面 狮子 驸马巴雕到场了 我这 现在开始出谋 陛下如今宫中妖风阵寨 妖魔以来 老朽我要开谈驱魔了 陛下要欺言看看 讲扰我大谈安宁的妖魔是何模样 刘道长尽管施法 朕倒要看看 这长安城到底闹了什么妖 是陛下 开谈除魔 我这 大胆射精 皇家重地 岂容你在这里放肆 你听干嘛 大胆妖孽 我要你原形毕露 这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难道宫中真有妖魔不成 我看八成事了 不然最近长安城中为何频频发生奇案 若不是妖魔所为 这凶手为何迟迟抓不到 大胆妖孽 大为天龙 大罗法昼 给我灭 陛下 幸不如命 蛇妖已被老朽斩杀 这个闭眼计挺高啊 这一套流成晴云流水 我特么差点都信了 柳道长辛苦了 只是阵着宫中为何会有蛇妖出现 老朽不敢说 无妨 朕恕你无罪 直言便可 朕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妖性下凡 人家祸乱 祸祸相依 若不能及时将其斩杀 天下比较大乱 放肆 你一山野匹夫儿 竟敢胡言乱语胡说八道 这天下混乱语 否计是你一言便可定制的 我看你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老朽也知天机不可泄露 本不愿折手说出此话 但必下问了 老朽不得不说 但者说事关大他安慰 老朽见命一条死了又如何 只是苦了天下百姓 舅舅莫及 且看他到底想耍什么把戏 柳道长那你来说说 这妖星下繁重的妖星 究竟指的是何人 可在长安长中 老朽 老朽不敢说 老朽不敢说 我绝不是因为怕死 只是 只是此人对大唐贡献甚大 老朽实在不忍气 就这样与落世间 老朽宁愿这颗妖星失望 卧槽这演技 值得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啊 这真情流露的演技 绝对是影帝级别的 说啊 今日你在皇宫内说的话 朕全都赦你无罪 这 这颗妖星就是 这颗妖星就是 当朝驸马爷扒雕 若是驸马爷能为大唐百姓着想 自绝于天 老朽愿为驸马爷陪他 皇全路上或其左右 无等愿为驸马爷陪葬 皇全路上或其左右 此话落地 如同晴天霹雳砸在众人头上 没想到柳传锋说出来的名字 竟真是巴雕 而且柳传锋这一招杀人出 心令众人措手不及 他说出巴雕的名字后 甘愿率领一众弟子为其陪葬 放屁 你这个该死的妖道 胡说八道胡言乱语 谣言获众区心叵测 驸马为大唐做了多少贡献 如今到了你的嘴里倒成了妖星 你当陛下是老糊涂了不成 陛下 老朽泄露天机已是折兽过外 为了大唐天下 老朽更是愿意为驸马爷陪葬 老朽对大唐的忠心日月可见 长宋大人何故三反五次重伤于老朽 伏击 你莫要着急 此事有朕作主 你不必如此动气 这件事在今日总归要有个了断 陛下老臣以为 不能只听这柳传锋一面之词 我泱泱大唐 浩然正气 受命于天 怎可凭借一个小小道士的言论 便让功勋卓著的大唐驸马爷 自觉于天 这事传出去 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万一若是有人想借机构陷驸马爷 岂不让小人得逞 毕竟这道士的命是无法跟驸马爷相提并论的 陛下 老臣感觉魏大人此话甚为有理 臣复义 对对对 俺坚决相信俺们驸马爷不是什么妖星 这老逼登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玩意 厉时间朝中几位公骨之臣 皆是站了出来力挺巴刁 此时他们几人是坚决不信的 不管柳传锋演的多么花里胡哨说的多么传神 他们坚决无脑站边巴刁 巴刁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柳道长说你是妖星下凡 真若是不给你一个辩解的机会 岂不是太不尽人情了些 今日你尽管与柳道长对峙宫中 呵呵 这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 不过是一些行走江湖 骗人的小把戏罢了 何须辩解 难道陛下真的相信 柳道长的话能左右我大唐国运 驻马爷老朽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但天命不可危 老朽自幼于深山之中跟随恩士修行 一身除妖本领早已炉火纯青 更何况老朽与驻马爷无冤无仇 老朽何必拿自己的性命去换驻马爷的性命 这不是让天下人戳老朽的几连母吗 行了行了 既然柳道长如此执着 那我今日也给大家表演一番驱魔除妖 可能柳道长有所不知 我的道行也伸着那灯烟化蛇 鬼火引踪 天神居鬼鬼下游锅 剑斩妖魔 不知这些道法 柳道长学了几招 不 不马爷 您说什么 老朽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 没有关系 能看得懂就行 陛下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要借用一下柳道长那些捉妖宝物 不好 要玩犊子 八雕他该不会真的会吗 柳道长 这答复指 有很浓郁的胆之味 我猜这是用来除归妖的 陛下 各位大人看好了 我要除妖了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柳道长 你不来看看 这被斩杀的妖龟吗 说不定我们两个 还是师出同门 这TM的又到行家了 之前也没跟我说 八雕还会这玩意啊 这把纯事 打得都弄十分 找死了 这心理素质 真TM的差 这还没咋地呢 就贪成烂泥了 就这两下子 还出来装什么犊子 来人将柳传锋 一众妖道给朕拿下 听后发落 驸马爷你给俺讲讲 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 要不是你来 俺们大伙还真有可能被这老逼灯给忽悠了 都是些江湖把戏罢了 刚刚那是灯烟化蛇 用灯草沾满蛇血 然后阴干 用此灯草点灯 就会出现蛇形 这是纸龟油水 纸龟经过处理 抹上熊狗胆汁 鲤鱼胆汁 混合液体 然后晒干 放入水中 就会游动 那流血的符纸 更好说 那符纸上有碱水 遇到江江黄水 就会变得鲜红火笔 不过是一些 骗人的把戏罢了 俺他娘的 咱们这帮人 还真让这老逼灯给忽悠了 待会俺非要扇他几个大嘴巴子不成 对了 刚刚那几个跟柳妖道一伙的人呢 这时候怎么不见他们说话 陛下俺觉得应该 给那几个人也抓了一并审讯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算了 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 他明知道此事是构陷八雕 还会跟着起哄 八雕 既然你已自证 这柳传锋又却是冤枉你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几人 真想听听你的想法 将他们交给我吧 兴许他们几人 与长安城内 这几起凶杀案有关 交给你 你确定可以从这几人嘴中撬出话来 行凶之人手法极为隐匿 他们敢派柳传锋入宫那边不怕你查 我明白 兴许此人 原本就没打算 让柳传锋干些什么 我们的注意力罢了 哦 那你还要将他们带走 呵呵 万一要是能撬出蛛丝马迹呢 反正陛下留着 他们也无用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朕便依了你 这些人由你带走 妖道柳传锋被抓 妖星言论被迫消息向一阵飓风席卷经济道 与此同时八雕从柳传锋嘴中撬出蛛丝马迹的消息 在长安城中悄然散步而出 少爷您这招真能管用吗 咱们三个煞星在这他们赶来吗 应该会 虽然我也没有绝对把握 但事实又何妨 反正现在也没有其他线索 少爷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哦 快说快说 啥推测 我怀疑此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职位不低 且与军事有关 他利用职务之变 且知道内幕 所以才屡屡得手 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你真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最好的解释方式 难不成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 我可不信 只不过是手段残忍且高明了些罢了 我他妈来了 少爷还真被你猜中了 这帮逼还真敢来 你们两个去保护柳传锋 他可是知道张亮纳斯的秘密 长平俊功张亮 原来如此 老二老三 你们两个回去报信 记住不要再回来 来了还想跑 你们想屁吃呢 少爷已经搞定了 不过柳传锋纳斯大概是疯了 无妨 既然凶手自己找上门来 我们便不必客气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去一趟长平俊功府 有何不敢 他既然敢找少爷的麻烦 还干出如此桑尽天良的事 我们必须要让老匹夫血债血偿 俊功只要再过三日 咱们这长生丹药便可炼制而成 你我夫妻两人亦可日日双修了 从此以后你我将结为道理永世长生 这里家天下还有那个八雕早晚让他们自挂东南制 俊功不必着急 咱们若是得了长生 还用怕八雕那个小卡拉米吗 再者说俊功不是派人去解决柳传锋了吗 只要柳传锋一死 我们不再继续作案 此事自会不了了之 那倒也是 该死的柳传锋 他怎么会知道本俊功炼制弹药的事 张庆枫联系他的时候 手脚不是极为干净吗 怎么会落下了尾巴 要不是柳传锋可能知道关于我们的蛛丝马迹 我们何至于铤而走险 在八雕眼皮子底下截杀他 少爷我们是直接打进去 还是偷偷的翻墙进去 我什么身份 翻墙进去不就显得我 好像怕他张亮 这个别犊子了吗 当然是打进去了 将事情闹大 不要给牵扯其中的人留有退路 好嘞少爷 贺人暗赶夜窗窗拼郡公夫 大胆贼子 你们瞎了狗眼不成 敢来此的闹事 张亮滚出来受死 放肆 郡公明毁严四等可以直护的 夜窗郡公夫 我看你们死活的不耐烦了 张连锋 你可实得无 副 副马爷 怎么 这千牛卫 是你张连锋的士兵 擅自调为己用 副马爷 您夜窗郡公夫敌 似乎不合跪剧吧 若是郡公犯了 有刑部和达林四管着 怎老副马爷打架 怎么 我八雕半世轮的这你 一个小小的千牛 背身指点 背之不甘 那你还不快滚 副马爷 您莫要杞人太甚 我潜牛尾 可不归你副马爷关下 在这说 护卫长暗成暗顶 本就是我潜牛尾的职责 这就是你为张亮提供消息 助纣为虐的职责 为了炼制 什么狗屁仙丹 残害如此之多的百姓 副马爷 您莫要杖势其人 血口捧人 懒得与你废话 入府胆敢阻拦者 杀无赦 你八雕好大的口气 怎么 这大堂没有王法了吗 轮得到找你八雕来 我长平郡公俯撒野 呦 郡公大人这么快 就打扫好了 张郡公可不要 留下蛛丝马迹啊 不然那可是会死人的 你他妈放肆 你跟谁俩呢 八雕你我之间有私怨 那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你如此构陷本郡公 我一定会到宫中告你的预装 让陛下为我做主 做你妈的主 给我干他 干他说的吗 陛下大事不薅了 府妈叶歹灵望眩策 与雪人贵两人也创了张亮府邸 八雕去张亮府邸 他去那干鸡毛去了 真是胡闹 如此非常时期 他们两个又给朕搞什么幺蛾子 府妈叶应该是发现了什么竹死麻迹 这几日节恋发生的熊杀案 应该与唱平郡公张亮有关 什么 此事跟张亮有关 这怎么可能 朕不信 张亮出身贫寒 参加过瓦岗起义 归顺大堂后 在房玄林的引荐下 做了秦王府车骑将军 当年进入洛阳后 为朕招兵买马 被引太子作罪下 遇旦拒捕招供 可以说是朕身边的中义武将 他怎么会做出如此之事 魔将也不折枕架 这是锦也游刃创进 管崖溜川峰的副堤 予以戒傻溜川峰 府妈叶散刃将黑一刃击傻后 便质截去了张亮副堤 扯他妈的蛋 有证据提交大理寺 或者刑部去受理不就好了吗 非要亲自去郡公府拿人吗 再者说八雕钥匙没有足够证据 武断闯府冤枉张亮 朕得脸面王哪哥 这应该不会吧 府妈叶一想温重 若是没有足够证据 断不会武断姓氏 他稳重 他八雕若是稳重 那天下便再也没有轻浮之人 若是他手中针捏着证据 你认为张亮还能活过今晚 被驾长平郡公府 朕要亲自去看看八雕到底搞什么鬼 陛下 你要亲自欠去 那不然呢 除了朕 你认为还有何人能治得住那个混小子 张亮啊张亮 你最好能自郑清白 不然朕也保不下你 八雕你当真要跟本郡公过不去不成 张亮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最好祈祷你 是被冤枉的 不然我一定亲手宰了你 放肆 你莫要仗着驸马爷的身份便胡作非为 老匹夫你干了什么 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雕兄这是咋地了 这几日凶杀案的凶手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那个王八蛋在哪呢 俺要亲手剁了那个王八蛋 凶手就是长平俊功张亮 长平俊功 雕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有证据吗 失闯俊功夫 挟此俊功 可不是小事 怎么你不信我 玄策已经进去找证据了 真相很快便能见分晓 俺差 俺当然信你了 只要你敢肯定 俺便支持你 来人跟随本将进去找王玄策 该死 真是该死 张亮老匹夫 真敢如此惨为淫道 丧锦天良 他咋敢的 坤蛋 如此行进 与畜生何异 他们怎敢 雕兄张亮老匹夫 真是丧锦天良 灭绝银杏 他竟拿银杏为材料炼丹 用头颅为法器祭祀 真是诸狗不如的畜生 这样的畜生真应该千道万寡 八雕你三番五次坏我大事 我要你不得好死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张亮老匹夫 你干这种恶事就不怕遭受天谴吗 本郡公跟随陛下血染沙场 征战天下 流血受伤时 你们这些数字还不知道在哪里用尿和泥巴呢 我不过是杀了几个贱民而已 你们安敢如此待我 我要进宫面圣 进宫面圣 不必进宫了 朕来了 地下救我 地下救我 老陈愿一任罪复发 八雕 手下留人 八雕 朕让你住手 八雕而敢 你竟然敢抗制 陛下 您让我住什么手 八雕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 嘎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畜生而已 八雕若是你没有确凿证据 公然闯进郡公府击杀郡公 你就是有一百个脑袋 那也不够正砍的 陛下我办事你放心 人是我嘎的我会认 若是我冤枉了 长平郡公 陪他一条命就是了 但事实摆在眼前 若是我没有错杀他 又当如何 若真是张亮所为 朕非但不会怪你 还要赏赐于你 所有涉案人员 最佳三等严惩不待 贞观一年 八雕破获连环凶杀案 不顾李世民的劝阻 将长平郡公张亮当场嘎掉 王德你说八雕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种场合下众目睽睽 朕如此呵斥都没能制止住 他那颗嘎掉张亮的心 他心中就没有一丝惧怕吗 他就不怕得罪了朕 陛下一杯执之剑 驸马爷也是为了陛下您好 数杯执直言 若是驸马爷没有嘎张亮 那为难的将是陛下了 你这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若真让张亮苟活于是 估计朕就要被百姓戳击两骨了 八雕将其斩杀 确实解决了朕心中的一个难题 罢了罢了 此时就算这个混小子办得对 传旨下去 八雕破案有功赏 黄金百两珍珠石湖 接下来的半年中 边疆稳定内部安宁 大唐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国力在一步步壮大之中 芒芽村更是从一个小小的村落 发展成了一座小城 陛下您看看这芒芽村 被雕而治理得多好 若是大唐每个城池都像芒芽村这般 大唐想不强盛都不成了 府今你也算朝中老臣了 怎么目光如此短浅 若是大唐争相效仿芒芽村 那这地谁来耕 粮食谁来种 朕也知道商业能促进大唐经济繁盛 而且能够给经商者带来足够的利润 但越是这样 我们便越要遏制 从商所得利润 对于百姓来说诱惑实在太大 是农工商 商人排在最后 这道理你不是不明白 你也不是没有跟芒芽说过 咱们今日反倒又认同芒芽村的发展方式了 这是老臣当然知道 农业是立国之根本 经济在繁盛对于一个没有农业支撑的国家来说 都是一指空门 但是陛下 老臣可是听说芒芽村种植的粮食产产量极高 若是在我大唐推广种植 那今后大唐百姓再也不用饿着肚子了 你说的可是那个土豆 陛下您消息够灵通的 哼 芒芽村的一举一动 都在镇的掌控之中 你以为今日镇干什么来了 就是来看看这土豆是真是假 他巴刁不是想要向镇申请一块土地 建设什么芒芽工业区吗 只要他这土豆亩产能达到二十弹镇变应允 不过镇却是不相信这世上有如此神物 陛下那我们还在这里待着干毛线啊 赶紧找我大外申问问去 陛下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今天又来干啥来了 你这话啥意思 朕没事就不能来这芒芽村做客了 呵呵 陛下你快挺 你作为皇帝 日理万机 若是没事 怎么会来芒芽村做客 陛下有何事直说吧 别拐弯磨脚了 你这小子 怎么朕没有批准你申报的那块工业用地 还生振的气了 你要知道 朕为芒芽村取消消剂 已顶下了巨大压力 若不是你发明区原理有功 就连朕这关你都过不了 朕三番五次与你说 农业才是大唐立身发展之本 你先是搞商业 现在又要搞什么工业 这是舍本竹墨 停停停 陛下您今日来芒芽村 就是为了给我上课来了 哈哈 朕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当然朕今日前来芒芽村 确实有一件事需要印证 陛下你是来看土豆来了吧 你张口闭口农业农业的 意图不要太明显了吧 八雕你发展农业招收流民 开荒十万亩粮田 朕一个不字也未曾对你说过吧 不光这样 朕还免除了芒芽村 整整三年的付税 现在的芒芽村名义上是村 其实占地与人口已经超过成了 朕对你可谓是人之以尽 但你小子不讲究啊 有这等好东西居然不跟朕分享 你什么时候学会吃毒食了 陛下这话我可听不懂了 我这小小的芒芽村 有啥值得陛下关注的东西 哼 还特么跟朕装傻是不是 母产二十蛋的土豆是怎么回事 此时你还想瞒朕到什么时候 你可知道如此粮食 若是在大唐推广百姓 将不再受饥寒交迫之苦 土豆这玩意 芒芽村确实有 但是母产二十时的土豆没有 伏击朕和你说什么来着 母产二十蛋这怎么可能 我大唐最肥沃的土地 不过母产五蛋而已 朕原本就不信 这土豆 哼 也就那么回事 雕儿那这土豆究竟母产能达到多少 陛下可是说了 土豆母产若是能达到二十蛋 你申请的那块工业用地 陛下就给批了 别说二十蛋 只要能达到母产十五蛋朕便答应你 母产二十蛋的土豆没有 母产十五蛋的土豆更没有 不过却有母产五十蛋的土豆 哼 朕说什么来着 母产二十蛋纯属扯几把蛋 这不才母产五 我操 你刚刚说母产多少 不多 也就五十蛋 五十蛋 雕儿这是可开步的玩笑 母产五十蛋 这话可不能胡说 驸马爷您说土豆母产五十蛋 这是不是有点吹牛逼的意思了 五十蛋 俺的亲娘啊 这得产多少粮食 这得吃到啥时候去 八雕你知道你刚刚在说什么吗 陛下你是皇帝 你能不能 闻重点 土豆母产五十蛋 我有必要拿这事 跟陛下开玩笑吗 可朕听说的是 土豆最多母产二十蛋 你听谁说的 朕实在 咳咳咳咳 都这个时候了 你管朕听谁说的做什么 你刚刚的话若是戏耍朕 朕要治你欺君之罪 伏击说的对 这关乎我大唐生存痴 根本开不得半点玩笑 陛下您看我 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看这小子的德行 不像是说谎 倒是像在祥怎么坑朕 看来这土豆不太好拿呀 不过要是把这 母产五十蛋的粮食拿到手 那他妈不就发财了 发了大财了 陛下如今芒芽村 十万亩粮田 皆已种上了土豆 一亩地可以种五千血 母产五十蛋 大约五千斤 一亩地是五十蛋 那十万亩地的产量 就是五百万蛋 卧槽 五百万蛋 驸马爷这土豆 能不能搞一点点俺尝尝 这土豆怎样烹饪 怎么做都可以 蒸煮炒炸烧 必要食客 甚至可以生吃 至于陛下想怎么吃 那就全看陛下心情了 今日晌午大家就不要走了 让八雕给咱们搞个全豆宴 咱们也尝尝这母产五十蛋的粮食 使和滋味 顺帮拿出一些土豆来 让我们大家伙瞧瞧这东西 究竟长什么样子 这黑不溜秋的东西真能吃 你别看它长得丑 但是吃起来很是香甜 一吃一个不滋生 说得倒也是 那这玩意为何叫土豆 为何不叫灰豆 地道 这玩意灰不溜秋 长在地里又是圆滚滚的 所以就叫土豆了 这名字太俗 俗不可耐没有内涵 不可取 八雕你说将土豆改为真观豆 会不会好听很多 我知道你素来无耻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连个名字也得蹭你 是不是有啥大病 你爱叫啥叫啥吧 你开心就好 八雕既然你芒芽孙中 已有如此之多的土豆产量 你打算什么时候推广向全国 陛下看来你这回事又打定主义白嫖了 这传出去可不好听啊 咳咳 你这孩子 你不是说这大唐是万万人的大唐吗 你为大唐做些贡献难道不应该吗 不要有了好东西就想着象征讨要封赏 你不感觉如此一来这是变俗里俗气的吗 所以这就是陛下这次白嫖的理由吗 有点心意好不好 你肯定是复读机吗 反来复去就这一句话 这样吧 工业区建造之事真应允了 触犯律法的市镇也给你行个方便 还有工业区龟芒芽村管辖 被召进工业区的人 免除摇曳赴税 这已是镇最大的让步了 我还需要铁矿的开采权 拔刁你要点逼脸 过分了呀 还想要铁矿开采权 你这是要私自打造兵器谋反吗 所以陛下这是拒绝我了吗 您是知道的 我不屑干私自打造兵器的事 罢了罢了 朕可以将铁矿开采权给你 但铁矿时消耗 你们务必要此次备案 马虎不得 多谢陛下应允 长孙无计你这个户部尚书是怎么当的差 张亮的案子已过去这么长时间 还能出现这样的乱子 陛下老臣之罪 此事确实是老臣之罪责 还请陛下责罚 责罚 朕现在责罚你有鸡毛用 朕要的是解决方法 陛下老臣也不知道张亮之那个王八蛋 从哪里染来的天花瘟疫 还散播到了万年县 这天花根本就是无解之症 老臣哪里有办法 孙爱卿对于天花你可有破解之法 万年县距离长安仅一步之遥 若是不能解决长安威夷 那老臣对于天花虽立有研究 但还没有到达能轻易解决的地步 这可如何是好 如今连孙神医也束手无刺 难道我长安城要毁于这场瘟疫不成 天将横祸 天将横祸 今遂宫中不词才举行过大奴隶 怎么又出现如此瘟疫 陛下 处子记载 博强 大力一鬼也 所知伤人 是明亦是有解释 亦 也 言有鬼行亦也 如若不然 我们还开谈祭祀 向上苍祈福吧 这两年大堂的护士确实多 高尚书说的在里 如今大堂正值多事之秋 多向上苍祈福是好事 这张亮也是该干 人都没了 回下一子竟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这股人想象力真是十分丰富 什么玩意瘟疫就是地府 需要大量劳力扶摇意 那地方还缺劳动力吗 做瓦飘也是够憋屈的 依旧逃脱不了 九百九十六打工人的命运 也得扶摇意 八雕万年献出了天花瘟疫 如今整个县都已沦陷 若是再不想个解决的办法 长安城都将朝不保夕 朕换你前来便是一同商议 看看有没有破解之法 就这点事 折腾我一趟干嘛 八雕你是没有听懂朕的话吗 听到了 不就是万年县百姓大部分 染了天花 长安岌岌可危吗 就这点事 随手就解决了 你的意思是 你能治愈天花 治不了 我尼玛 雕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开玩笑 这染上天花的人 我就不了 不过若是没有染上 我倒是可以保证 他这辈子 不会被天花所感染 你就不了你在这比比鸡 你刚才说啥 你再跟朕说一遍 我说我可以让 没有染上天花的人 不再被天花感染 李二宇文五百官瞪着牛眼 愣愣地看着八雕难以置信 能让为感染天花的人 不再被天花感染 对他们来讲 这就有点变态了 八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 陛下别闹了 我没有必要 拿这种事情欺骗陛下 好 甚好 从极客气你的话 便是朕的话 你的话便是圣旨 你说怎么办 所有人都将无条件服从于你 我需要几头母牛 几头染了天花的母牛 八雕你确定 没有跟朕在开玩笑是吧 你要染了天花的母牛做什么 接种牛痘 接种牛痘后 此生便会对天花翻译免疫 接种牛痘 牛痘病毒 对人体的致病力很弱 一般仅能在接种部位繁殖 但由于它和天花病毒 有很强的交叉免疫性 故在接种牛痘后 人体内会出现 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从而达到免疫天花的效果 与八雕料想的一样 听了他的解释 一二与一众文武百官 果然从一连猛逼 变成了二连猛逼 驸马爷您的意思是说 从那患有天花的母牛身上 接种什么东西到人身上 没错 用匕首在臂膀处 划开一个小口 然后在牛乳处 正在化浓的窗口处 取出浓窗 涂抹到伤口处进行接种 八雕你要是在这胡说八道 朕现在就给你一个嘴巴 子让你清醒清醒 你说的这方式 不是纯纯野鹿子 扯犊子吗 孙爱卿你看驸马这方式能行吗 恕老朽之言 驸马爷所说的方式 老陈文所未闻见所未见 至于是否有效果 老陈亦是不敢胡言 八雕难道 你就没有别的法子吗 或者说此种办法你验证过 没有其他办法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但相对于人来说 牛的免疫能力是极强的 同样的天花瘟疫 可能会令人致死 但牛染了绝不会致死 而且除了这个办法 别无选择 这样吧 我先来接种牛豆 若是我接种完好之后 再深入疫区解救万年县百姓 你看如何 八雕你真的有把握吗 此事开不得玩笑 陛下如今您除了信任我 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八雕若是你没有把握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办法总归是有的 陛下放心吧 我这人最惜命 李军先在长安东南方 找个空地搭建营区 从疫区内找几头染了天花的母牛 安置到营区内 我将灵命 八雕此事牵涉我大唐安危 你务必竭尽全力 若是你真能抵御此次天花瘟疫 朕一定重重奉赏于你 今后的请求朕也会尽量应援 陛下放心 我定当竭尽全力 你们来干啥来了 天花瘟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雕兄我们都听说了 你要自己劫中什么牛豆 还要深入一曲解救百姓 这总是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天花是最为凶险的瘟疫 往往一场天花过后 赤地千里难觅人际 但表弟你胸怀天下 大人大义我们也不能退缩 就是 这等危急时刻 我们隔几个一定要跟雕兄在一起 大不了就是一死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隔几个黄泉路上还有个招鹰 怕个几把 好兄弟 少爷染上天花的母牛已经运来了 就在营区内的牛棚中 走吧哥几个 现在想回 可是回不去了 来都来了怕个几把 表弟 人贵和玄策三人皆是淡定无比 我们几个默要给府中丢脸 八哥索得对 我们武力不行 君寺才能不行 如今不能连弹量都不行吗 怎么可是 啊 我看你怎么可是 默要耽搁了 若是在接种之前染上天花 那就麻烦了 楚默你先来 大约一个时辰 营区内三百多人全都种上了牛豆 接下来的时间便是等 等接种牛豆之后的副作用 大约七天 七天之后这群人会对天花免疫 便可以伸入一区 雕兄你快出去看看吧 好一些兄弟快要不行了 身上起了红疙瘩 还发了扫 营帐中医师说是演上了天花 没几把事 这是接种牛豆之后的正常反应 是我疏忽了 忘了与你们交代 过两日便没事了 不必担心 你们放心 我还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不成 接种牛豆后 七天之内会发生头晕 发烧 身上起红疙瘩 与天花的症状一致 但这只是接种牛豆后的副作用 而且不是 人人都有 所以你们大可不必担心 再过三日 他们退烧后 我们便可以深入万年线与瘟疫抗争了 陛下大事不耗了 辅马爷带领队伍 已经罢应去了一区 什么 这个浑小子他怎么干的 陛下是不是刁儿出了什么事 他带领队伍 深入一区了 什么 刁儿带领他们去了一区 陛下我们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在这等着 不然怎么办 难不成朕再派一队人马进去送死 这浑小子 牛豆究竟对天花有没有免疫作用 说都不说一生便走了真是该打 李军县 派人去关道关卡处看着 一旦有巴刁的消息立刻上报给朕 记住就算是嘎 朕也要看到巴刁的身体 这万年县县令真是不简单 如此特殊时期 竟将万年县管理得井井有条 越是这种时期 越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 末将陪行俭见过驸马爷 陪将军辛苦了 首月 除墨不要再向前了 驸马爷你们将物资与粮食留下即可 不要在万年县逗留 天花瘟疫正式爆发最厉害的时候 感染的百姓越来越多了 无妨 我们已找到对抗瘟疫的法子 如今已无惧天花 不然也不敢大张旗鼓来万年县救援 此话当真 嘿嘿 首月 驸马爷还能拿这次骗你不成 放心吧 无论俺们在万年县逗留多久 劫师不怕被眼上添花 陪将军万年县多亏你了 回宫后我定会向陛下 言明你的功绩 哎 这几日在万年县中 我看到了太多生死离别 看尽时间冷暖 此时我只希望瘟疫赶快散去 还万年县百姓一个安定即可 放心吧 有我在 万年县很快便能好起来 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万年县百姓还等着我们救援呢 驸马爷尽管吩咐 首月定当赴汤导火在所不惜 成触墨 玉尺宝林 你二人领兵两百 巡视万年县内 震慑萧小 凡是寻衅滋事者 饭间做磕者 一律处斩 绝不姑息 培行前你领兵两百 清理万年县境内各河道 各营区供水 必须煮沸 防止天花 通过河道传播 发生二次爆发 薛仁贵 王玄策将万年县内的粮食 全部集中起来 在南北郊营地前 开蓬湿州 统一进食 避免万年县人员涣散 在巴雕一道道指令下 整个万年县开始动了起来 百姓们向南郊与北郊的临时营地 进行集中隔离 经过45日的艰苦奋斗 硬生生将天花扼杀在万年县内 细胞 细胞 逼下万年县细胞 驸马爷金出瘟疫 百姓得救 驸马爷先一向长安城赶了回来 侦探娘的是好样的 巴雕侦探娘的是好样 哈哈哈哈 朕就说这小子行 你们看看果不其然 连天花都让这混小子给除了 陛下 驸马此番身先士族奔赴义去 不顾个人安危就百姓于水火之间 实乃大一凛然 这等功绩还需重重加奖才是 斧姬说的没错 巴雕这次不畏艰难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确实值得加奖 而且他还将天花瘟疫给除了 朕若是不加奖于他 不足以安民心 还有与巴雕一同奔赴义区的将士们 朕都要赏 陛下事情查清了 张连之是从严州卢子官携带天花回来的 但奇怪的是 卢子官除了张连之外 并没有听说其他人感染天花 卢子官 卢子官 是粮食都那个狗日的 陛下英明 此事确实与盘踞兽方的粮食都有关 不光如此 自从突立克寒陶回东突厥后 与粮食都关系越来越密切 听说还连了阴 突立与粮食都连阴了 侦探娘的是蛇鼠一窝 小则鼠窃狗头 大则惊吞虎聚 他们两个还真能尿到一个湖里去 不过他们太小看阵了 以为凭借着旁门左道就能灭了阵 灭了大唐 他们痴心妄想 粮食都这几年养精蓄锐 招来了不少其他兵败群雄的兵将与尹太子一道 势力壮大了不少 不过他那寿风之地犹如弹丸 北雨突厥皆壤 东南西三面皆是我大唐疆土 他想发展起事 已是不可能 他粮食都真以为收了些乌合之重 与突厘联姻便能在朕面前耀武扬威了 朕看他活得不耐烦了 别说是他粮食都 若是此事与突厘也有关系 朕连东突厥一并收拾了 陛下声明 如今粮食都拥兵二十万盘踞受方 突厘可汗重整东突厥 收服各部落 拥兵十五万 如此看来 若是突厘有意支援粮食都 那么我们便要做好打算 抵抗粮食都与突厘的三十五万大军 誓言你将粮食都与东突厥的情报整理给朕 明日朕与要是商议一番 看看这仗应该怎么打 陛下 您的意思是打 不然呢 粮食都不除东突厥不灭 他们联合起来早早晚晚是大唐的境地 如今粮食都给了朕开战的理由 朕若是避而不战起 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朕雪然将场戎马一生 就不知道什么叫怕 这仗阵打定了 陛下声明 末将稍后便将详细情报送来 陛下老臣认为此战打不得 朕倒是想听听这仗怎么就打不得 这仗怎么就报不得 我泱泱大唐 朕堂堂帝君 难道连一个个小小朔方都畏惧不成 他粮食都有三头六臂 能呼风唤雨洒斗成兵不成 陛下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 您几位九五才堪堪一年 大唐又经内忧外患 如今刚刚趋于稳定 陛下便迫不及待地对朔方动武 恐会有伤果理 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老臣以为 还是以和为贵 若此事真与粮食都有关 让他给些赔偿 就使了何必兵容相见 放屁 大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软弱无能的陈词 才屡屡遭人暗算 你们这些个世家 终日里满嘴仁义道德大人大义 背地里竟是干些机灵狗碎之事 你还能出口重伤于老夫 匹夫说子 万年线天花瘟疫爆发的时候 封大人在俩 一连告了三十日病假不来早朝 是不是等得天花蔓延到长安城 好第一时间逃跑 你 你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他常连只勾给粮食都将天花染到了天子脚下 若不是驸马不顾安危深入义区 将天花瘟疫破灭在万年线内 你这老匹夫安能再次大放厥死 危难来临 封大人府门紧闭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如今危机解除 你却出来信口雌黄 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一生寸功魅力 只会摇唇骨舌唯唯诺诺 一条断气之犬儿 我长孙无忌骂你都是轻的 搞不好你这老匹夫与粮食都有一腿 娘的 我气不死你个老逼灯 我看以后谁还敢跟我炸刺 抬下去 将他抬下去 伏击 你的意思是这仗一定要打吗 必须打 粮食都无耻小人 原本在武德年间就应该被免 如今盘踞朔方苟会于世 还敢对我大唐用如此歹毒的计谋 若是不灭了他 大唐岂不是被周边列国耻笑 今后胆敢与我大唐犯上作乱者 皆要以雷霆手断灭制 这样才能震慑萧小 才能令他国对我大唐心生畏惧 伏击说得不错 大唐就要有大唐的国威 此仇若是不报我大唐的威严何在 朕的脸面何存 攻打粮食都 朕亦一决 此事不必在意 八雕 此事你怎么看 名犯强唐者 虽远必诛 好 说得好 李静上前听令 朕命你为官内道 行军大总管领军十五万 即刻赶往卢子官 向北推进至朔方城下 将粮食都给朕灭了 为持功承咬金 朕命你两人为官内道 行军先锋 协助李静攻打朔方不得有误 随着一道道占领下达 朝堂中的将领虎不隆行出了朝堂 将近一年没有战事 他们早就憋足尽干上一场了 你们俩的看看吧 突历 他怎么跟粮食都搞到一起去了 上个月突历便与粮食都联姻了 而且就在五天前 突历与粮食都又打成了攻守同盟 这是刚刚得到消息 若是强攻朔方突历老儿定会持人 下周地区以平原为主 对于突厥骑兵来说极为有利 若是我们围了朔方程 粮食都收缩防御 而后与突历里应外和队伍军实行反包围 此战将会陷入僵局 没错 这也正是朕所担心的 本来朕想趁着突历与粮食都没有准备 先灭粮食都在北上突了突历 可如今看来 我们要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 突历老儿不得不防 怎么样驸马爷 拿个主意出来吧 战术推演可是你的拿手好戏 怎么在突历眼皮子底下将粮食都给朕灭了 给我两万骑兵 我去拦截突历 让他无法持元朔方 哦 驸马爷你亲自领兵前去 陛下留下我不就是 想让我去拦截东突厥吗 只不过是我点的兵将 少些罢了 陛下应该高兴 哈哈 你这小子哪都好 就是说话太值得不给别人留余地 没错 朕就是想将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怎么样 有信心吗 长安城外的府兵任你挑选 别说两万骑兵 就是五万阵爷给你 不用了 我要阵武军便好 阵武军 胡闹 八雕阵知道你能力强 但战场无情 别说两万阵武军 就算阵再给你家两万的也拦不住住突历十五万铁骑 陛下自言 只不信任阵武军 还是不信任我 这根本就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这是战争 你死我活的战争 稍有差池 万劫不复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陛下放心 既然我以应允 自然有着十足把握 对付突历 阵武军足矣 不过我要调几人 来阵武军 你要调用何人 苏定方 裴行俭 长孙冲 成畜墨 玉尺宝林 与秦怀玉 要是你以为如何 哈哈 驸马爷文韬武略 想来已经有了对付突历的办法 当初荆州之战驸马爷三人三起 不是照样灭了协力二十万大军吗 陛下放心 这么长时间的您还不了解驸马爷吗 他何时打过没把握的账 那倒是 从来都是别人吃亏 朕还从来没见过谁能让这个混小子吃亏 好吧 既然这样 那两万阵武军便归你了 但阵丑话说在前面 若是拦不下突历 阵一定致你的罪 陛下放心 拦不下 突历我自觉谢罪 好吧 那阵这就通知李传方 明日你便去阵武军接管兵权 不必了 明日 我直接去阵武军交接 陛下不必提前通知 有屁就放 别跟个老娘们一样磨磨叽叽 陛下您真让驸马爷甩领阵武军 取滥戒土里十五万大军 怎么 你对八雕没信心 魔将当然对驸马爷有信心 魔将只是对阵武军谋信心罢了 你也知道为了争顿军制 并不讲那些是假奖灵菜不配位 得不配位的奖灵劝都调到了阵武军 外面都在串阵武军 就是一个秧牢的地方遭完接散 这战斗力 朕当然知道 要是也知道 但八雕执意如此 朕有什么办法 要不你去跟八雕说说 领一只旁的伏兵 我去劝 陛下您可拉刀吧 驸马爷怎么可能会调我 放心吧 那兔崽子招多着呢 徒利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再者说领阵武军北伐更好 朕倒要看看这兔崽子能玩出什么话来 说不定他还真能给朕一个惊喜 该死的李世民 他安敢如此对我 难道瘟疫对长安城一点损害都没有吗 陛下事情都已查清了 天花瘟疫原本已快要席卷长安 可那个叫八雕的驸马竟找出了预防天花的法子 领瘟疫只不于万年县就此消散 八雕 又是这个八雕 去年冬突厥就在他手中吃了大亏 十几万兵马不说 就连协力可汗的老命交代在了大唐 这个砸碎安敢坏我大事 陛下如今关心八雕事小 如何对抗大唐兵封才是重中之重 大唐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 屯田招兵实力不容小觑 若人大唐兵犯我大良兵家几何 何人领军 回陛下 李世民封李靖为官内道行军大总管 陈咬金以玉池攻为先锋大将 领兵十五万臣兵卢子关于一从南面攻我大梁 秦书宝宇李继位官内道行军副总管 领军十万向银州进发 准备从东面向我大梁发动进攻 二十五万大军寓意合围于朔方城下攻灭我大梁 他李世民好大的胃口 凭借着二十五万唐军 就想如此轻松地灭了我大梁 也不怕崩了他的牙 路上书大军压境你可有破敌良策 回陛下 大唐之师虽似虎狼 但我大梁之锐亦不是任人拿捏的 如今我军手中有雄兵二十万 更有突厥监视盟友 这大唐想要灭了我良痴心妄想 路上书此话说得好 大唐不过二 既然他们赶来我们必予以迎头痛击 路上书有何良策直言便可 只要退了唐兵阵重重有赏 陛下 大唐这几名将领中 最难对付的便是那官内道大总管李靖 其一宁可派兵十万增兵卢和官 据嫌以守闭关不出 将李靖十五万大军据于官下 使其不能前进半分 其二宁可派人向突立克汗求援 让其派兵十五万援助我大量共退大唐 纯王齿寒的道理突立克汗不会不懂 届时陛下只需派兵五万与突立十五万大军于得境 向秦书宝发动突袭破其一点便可 只要我们击垮了秦书宝这十万大军 李靖也指望而兴探退兵了 好 甚好 如此一来突厥出兵十五万 咱们需出兵五万便可击退大唐 这等买卖我很喜欢 赫岁镇命你领兵十万 即刻增兵如何官不得有误 索州镇命你领五万骑兵即刻向得境增人 待与突厥铁剂混合时 对他入我东京的唐军发动突击 突立克汗此事您不能再犹豫了 持则生变 如今我大量与贵国结成同盟 若是大量有了闪失 纯王齿寒的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特么的 我跟你们联姻结盟是为了利用你们收复其他突厥部落 这他妈刚刚整合完毕拢了十五万人马还没热乎呢 你们就来讨战 你特么的没事招人理二杆鸡毛 别人躲都来不及你上赶着送死 你是不是有病 还特么的搞瘟疫这种生化武器 人家不揍你揍谁 可含您不要再犹豫了 我父皇说了若是我们能大败秦书宝于礼记率领的十万大唐军 那银州必将空虚 去年大唐令您折损了那么多的兵马 您正好去银州收点利息 而且我父皇应允若是此番击退唐军 父皇便帮助您收服西与弃丹两国扩大您的地盘与子民 呦和 本科汗绝不是汪恩负义之人 大梁有难本科汗顿不会坐视不理 你回去告诉梁帝 明日我便调遣十万铁机援助大梁 共退大唐 谢可汗 我这就赶回大梁禀报父皇供与唐军 昨日大梁使臣梁龙已经说服突立支援大梁 突立向突厥各部下达命令 向诺真水刹 集结预计兵力十万 集结完毕后这十万铁骑将由突厥大将布尼社为帅 将大梁德进城进发 寓意伏击一国公所统领的十万大军 而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将突厥这十万铁骑复杀于突厥境内 大帅这仗杂打 你就下命令吧 俺的大府早已饥渴难耐了 突立老儿胆敢与粮丝都勾结到一起 俺们一定要这次尝尝俺们大堂的厉害 大帅下命吧 哥几个早就憋着净多嘎几个突厥蛮子呢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个尽头 舍我其谁锐不可当的气势 苏定方率领第一军团在这股全处 拦截阿什纳图克部落的五千骑兵 随后北进三十里在魂异河畔等待下一步命令 少少爷您是不是忘了点啥 怎么他们都有任务 我这第二兵团没有任务 人贵你荒鸡毛 我留了大任务给你 咱俩一同前去 大任务 这个行了 我就喜欢刺激的 去将第三军团结合起来 我们此时出发百里奔袭 给部会射送个惊喜 三日后 八雕麾下七个军团都按照八雕当初的计划 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这七个军团在完成任务过程中 不约而同地用了同样手法 那就是对突厥蛮子斩尽杀绝 在面对突厥蛮子这件事上 没有任何人该有一丝仁慈 秦将军可是驸马爷传来了什么消息 驸马爷已经瓦解了突厥的援军 阵武军大获全胜 而且突厥南征大帅 不会设备驸马爷斩杀 大梁已孤立无援 驸马爷命我们进攻得尽 收拾粮食都驻扎在那的五万大军 然后直接对寿方动手 粮食都那个老贼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大将军 好消息啊大将军 驸马爷大姐 哈哈 我就知道驸马爷一出手 突厥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 德靖驸马爷的消息肯定传到了书宝那里 他同样得到了突厥援军被解 不会设备斩的消息已经动手了 以他的实力德靖的所周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德靖失守朔方城危机贺岁率军回防 这就都对上了 将军如今咱们只要以最快速度拿下卢水关 约过关爱就可以奔袭朔方城了 到时候大梁将大事已去 传我命令立刻召集众将前来一事 一日礼经带领大军对卢水关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由于贺岁的紧急撤离 卢水关的防守能力大打折扣 在李靖的指挥下 仅仅一日卢水关便被拿下了 与此同时八雕击败突厥大军 斩杀大将不会设的消息 正以惊人的速度 扩散到突厥各个部落当中 该死的唐军 该死的八雕 只要本克汗还有一丝机会 就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克汗现在不是说这些的事后 咱们还是赶快扯退吧 要是再不走的话 可就没有机会了 等等 你现在立刻带人去把唐人的俘虏聚集到一起 如果遇到反抗格杀物论 把他们全都带到牙照来 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 那还不如拼死一搏 诸位将军劳命 我愿意代表突厥向大唐投降 从此 从此双方不再有战争和平共处 突厥将永远向大唐俯首称臣 投降 你想投降便投降 你去问问那些死去的大唐将士 那些被你们欺辱的唐女 和百姓问问他们 同不同意你投降 你问问我身后 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让你投降 在他们面前说投降 你没有资格斩了吧 名犯强堂者 虽远必诛 时光荏苒大梁以死守朔方程近一个月 在这期间大唐军始终无法突破这最后的防线 随着巴雕的到来 突历被灭的消息也传播开来 梁氏都孤立无缘无力在战只能投降 废物 都是废物 唐军以兵临城下一个个都沉着不说话 你们平时不是要武阳威完全不把大唐放在眼里吗 现在都怎么哑巴了 拿出办法来啊 父皇事情到了这一步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局我们投了吧 陛下 皇子说得很对 此时投降我们或能保全自身 将来还有东山再起之日 千万不能拨命 外面的大唐将军听着 我愿意带着大梁十几万将士投降 城内梁草自重包括这朔方城全部限于大唐 希望今后我们可以重修就好 从此永不开战 你他妈想投降就投降 滚回去吧 战场上见 驸马爷既然梁十斗亲自来起降 我军后续梁草又遥遥无期 战局已陷入僵持 您为何不接受梁十斗的投诚 驸马爷咱们不远千里而来 不就是为了拿下朔方城吗 既然他们已经选择了投降 这为何 我这样做自有道理 你们刚才说的没错 咱们的最终目的 确实是为了拿下朔方城 但却不能这么白白的 便宜了梁十都 他对我大唐犯下的罪过 不允许他就这样草草投降 李将军的担忧 我也明白 只不想再让弟兄们流血牺牲 不过如何拿下朔方城 我自有妙计 知道关于水淹七军吗 我今天要复刻一下 城处墨 御池宝林 秦怀玉上前听令 今夜此时你们三人 率领各自军团 从营地后方绕路 至朔方城西北方的污水河河畔 随后原地待命 等到污水河水位上涨 立刻决堤水淹朔方城 墨将领命 陛下是不是朔方城传来解报 您快与我们说说 朔方城破 梁师都死于万箭之下 大梁覆灭 从此我大唐北疆再无战事 大梁也被灭了 这驸马爷也太神了 真是文韬武裂 智谋过人 驸马爷真乃天神下凡 前灭突厥 后灭大梁 此等丰功伟绩 无人可及 天佑大唐 陛下万圣 王德拟致 待大军凯旋而归 朕要封上全军将士 陛下最近一段时间 上书又蒲叶培记 有些不谈安分 北帝里与太上皇里冤枉来密切 去年朕为了自保 不得不与太子李建成兵容相见 亲兄弟因为皇位和权力 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虽然朕胜了 得到了一切 但是朕的内心却始终不得安宁 朕心里清楚 不仅是朕这样 很多人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毕竟这是手足相残啊 父皇真的想对我下手 夺回皇帝之威吗 陛下深夜叫我等前来 可是有啥烦心事 最近这段时间 裴继可没闲着 暗中与太上皇保持紧密联络 这是应如何处置 你们有何看法 陛下这件事可不能放任不管 若是任其继续发展下去 很可能会闹出大的麻烦 陛下不要太过于眷恋就情 而乱了朝纲律法 裴继是老臣 有功于朝廷 而且他和太上皇是旧事 这件事确实不好处理 太上皇年纪已经大了 身边能有这样一个说话的人 确实不容易 要是这件事处理不好 不仅会让太上皇不满 还会让陛下悲伤不孝的名声 房大人说的没错 这件事不能只考虑律法 更重要的是影响 也不能任其这般发展下去 那个 驸马爷天资聪颖 常有出其不义的想法 这件事或许他能有办法解决 驸马爷大胜而归 如今好不容易有时间凶养 把这种事交给他 有些不妥吧 你个老匹夫 你自己解决不了 就让我大外甥出来得罪人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玄灵说的对 就去找八雕 这混小子一向鬼点子多 陛下这事又遇到什么难事了 难事 朕没事 朕能有啥事 腹肌不是你有事找八雕吗 还非得给我们带着 我真是逼了狗了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说 给我推出来 好家伙这时候你还要上脸了 嘿嘿 表尔我们前来 确实有件事要跟你说 就就咱们一家人 但说无妨 八雕定当 竭尽全力 朕实在不愿意再与太上皇有什么冲突 裴濟也是就尘力有功勋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朕也不愿意对他动手 这件事无论解决哪一方 都会有不好的结果 陛下裴濟拥有如今地位 完全是因为他和太上皇的交情 他们曾经日夜饮宴 太上皇甚至表示 要和裴濟相邪终老 这样的交情确实很难得 但他的品德和才学 配不上他如今的地位 武德年间很多避正 披露包括地方官吏的施政混乱 裴濟都要负主要责任 陛下可以借此翻出旧案 让他告老还乡 随后切断他和太上皇的所有联系 至于太上皇 陛下可以单独为他在长安城中 修建一座小型宫 让他遗养天年 远离皇宫 远离朝政 慢慢的太上皇 也就会淡忘朝堂 哈哈哈哈 好 甚好 这件事就这么办 你这浑小子鬼点子还真是多 我就知道驸马爷一定能有办法 看来我的建议没错 驸马爷说的没错 咱们确实太过于关注这件事了 从而忽略了其他细节 驸马爷心思缜密 让人佩服 这帮老家伙 脸皮这么厚的嘛 这彩虹屁拍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雕儿 真饿了 陛下你也是没水了 有球鱼 我就叫雕儿 平时就叫我小兔崽子 咋就好意思舔着 大脸到我这蹭吃蹭喝呢 你这个兔崽子 真是你老丈人 到你这吃点喝点咋的了 不犯毛病 得得得 你是大爷 夫君 切身热的不要不要的了 这个鬼天气我要中暑了 我擦 习父你等等 我给你搞点好东西来 这 这是 习父你热傻了 这是冰块 为服做出来的 牛不牛逼 夫君 你这一手 属实是麻雀刀小母牛 确实牛逼 呵呵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我打算做一批冰块 让府中所有人都用上 省得中暑 我还得给他们看病 一切听夫君的 真的是岂有此理 内务府都是干什么吃的 冰块都搞不出来了 你说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拔叼着兔崽子 有这种好东西 居然没想着来孝敬朕 我倒是要看看怎么回事 胡啦 我不服 有本事再来 这几个小子也太会享受了 咱们在外面热得跟狗一样的 他们这里却如同仙境 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俺这辈子也没在夏日体会过如此凉爽的感觉 郑特妈在皇宫中天天日理万机 忙活得满头大汗 腰都快干断了 都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 前两天皇后还因为燥热的天气中暑了 好家伙 结果你这里到处都是冰块 愣是用冰块将屋子里的温度给降了下来 太尼玛的奢侈了 最重要的是这兔崽子居然都没想着 拿些冰块孝敬老丈人丈母娘 是你扒吊飘了 还是我李二握不住刀了 郭曹 这几个老灯怎么又来了 特么的这是阴魂不散啊 我擦 老爹咋找到这来了 这下玩犊子了 拜见父皇 玩着挺开心的嘛 连我们进来了都不知道 让朕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这么好玩 这他妈什么玩意 有这么好玩 父皇 这东西叫做麻将 说完了 平时看你学习的时候 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吧 你母后因为燥热中暑昏倒 你却在这里享受着 清凉还玩得这么开心 这就是你该做的事 父皇恕罪 儿臣不敢 成畜莫赶紧给俺滚过来 兔崽子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你小子玩得可够花啊 有这样的好事情 竟然不想着回来告诉俺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偷偷享受 说 你还背着俺做了什么 老成你是真他妈鸡子啊 对自己亲儿自下这么重的手 眼谁宁 我他们咋整 总不能把长孙重拉过来揍一顿吧 陛下何必如此动怒 金碎种下 灶热异常 太子殿下这次娱乐 休息是我准许的 陛下说的没错 学习固然重要 但娱乐休息同样重要 太子才九岁 他已经比起史上大多数太子 都要优秀了 哼 就算需要休息奶也得有个度吧 父皇放心 儿臣一定刻苦学习 不让父皇失望 这段时间内务府冰块消耗殆戒 陛下深受困扰 没有冰块结束造热难耐 雕儿你这些冰块能不能 这些都是我随手制的 舅舅若是需要 服库冰窖中还有许多舅舅随便拿 既然这样 未来这段时间朕的冰块便由你来供应 陛下又想白飘 朕飘你大爷 雕儿休得无礼 陛下天天日理万计 为国士操劳忧心忧审 你要学会为陛下分担 陛下放心 您的冰包在我身上 到时候多少钱您看着给就行 驸马爷 这 那 俺 父亲 驸马爷已经说了 今后俺们的冰块需求就由他负责 俺们完全不需要为这些东西担忧 你说真的 难道你因为俺们真会平白无故在这里打麻将 俺们再向驸马爷请教治兵治法 那你特么不早说 你特么的是不是有大病 这你也揍俺 你要不是俺爹 俺揍死你 陛下按照这个方子准备 皇后娘娘的症状很快会消失 冰块我会让人送到宫里 这才是朕的豪驸马 陛下要不要试试这麻将 来搞一搞看看怎么试 大唐的娱乐项目非常匮乏 突然见到麻将这种东西 很快就让李二 长孙无忌等人着了迷 李二几人在八雕中的冰室内玩到了深夜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这帮老灯每次一来连吃带拿 一点逼脸都不要 麻将还给我顺走了 我看那架势 要不是拆屋子比较费劲 这屋子都得给我搬走 贞观一年玄藏法师欲西行天主取经 李二对此非常苦恼 玄藏参见陛下 玄藏大师免礼 陛下日礼万机 为国为民非常辛苦 贫僧套扰 还望陛下见谅 玄藏大师这次有何见教 陛下 佛教圣行无论对朝廷 对陛下还是对百姓都非常有利 此次贫僧请求西行求取真经 完全是为了大唐考虑 佛教中心会赋予百姓们信仰 信仰赋予道德以自律的本性和意义 是百姓的精神支柱和道德选择的坐标 信仰可以提升百姓的道德境界 塑造百姓的道德人格 使得他们不会为非作歹使他们言于律己 信仰能够让人由内而外的彻底改变 陛下可以想一想 如果天下百姓都能够由内而外 发自肺腑的变好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陛下 大师讲完了 好家伙 这一通念经般的讲解对于医治失眠很有好处啊 要不然以后失眠了找个人来给朕念念经 陛下佛教如今圣行天下 被百姓们真心接受 这是大势所趋 这说明信仰和宗教 是百姓们真心渴望的结果 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用佛祖的话来说 百姓心中有因 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果 面对百姓们的需求 陛下总不会无动于衷吧 他娘的 朕刚向天下宣布李家跟到教师族老子同出一脉 你这个秃驴这就要西行取经 是不是在这掩我呢 让你去取经 岂不是相当于把道教置于死地 跟我扯什么毒子 还特别用明星来压我 我看你是想圆祭 大师所说朕都明白 不如这样 大师先回去等消息 三日之后 朕定会给大师一个满意的答复 多谢陛下 平僧告退 这秃驴也太执着了 这个月都来武策了 朕是真扛不住啊 真探娘的闹心 找人打麻将去 来吧 今天咱们好好的大战一场 陛下您这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没什么事 就是想让你们来陪朕打麻将 陛下有烦心事尽管说来 咱们或许可以为陛下分忧 带着心事打麻将可不好 白白浪费了兴致不适 陛下我等就是为您分忧的 您直言便可 朕刚刚见了玄奘 他已是第五次求见 想要朕同意他西行之事 如今佛教兴盛在大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朕想振兴道教 不过希望越来越渺茫 恐怕用不了多久佛教就会彻底碾压道教 不管朕同不同意这都无法改变 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佛教就再也无法阻挡了 可惜道教衰落没有像玄奘这样的领头人 陛下这事还需从长计马虎不得 这是与旁的不同 佛教忠心大势所趋 陛下又是仁义之君干不出来阴险之事 朕若是有随阳帝那种暴力 还会跟你们几人诉苦吗 朕实在不愿让天下百姓对朕失望 就算要发扬道教 朕也要堂堂正正 老臣以为就应该直接拒绝玄奘 用罪果断的方式断了他的念想 否则他会接连不断地麻烦陛下 此话有些过激了 陛下不如想办法拖延 再拖他个几年再说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百姓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热衷佛教了 根本不用这般麻烦 直接告诉玄奘大唐根本是道教 就算百姓接受佛教 也绝对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微臣不信他还能与朝廷抗衡 腹击和为爱卿所言虽都有道理 但朕不能这样做 佛教已深入人心 如此直截了当地反对百姓们的心意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至于拖延就更不可能了 如今佛教一日兴盛一日 再过几年还不知道会兴盛到何种地步 玄奘这人朕非常了解 别说几年时间 就算再拖上他十年 也会像今日这般非常坚定地坐在朕面前 坚持他的信仰他的愿望 八雕你在那笑鸡毛呢 你说说这件事怎么办 我怎么看 我坐着看 坐着看 我做你大爷 你他妈的是不是有啥大病 你给朕站起来 笑就对了 人生需要笑对 何必愁眉苦脸 在我看来这件事 没有必要强扭下去 干脆就放玄奘西行 反正陛下也说了 这是众望所归的事 既想让百姓满意 又想拒绝玄奘西行 压制佛教兴盛 本就不可能 所以干脆顺其自然 或许还能加以利用 把它变成对大唐有利的事 岂不是两全其美 如果真如你所说 放玄奘西行 等到他回来时 佛教肯定会更加欣赏 道教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陛下凡事都有两面性 玄奘西行 利用得当 对大唐至少有五点好处 快 跟朕说说有啥好处 第一点可扬 我大唐国威 玄奘辞辞去天主 求取真经 从河西走廊 一直到西域地区 还要绕路波斯 最后到达天主 这样一来 他将经过无数 大大小小的国家 而大唐北伐之战 消灭东突厥 早已令大唐威名远扬 陛下可以派一支军队 护送玄奘西行 让所有国家都知晓 我大唐的实力 借此养我大唐国威 让所国家都感受到 我大唐的强大 重点是西图诀 让他们知道 进犯大唐的下场 从此以后不敢 再有异动西江 也会因此得到安宁 其二可以打通商路 自西汉派遣张迁 出使西域开始 路上丝绸之路 就已被打通 可后面经过战乱 丝绸之路被迫中断 陛下正好可以借助 玄奘西行将这条路 再次打通 当沿途各个国家恢复 与大唐的商贸往来 定会拉动 大唐的繁荣兴盛 其三也是陛下 非常关心的 那便是宣扬道教 陛下不是一直想要 宣扬道教 却苦于道教 没有像玄奘这样的领头人嘛 正好可以利用 玄奘西行 派遣一纸道教队伍 以福道交流的名义 沿途宣扬道教 西行此图 道足且长 若是历经磨练出一位 像玄奘这般的大才 等回到长安以后 对于道教中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好 很好 甚好 快与朕说说 这玄奘西行的第四点 其次 玄奘西行陛下 可派几个精明的赤后跟随 凡途经 国家与路途 都可以绘制 相应的地形地貌图 如今大唐对西域 了解的不够透彻 好一些地区 甚至一片空白 有了这次机会 不但可以完善 大唐地图板块 还可以加深 对西域各国的了解 若是如此 岂不是好事一桩 帝安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地图 好一个绘制地图 从玄奘西行 能联想到绘制地图 你这小子真是令阵 大开眼界 第五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借此机会 在途径国家安插暗庄 如今大唐蒸蒸日上 国力一日强盛一日 但周围国家也在发展 将来的局势 谁也说不准 说不定 对大唐虎视眈眈的 想要在大唐身上 捞取好处不在少数 陛下需要未雨绸缪 如果提前插入暗庄 可以搜集周围各国的情报 一旦有了风吹草动 陛下 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想不到借助玄奘西行 可以为咱大唐做这么多事 若是考虑得当这坏事 也是可以变成好事的 如今不仅解决了陛下的烦恼 还为我大唐带来了 如此之多的好处 驸马爷的远见着实 真是令老臣敬佩 辅基尼将八雕说的 统统记下来 玄奘西行的事 全都按照八雕的意思去办 老臣领命 王德备好韭菜 朕要与三位爱卿一罪方休 八雕你小子的脑袋就是好用 困扰朕许久的问题 没想到你信手点破 陛下过奖了 不过随口言之 胡了 陛下给钱吧 你这小子 不在朕面前装逼能死啊 这把不算 你舅舅刚才拍桌子 把朕的牌都拍乱了 陛下你好歹 也是九五之尊 咋还耍无赖呢 若是丝绸之路重新打通 朕准许芒牙商行参与其中 至于税负予以减免 也算是朕对你支招的恩赏 这还比不上麻将钱吗 哦 好吧 那谢谢陛下 麻将钱不要了 反正您白嫖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得真管 陛下 护送玄奘大师 西行的三千玄甲军 末将已挑选完毕 都是精锐中精锐 西行路上定能 护玄奘大师以周全 话说三千人 但实际上是三千五百人 有五百人以商队名义 跟随西行队伍出发 这其中四百五十人 是李二准备遍布各国的暗装 剩下五十人 则是绘制地图的高手 好 此事交由要失败 朕放心 陛下这次西行将领 不知派何人前往 巴雕对于西行将领 你有何见解 呃 王玄策 王玄策 你舍得让他护送玄奘西行 死去天竺路途遥远 这一走可就是几年时间 为了大唐 我有什么 舍得舍不得的 别人不知道咋回事 我还能不知道吗 王玄策那可是 一人灭一国的狠人 而且他灭的世界日 也就是天竺 而且玄策的外交手段 意识十分高明 搞不好这回走一趟 还能收复两个小国呢 要是你以为如何 莫将以为 王玄策可胜任辞职 既然如此 这西行将领 便由王玄策担任 玄奘大师 正看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 要不要推迟两日 谢陛下关心 贫僧身体好的 紧致就出发 行程不能再单的了 开什么玩笑 这要是再推迟两日 这对五人数 还不得过万 这还历经个屁的磨难了 少爷 怎么 舍不得我们 嘿嘿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们 这 少爷赏你的 你可得看好你自己的小命 别缺胳膊断腿的 回来别怪我不管你 放心吧 玄策你记住 咱现在不是差钱的人 此去天竺路途遥远 盘缠不能少 更要保护好自己 我跟随行盲牙商队 打好招呼了 若是这袋金豆子不够花 便让他从商行银子给你拨 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商队中带了 随行军医与医疗香 若是病了及时医治 千万别耽搁 热水煮沸了再喝 不要喝生水 若是遇到危险 千万保护好自己 若是遇到不长眼的 该办办该杀杀 我为你做主 为你撑腰 遇到什么 想买的东西 就给我可敬花 若是有心仪的姑娘 便带回长安来 我给你办婚礼 谢少爷 谢少爷 老谢 机后少爷可就交给你照顾了 若是伤了半根手指 我回来后绝不饶你 放心吧 酒我都存好了 等你回喝他的三天三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众人的注视下 西行队伍开拔缓缓前行 几包 边关几包 参见陛下 西关几包 吐蕃赞普 松赞干部带领使团 在边关等候 想要入朝参拜陛下 松赞干部 吐蕃的赞普 不是囊日松赞吗 这个松赞干部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陛下 松赞干部是囊日松赞的儿子 吐蕃赞普的正位继承人 如此看来 囊日松赞应该已不在人世了 这赞普之位便传到了 松赞干部手中 吐蕃赞普囊日松赞 在收服吐蕃的战争中战死 如今由他儿子松赞干部 继承的赞普之位 囊日松赞一死 吐蕃各部纷争不断 冲突愈演愈烈 松赞干部来我大唐 也是为了此事而来 他想向朕借兵 平定吐蕃叛乱 代价是效忠 朕将吐蕃并入大唐 朕准备准许他入朝 至于这一兵出还是不出 朕想听听众位爱卿的意思 这兵坚决不能出 吐蕃狼子野心 先签便签使来我大唐要武扬威 如今遇到困难之的球员了 早干什么去了 吐蕃使者扎袭来我大唐使 处处刁难 若不是驸马爷继高一筹 我大唐就在吐蕃面前 颜面扫地了 我听说这松赞干部 是为了不得的人物 文质武功相当了得 若是他臣服大唐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如会你来说说 松赞干部的请求 朕英不应该答应 回陛下 以老臣之见 松赞干部这请求 陛下可以答应 常言虽道 非欧族类其心弊 但陛下总归不能将 这天下的一族通通杀了吧 大唐扩充江土 那是早早晚晚的事 与吐蕃之间 谁也不能保证世代和平 而且吐蕃与旁的地方不一样 身处高原地势崎岖 高原反应严重一手蛮弓 接后大唐若是想 收服吐蕃那 必然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如今松赞干部有意归降 陛下和乐而不为 何必将送上门来的 江土拒之门外 我肖宇不敢苟同 我们无法保证松赞干部的忠心 人心可肚皮之人之面不知心 谁知道松赞干部拐走我 大唐几万精兵后会不会食言 杜大人都说了 吐蕃一手难攻 高原反应严重 若是他统一吐蕃后 拒不承认又拒绝归还大唐兵将 到时候又该如何 难道对吐蕃用兵吗 即便赢了 这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想杜大人心知肚明 所以这兵不能出 这忙更不能帮 大唐应该保持中立 玄灵 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回陛下 若是依老臣之计 应该中和杜大人与肖大人两家指言 这兵要出弹 还不能给松赞干部可趁之机 而是想办法直接收服土包 而是让松赞干部臣服大唐 毕竟如今他有求于大唐 肯定是表忠心的 但今后的是谁也吃不准 这也是一个难得收服土包的机会 一是不能轻易错过 此事最终如何定夺 还需从长计议 房大人此言诧异 你当松赞干部是傻子吗 会以囊住是将土拨拱手让给我唐 一时间 朝堂中争论不休 也二望着跌跌跌不休的文武百官 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好了 都给朕闭嘴 你们当朝堂是什么 菜市场吗 这你一码的都快要打起来了 你他妈竟然还吃得下去 还他妈的吃得津津有味 扒掉 这瓜子可和你的口味 时间放的有点长了不新鲜 下次麻烦陛下 让他们放点新鲜的吃事 别他娘的磕了 赶紧说说松赞干部入京 这是怎么办 简单了 接受松赞干部的投诚 派兵持援吐蕃 协助松赞干部一同吐蕃 那你来说说 为何要支援吐蕃 又怎样保证松赞干部不会反叛 这最关键的问题便在于一个人字 若是陛下下令对松赞干部 彻查不难发现 他是个能力极强的人 进阁直爽且是一个亲唐 松赞干部的文质武功 远在囊日松赞之上 而且据当时入京的扎西使团说法 上一次与大唐两国交好 完全就是松赞干部的主意 不过囊日松赞一意孤行 非要给我大唐使些绊子 最后却让吐蕃颜面扫地 除了我大唐以外 松赞干部应该还派人去了西图厥 天主与波斯球员 若是他们任何一方答应援助吐蕃 这无疑将松赞干部推向了大唐的对立面 虽然大唐强盛无惧任何人 但无形中为大唐树立一个劲敌 这是大唐的损失 若是松赞干部有意归降 那便采取军政分离的办法 将吐蕃军事掌握在我大唐手中 如此一来 还怕松赞干部心有不成吗 松赞干部没有那么二逼 来算计我大唐这微乎其微的兵力 松赞干部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 最广为人知的藏王 松赞干部这一生功绩卓著 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 促进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就是不知道松赞干部为何此时 想臣服大唐 不愧为驸马爷 这最后一点算是说到七寸上了 若是松赞干部有意臣服 那让他交出军权并不是什么难使 对 既然他想要并入我大唐 总归要拿出些诚意 若是连军权都不愿交 便说明他不是诚心并入我大唐 军政分离 妙在今后不光是吐蕃 即便其他国家并入大唐 也可以用这等办法 陛下微臣以为 驸马爷所言最为稳妥 若是松赞干部答应军政分离 大唐进驻吐蕃为常不可 臣服议 臣服议 臣也服议 土番赞谱松赞干部 拜见陛下 赞谱免礼 松赞干部你的来意阵已知晓 其中厉害阵也与百官们探讨了 朕想知道你是否真的愿意臣服朕 将吐蕃并入大唐 除了我大唐外 你是否向其他国家求援了 回陛下 我此番前来大唐是带着诚意来的 臣服之事 陛下不必怀疑 松赞干部愿意启示 永远效忠陛下效忠大唐 至于求援之事 亦是没有必要向陛下隐瞒 除大唐外 土拨分别向西图诀 天主以及波斯帝国寻求了援助 不过对于他们只是求援 但我亲自来大唐是带着诚意请降的 这松赞干部果然是个率性之人 竟然敢这般实话实说 啊 驸马爷真当料事如神 他当初就说 土拨除了向我大唐请降 还会向周边各国寻求援助 果不出他所料 若是松赞干部真能叫出兵权 金正分离 土拨并住大唐 真可以考虑 八雕这混小子有点东西啊 天天吊儿郎当的 没想到啥事还都能说出个道道来 好 你的坦率朕喜欢 若是没有你这份坦率 就算今日你说出个大天来 朕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谢陛下 你先不要着急谢阵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若是朕答应派兵持援土拨 答应你的臣服 那今后你会怎么做 光拿嘴说 恐怕不能令朕满朝文武心腹 陛下所言 松赞干部申明其意 若是陛下愿意出兵 助我平定叛乱 我可以向陛下保证 其一 土拨向大唐臣服永不反叛 碎碎纳贡 其二 陛下可在土拨境内建立军营 永久驻兵 其三 土拨政务陛下可派遣官员 一并参与管理 不够 这些远远不够 平定叛乱后 我愿交出兵权 只保留行政权 和维护地方治安的寻方营 如此一来 陛下应该放心了 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我这大外甥也太牛逼了 这松赞干部 居然真的有投诚之心 要不是八雕是我亲外甥 我都以为他俩串通好了 陛下在这之前 在下有一个请求 还望陛下应允 哦 你还有其他请求 胆说无妨 陛下 不知大唐的土豆种子 是否赋予 能否为吐蕃引入一批 嗯 哈哈哈哈 原来你是对大唐的 土豆感兴趣 等吐蕃并入大唐后 我们便是一家人 到时候莫说是土豆 就算是屈原理等 农耕器具阵 都会一并普及到吐蕃 谢陛下圣恩 既然此事已经说开 朕便准许吐蕃并入大唐 今后吐蕃便是我 大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臣领命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参见陛下 你来得正好 这场仗怎么打你来与大家说说 是陛下 这巴雕驸马爷年轻 慵懒 没有气场 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咋就能跟修罗联系到一起呢 陛下 诸位大人 如今吐蕃内部纷争不断 微臣手中可用之君不过五万 这其中以杨童和苏皮 两大部族最为难缠 如今他们已达成攻守同盟 想要联手称霸高原 只要灭了杨童和苏皮 那么吐蕃纷争便可以结束了 杨童 苏皮 巴雕说说你的想法吧 这仗怎么打 小松赞让你看看我大唐驸马爷的实力 省得以后你起小心思 松赞干部赞普 你只需另论科尔将军率领吐蕃大军 继续坚守穹捷 抵挡杨童大军 我大唐派遣三万大军 自罗西城而出北伐苏皮 不出三个月苏皮必败 败了苏皮之后 剩下的杨童成不了气后 任凭赞普如何处置 杨童也无法反抗 这种战斗有啥好研究的 就那两头烂算 让城处墨带兵前去 都能直接推平了 为了吓唬人家松赞干部 李二你是一点人事不干啊 巴雕驸马爷说的不错 逐个击破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陛下若是派兵持援吐蕃 这场仗便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不过有一点 我要提醒赞普 若是吐蕃并入大唐 吐蕃的领主奴隶制 可能已适应不了大唐的发展 呃 驸马爷您的意思是 国家纷争 一个是百姓起义 一个是军权分散 不过各部落之间为何纷争不断 说到底就是一个权字 权力过大兵权过重 这就形成了 拥兵自重的局面 无论是旧贵族 亦或是新贵族 他们夺取权力 扩张领地之时 一定会配合赞普你的行动 忠心于你 不过一旦形势稳定 权力到手 今后你若是想将权力拿回来 可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了 加之一些暴虐的新贵族 引发百姓与贵族之间的矛盾 如此一来新贵族就变成旧贵族 而赞普又需要寻找新贵族 来平定旧贵族的叛乱 这样循环往复 消耗的是吐蕃的国力 赞普可以想想 吐蕃各部落的高度自制 究竟给吐蕃带来多少好处 又为吐蕃带来多少危害 这 这就是修罗驸马爷的实力吗 吐蕃的情况本王早就研究过了 但是居然没有巴雕分析的透彻 这个巴雕已经将吐蕃研究到这个地步了吗 幸好本王向大唐请降了 不然的话以后可能迎接本王的 这就是巴雕和他的大军了 本王真他娘的机制 驸马爷说的是 巴雕此话说的对 君权与政权这是神圣不可分割的权利 此等权利作为恩赏分封下去 无疑是在给国家的灭亡埋下祸根 吐蕃并入大唐以后 你可以继续管理吐蕃 但君权必须掌握在朕的手中 而政权也必须由朕与你一同执掌 至于吐蕃各部落酋长只能享有行政权 至于君权与政权需要一并上交 这是没得商量 妈的干了 已经投降了 不答应也不行了 若是做婊子还想立牌坊 可能大唐立刻就出兵灭了我吐蕃了 只要吐蕃子民能过得好 所有问题本王一简单了 陛下所言微臣明白 也却如驸马爷与陛下所言 君政两权若不能集中 于吐蕃而言确实不是好事 微臣向陛下保证 平定吐蕃叛乱之后便着手整顿君政两权 将军全交由陛下掌控 政权则由大唐与吐蕃一并管理 好 既然所有事都已安排妥当 那我们便大刀阔斧的干 松赞干部你需要多少兵力直言便可 朕一定不留余力的支持你 只需兵甲三万即可 朕给你五万 平定杨童 苏批之后 即可着手收归各部军政大权 不过朕希望你 陛下放心 这是一条吐蕃必须要走的路 若是有人阻拦 不管身份无论背景 微臣都将亲率大军踏平他的部落 好 有你这句话朕就放心了 李静 朕将在 宁柴绍为吐蕃行军大总管 苏定方 陪行简为行军副总管 领军五万岁松赞干部 前往吐蕃修建军事驻地 平定叛乱 首归政权不得有误 朕将领命 谢陛下圣恩 辅机挑选五十名管理 随大军前往吐蕃 协助松赞干部处理政务 另外挑选千名农户 千名工匠 千弹土豆 一并前往吐蕃 帮助松赞干部发展农业 令吐蕃百姓早日脱离战火纷飞 饥寒交迫的日子 谢陛下圣恩 微臣今后赴汤蹈火 不复陛下所托 只要你真心臣服于大唐 今后我们便是一家人 妈的过分了吧 追我上草潮 追你妈的 到芒芽村来了 老子今天高低拍死你 少爷年龄的板砖是啥意思 没事去开门 我看看是谁 薛兄你磨叽啥呢 这么半天才开门 冻死啊 雕兄你这大早晨起来的 拿快板砖 是练啥神功的吗 啥神功啊 我以为谁来追我去上早朝呢 我准备用这个板砖 给他整个容 啊 表弟 要不说还得是你牛逼 还得说是雕兄会享受 夜牛奶放糖 这等喝法绝无仅有 你们几个平日忙的 像劳魔一样 今日怎么有时间来芒芽村了 表弟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玄奘西行吐蕃归祥 这两件事干得嘎嘎牛逼 地下龙岩大月 我们才被准许休假几日 是啊 俺们的休假来之不易 要不是俺爹是国公 这个B班谁爱上谁上 雕兄俺们莫要在芒芽村待着呢 抓紧出去找点乐子去 找点乐子 这个时代没啥玩的 无非就是交方花传啥的 芒芽村还没有这些玩意 有了好久没钓鱼了 我带你们去喂水 钓鱼怎么样 钓鱼 雕兄 你不是开玩笑吗 寒冬熟久的那味水和早就上冻了 上冻了才去呢 这叫冰钓 有意思的紧 冰钓 雕兄别这鱼没钓着 再给咱们冻出个好歹来 这年可还没过呢 这你就不懂了 保管比这屋子还暖和 吃着火锅和烧烤在配点加酿 钓着鱼岂不美哉 吃火锅 那俺们还在这带着干鸡毛啊 雕兄你有所不知 这冰钓俺是最喜欢的 每岁寒冬 俺都跟俺爹去冰钓 咱那个蒜又手法 阿呸 不对 咱那个钓鱼手法 属实实嘎嘎哇塞 你特么的喜欢冰钓 你知道冰钓是什么东西吗你 来来来 俺提一杯 雕兄这一边冰钓 一边蒜果子太特么爽了 这小义子给个皇上 咱也不换 来来来兄弟们 干了这一杯 还有三杯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痛快 真是他娘痛快 哎 卧槽 上鱼了 上鱼了 出没赶紧用力 这怕不是一条大鱼 哎呀卧槽 这可真是一条大鱼 俺说你们几个别光看呢 拉上来咱们算了它 你这么大的块头 真是白掌了 一条鱼你都拉不上来 垃圾 扯他娘蛋 你这鱼在水中乏力 猛的很 我勒个擦 这是鲤鱼啊 这可杀不得 大哥多好的一条大鲤鱼 算了岂不美滋滋 是啊大哥 这里又没旁人 吃条鱼而已 不打捡 况且这鱼是自己跑上来的 我们只是做了个好人好事 让他早当即位而已嘛 胡说 这鲤鱼岂能吃的 表哥为啥 这鲤鱼吃不得 难不成是因为陛下 鲤鱼的鲤与国姓李同音 所以朝中规定禁止吃鲤鱼 如果抓到鲤鱼必须放生 否则要受到重罚 没几把事表哥 我懒子儿大我担着 再说这地方也没别人 吃了也就吃了 你看看喂水河中的鲤鱼 都泛滥成什么样了 在这般下去 怕不是要闹妖精了 表弟 别别别别别别 刘兄你之前到底是干啥的 难不成你在后厨干过 这特么的要四不宰个百八十条鲤鱼 咋可能会有这般咸俗的手法 来让朕看看你们吃啥呢 这么香的味道 你们这帮逼人不是皇上 就是朝中大臣 都不用上班工作的嘛 天天来抓我干啥啊 我特么就钓个鱼都能找来 你们是有多闲的蛋疼 哼 朕不派人去找你 你就不上早朝是不是 你可真是会享受啊 跑到这里躲清闲来了 我就是在清闲 也没陛下清闲啊 您日理万机 怎么有空上 渭水河遛湾来了 你少跟朕避避那些没用的 朕就是来找你的 哟哟哟 你们快来看看 还是驸马爷会享受哟 吃着火锅钓着鱼 都快被他玩出花来了 陛下要不要坐下 一起吃点 你以为朕来是蹭饭来的吗 咳咳咳 那个 吃点也行 反正不吃白不吃 你们也别站着了 赶紧坐下一起吃 大哥 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咱们身上装GPS 咋咱们哪次小聚 他们都能找来呢 谁他娘的知道呢 这是太特么玄乎了 好在咱们也是有备而来 不用像之前一样 只能站着看 好 驸马爷这鲤鱼做的真好吃啊 真行 芝杰平时挺喜欢吃鲤鱼啊 那是 清蒸 红烧 炖汤 一下跟您说这鲤鱼 说呀芝杰 你怎么不说了 真看你这嘴挺挑呀 不是吃牛肉 就是吃鲤鱼 鲤鱼 什么鲤鱼 哪里来的鲤鱼 谁要吃鲤鱼 今天这酒的后劲可真大 俺 俺有些醉了 啊 驸马爷好兴致呀 这鲤鱼说杀便杀 不然呢陛下 留着过年嘛 陛下要不要来个鱼头鲜亮的紧 八雕你过分了呀 太尼玛的过分了 真来你大爷个鱼头 你是不是想造反 陛下您莫要生气 雕儿一定是不知道鲤鱼是能吃的 雕儿赶快给陛下到个浅 见识鲤鱼 那是写进国朝律的 吃不得 舅舅多虑了 我知道国朝律规定鲤鱼不能吃 但若是不吃 岂不抱点天物 你听点 你听点 他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明知不可为而为止 他这是故意跟朕作对 智智不宜道 变国不必法骨 陛下您可以看看 大唐河水中的鲤鱼 早已泛滥成灾 既不准民补 又不准民食 这本就是一条不合理的律令 百姓都特么的快饿死了 都不能捕捞河中鲤鱼 难道仅仅就是为了避讳 李姓变这般不人道骂 洋洋大唐 朗朗盛世 这鲤鱼比百姓的命还要金贵吗 陛下如此做法 和那世家与寒门的划分 又有什么区别 为国者 以民为基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卿 这些不是陛下一向的主张骂 陛下为了抚恤百姓 做个圣主明君 继位之后 连个殿宇都舍不得休 如今这如糟粕般的国潮 律废了又如何 哼 强词夺理 说不过你 俺 俺也觉得驸马爷说的没错 陛下一向盛名 俺相信陛下分得清对错 陛下若是能让百姓 逮鱼吃百姓得多高兴 咋的 这么快你就醒酒了 好了好了 这事容朕想想 今日吃鲤鱼之事 朕暂且不与你们计较 出来玩 心情最重要 接日奏乐 接日舞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 为水和冰掉三个时辰 符合咸鱼行为 奖励黑火药配方 你特么吓我一跳 这么久都没出现 我还以为你挂了呢 不过这次给了个黑火药 是啥意思 这是准备要让大唐武力 征服世界啊 今日朕有一件事 要向众位爱卿宣布 朕宣布从即日起 禁止捕捞食用鲤鱼的 国潮令付费 今后凡是何中之余 任何人都可随意捕捞食用 陛下今日这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怎么将 禁止鲤鱼的国潮令给费了 这你们便有所不知了 我听说前几日 陛下与驸马爷去 喂水和冰掉 肯定又是驸马爷 给陛下上课了 陛下受了打击 这才下令 废除这条律令 不管过程怎么样 但废除禁止鲤鱼的 国潮令与百姓而言 确实是好事一桩 驸马你对此是怎么看 陛下 臣打算开个酒楼 八雕你有病吧 朕问你怎么看 你他们的要开个酒楼 是几个意思 不对啊 这小子什么时候 破事还要通知朕了 这逼有诈呀 你堂堂驸马 又有芒牙商行 开酒楼作甚 岂不是与民争利 必然不是 陛下下令 废除这遭破律法 理应有人守当其冲 我身为驸马 当人不让 你小子有这么好些 行吧 便依你吧 不应该呀 这可不是李二的风格啊 想当初他想方设法 想在商行里插上一脚 怎么现在这么淡定 通过芒牙商行宣传 再以酒楼为主 定能让百姓 尝到鲤鱼的滋味 不然百姓们 带到鲤鱼 都不知怎么烹饪 没错 即使百姓一定会 为陛下的声名 感恩戴德 哈哈 应该的 这都是朕应该做的 为君者 当以百姓为重 等驸马爷酒楼开业 俺老曾定要前去捧场 有这雕儿的雏技 大唐第一酒楼 也算是有了名号了 好 到时候朕也去捧场 让天下百姓知道 这禁食礼遇的国朝令却失作废了 陛下 皇后娘娘突发起迹 什么 太医呢 快传太医前去立正殿 观音币 观音币 陛下你来了 观音币 朕来了 你会没事的 陛下放心 孙太医已属高明 臣妻无碍 孙爱卿 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皇后会突发气急 陛下 娘娘气急突发 但实则染病多年 究其原因尚未可治 那到底要如何医治 才能彻底治好皇后的气急 回陛下 气急无一只能施以要福 但也会落下病根 混账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大概还有多久 多则七八年 少则三五年 观音必随我携手一生 现如今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啊 陛下 臣等医术不如驸马 何不让驸马一事 或许驸马也有好的办法 对呀 朕怎么把这混小子给忘了 来人 快叫驸马过来 陛下 孙大人 别整这虚头八脑的了 八雕朕问你 你可有把握 治好皇后的气急 陛下 我还没看到人呢 若说有把握 那不是吹牛逼吗 不如让我先进内室 给皇后把脉再说 那赶紧来 你要如何诊治 陛下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叫悬丝诊脉 啊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还要装逼 朕允允许你到进前去 我什么身份 那普通的诊脉方法 能配得上我吗 放心吧陛下 必定是手拿把家 皇后娘娘 您是否咳嗽剧烈 时而窒息 时而凶闷 确实是气急 而且病症多年 每年入冬时 都会有所反复 彪儿所言即逝 每年寒冬都会有所不适 这几年倒是更严重了 如今适应627年 马上到年关 也就是628年 历史上的长孙皇后 身染气急 年仅36岁 便试试了那年 便是636年 也就是 还有八年左右的时间 还好我来了 一代贤后 命不该绝 难不成是因入冬才引起的 不 只能说入冬后 天寒地冻 更容易受到 冷空气的刺激 容易突发 那他妈咋整了 陛下你慌鸡毛 这病我能治 你说什么 朕的皇后你真能治 大惊小怪 头发长剑是短 毕 陛下 驸马说 说能治 观音 毕太好了 这混小子说能治 你听见了吗 陛下 臣妾听到了 钓儿说能治 能治好臣妾的气急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观音毕 陛下咱说 你们俩一个 皇上一个皇后 老夫老妻的 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这是公众场合 有点肉麻了 你这混小子 我与皇后感情深厚怎么了 你既然说此病能治 还不快给朕的皇后医治 钓儿 等宫就拜托你了 陛下放心 娘娘放心 交给我便可 若是彻底治好观音毕的气急 镇定重重赏你 我为娘娘 医治气急 应当应份 陛下断不必如此 镇之一言当笔九鼎 封赏灌不能少 好 白得的便宜 不要白不要 孙大人看好了 皇后娘娘的气急 是因受冷空气刺激 支气管毕的肌肉膨胀 支气管及细支气管 部分阻碍所致 所以我用针灸之法 为娘娘疏通经络 减缓刺激 使支气管 恢复正常 啥是支气管 啥是肌肉膨胀 陛下 你们先出去吧 你说什么 陛下 这里就交给雕儿吧 行医之术讲究的就是镜子 那咱们先出去吧 陛下他就这性子 陛下和娘娘感情深厚 是旁人羡慕不来的 你和乡城都是好孩子 乡城这孩子一向淡漠 你要多担待些 乡城贤良输得 娘娘言重了 如何 观音必此是怎样了 放心吧陛下 娘娘已然无碍 带我写个方子 每日三次 连续十日 便会大有好转 之后慢慢调理 就好了 哈哈 好 甚好 不过陛下 娘娘身患完疾 就算身体治好了 日后也要多多休息 不要可以吃蛋药饰量 娘娘身子 体虚不易过补 老师 母后的病可是治好了 太子放心 皇后娘娘已无大碍 多谢老师 不必谢 这是为师应该做的 皇后娘娘醒来了 皇后娘娘醒来了 观音必 怎么样 好点了吗 臣妾好多了 此事多亏雕儿 陛下可不能小气 得中赏雕儿 观音必放心 朕肯定不会小气的 这臭小子平时捞的油水可不少 哪次也没分镇一份 就知道坑镇 现在朕还得重重赏赐他 朕咋这么不平衡呢 娘娘放心 陛下深明大意 出手阔绰 自下中赏八雕 定会妥善保管 哼 奖赖账 没门 陛下前几日土拨赞谱 送来的珠宝 甚是不错 光泽鲜艳 浑然天成 陛下若是非要恩赏 你 你 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土 不愧我的大外甥 好样的 老师好友 献了献了 陛下 妖儿就之有功 你应重赏 赏 朕定然重赏 皇后娘娘 我已将两张药方给了孙大人 一张是治疗器级的 另一张则是补药 您千万要分好 妖儿有心了 娘娘客套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 娘娘现在身体欠佳 这立正殿虽好 可殿内寒气甚重 不利于娘娘恢复 这 既然如此 附近你说 朕如果修建一个行宫可好 修建航宫的话 户部银两倒是有富裕 不过恐怕会有人出言反对 不行 就算是为了观音弊的身体 朕这行宫不见也得见 朕这就去下旨 修建行宫 陛下 不可 相承 高明 好好照顾皇后 朕去去就来 伏击召集众臣 干部殿义士 母后放心 父皇身谋远虑 必是有父皇的一份考量 娘娘 这殿内却是阴冷 不是调养 但也不是 非要在建行宫不可 夫君说的 莫不是在这殿内多加炉火 不是 多加炭炉 虽能起意识作用 但其产生的烟尘 对娘娘身体伤害更大 此法不可行 老师所说的方法 莫不是不须炉火 便能让屋子有春日暖衣不成 没错 此法无毒无害 既然如此 快让陛下回来吧 莫要被这些大臣再惹出一声起来 刁娃 你这可是故意说一半给陛下听的 你这孩子啊 陛下走得太急 可是不能怪我 而此时 李二却是被一群大臣气得够强 朕不过就是想要建一个行宫 怎么就劳民伤财了 况且如今国库充盈 建立一个行宫绰绰有余 怎么就不行 是啊 陛下说的对 是啊 陛下自登位以来一直兢兢业业 从不大兴头目 此乃一代明君 是啊 长孙大人说的对 听说陛下风诗已久 宫殿却是早该修缮 是啊 杜大人说的对 承耀金你的娘的给朕闭嘴 陛下说的对 陛下 皇后娘娘派卑职传话 皇后娘娘说本宫虽疾病已久 可陛下要以国事为重 妾莫为了臣妾一己之私 兴建行宫 众位大臣皆是我大唐公姑 妾莫为本宫义人生了嫌隙 妾身虽为女儿身 但也愿与众位大人一样 皆为大唐虽死无害 皇后娘娘 真乃一代贤后 陛下对皇后娘娘 可真是情深义重 由此贤后 真当大唐姓氏 管阴毕 怎么回事 朕马上就要说服这群老顽固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 说服谁啊 你说服还差不多 无妨 不过是已经行宫罢了 等开春以后就暖湖了 哎 可是你这身子 朕实在不放心 当来年 朕定要把这皇宫全部翻修一遍 再给你建一个行宫 比这立正殿还要大 好好好 那臣妾就多谢陛下了 陛下 刚刚我还没说完 您便急冲冲的走了出去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雕儿有方法 即使不建行宫 也能让这立正殿温暖如春 哦 那该如何做 这臭小子估计是故意现在才说的 就是想看朕出仇 陛下 您三日后便知道了 你信不信朕他妈的给你一袋瓜子 陛下 不过三日罢了 况且 雕儿他还要准备准备 我们就等等吧 好啊 到时候朕一定亲临 定要看看究竟是什么 竟能让寒冬屋内 暖如春日 陛下 娘娘保重 我与香城告辞了 滚滚滚 我看见你脑挂人都疼 观音必今日如何 感觉好点吗 陛下 臣妾这病才好一日 哪有这么容易养好的 不过雕儿的药方着实管用 喝了之后浑身暖洋洋的 那便好那便好 就是不知道这兔崽子 所说的土康究竟如何了 也不知道主动来皇宫看看 哼 陛下 香城公主和驸马爷来了 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吧 陛下 这 啥意思 难不成还要朕亲自去请他不成 陛下 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观音必朕出去先看看 拔刁你好大的胆子 这是朕的后宫 你竟然带着这么多人光天化日 明目张胆地踏进来 当朕以为朕不会致你得罪吗 父皇您说这话可是冤枉驸马了 自从驸马昨日从皇宫回来 就茶不思饭不想的 绞尽脑汁才想到了一个土炕的方法 父皇您知道吗 儿臣看了都心疼得紧 为了母后的病情 我们夫妇二人可是一整晚都没睡好觉 这些人都是昨日为我们铸造土炕的匠人 又不是旁的人 驸马可是费了极大的心血才教会了他们 父皇您怎么还要治父马的罪呢 要治的话连同儿臣一同罚了吧 这还是朕的小棉袄吗 这他妈已经是漏风小马甲了 都怪你八雕 把朕的宝贝女儿抢走了 哼 别废话 赶紧滚进来 拜见皇后娘娘 门里 今日寒风甚重 难为你二人还要为本宫之身子跑来一趟 母后 这都是儿臣和夫君应该做的 八雕你不是说要给皇后修建的什么火炕吗 还不快点 别耽误了时辰 陛下所言极是 但那些工匠刚刚被陛下吓得不敢进来 我叫不动 哼 你他妈 感情你在这等着正呢 王德 将工匠都带进来吧 是 陛下 那就请陛下和娘娘一步 一会儿修整房屋 难免烟尘肆意 恐会伤了娘娘身子 夫骂爷 我们要在这里弃一个火炕吗 没错 皇后娘娘气急 受不得寒风 你们只管干活便好 剩下的交给我 事成之后 我不会亏待你们 是 夫骂爷 他们昨日不过采取了一座火炕 今日以来 竟已如此娴熟 确实如此 你可千万莫要小瞧了这些工匠 其实他们都是有大才的人 夫君何出此言 智人皆称 将者不过奇迹尹巧 三教九流之辈 可在我看来 将者皆是巧夺天功之人 不论是水车更离 还是土坯火炕 又或者是长刀铁盾 那一样离得开 工匠的能工巧手 若是没有将人 独具一格的想法创造 那我大唐 孔与蛮夷相差无几 归根结底科技 才是第一生产力 夫君何为科技 顾名思义 科学技术 夫骂爷霍康成了 您庆过目 好 比起昨日效率 更胜一筹 待会儿下去领赏 多谢夫骂爷 陛下 这便是火炕 这怎么燃起火来了 你叫我如何去做 莫不是在匡骗朕 陛下若是不信 那就请皇后娘娘 坐上去试一试 哼 莫要让朕的皇后去试 还是朕来 若是不行朕拿你是问 确实不错呀 陛下 妖儿这火炕如何 确实暖化 那臣妾也来试试 嗯 妖儿所言非虚 这火炕着实不错 臣妾坐上去之后 顿时便有了暖意 这下寒冬也不怕了 父皇 这副马起的火炕可还行 凑合用吧 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多谢父皇 赏赐不着急 不过火炕虽好 却过满则意 娘娘身体亏空 万万不能再炕上久坐 哦 还有这种说法 长期久坐容易引起阴阳失衡 内火旺盛 不利于娘娘调养 平日里更要多饮水 促进内分泌循环 好 雖儿有心了 父皇 母号 寒风东商 你们注意休息 儿臣跟驸马变相告退了 且慢 八雖你这件事做得不错 火炕甚是有用 陛下过誉了 八雖 朕得甘露殿年久失修 这殿中寒气甚重啊 朕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可要好好珍惜啊 那陛下要好好保重龙体 啊 朕保重你大爷 朕准许你把朕的甘露殿也起上这火炕 那今日你带工匠闯入后宫这事 朕就不予追究了 陛下如今年官僵制 匠人们又劳累过重 有话直说吧 别跟朕斗圈子 陛下总要有所表示才是 您身为大唐天子 岂能白战匠人们的便宜 朕身为大唐皇帝 难不成还要占大唐百姓的便宜 凡事给朕起火炕者 朕重赏 陛下大气多谢陛下 不过今日时日一晚 陛下还是改日吧 朕谢你三日内 给朕的甘露殿起上火炕 滚吧 夫君 你不要老是惹父皇生气了 陛下龙体安康 健壮得很 确实也不能全怪夫君 驸马爷 驸马爷 咋的了 你被狗撵了 慌慌张张的 驸马爷今日几位国公前来参观火炕 说要请您给他们府上也修建几个 他们在府中啊 没有 卑职说驸马爷和公主殿下一大早便去了皇宫 几位国公便走了 说明日来找驸马爷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哪次夫君制造出新玩意儿 几位国公都来得几块 明日怕时又来争抢夫君了 无妨 修建火炕而已 如今这些工匠已经十分娴熟 那他们再叫受一些工匠便好了 哎 国公爷 国公爷 您不能进去啊 哎呀 你别怕呀 俺老成与驸马爷啥关系 你还不知道吗 怕啥的 成胖子明明是我先来的 这火炕已经先给我府中修建 你们起个消停点吧 几位国公 驸马爷还没起 你们去会客厅等一等吧 驸马爷 俺老成和你的交情当属最深 今日之事你可得帮帮啊 俺可是带着后礼来的 后礼 昨日俺家两头牛不知怎么就打起来了 打着打着就都死了 俺老成不敢毒食就给驸马爷送来了一头 你家的牛也够倒霉的 鸟儿 舅舅府上卧房甚是寒冷 你看这 驸马爷我府上也不难喝 黑炭头你说话归说话 猜俺脚了知道吗 成胖子 你别在这冤枉人 陛下驾到 怎么 诸位也是来找驸马修建火炕的 回陛下 陈等听说驸马爷修建的火炕效用甚好 所以一大早便来了 嗯 八雕起的火炕确实不错 不过他已答应要先给朕修建 你们且等几日 各位国公 这修建火炕的工艺不难 何不将各府的工匠集结在一起 游会修建的几位工匠 统一教授起步更好 对对对 还是雕二聪明伶俐 这火炕一出属实暖和不少 老夫的身子都比往日舒服了不少 自然 坐在这火炕上再吃上一顿火锅 绝对是人生一大妙事 这火炕之法修建简单且造价低廉 要比火炉暖和不少 若是将其推广全国 大唐百姓就不再受寒风折磨之苦了 雕二所言极是 若是将这火炕推广至全国 我大唐百姓从此再也不受寒风侵扰 没错 明日便传令严厉本 由公布牵头 将火炕之法传以百姓 务必让大唐百姓全都注上火炕 陛下声明 诸位爱卿 可由本上走 陛下 由公布牵头 户部拨款的火炕工程 已推广至各个州的 火爆异常 成效甚妙 百姓赞不绝口 陛下 我户部已将银养波至芒芽商行 且公布所推的火炕之法由户部补贴 大唐上下进阶拜谢圣上之恩 好 甚好 此时你二人务必亲力亲为 惠民惠国之大事 不得有误 是 陛下 此事八雕一事有功 可有想要的恩赏 陛下 火炕虽能利民 但微臣也不过是为 一己之私谋取利益 当不得奖赏 你不要朕还不想给呢 此件事了 诸位爱卿 若是无事就回去吧 陛下 臣有本奏 近日以来寒风骤袭 这几天更是下起了鹅毛大雪 如今京畿道上皆被大雪覆盖 京畿道各地百姓出行受阻 多有不便 而且好一些百姓的房屋 都被大雪压塌了 陛下恕罪 臣等公布众人才输血浅 鱼队非常 对于这大雪着实无从下手 这天降大雪乃是自然所为 更别提近即日雪事愈来愈大 严大人虽是朝中重臣 却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如何能与上天作对 更何况这天降大雪也算是吉兆 所谓瑞雪兆丰年 这倒也不得不说严上述 确实是一心伟名的好官 在他人看来不过如此的小事 他都要全力示唯 未雨绸缪 严尚书所言即是 既然雪祖惊机 各位爱卿可有什么良策 好啊 这一开口便一个个成了哑巴 难道我大唐满朝文武 竟连一件小事都解决不了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个感觉 这该死的熟悉的感觉 二子一会肯定要找我挑事 我得好好想想 怎么才能把二子的小金库 炸一炸 而且我好歹 也是大唐驸马爷 当朝正二品 还有绝位在身 理应付一些责任 顺便还能赚点二子的钱 何乐而不为 八雕 你说这经机到大雪交通受阻 你可有什么方法 陛下此事不过小事儿 呦 这逼可让你给装圆了哈 朕满朝文武皆是无能为力 你却只道不过是小事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那此事便教育驸马 若是无能除血 朕可得治你的罪 无妨 银两到位皆是小事儿 驸马爷还是年少轻狂 学灾自古有之 除了灾后重建 哪有那么好办理 陛下 雕儿自入京以来 不论文才义或是武功 何时让我等失望过 想必雕儿如此言论 必然有其道理 俺老成懂得不多 但只要是驸马爷出马 俺老成就没见他失败过 何比你们这群 只会咬文嚼字的老匹肤强多了 八雕正在问你一遍 你可是真有办法解决此事 不敢说是手道擒来 那也是个手拿把架 好 八雕对我大唐献祭 无数皆为良策 朕且再信你一回 但是倘若是你未能解决此事 朕便致你个朝堂之上 口出狂言之罪 以警效由 陛下所言即是 倘若我未能解决此事 甘愿受罚 二字但凡你能有一回战上风 那都算我输 好啊 既然驸马如此凶有成主 那不如跟朕赌上一睹如何 嗯 你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上赶着给我送钱 不要都对不起你的诚意 呵呵 陛下难免有如此雅兴 不知陛下想要与我赌些什么 不如就与朕赌上 芒牙商行的半年税负怎样 陛下乃大唐圣君 竟还瞧得上 陈这半年税负 那你败如何 陛下五年税负如何 若是我赢了减免 芒牙商行五年税负 哈哈哈哈 发达了 这回他们彻底发达了 整整五年赋税 照着芒牙商行现在的发展速度 五年之后搞不好都富可敌国了 八雕这把你栽到朕的手里吧 好啊 五年税负便是五年税负 你倘若失败又如何 倘若除雪一事 未能解决 这五年内我芒牙商行赋税翻倍 哈哈哈哈 好 那便依你所言 朕与你赌这五年税负 若是成 五年内朕分文不收 若是不成 臣愿五年内交双倍税负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退朝 驸马爷 何时如此着急 我要除雪 蛤 除雪这么着急干啥 您是驸马还干着事 这就不用管了 你看看这个 不愧是驸马爷 仅是简单的铁叉 到了驸马爷手中 都如同巧夺天宫一般 不过也有点像铁蝉 不过就是 简单的几个工具 怎么就 巧夺天宫了 莫要高抬我 我也不过就是 一瓶常人 这工具虽然简单 但既然是驸马爷所化 那肯定就不简单了 多多啊 你这偶像 滤镜太重了啊 狂热粉丝要不得 对了 我记得演场 还剩了些废弃矿盐 可还在 没错 之前确实剩了一部分 废弃矿盐 就在演场 驸马爷要这废弃矿盐作甚 南部城也是用来除血 你说的不错 用盐除血 砸除 咸死他 这就要从他们的成分 说起了 盐的成分是绿化钾 血就是冰冻的水 而将盐撒在雪上 可以降低水的凝固点 不用片刻雪 变化成水了 鹿化钾是什么钾 是一种铠甲吗 鹿化钾 凝固点 莫不是两个人 你只要知道我能用这盐除血便是了 去把大批量做出来 再把盐给我拉过来 卑职明白 夫君 你又在忙什么 在忙 我与陛下对赌的事 对赌 就是夫君与父皇对赌 清除荆棘大雪之事 夫君可是有了法子 当然 你夫君是什么样人 你还不了解吗 这次不让皇上裤衩子都提不上 那都算我心善 夫君 你莫要如此欺负父皇 夫君这是官盐吗 非是官盐 这是溶血盐 盐化血为水 水不成冰 夫君这溶血盐果然神奇 竟真能将盐化水 而这水 竟真没有结冰 那是自然 也不忘我一夜未眠 溶血盐的出现 也就注定了巴雕当为这场赌注的赢家 而书家里二 还在宫内沾沾自喜 然 败局已定 陛下 如今宫部与兵部已将经济到各地积雪清除完毕 被血压他的百姓无赦 也已修缮完毕 不错啊 宫部除血有功 严爱卿更是冲在一线 理应嘉奖 多谢陛下 臣等不敢贪功 此时多亏赴马爷的溶血盐 以及兵部各位同僚的鼎力相助 不错啊 此时巴雕也算有功 兵部各处也出了力 独赏 前几日朕曾亲往朱雀街 见公布众人与民共同出血 百姓皆是自发前来 朕一时心有所感 君如舟 民如水 谁可再舟亦能复舟 关与民意如事 得民心者刻意为官 失民心者何足道哉 而等今后都要谨记 切莫以权势 欺压百姓 鱼肉相礼 臣能紧急 西江击宝 吐伯打箭 哈哈 好 甚好 不愧为我大唐将士 竟如此神勇 伏击 你且念语诸位大人听 是 陛下 上个月俗定放将军率军 与苏皮大军相战扎那 凭借从驸马爷这里 学得的一手车权阵 以三千唐军铁骑大败 苏皮八千骑兵 大大凑败了苏皮大军的士气 苏将军和裴将军 果真是少年英雄 此战大圣 也让周边诸国赶到我大唐军威 震慑小小 哈哈哈哈 不错 不过就是彼安老城还差了一些 城老匹富好不要脸 估计你弱势去了 连路都找不到 出来干停 自从朝中传来吐伯捷报后 狸儿大喜过望 特批八雕可以不用早朝了 得以清闲后 八雕居然一头扎进了芒牙村 而且谁也不见 驸马爷悲职来了 将这纸上物料备集 你亲自去 莫要让第二个人知道 是 驸马爷 也不知道黑火药 现在现实对大唐究竟是好是坏 算了不管了 这头猛兽 必须由自己亲手释放 才能占得先机 穿越一招总不能 真的无所作为 好歹要为大唐后世 留下稳定的根基才行 Open Fire 驸马爷咋的了 打雷了 没啥事 我在研制黑火药 黑火药是何物 人贵 这黑火药可是好东西 攻坚力气 此物破坏力极强 人贵莫要靠前 这泥马的也太恐怖了 这是什么神仙手段 呵呵 黑火药的威力 果然名不虚传 人贵此事须保密 目前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卑职明白 驸马爷 我等刚刚听到这里 好像有句大响声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事 刚刚是我再搞实验 辛苦兄弟们 跑了一趟 驸马爷严重了 若是出了事情 您随时传唤卑职 人贵 去让钱多多 准备点清单上的物料 马上过年了 我给你们制造点好玩的 驸马爷 这 这是 少爷这玩笑有点开大了 您这不是变得戏法吧 这是烟花 多多一会 回到工业区 我将图纸与配方 交给你着手生产 但要保密 习父你咋的了 大过年的 咋不高兴呢 傅黄卓人脱了口信 今晚在两一店 摆除夕宴让我们同去 只是去宫中过除夕而已 你为何不高兴 我昨日去看望母后 从中听闻 父皇想邀请黄祖父参加今夜除夕宴 但黄祖父却言辞拒绝了 哦 这样子 太上皇决绝 也算情有可原 虽然他谅解了陛下 但有些事有些人 有些场合 总会令人不由自主回忆过去 黄祖父拒绝参加除夕宴 父皇忧心忡忡 母后听闻后跟着警示难安 就连气急进也中了几分 我是担心母后的身子 傅君你一向足智多谋 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免得母后忧心此事 茶饭不思日间销售 好 小事一桩 此事交给我便是 多谢夫君 今晚你先行进宫 我随后便到 表弟 今晚除夕宴我们不参加吗 是啊 雕兄 我们去不去倒是无所谓 你若不去 估计陛下又要动气了 嘿嘿嘿 肯定雕兄想我们来 想跟我们几个共度寸 啊 那个 除夕 你给我滚犊子 撕唇别撕 到我身上来 主要是今日有件小事 需要你们跟我去办 好好好 此事交给啊 你就放心吧 表弟放心 此事就交给我们了 若是什么家国大使 咱们可能插不上 但搞这些旁门左道 偷鸡摸狗的事 咱们几兄弟 那是信手您来 参见驸马爷 不知您这是 我们来给太上皇请安 劳烦通报一声 驸马爷稍候 为职前去通报一声 不见不见 谁来都不见 回禀太上皇 是驸马爷求见 你说是谁 是驸马爷 发掉 让他进来吧 拜见太上皇 怎么是你们几个臭小子 过来看证这个老头子做什么 难道又是镇那不孝子 让你们请证进攻啊 太上皇您误会了 俺们是觉得太上皇 您这行宫实在偏僻 想来没什么好玩的 所以特来紧尽孝心的 真就喜欢这安静地界 没人来才好呢 太上皇我们几个 实在没地方去了 外面太闹 我们来您这躲清闲 俺都好久没搞了 今天得搞个痛快 这是何物 回太上皇 此物叫麻将 来 谁先治头子 俺先来 俺先来 几人坐在台桌上 自顾自的玩了起来 李渊嘴上说喜爱清静 但这行宫中都是美女 没有交心的人也没有热闹 看几人打了几圈之后 看得李渊欣痒痒得很 让朕也来试试 怎么 难道你们今日过来 就是陪朕这个老头子 来打麻将的吗 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 这是何意 什么叫一开始的时候试 现在就不是了 妖姬 呵呵 你这臭小子 竟敢框震 太上皇何出此言 自打来了 您的寝宫 我可未曾提过一句除夕宴 只是觉得这行宫颇为偏僻 因此我们兄弟几人才来 这里躲清静 太上皇有所不知 今日我等确实奉了口谕 想要请太上皇陆宫 参加除夕宴 太上皇放心 俺等就算炕子 也不会求您去 请来说说 今日除夕晚宴 众多朝臣皆会出席 诸位皇室子弟也会前往 歌舞气奏 热闹非凡 如此一来 怕会引起太上皇 您心中之感伤 真乃当今太上皇 想要什么没有 难道还会因此而感怀不成 太上皇心胸 宽阔自视不会 我们也随心而来 定不会强求太上皇 再者说 于这打打麻将 岂不快栽 这臭小子说的话 到底是几分真几分假 不过 人真有这么可怜吗 这几个小辈都担心 朕去了之后心里有落差 受不起 既如此 这除夕宴 朕还去定了 太上皇 万万不可 俺就是炕子 也绝不强求太上皇 还请太上皇三思 哼 就要再阻拦 朕今日还飞去不可了 走 随朕去两一殿 参加除夕宴 陛下 今日除夕宴 您还是不舒服吗 管阴币 朕无事 香儿 吊儿呢 母后 儿臣也不知 扶君此时在何处 但是扶君可能会给 父皇和母后一个惊喜 扶姬 你可知八雕去哪了 陛下老臣不知 不过今日晌午 春儿出去了 想必他们应该在一起 管阴币 八雕这小子好没良心 朕摆出夕宴 他却不知道 与长孙冲他们几个 跑拿鬼混去了 莫不是不给朕面子 好你个八雕 今日除夕朕设下晚宴 你竟还敢迟到 可真是不将朕放在眼里 怎么 雕儿去接朕了 你连这一会都等不等 参见父皇 陈等 参见太上皇 怎么 看到老夫就这么不高兴 怎么还都哭了 简直跟娘们一个呀 若不是雕儿去请朕 朕真的是懒得看你们这副哭哭啼啼的样子 行了 都免礼吧 满座大丈夫竟是女儿姿态 父皇 您请上座 罢了 朕坐一旁就好 让雕儿坐朕身旁来 小兔崽子 你可给朕的老爹陪好了 不然朕饶不了你 太上皇 臣等敬您一杯 哈哈 太上皇果真好酒量 俺老成自愧不如 就你那三杯的酒量 岂能跟太上皇相提并论 真是不知好歹 太上皇 微臣敬您 书宝 这些年为了大唐江山辛苦您 如今天下也算安定 好好疗养身体 莫要让旧纪拖垮了身子 谢太上皇关心 臣遵命 参见太上皇 这杯酒臣两人敬您 你们都是我大唐的公骨 由你们辅佐老二 朕也就放心了 太上皇言重了 能辅助陛下这样的明君圣主 是臣等的福气 要是苏定方是你的弟子 是太上皇 听说苏定方大败吐蕃 不错 你这大唐君神 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太上皇谬赞了 为了江山设计 从军哲理应竭尽全力 李渊到底还是放不下他这儿子啊 三言两句 便替他那不孝儿子李二 收拢了几分人心 真听闻你小子可是个顽主 不目功名利禄 不求家官进爵 没事听听取 吊吊鱼 吃吃喝喝 逍遥一声 岂不快哉 倒也不错 逍遥畅快人生乐事 难得你如此年纪 竟有这番觉悟 天下得到了有什么用 没了 父皇 儿臣敬您 父皇您有所不知 如今大唐外壤四夷 媚安百姓 东突厥和梁氏都 皆被大唐所灭 如今未有赶犯大唐江谱者 不错 你倒是证明了你自己 证明了你的能力 还有八雕播种出来的土豆 煮熟即食 而且母产高达五十时 我大唐百姓再也不用受饥饿之苦 不仅这般 像是月前八雕所著火炕之法 还有玻璃 皆是玉寒保暖之神物 我大唐百姓此次不畏严冬 还有还有 八雕这小子 竟能夏日生兵 以炎化血 可是把尔臣给气坏 高兴坏了 妈的 怎么特么的这些事 都离不开八雕这魂小子呢 咋就没有是因为朕的英明神武干的事呢 鸟儿 明日你也给朕研究出些小玩意儿来 毕竟朕那行宫可是颇为无趣 没问题 这都是小事 八雕给诸位准备了一份大礼 诸位大人可愿随赏光 鸟儿定是准备了大礼 舅舅我一定要看看 走 朕陪你去看看 算朕一个 诸位可是 睁大眼睛瞧好了 这是你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场景 开跑 啊 甚好 叉子烟红 美不胜收 陛下快看 鸟儿这份大礼可真是绝妙 八雕 这便是你准备的大礼 正是 此物乃是烟花 烟花美 甚美 看着这烟花 真感觉这年味更足了 来年我大唐 比较更加繁盛 孙爱卿 你且看看这是何物 陛下 这可是除夕夜所燃放之物 不错 确实是烟花 这是朕差人去芒牙商行带来的 你且看看有何想法 陛下 驸马爷果真神通广大 机智过人 竟能将火药与此相结合 真是妙哉 原来果真如此 罢了 你且退下吧 来人 随朕出宫 八雕你可知火药为何物 这个我当然知道 哼 朕不知你是如何制出火药的 但你将火药用于烟火之中 可有想过其中危险 陛下所言极是 不过您放心 芒牙商行 卖出去的每份烟花 都附赠着说明 就是以防出现不测 火药姿势重大 需要慎重 朕要你限制烟火出售 只能为皇室所用 另外 朕想为皇后定制一些烟火 可又不妥啊 儿子 你变聪明了 你不让我赚钱 还问我 有什么不妥 陛下要为娘娘定制烟花 自然可以 不过若是陛下想要 限制烟花出售 在下树南从命 你啥意思 不如这样 八雕可为娘娘特制一批烟花 但今后陛下 不要再提黑火药的制作 与使用怎么样 那你可能保证烟花的安全性 可以 好 若是真能如此 朕便如了你的意 但你也只能制作烟火 若为其他 必须经朕同意 此事便依陛下 还有明日早朝你必须到位 要是那边恐怕有些疑难杂政 陛下 你是皇帝啊 朝堂上有问题 不应该你去处理吗 你叫我去有鸡毛用啊 莫要跟朕废话 朕让你去你就得去 诸位爱卿 可有本上奏 陛下 臣有本奏 去遂寒冬 我大唐军马受损严重 而如今我军扩建速度非常 军马储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下所需 臣请奏陛下 拨出一笔银两重建养马区 大规模培育军马 提高军马储备 自古以来衡量一个国家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 主要就是看一个国家的骑兵 骑兵强则军强 军强则国强 正所谓行天莫如龙 行地莫如马 马者 甲兵之本 国之大用 军马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质量 倘若质量低下 那再多的人也不过是乌合之重 毕竟大唐未来几年还需不断征战 陛下 李将军所言极是 军马之重臣也明白 但恕臣直言 户部银两已然不多 养马区所需银两甚大 户部实在无能为力 待大人依我所知 年前剿灭东突厥和梁师都 户部收缴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如今竟是没有银两建造养马场 李将军 户部确实输缴了这些银两 但去遂知识天寒地冻 其中火炕 玻璃 除雪等药士 花费了户部绝大多数银两 如今确实所剩无几 要是莫及 爱爱卿所言非虚 确实如此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好法子 陛下 既然户部银两所剩不多 兵部又急需战马 何不效仿汉文帝鼓励民间养马 再颁布政令 凡是能为兵部提供战马者免除劳役 如此便能两者兼顾 杜大人民间虽可养马 但也只能用于一时 且民间中人专业欠缺 养出来的马质量参差不及 更别说是作为军马与将士共同作战 谋以为此方法不妥 必须重建养马区 培育真正的良居 李大人 不是户部不给兵部拨款 实在是户部捉襟见肘 银两欠缺啊 哎 我这个户部尚书太难了 巧富难为五米之吹 就从来没拥有过钱 反倒还欠富马爷大笔营子 我太难了 戴咒的几句肺腑之言 显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文臣和武将炒作一团 文臣这边小嘴巴巴 唾沫横飞 反光武将这边除了娘西匹之类的话 也无从反驳 恨不得冲上去大干一场 够了 你们身为国之公骨朝廷要员 一个个的在这朝堂之上 宛若泼妇一般 可是让朕好瞧啊 臣等治罪 朕让你们出谋划策 你们连屁都不放一个 但凡朕说话重些 就知道认错治罪的 这套都特么跟哪学来的 如此看来 巴雕这臭小子确实招人稀罕 先别说气不气人的 起码这脑子就灵光 巴雕 对呀 这小子有钱啊 巴雕 店中都火烧没毛了 你倒是自在逍遥 此时你给朕拿个主意出来 梁菊本身要求极高 而能够胜任战马的 当以高寒地区所产军马为最佳 而条件如此严苛的高寒之地 即能够符合豢养战马的地方 又少之又少 李尚书刚刚所言即是 若是想培育粮居 去专业的羊马场 效仿汉文帝 只能缓一时 却不能缓一世 军马培育一世 的确不能耽误 而一名羊马替代军马此举 确实不多 不过户部银两 的确如带尚书所言 所剩不多 驸马爷 去遂之时 户部三番两次拨款 便明镇灾 陈等想要建造羊马场 还需驸马爷出把力才行啊 不错不错啊 这代咒真是上道 不枉镇这影帝级别的演技 这次若是不趁机 敲上八雕两把竹杠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镇这属于羊谋 八雕你小子想 避都避不过去 跟镇完心眼 你还是太嫩了 呵呵 出力这事 那是自然 嗯 八雕你此言当真 军马乃军中要事 我自然该是鼎力而为 多谢驸马爷慷慨解难 臣不胜感激 哈哈哈哈 不愧是真的驸马 十大体 懂大局 陛下重建羊马城 所需的建造费用 羊马费用等 一切耗资 芒芽商行 一力承担 但是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好 只要你替镇将这羊马厂建成 镇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既然是建造羊马厂 想要培育两马 居位置绝佳之地 而这最佳的羊马厂地 莫过于草原 陛下只要将草原的一部分草地 无偿给臣使用 代马匹成年以后 由户部出资买走 之后分配各军便可 好你个臭孝子 莫不是早就盯上了镇的草原不长 镇说你这次怎么答应的如此干脆了 原来在这等着镇呢 二子你给我完羊毛 那我就改名强 我看你答不答应 这个臭小子 又把镇给坑了 此时暂且这么定下 退朝吧 驸马爷慷慨解难 老臣不胜感激 代大人严重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陛下将草原 话不给我了一部分 驸马爷解决了兵部军马之事 莫将不胜感激 李将军严重了 也不算我帮助兵部户部兵部与我 合作共赢罢了 驸马爷 太轻六步 陛下你有事啊 八雕你这般急切 欲往何处去啊 这刚下早朝 你说我应该去哪 自然是回府了 嗯 回府啊 朕看你今日尚未成教 想必便是成这个东西吧 看起来甚是奇特 其名为何呀 你都看见了还问 不就是又看上了 我的二八大杠吗 还绕这么多的弯子 陛下慧眼 此物我称之为自行车 自行车 正是臣所制造的 这辆自行车 不仅出行方便 低碳环保 还能强身健体 亦受延年 既如此 让朕来试试这自行车如何 陛下恕我之言 这自行车掌控起来极为困难 若非是武艺高强者 皆不能有所掌握 陛下你小脑发育 若是不够完全 还需小心才是 八雕你啥意思 你骂朕哪 还是瞧不起朕 朕帅逞杀场十余年杀敌无数 武艺高强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难道还驾驭不了这一辆自行车 行行行 你牛逼 你来 这是非常的感觉 陛下消息 陛下 你谋事吧 没事 八雕 你看看你整日盗弄着破烂万一 这都什么东西 一点不安全 骑之前我告诉你了 你小脑发育 不完全注意点 你自己骑的时候不稳当 摔了就跑过来怪我 陛下 我方才可是提醒过您了 陛下 江城倒是会骑自行车 而且十分娴熟 要不要让他叫叫您 哼 不过区区一架小车 朕还想扶不了他 哈哈 不过如此 陛下 登登魔将 嗯 卧槽 他妈的 李二净趁我放松警惕 光天化日的顺走了 我的二八大杠真是太尼玛 不要脸了 这是也特么能干的出来 冰宝陛下 草原传来急报 东突爵鱼党正逐渐向草原潜息 不日抵达 好一个东突爵鱼党 朕没对你们赶尽杀绝 居然还赶回来 真是好大胆子 诸位爱卿 你们此事再如何处理 陛下 东突爵狼子也信 其行径当诸 是啊陛下 东突爵鱼党想要重回草原 定是想要卷土重来 俺以为必须将他们全部留下 陛下 让俺率军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传阵旨意 自今日起于突爵崖障原 遗址建设安北都护府 镇守草原 凡是胆敢犯我国徒者 随缘必诛 李静你身为兵部尚书 觉得谁能胜任安北都护一职 回禀陛下 微臣以为安北都护一职 离警李孝公能够胜任 而且 既然突爵鱼党想要夺回草原 此时因极客命其率三万大军 前往东突爵草原 设立安北都护府 清除东突爵鱼孽 防备北方铁勒诸布 此时刻不容缓 李孝公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 他曾担任 李静徽下副将 一身无意高超 尤其擅长 行军打仗 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且李孝公也是皇室宗亲 其本人性情豪爽 待人宽恕千让 李孝公出任安北都护 即刻率军出发 东突爵鱼孽 格杀勿论 以缩岭水为界 警告铁勒诸布 若胆敢再犯我大唐将徒者 格杀勿论 此时倒也不必太过担心 此时返回草原的 都是灵星不愿接受铁勒诸布 周边的些许部落 估计等 李孝公率军赶到 他们也就吓跑了 这次由李孝公出马 此次战斗 也算是十拿九稳了 八调 如今东突爵鱼孽已被驱逐 这羊马场建造仪式 可以提上日程了 放心吧陛下 此时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好 此时交给你办 朕甚是放心 终于可以将八调 这混小子支走了 让你整个什么破车 让朕丢脸 赶紧滚蛋 朕眼不见为敬 七日后八调亲自带队 率领钱多多召集的 一大批工匠 与马关北上草原 途径方舟 福州等地 穿过原大梁都城朔方 也就是如今的下周城 再向北走几日便进入草原地区了 不料下周城灾民遍地 而八调刚到下周 刺史刘正会便前来参见 刘大人前来找我 有何贵干 驸马爷老臣有事相求 还请驸马爷帮帮下周百姓 不知刘大人所为何事 驸马爷应该也看到了 如今下周境内灾民遍布 皆因聚碎的两场天灾 两场天灾 既然下周有困难 刘大人为何不上报朝廷 陈之罪 继续说 聚碎下周战乱 下周城又被污水和淹没 下周城境内良田尽湿 百姓们刚熬过去一阵 却又赶上去随大雪 时至今日百姓们颗粒无收 苦不堪言 自寸 百姓怨声载道 纷纷对朝廷失去信心 原本老臣想自己解决 不愿麻烦朝廷 可谁知 事情早已无法控制 既如此 你何不向朝廷请求救济粮 驸马爷恕罪 微臣以为 救济粮只能救济一时 而不能救济一世 下周粮田本就不多 如今又因洪水 大雪粮场灾火消失殆尽 纵使救济粮能救助百姓一时 但下周耕地水土流失严重 一再也无法播种 百姓们最终还是无处可去 既然下周缺少粮田 百姓生活没有保障 何不让百姓们随我一同出发 前往草原地区另谋生机 驸马爷 您的意思是 去遂东突决大军被我大唐剿灭 大批牛羊无人看管 乌德建山地界 更有良田可以开墾 安北都护府 新设不久 草原地区正是缺乏人口之际 若是招收下周灾民 前往草原 不但解决了刘大人的问题 更解决了朝廷的问题 驸马爷此计是妙 老臣感激涕零 刘大人先别高兴得太早 自古以来 中原百姓故土难离 安土种迁 若是南迁还好 如今想要让他们随我前往草原 难免要废些口舌 此事就交给微臣 这下周成良田被毁 不知何事才能恢复 如今就算迁往草原 也总比在这活活饿死要好 灾民迁徙 还需时间准备 得尽快向朝廷拨发救济粮 人贵你带着我的书信 去面见陛下 是 驸马爷 参见陛下 把阿雕差你回来 所谓何事 陛下一看便知 混账东西 朕信任他 让他任下周此事 他就是这样给朕当的插吗 辅今你来宣读 这是为何 刘大人怎么办出这样的事 下周境内 灾情如此严重 刘正慧为何一直并未成上奏折呢 刘正慧可真是朕的好臣子 下周已灾民遍地 他竟敢如此欺瞒 当真可恶 陛下 雕二向来击免 向来定不会坐无准备之事 既然信函已被带到 并是有所良策 薛仁贵 八雕派你回来 可是有了解决之法 回禀陛下 确实如此 依附马爷所说 这是要将下周受灾百姓 迁居到草原上 既然下周好一心农田 已不再适合耕种 照驸马爷所想 将下周灾民 牵制无德建善 将剿灭东突厥 福获的大批牛羊 交给他们看管 倒也不错 是啊 既替下周灾民谋求了一条生路 又为安北都护府的草原建设提供了大量人口 此举一箭双刀 那要在 伏击 你一起来说说 此事应该如何 陛下 微臣以为雕二所举方法 可行 如今下周城灾民遍地 救济粮虽刻不容缓 但也只能解一时之急 何不按照雕二所说 迁徙下周灾民到草原上 毕竟偌大的草原地区没人发展建设 也是太过于浪费了 即刻调集各处救济粮 不往下周救济灾民 至于灾民迁徙草原一时 由八雕全权定夺 他的意思便是朕的意思 还有解决了下周之事后 让刘正辉回京述职 若是没有合理的解释 朕绝不饶他 今日开州放粮 一人一份 人人都有啊 大家千万不要挤 大家有序排队 一个一个的来 近几日 我等都在这里为大家施州放粮 大家千万不要争巧 驸马爷和刘自使 已经向朝廷上做了此事 朝廷很快就会带着粮食 来帮助大家了 驸马爷提取我等 我等不上感激 多谢驸马爷 多谢刘大人 多谢驸马爷 多谢刘大人 这些灾民真的很容易满足 只要有一口吃的 不被饿死 有一身穿的 不会冻死 他们就会对当权者们 感激涕零 只要给予他们 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便可 但这是大唐的悲哀 是朝廷的耻辱 当权者本就不该 让这些淳朴的百姓 受这等苦难 驸马爷 已经武士了 我们也该用膳了 好 驸马爷您这是去呢 刘大人不是说 该用武膳了吗 可这是去城外的方向 正是如此 怎么这周难道我等 喝不得 喝的喝的 驸马爷 还请等等老尘 给我也来一碗 驸马爷 这都是给灾民们吃的 宁贵为驸马 卑职者 无妨 你承上便是百姓喝粥 我也喝的 给本官爷承上 今日下周知难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礼应与民共苦 驸马爷 如今已开城不周 下周闯到百姓们 也算是能填上一分肚子 可万一 怎么还有什么不妥 万一陛下不允灾民亲至草原 这可如何是好 陛下乃当世圣君 爱民如此 怎么会不同意 刘大人与其担心这个 不如想想陛下 会如何致你得罪吧 驸马爷 卢国公和恶国公 今日便要到了 好啊好啊 有两位国公到此 下周百姓总算是有救了 哈哈哈哈 驸马爷 俺老成和御池匹夫来也 驸马 我二人奉陛下旨意 特来携入驸马爷 于乌德建山为 下周灾民建设存镇 陛下还让俺带领 下周百姓发展畜牧业 同时在乌德建山 开垢土地 种植土豆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道 那这一路上 便有劳两位国公了 刘大人你尽快将救济粮发下 并告知下周灾民 若是想跟着我 北迁的自有朝廷护送 届时生计可循 舍舍舍 驸马爷 老臣这就去 这就去 很快灾民们便收到了官府的通告 只要愿意跟随八雕北迁 朝廷会为众人人提供干粮 种子并帮助修建屋舍 协助开垢农田等 灾民们得到消息 喜出望外 纷纷表示愿意同八雕前去 为何如此慌张 报复马爷与两位国公 我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一股突厥骑兵 特来禀报 报复马爷 两位国公 我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一股突厥骑兵 特来禀报 什么 怎么还会有突厥人 李孝公不是已经江东突厥 赶尽杀绝了吗 哼 这帮突厥人来得正好 老子已经好久没有杀过突厥人了 你可知其人数多少 装备如何 回复马爷 我等见其装备蓝绿 人数大约有不到千人 复马爷 两位国公 那股突厥散兵已经冲过来了 这群畜生 俺老成还没找他们 没想到自己找上门来了 爷爷非得为他们尝尝 我暗宣花府的滋味 复马爷稍等片刻 末将区区就来 人贵你且带兵 前去相助 务必将突厥 赶尽杀绝 切莫放走一人 龙泉风摧毁停车场 灭了这支突厥骑兵后 芭蕉他们继续向乌德剑山行进 半个月后抵达乌德剑山山下 驸马 卢国公 德国公 末将收到陛下旨意 知道驸马爷要为下周栽民于乌德剑山修建村镇 特意带来牛羊和帐篷支援驸马爷 好的少爷 驸马爷 不知找末将有何吩咐 恶国公 我想让你去拢右道一趟 如今乌德剑马场已经建成 是时候将军马带到草原培育了 末将领命 驸马爷 这种事您居然交给黑炭头去办 俺老成不服 俺可比黑炭头靠谱多了 成胖子 谁不知道你做事粗心大意 这差事交给你 那些军马搬路就都得跑了 你个黑炭头 说谁粗心大意办事不劳你 俺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 来来来 看你欲止眼也打不死你 驸国公停停停 我还有别的事交由你去办 而且此事非你莫属 到底是什么事 竟然非俺老成不能行 此事只能驸国公所知晓 原来如此 那就请黑炭头 哦不 请恶国公先出去吧 哼 出去就出去 与此同时吐蕃的战斗却陷入了将军 土玉魂国主慕容浮云反抗大唐之心不死 欲与吐蕃结盟被松赞干部果断拒绝后恼羞成怒 遂派兵攻打吐蕃 慕容浮云真是好大的狗胆 真以为朕的大唐是你捏的不成 这慕容浮云真是一根脚屎棍 眼看着就要拿下的吐蕃政权 竟被这蛮子给搅了 当真是不知死祸 陛下 土玉魂此举不仅搅乱了吐蕃战局 更是对我大唐的挑衅 绝不可轻饶 陛下 土玉魂狼子野心 骑行当猪 慕容浮云既然敢插手吐蕃战士 那就得付出代价 不然诸国皆以为我大唐人人可欺之 要老臣说 就该直接领兵灭了土玉魂 让慕容浮云还敢在我大唐面前蹦的 吐蕃如今已是我大唐将土 岂能容他人作乱 众爱卿所言即是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慕容浮云竟如此不开眼 单找朕的麻烦 朕就得让他知道 明犯强唐者 虽远必诛 秦书宝 侯军及经令 朕命你二人领军十万 即刻前往土藩池园松散干部 务必将土玉魂所有军队 给朕消灭在吐蕃境内 末将领命 朕记得八雕还在草原上呢 辅迹你这人传令八雕 程咬金 御石工三人向雅安城集结 与秦书宝回合 驰援吐蕃 微臣领命 驸马爷 长安传来吉令 陛下有旨 令驸马爷 卢国公和恶国公 即刻前往雅安城与异国公会合 驰援吐蕃 好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少爷 可是吐蕃战况有所变故 土玉魂突然对吐蕃用兵 松散干部无力招架 请求援助 少爷 那苏定方和裴行俭他们 他们无事 战况虽急 但他们暂无生命危险 不必交集 你去李济将军将两位国公请来仗中议事 是少爷 驸马爷 出了何事 如此着急的让人贵将我们换来 是啊 俺老城刚刚正和黑炭头比试马术 差点就要赢了 如今可不是赛马的时候 二位国公一看便知 慕容府允这老灯活的不耐烦了吗 俺老城定要宰了他 土玉魂真当我大唐铁骑士尼捏的 竟敢犯我朝天位 当真该死 二位国公暂且息怒 当务之急 要尽快赶往雅安 与秦将军会合 驰援吐蕃 走 俺老城这就去土玉魂杀了那慕容小儿 许久危上战场 我的铁边早已饥渴难内 李将军 我们走后 乌德剑山的安全便交由您手了 驸马爷客气了 只要背驰还有一口气 乌德剑山便绝无插驰 两位国公回去收拾行囊 半个时辰后 赶往雅安 慕容府允无耻小人 肆意妄为 我等不如率军指导黄龙 抄了慕容府允的老巢 如此定能重创土玉魂 到时候就算慕容府允不想退兵也得退 先前吐蕃战报 土玉魂兵分两路进攻吐蕃 向来土玉魂所剩兵力已然不多 定阻挡不住我十万大军的兵风 没错 到时就让俺老城当先锋大将 砍了慕容府允小儿的脑袋 杜拓 如今我军从长安拔设至雅安城 大军已经疲累 况且吐蕃战日急切 我等若率领大军直奔土玉魂 时间上怕是来不及 若是罗歇城有事 咱们如何与陛下交代 楚杂城距离雅安城最近 或许咱们可率军拿回楚杂城 切断土玉魂东路大军的退路 进个攻退可守 与其攻打楚杂城 还不如率军前往罗歇城比较好 如今柴少还有苏定方等人 仍在罗歇城中 土玉魂大军恐是已逐渐逼近了 我们应该先去罗歇城与柴少等人会合 再赏议对策 报告将军诸位大人 土玉魂急报 金杂城已被攻破 土玉魂大将军慕容张率领 五万大军兵领白碧泽城城下 白碧泽城可是罗歇城北部最后一座城池 是的将军 不仅如此 土玉魂又增派了三万大军与慕容张会合 如今白碧泽城下已汇聚了土玉魂八万大军 白碧泽城危在旦夕 白碧泽城乃是罗歇城北部最后一道防线 一旦白碧泽城被迫 土玻微矣 少爷兵贵神速 不如让我先率兵先行 池圆白碧泽城 切莫心急一朝不慎 落入土玉魂的圈套 岂不是正中敌人下怀 柴将军已率兵支援白碧泽城 但也被慕容张困在了城内 白碧泽城生死一现 那我们必须改到池圆白碧泽城 不然他们变危险了 没错 我们不能再拖了 就让俺老城先走一趟吧 但事急从缓 稍后片刻 哎呀 驸马爷可别急把等了 咱们再不去 土玉魂的狗东西一旦攻破城池 柴老匹夫可就完蛋了 诸位将军若是相信巴雕 此战便全权交于我来负责 定不会辜负诸位将军的信任 驸马爷足智多谋 文韬武裂 末将愿意听从驸马差遣 驸马 你就说吧 只要能让我干仗让俺老城去哪都成 末将也愿意听从驸马指挥 秦书宝听命 末将在 我命你率领兵两万 驰援纳驱城 与吐坡将士 共遇土玉魂 末将领命 成鸟金 遇池宫听令 末将在 我命你二人领兵两万驰援白狼城 不得有误 末将领命 侯军及听令 末将在 我命你率四万大军 走关路前往吐坡 动静搞得大一些 吸引土玉魂大军的注意力 末将领命 薛仁贵听令 末将在 你跟随我率领镇武军 直奔白壁则城 达慕容张各措手不及 解白壁则城之威 就我大唐将士 于水火之中 末将领命 各位将军 按照既定计划 速速出发 诸位保重 驸马也保重 报告将军 之后传来消息 达汤已派兵来院 达汤派了多少援兵 现在到哪了 辉将军 达汤共派了四万援兵 母亲已经过了摩托地区 知道了 将军 唐军已经派兵来院 我军是否还要继续进攻白壁则城 唐军不过刚刚过了墨托 等他们到这里 白壁则城早就被本将移为平地了 况且不过区区四万唐军罢了 翻不起什么浪花 说不等本将可以将这四万唐军一网打尽 让大唐知道我土欲魂的厉害 将军果然身谋远虑 莫将钦佩 既然唐军援兵已经出发 那我们必须尽快拿下白壁则城 给唐军来一份大礼 传令三军将士 准备攻城 莫将领命 慕容张果然留有后手 他手中还有一半是并没有派上战朝 不过我们城内也有养金蓄锐 未曾出战的两万将士 若是按照这种节奏 慕容张奈何不了我们 现如今只能继续拖了 一直拖到我大唐的援军过来 我已经派人去西江亚安城了 估计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慕容张蹦打不了几天了 这唐军也不过如此 凭借本将六万大军 白壁则城必破无影 将军所言极是 唐军在大将军面前 不过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不过若是能将这唐军却降 于本将而言 又是大功一切 城上的唐将听好了 我乃土鸡魂大将军慕容张 今亿我土鸡魂大军 必坏他平白壁则城 而等何不速速投降 效忠我土鸡魂 本将军保你们富贵一生 何必为了吐蕃 白白丢了性命 你看看你身后的将士们 你忍心让他们战死他乡 为松赞干部陪葬吗 慕容张老啊 就凭你也想让爷爷投降 简直白日做梦 区区土一魂 但玩小国 也能与我大唐相提并论 真是皮肤汉素不自量力 慕容张 你不必在此浪费口舌 若是战 我们接着便是 但死的只会是你 而等只会成口舌之力 希望一会本将攻破城池 将你们踩在脚下时 你们还能有这等骨气 禅我命令 即刻攻城 今月我要将这白壁则化为一座死城 大将军 土鸡左右两翼传来消息 由两股唐军突然出现在土鸡境内 一路在那取城 另一股白狼城 兵力多少 两股兵马分别两万人左右 前与莫托纳对唐军毫无关系 该死的唐军 竟敢跟本将军耍花招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果真奸诈狡猾 将军现在该如何 明金收兵 先行回营再谭攻城 撤 撤军了 四处反藏必有妖 也有可能是陛下派来的援军已经到了 莫容张得到消息 这才匆匆回了营 唐军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那取城 还有一路去了白狼城 若是被吐蕃军与唐军里应外合 我吐玉魂两路大军为矣 而等可有什么办法接此困局 将军 我军在那取城和白狼城部署的兵力 足以坚持到我们攻破白壁则城 待我们攻破之后 再支援也不迟 将军 莫将以为 我们应该向那取城和白狼城分别持援部分兵力 若是两一大军被唐军打败 急电我们攻下白壁则城 兵临罗歇城 亦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若是派军持援 我军兵力不足以攻下白壁则城 若是如此 攻占罗歇城 生情松散干部的计划定会失败 白壁则城的唐军与吐蕃守军 一是强武之谋 即便分兵 莫将也有信心攻下白壁则城 你们两人分别派兵以外 支援白狼城和那取城 务必将大唐援军拖住 这两万军 派刚刚攻过城的将士去 让他们边赶路边休息 莫将领命 传令三军 一个时辰后 强攻白壁则城 金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将城门给本将咬开 莫将领命 本将军还想多留他们几遇 既然大唐援军都来了 那金玉便提前送他们上路吧 大将军 不好了 大死不好了 什么事情竟如此慌张 若是扰乱了军心 本将定砍了你的脑袋 将军 死汤军 汤军 汤军 汤军怎么了 你指汤军突然从卧军后方杀过来了 什么 大将军 我们快逃吧 还想逃 今日我让你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胆敢犯我强堂 你死 你嘎 还好驸马也持缘即失 我军伤亡不大 不然 苏兄裴兄 你们可有受伤 劳学兄挂念 好久不见 我等无碍 就凭这些土玉魂蛮军 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 自然 两位兄弟武艺高强 土玉魂这些虾兵蟹将 自然不是你们的对手 如今白币则成 困层次威已破 四万土玉魂大军进阶被剿灭 土玉战局已定 不错 但土玉境内的白狼城和纳曲城 仍有土玉魂大军围困 现如今情况一时不容乐观 无妨 这次陛下派遣了十万援军 有四万大军 由侯军及将军所率领 还在路上 以令纪国公 率两万大军持员白狼城 凌城将军和御池将军 率领两万大军持员纳曲城 想必问题不大 若是如此 白狼城与纳曲城因此无忧了 不过 这白币则成只留下了土玉魂四万军队 还有两万铁骑被慕容章派去白狼城和纳曲城 既然白币则成已无恙 那便在派遣两支军队前去支援 务必将土玉魂大军全部剿灭 薛仁贵听令 命你率领镇五军 一致四团前往白狼城 持员纪国公 务必将为王拓拔红和其所率的五万大军 斩于城下 末将领命 苏定方 培行简听令 我命你二人率领镇五军 五至八团前往纳曲城 持员玉池公和程鸟金两位将军 务必要让天保王慕容西率领的三万大军 埋骨于纳曲城下 末将领命 柴将军 有见识 我一直不解 驸马请说 末将定字不不言 根据吐蕃战报 吐玉魂联合阳 同级苏皮旧贵族 结结败退 但据我所知 吐玉魂和杨同级苏皮旧贵族的联军 也不过二十万之重 而我大唐与吐蕃联军 足足二十五人 两军人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吐玉魂一方又是守城战 而吐玉魂皆是强攻 怎会被吐玉魂打低 毫无还手之力 驸马您有所不知 吐玉魂我大唐联军固然有二十五万兵将 超过吐玉魂士兵数量 但吐玉魂却并非铁板一块 你的意思是 此战松战干部坐镇后方 但其众伯求偿并为一心向着吐玉 更多的是为一己之师 杨凤英为暗地中八部的吐玉大败 好投降吐玉魂 原来如此 王国灭种之战 竟不知率兵抵抗 却时时想着背信技艺 投靠敌军 当真是软骨头 不知廉耻 若不是这群人在其中所遂 唐吐二十五万大军 何惧吐玉魂二十万军 本来前往白币则成的是吐玉其他两个部落 但这两个部落的囚长却千方百计的拖延行军 无赖之下只能由我等三人率兵前来 是何人 是其利罗部落与伯兰干密部落的囚长 这两个部落各自用兵三万弹却薄情寡义 只有收刮钱财食材之道卖力 而土域魂军队一来便避之不战 若非如此 哪会到这种地步 这两个杂碎早晚的事 柴将军 你派人走关道 尖将正在赶来的侯将军接来 末将领命 谁是其利罗 大胆狂徒你是何人 竟敢在大殿放肆 无乃大唐 驸马八雕 你有问题 驸马爷请上座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为什么唐军为吐蕃出生入死 而有些人却拥兵观望无动于衷 吉利罗 你来与我说说 驸马爷小人知错了 但小人也是身不由己 那你便说说 你错哪了 又是如何身不由己的 驸马爷当时吐蕃战况危机 小人也是为了部落数十万族人着想 若是小人部落三万大军全部战死 那我族人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小人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族人 你部落的族人是人 我大唐将士便不是人了吗 小人知错了 小人知错了 既然知道错了 那便杀了吧 赞普 你以为如何 全平驸马爷定夺 你们不能杀我 我为土不顾辞兴劳 兢兢业业 你们凭什么杀我 八雕你个心狠手辣的小人 我部落三万大军是不会放过你的 松赞干部你个无能小儿 竟然任贼做父 土不早晚毁在你的手里 店中的人你们听着 我的下场就是你们今后的下场 恶毒的唐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赞普 请问柏兰家弥酋长在哪里 驸马爷 柏兰家弥就在城外驻地 这四几日都没上朝 估计还在等着土玉魂大军杀到好趁机投降 连罗歇城都不进了 只能说这起利罗太倒霉 也不如柏兰家弥有脑子 赞普 这柏兰家弥该不该杀 该杀 驸马爷可要我派人去传话让他入城 不必 让他们去就好 人贵你与苏定方去趟城外驻地 将柏兰家弥嘎掉 若有人阻拦 格杀勿论 末将领命 赞普 不知这柏兰家弥和起利罗 两个部落的位置在哪 求驸马爷开恩 这两个部落的百姓都是我吐蕃族人 还请驸马爷饶他们一命 驸马爷您大人有大量 百姓是无辜的 驸马爷 这都是起利罗和柏兰嘎弥的错啊 怪不得部落里百姓的头上 驸马爷 其利罗和柏兰嘎弥两人确实最大恶奇 但部落的百姓们确实无辜 不知驸马爷您 你们莫要误会 我只是单纯的 想问一问 这两个部落酋长皆已备展 部落还是迁道 罗歇城比较好 赞普 我罢雕人质易尽 希望你也要拿出诚意 我给赞普七日时间 七日之内 还请赞普将吐蕃兵权 全部收归罗歇城 并交于我 如果有谁不想将手里的兵权交出来 的话也无妨 各自回到自己的部落 整军备战即可 我会亲自率军前去 到时候可别怪我巴雕 翻脸无情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交出兵权 那不等于是要了我们半条老命 不同意这该死的巴雕 就要带兵去你家走一趟 这谁受得了 诸位 这兵权 赞普 我围龙愿意献上兵权 只求部落百姓安定吐蕃万圣 我脏泥布也愿献上兵权 还是巴雕的手段高明 不光杀了柏兰嘎米和启利罗两人 还震慑了吐蕃的所有酋长 登报陛下 吐蕃打箭 辅马也欲亲书包 后军纪 称妖精 欲吃拱四位将军 日夜简称吃愿吐蕃 嘴中欲掰比则称 那去称掰浪称 劝谏突欲混十六万打军 哈哈哈哈 好 甚好 不愧我大唐将士 二徒骨魂在我大唐的铁蹄下 犹如皮肤 还有朕的好驸马 不忘朕对其悉心指教 如今已是有了朕当年的几分风范 哈哈哈哈 陛下 突欲混十趁秋剑 宣土欲混使臣 敬见 土欲混使臣 拜见大唐陛下 陛下 慕容浮云克汗向陛下请降 还请月幕 慕容浮云想要与我大唐请降 正是 我朝克汗愿意向大唐投降 只求大唐能放过我朝臣民 陛下 土欲混狼子野心齐心当初 臣以为我大唐绝不可接受土欲混的投降 应是下令出兵踏平土欲混 如此便无后顾之有矣 李将军 我朝克汗是诚心向上国投降 并无歹心 还请李大人明鉴 放过土欲混无辜百姓 可笑至极 土欲混在我军进攻杨童时 竟出兵偷袭吐蕃 掠夺土欲混大片土地 不仅如此 更是抢逼土欲混 要处死我大唐三位将士 如今竟还敢向大唐求和 真是无耻之由 若不是陛下圣名 派遣驸马也等诸位将军持援土拨 恐怕土拨早已改朝换代了 将军息怒 虽然克汗确实下令攻打土拨 但他再三叮嘱 不可伤害土 为百姓 至于三位将军之事 都是慕容章一人的计策 如今他已扶诛 与慕容辅允克汗无关啊 陛下 土欲混投降 臣以为其中必有七小孩 请陛下三思 克明 你觉得应该如何 陛下 李敬将军所言非虚 但如今土拨大胜 土欲混十六万大军也进戒辅助 如果继续派军攻打土欲混 难免会损伤兵将 倒不如给土欲混一个机会 接受土欲混的投降 但是必须要对我大唐俯首称臣 如此兵不血刃 拿下土欲混 岂不美哉 克明言之有理 多谢大人 多谢陛下 我朝定会向大唐俯首称臣 绝无二心 陛下 微臣以为土欲混求降之心也算真诚 但仅此而以上且不够 不如这样 接受土欲混的投降 但必须交出军政大权 将土欲混并入我大唐 从此之后再无土欲混 朕可以接受 吐骨魂投降于我大唐 但必须将军政之权交出 土欲混也必须并入大唐 慕容服云可愿意 可汗早已告诉小使 接受交出军政大权并入大唐 好 那朕便答应土欲混的请降 谢陛下 土欲混一事既定 大军继续在土欲停留也就没了意义 于是李二修书一封 差人快马加鞭传令给八雕 让他率军回朝 陛下有指 土欲之战 各为将军绝功胜伟 振兴胜威 可封贤杨俊公八刀为振国公 从一品十亿八千户 对大唐坚定之臣 拥有先斩后座之权 封松赞干部为土欲次使 总领土欲行政之权 随着赵书的宣读 吐蕃朝堂上的一众酋长皆是神色各异 大唐众人 对八雕更是佩服 八雕如此年纪 竟已跻身国公之位 由此也能看出 李二对八雕是有多么的器重与信任 这刚多久啊 就城镇国公了 二子只真能硬塞啊 我就想 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 咋就这么难 不过这次二子挺大放啊 居然给了先斩后奏之权 驸马爷 土欲魂使臣已经在半个月前向陛下投了详书 陛下让卑职告知驸马爷 让驸马爷即刻率军回朝 你是说土欲魂一早便派了使臣赶往大唐 目的就是主动投降 是啊驸马爷 听说这土欲魂的使臣还应了陛下的要求 说是将军政两全全部交与陛下 还要并入大唐 之后再无土欲魂 你回去告诉陛下 我暂时不会回朝 土欲魂狼子野心 其土欲魂克罕慕慕荣服允 更是野心勃勃之辈 我要亲自去一趟土欲魂 见见这位克罕 驸马爷 陛下这边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你回去复之便可 克罕 大唐陛下确实是如此所说的 与克罕所猜测的相差无二 好 大唐皇帝答应就好 如此我土欲魂无忧矣 克罕 汤君突然窗入土欲魂 如简一攻下多马城 多马城被攻 哪来的唐君 回可汗 此打掏驸马把牛 他率领五万大唐天七一路西极 一攻下多马城 大唐驸马 八雕 你确定大唐陛下 已经答应本克罕的投降了 千真万确 大唐陛下亲自应允 而且在陈回城时 大唐陛下已经派人 将消息传给了大唐驸马 想来他应该是知道了才是 八雕是知道了 但是他不停有鸡毛用啊 怎么偏偏是这个杀神 这是不打算让我们活了 如今我福其城中 可用之兵不足两万 如何与大唐五万大军抗衡 你们觉得此事该如何 可汗 既然这大唐驸马 已经来到土玉魂 不如派人去一趟多马城 向其求和 那就依大司马所言 派小可汗慕容秋 亲自去一趟多马城 问问八雕究竟想要做什么 驸马爷 土玉魂小可汗求见 让他进来吧 拜果臣子慕容秋 参见大唐驸马爷 土玉魂小可汗 找本驸马 有何事 回驸马 土玉魂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可汗让我前来向您请教 究竟如何才能求的大唐的原谅 如何才能放过土玉魂的百万臣民 我的条件其实很简单 您说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一定会答应驸马爷 让慕容拂允 亲自前来找我谢罪 剩下的室友 我向他交代 只是你的话怕是不够格 驸马爷 我土玉魂愿意向 驸马爷献上大量的珍珠财宝 也愿意献上我朝美人 只求驸马爷退兵放过土玉魂 而且我朝市自愿交出军政大权 一心想要效忠大唐 归于大唐绝无二心 如果你只是来说这个的 那还是请回吧 让慕容拂允 做好准备 过两日 我亲率大军去福四城找他 驸马爷两日 两日后 我定给驸马爷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只有两日 这八雕真是好大的胆子 真是不把朕放在眼里 土玉魂亲自向朕投降 这魂小子竟然派兵攻打人家去了 这岂不是将朕置于不义之地 朕刚刚封他为朕国公 便敢抗旨了 真是好的很啊 看来真是朕太过纵容他了 等着混账小子回来 朕一定要重罚他 那个陛下 雕儿肯定有他的想法 按照他的心性 并不会胡作非为 心性 这就是他八雕抗旨不尊的理由 这就是他八雕率军功 打土玉魂的理由 陛下 驸马爷为人大胆却心细 也更不是鲁莽之辈 微臣以为驸马定是有所思虑 房大人所言即是 驸马爷绝对不是 做出无端抗旨行为的人 恐是对土玉魂求降的目的起了疑心 这才莽撞了些 陛下 驸马爷足智多谋 想必是驸马爷觉得土玉魂形式诡异 想要试探一番土玉魂的诚意 陈以为李将军说的不错 土玉魂向我大唐主动求和 但其真心难料 驸马爷此举虽有诗篇妥 但也能理解一二 你们休要替这魂小子求情 等他回来镇咬他好看 退朝 这大唐驸马他当真是这么说的 是的 可汗 大唐驸马还说 还说如果富汗不去亲自谢罪的话 就 就亲自率领兵马来扶骑城找富汗 好啊 真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本可汗是这土玉魂的王 是一国之君 这八雕竟然如此欺辱本王 竟然让本王亲自前去谢罪 真当是 真当是气煞我也 可汗 这八雕不将我土玉魂放在眼里 更不将可汗放在眼里 我土玉魂一定要与其血战到底 死战不休 一定要让他知道 我们土玉魂虽败了 但也不是任人欺辱的 可汗 微臣以为可汗还是要亲自去一趟多马城才好 大司马 你竟然要可汗亲自去多马城给那个唐人谢罪 你是想要背叛土玉魂吗 想要与大唐驸马来应的 才是置土玉魂于死地 大唐驸马深得大唐陛下器重 其人更是桀骜难选 这从抗旨不遵便能看出 死人手腕很硬 心性坚定 怕是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 所以如果可汗当真不想前去多马城的话 这大唐驸马定然会说到做到 亲自率兵踏破土玉魂 微臣以为这大唐驸马想要可汗亲自前去的目的 就是想要知道我土玉魂归于大唐的真心 不然的话 想必他也不会冒着抗旨的风险率兵前来了 而且刚刚小可汗说唐军进驻多马城 并没有叨扰百姓 如此看来大唐驸马并不是尸杀之人 你是说这大唐驸马还是不相信土玉魂 不相信本可汗 正是 毕竟可汗先前共派出了16万大军进攻吐蕃 而这刚刚战败便向大唐陛下递了降书 相必他不信也是能够理解的 好 那便一大司马所言 明日本可汗便启程前往多马城 经自给他谢罪 可汗英明 可汗能缩能伸 此乃大丈夫 英明个屁啊 神特们能缩能伸 能缩能伸个勾吧 大唐驸马爷 久仰大名 慕容服允可汗 正是在下 你可知我为何要你来此 驸马爷是担心我归入大唐后藏有二星 对大唐不利 所以才特意来到此处试探我等成星 既然你归于大唐是成星 那么我要你 现在便交出土玉魂的军政大权 你可否答应 答应 我答应 三日 我只给你三日时间 三日之后将军政大权交由我手 土玉魂便可继续存在 谢父马爷圣恩 幸好你攻打吐蕃的时候 下令不得伤害百姓 不然你有一万个头也不够我砍的 今日我不单单要收了土玉魂军政大权 还要改一改土玉魂的政治制度 从即日起 剥夺部落首领 对部落百姓的生杀与夺大权 只保留管理部落的权利 各个部落的土地和牛羊等牲畜 按照人头分发给部落百姓 而土玉魂部落的百姓 只需每年赴税即可 驸马爷您所说的这个政策不是稳妥 我们凭什么要把土地和牛羊分给那些建民 没错 这些建民的命哪里有我们的命珍贵 就算不能打杀他们 但也绝不把土地分给他们 大胆 快来人 快将他们拖出去 不必了 其一 这政令我是通知各位 而不是跟各位商量 其二 今日福四城 只有我四人前来 若是有想法的 尽管放马过来 若是等我迈出福四城 你们可就没有机会了 驸马爷多虑了 谁若是再敢有任何意义 我慕容福允第一个不答应 多谢驸马爷高抬贵手 无等代替土玉魂百姓 感谢驸马爷 如今土玉魂百姓 皆是我大唐子民 你们要记住 只有心系百姓 才能长治久安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无等谨记驸马爷教诲 我虽不是仁慈之辈 只要不触及 我的底线 我便不会轻易出手 不过若是胆敢 犯我大唐疆土 虽远必诛 无等必定是死效忠大唐 驸马爷这手段高啊 给一天早再打一棒子 慕容福允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侯将军 这里便交给你了 莫将定不负驸马信任 班师回朝 驸马爷甩冰冰 令父气称 突语混可汗慕容 夫允秦子轻嘴 而后将军政打劝 与后军纪将军交捡万笔 不仅如此 驸马爷还该割了 土语混的夺向政令 驸马到哪了 惠陛下 按照骂称 此事驸马应该兴致半路了 嗯 下去吧 不愧是我大唐的驸马爷 竟让土语魂克汗慕容 服允亲自前去谢罪 如此胆破威势 真不多我大唐的威名 没错 想必这土语魂还想拖延交全时间 却没想到被驸马爷给直接拿下了 哈哈 真是痛快 痛快啊 雕尔形势果断 此行不仅平复了吐蕃战乱 更是直奔罗西城下 将土语魂军政大权夺了过来 实乃大功 大功 八雕不给朕惹气兽 就算是八雕最大的攻击了 也罢 既如此朕便给驸马一个机会 朕就不追究他抗制一事了 但关于收归土语魂军政大权一事 此次就算是他将功补过 不予加讲 既然土语魂已将军政大权交了出来 那便封慕容浮云为土语魂刺史 掌管土语魂行政之权 封侯军级为土语魂都督 总领土语魂军权 府级安排一些官吏 分别前往吐蕃和土语魂两地 协助松赞干部和慕容浮云处理政务 军权便分别由柴绍与侯军级掌控 李靖将大唐西江防线 推进至吐蕃与土语魂西江 重新部署防御 好你个臭小子 偷偷回了长安城 竟然不知道找朕先行复命 跑回府中躲清闲来了 陛下这大军都还在后面 等着两位国公率兵回朝 我现在复命算哪门子是 朕堂堂大唐天子 这么关心你这魂小子竟不知道谢恩 雕尔此行绝功甚伪 先是凭了吐蕃战乱灭杀土语魂十六万 接着又马他土语魂拿到了军政大权 真是年少有为 少年英雄 舅舅谬赞了 这都是大唐将士们的功劳 雕尔当不得 八雕此行固然有功 却也有过抗旨一事岂能轻饶 陛下我这不是抗旨 我只是讲给大唐百姓一个交代 既然是土语魂主动归降并入我大唐 那他们便需要无条件服从大唐 这军政两权脱不得 只要军权不能掌握在朝堂手中 那边不能算是归降 另外八雕 你是不是一点都不把朕放在眼里 陛下您说这话啥意思 你别跟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朕问你 为何你制作出这文箱来 却不给朕送过去 这文箱还是朕在皇后那里才知道的 陛下可能是误会了 陛下九五之尊 我怎么可能不将陛下放在眼里 你少给朕打岔 朕问你为何不给朕送去文箱 陛下 我其实是给陛下准备了文箱 在哪呢 你给朕准备的文箱在哪呢 是这样的 本来是给陛下准备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毛子里的文字也很多 所以便将剩下的文箱都放在毛子里 妈的刀呢 朕的刀呢 陛下莫要生气 叼耳不是那个意思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他竟然敢把朕的文箱放进毛厕 拔掉你好大的胆子 有什么不对的吗 毕竟这不是不够用了吗 陛下息怒 叼耳不是那个意思 而且叼耳这不是正在给陛下做这个文箱吗 等叼耳做好便给陛下送过去了 只不过是陛下来得快了些 叼耳还没准备好 舅舅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在做文箱 再说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还没来得及呢 朕不管 你若现在不给朕文箱 朕便不走了 就住在你这秦府 王德 陛下我这妙小留不住 你这真佛 不如这样 我送您一箱文箱 再请您吃一顿饭 陛下觉得如何 可不能再进里二了 看这架势 随时都要背过气去了 我可担待不及 那得去芒芽酒楼 行行行 你说去哪就去哪 你定眼大行了吧 这也太好吃了 伏计 今日你找朕所为何事 为什么我家陛下一碰上吊耳 就容易缺根筋呢 这都他妈的二半野了 你刚想起来我找你有事 糟糕的家伙 你真的很糟糕 陛下 微臣是想与陛下商讨一下 关于金碎官吏审核方面的问题 伏计 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陛下 如今我大唐百姓安居乐业 四海平定 国立日渐兴盛 可谓是贞观圣事一步为过 哈哈哈哈 不足道也不足道也 伏计继续说 陛下 虽然大唐已是越来越强大 但各地官吏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意识不断加大 所以金碎官吏考核便尤为重要 万万不可于武德年间一般 官吏考核随意敷衍了事便罢 若是如此 必将给大唐造成无法磨灭的创伤 伏计说的没错 金碎官吏考核一定要严加审查 绝不能敷衍了事 官是护明之本 若是大唐官场败了 大唐江山也就败了 驸马不知道你对此事有何高见 如今大唐确实需要尽快严明官吏考核制度 而且刻不容缓 哦 详细说说 首先以史来说 隋朝除了隋阳帝一直施行暴政外 及官吏考核不严而导致的励志腐败 也是促成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点一直被世人忽略 隋阳帝暴行将隋朝所有政治贪腐全都压盖了 其次 以当下来说 如今大唐内外部政治军事环境稳定 又是发展的上升时期 此时官吏罪易滋生腐败 而治安之本 唯在得人 因此官场 清明尤为重要 如果不仅快严明官吏考核 并将其落实 不知道在暗处会滋生多少肮脏误会 所以此事宜快不宜慢 宜众不宜轻 不错不错 不愧是朕的驸马 八雕阵问你 你觉得该如何做到官场清明 我觉得至少要做到两点 其一 要建立完备的考核机构 由专门的官吏 负责官吏考核事宜 由立部上书 直接掌控 舅舅是立部上书 任此职位 再合适不过了 此时有辅纪把持阵放心 八雕你接着说 考核官吏 由京师到地方 都要设立严密机构 且每次考核 由中书省 门下省 上书省分别派人协助 相互协助 完成考核 这样可以令考核 官吏之间 相互牵制 相互监督 而又不相同属 防止迅思舞弊 如此倒是不担心官官相互 互相包庇了 其二 便是要明确考核类别 将官吏考核 细分为内考与外考 亲王级别的 中书门下官吏 京官三屏以上的官吏 外官嘟嘟以上的官吏 由陛下直接考核 以免此类官吏 以权势压人 由陛下在 谁还敢权势压人 四屏以下的京官 与外官 由考核机构 分别考核即可 考核与审查 逐级完成 定会减少贪腐情况 雕儿不愧是我的外甥 什么你的外甥 这是朕的驸马 八雕 除了建立完备的考核机构 和明确考核内外 两个类别这两个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 关于官吏考核的具体措施 你一起与朕说说 有 快说来听听 待说完后 朕便不追究你将朕的文箱 放进茅厕一试了 这都过去多久了 感情 你还记得这件事呢 再者说我都已经 将文箱送给你了 还请你来芒芽酒楼 大吃一顿 你还还撕咬着 不放有点过分了啊 糟糕的家伙 你真的很糟糕 雕儿快将你的想法 与舅舅说说 陛下舅舅 那我便接着 刚刚的那两条往下说 除了前面两点之外 我觉得 关于官吏考核 至少还要做到三点 其三 考察的年限 与时间要做具体规定 将考核变成经常性行为 每年一小考 四年一大考 如果将官吏考核 变成经常性行为 那就可以极大促进 各个官吏的办事效率 如果是长此以往的 进行经常性考核 还能极大筛选 更有能力的官员 能力不足地 便在考核当中淘汰出局 办法是好办法 不过可是苦了 我这把老骨头了 要是这么做的话 我的工作量 可是要翻翻了 外观的考核结果 分为两份 成帝力部 与御史台分别审核 随后统一合并 减少逊思舞弊现象 好 甚好 继续说 继续说 四考核标准的制定 分别对品德和才能进行考核 以四善二十七罪 为考核标准 四善是对品德的考核 二十七罪 为才能考核 综合评定后 将考核结果分为九等 前三等加官进决 中三等首期本职 后三等解任 或进行惩罚 五考核外观时 一定要主政实际 各周到手握 军政大权的官吏 每三年平调一次 避免拥兵自重的情况出现 好 甚好 极好 八雕所言所语 朕心甚畏 听君一席话 如同一席话 受教了 陛下 舅舅谬赞了 伏击安排一下 明日朝堂之上 将这制度拿出来讨论 八雕明日你也上朝 我来朕提刀砍死你 啊 今日朕一直在想 精髓官吏考核 应该如何执行 是该延续救治 还是推陈出新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建议 这死干萨 这杠过两天 后日子 陛下你 就给那么来这一处 我真的服了 陛下 如今恶大唐内外南丁贝兴福祖 臣以为管理靠河 以示延续救治即可 陛下 微臣复义 我朝官吏考核制度 沿用已久 若是贸然更改 怕谁有所不妥 陛下 如今大唐刚刚稳固 正是发展的上升期 本来官吏人手便不够 此时整顿励志 怕会人心涣散 阻碍我大唐发展 延续救治 延续什么救治 延续随朝政治腐败 官吏贪腐的救治吧 陛下 陈等绝没有一拳谋死之死 陈等冤枉 为大人莫要血口喷人 都起来吧 为爱卿只是救世论事 你们几个慌什么 陛下 陈以为如今大唐四海平地 又并入了土包与土御魂 官吏复杂 凡多确实应整顿一番 玄灵此言深得振兴 辅机 将昨日你提写的官吏审核制度宣读一下 其一 建立完备的考核机构 由专门的官吏复责 官吏考核事宜 其二 明确未别 将考核分为内考核外考 你俩可是真有意思 这不就是将我说的完全照搬了吗 连一个字都没改 纯纯白条吗 长孙大人所宣的这几项考核制度 臣以为大可 陛下 若是按照刚刚长孙大人所言 清明立志不再遥不可及 长孙大人心思缜密 我等远不及也 陛下 臣既然为吏部尚书 让大唐立志连接清明是微臣的侄子 好好好 朕有辅机辅佐 当围着大唐之幸 大唐百姓之幸 李二他们几人是高兴了 但殿中却还有一批人脸都快绿了 从此之后官员的灰色收入彻底断绝 甚至考核不合格会丢失官职 在场的官员没有傻的 八雕八百年不来一次朝会 必来就整这么的事 谁都知道出自谁手 但是他们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 诸位爱卿 三日之后便开始推行新的官吏考核制度 警察 从今日起 封卫正为御史大夫统御御史台 三日之后的官吏考核 由立部尚书长孙无忌 中书另方选领 御史大夫卫正共同协作 三方联合对京师与敌方所有官吏一一进行清查 微臣尊致 八雕不用你小子在这无所事事 这官吏考核制度本就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你这浑小子想若无其事地将自己置身室外门都没有 这里二要干啥 笑得这么贱 着圣八雕为大唐巡察室 凡是三品以上外观涉及贪腐者 由八雕全权处理 向先斩后奏之权 这便宜老丈人还真是怕我闲着 不过也好 三品以上的贪官污吏 家底一定应许 趁此机会捞些好处 岂不美哉 自古以来 谁会拒绝抄家的活呢 八雕领旨 不应该啊 按照八雕的性子 他会主动接下这寿内不讨好的活 难道是洗心革面改过自新了 接下来三个月内 经查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 在房玄林 长孙无忌 魏征的雷霆手腕下 无一名贪腐官员逃脱 全被革职查办 经查明卢州都督党人红犯下滔天大罪 派去卢州的官员无一人返回 无奈之下长孙无忌三人求助八雕 八雕杀相卢州将党人红抄家灭组 与此同事李二在长孙无忌口中 知道了这件事 党人红啊党人红 你可真是糊涂啊 我们从太原起义开始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死了多少人 流了多少血 我们做的这一切 不就是因为朝廷不像朝廷 百姓不像百姓吗 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与暴随究竟还有什么区别 党人红旗最深重 即刻派人到淮南道传令八雕 一定要将党人红活着带过来 朕要亲自审理 陛下 这还要朕再说一遍吗 是陛下 但是陛下您应该知道驸马爷的新性手段 党人红能否活着抵达长安城可不敢保证 他八雕安敢抗之 陛下 雕儿的脾气您应该了解 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伏机派去卢州城给八雕传话的传指官 这个时间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回陛下 如今应是快到京城了 哼 带八雕回来 朕定要好好说教说教 还有那党人红朕要亲自审问 绝不轻饶于他 陛下还想要亲自审问党人红 怕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那次估计早就被雕儿给斩了 现在只能盼着陛下知道结果后 不会暴走才好 怎么回事 就你一人回来了 八雕和党人红呢 回陛下 卢州都督党人红已经认罪伏法 驸马爷应该是正在回来的路上 党人红在哪里 既然已经伏法 又为何没有与你一同回来 回陛下 卢州都督党人红 被驸马爷当场斩杀于都督府之中 驸马爷还说 什么 这个混小子竟敢有违抗朕的旨意 他还说了什么 驸马爷还说了 党人红最大恶及时恶不赦 他不配来长安 果然派出驸马爷出山就是没错的 驸马爷一出手便直接将其斩了 让人佩服得尽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只要交给驸马爷准没错 八雕的眼里 到底还有没有阵 急报 急报 说啊 又发生了什么事 回陛下 驸马爷行至京城的路上 于隋州改道前往了襄阳 将常乐王李又良给抓了 李又良现在在何处 已经被八雕给击拿了吗 那可是李家族地 八雕怎么能抓的 回陛下 那个 那个 驸马爷赶至襄阳 已经将李又良给斩杀了 竟把皇室宗亲给斩杀了 连个话都没给陛下带 这驸马爷真有主啊 好小子 下手真够利落的 但这次陛下可是不会轻饶于你啊 驸马爷竟然直接奔去了襄阳 看来那常乐王李又良定然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混账小子 真他妈是混账小子 这八雕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阵 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 那是皇室宗亲 是说杀就杀的吗 他以为阵李家宗亲是什么 陛下息怒 息怒 你让朕他妈怎么息怒 八雕先是违抗朕的旨意 杀了我大唐的开国功勋 现在又跑去了襄阳一生不想斩了皇亲国旗 他这是要反了天了 传令八雕 让他即刻赶回京城 朕这次绝不会轻饶他 陛下 微臣以为此事不能怪罪与八雕 党人洪本就罪大恶极 更何况八雕本就是此次经察的巡察室 更有着陛下赐予的先斩后奏之权 因此八雕所作之事 可以说皆是得到了陛下的应允 陛下 党人洪愧为开国功勋 压榨百姓草菅人命 贪污腐败 十恶不赦 驸马爷将其斩杀乃是为了卢州百姓 微臣以为驸马此行有功无过 没错 驸马向来极恶如仇 为国为民 若不是党人洪还有李又良行事恶劣庆祝乃书 不会被驸马爷当场斩杀 臣以为驸马是为了天下的大义 还请陛下息怒 滚滚滚 都滚 你等八雕回来的 人贵 我们准备出发回京吧 这次估计陛下火气很大 怕是要降罪呢 怎么样怕不怕 少爷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能怕这个 顶多官职爵位啥的我不要了 以后就安安心心的伺候少爷呗 呵呵 少扯犊子 你少爷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 还能让你受连累吗 再说了 就陛下心里 那点小九九 少爷拿捏得死死的 放心吧 啥事没有 我就知道少爷懒子大就是牛逼 驸马爷陛下说了 您来了直接进去即可 驸马爷 陛下受了风寒 您老可轻点气陛下 公公这是什么话 我哪能气陛下呢 爱戴都来不及 参见陛下 八雕你还知道回来 你的事之后再说 朕现在没工夫跟你生气 正好你来了 朕今天有事想与你们商议 陛下 有何事您尽管吩咐 朕前几日落水染了风寒 身须体若无力造巢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 所以朕想着是不是让太子替朕坚果 陛下 微臣已为此事尚有不妥 玄灵你觉得此事哪里不妥 说来听听 陛下 太子殿下这两年虽然勤奋刻苦努力上进 也已懂得了些基本政务 但毕竟太子不过十岁 年纪尚小 微臣担心太子殿下无法震慑朝堂 朕又不是死了 处理政务是小 主要是让太子提前适应一下朝堂的气氛 玄灵多虑了 陛下所言极是 臣也觉得让太子殿下坚果并无不妥 可是太子殿下不过十岁 实在年幼 古来年幼太子坚果的都如牛毛 太子殿下又不逊色各朝各代的太子 替陛下坚果并没有什么不好 况且如今我大唐四海生平 并没有什么太过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而且陛下就算磨床也可以拍板大事 八调朕让太子坚果 此时你觉得如何 随便 我的弟子哪里都比较屌 但是陛下 我虽为太子老师 但太子乃是国之储君 我觉得此事应尊重太子的意见才是 太子聪慧做事 也有着他的判断 陛下 臣也以为如此 还是要听取太子殿下的意见才是 王德 去传太子过来一趟 拜见父皇 儿臣给父皇请安了 弟子拜见老师 高明到父皇身边来 高明 父皇最近染了风寒 需要敬仰些时日 父皇 有什么需要儿臣做的吗 国不可一日无君 朕问你 你可能担负起监国之重任 回父皇 儿臣升位大唐太子 皇室储君 虽年又不才 但理应为父皇分忧 为朝廷分忧 为百姓分忧 监国之士 儿臣定当竭尽全力 不负父皇嘱托 好 不愧是朕的太子 听你所言 父皇心甚畏 八调 太子监国这一段时间 你可得给朕每日老老实实的上朝才行 朝上虽有太子监国 有诸位爱卿辅佐 但奸隐之臣和狂妄之辈意识不少 你身为大唐驸马又是朕国公 朕需要你来监管朝堂震慑小小 陛下放心 这事交与我便好 太子殿下是我的弟子 我身为太子太师 理应照福一二 如此 朕便放心了 有劳老师了 听说陛下这几日风寒越来越严重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是啊 陛下这次染的风寒十分严重 估计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好 陛下不着仇 这 这政务和人处理 陛下龙体有样 今后由太子监国 此事万万不可 太子殿下年岁上年有 监国一事还需从长计议啊 不错 太子监国乃国家大事 陛下虽身体有样 但此举还是稍有欠妥 我等可一日不上早朝 但国绝不可一日无君 陛下龙体欠仰 由太子监国 没什么不妥 太子乃异国储君 太子监国自古有志 太子虽然年幼 但处理政务的能力 亦不可小觑 老夫觉得没什么好妄议的 陛下找雕儿可是找对了 就雕儿这个威慑力 瞎不死他们 惹谁都不能惹 我驾马爷现在已经达成共识了 诸位大人可有本奏 太子殿下为臣有本上奏 太子殿下如今我大唐商业发展十分迅速 商人私下与胡商交易越来越频繁 此事还请太子殿下定夺 诸位大人你们对于此事可有什么想法 回太子殿下 臣以为这些胡商进阶是贪婪之辈 若是放任他们在我大唐行事恐生霍端 本公以为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今我大唐内外稳定 四海生平 商业发展亦是繁荣昌盛 倒是不能再像从前那般 一只大唐与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了 各国之间互通有无 对大唐商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好处 若是能促进大唐商业繁荣 何必去阻止呢 赵大人不知如今胡商在大唐经营的产业都有哪些 回复马爷 如今胡商在我大唐的产业主要有四类 分别为香药业和珠宝业 饮食业 制举业 其中以珠宝业最盛 陈厅门曾经有一个胡商 不远万里从波斯背着一皮囊的社乡 长途跋涉数月终于来到长安 而他仅仅凭借这些社乡 就赚了个盆满不满 一夜暴富之所以出现这般状况 是因为这些香料我大唐极少生产 物以稀为贵 太子殿下 书臣直言 关于胡商种种 朝廷若是再拿不出个举措来 我大唐的商业发展必将陷入混乱 老师您觉得关于胡商买卖 朝廷应该如何作为 才能降低胡商对我大唐商业的恶劣影响 若是想调和胡商与大唐的贸易往来 不如直接将商业往来 规划到户部管理的管辖范畴当中 之后在各商业大城当中 开辟一个专属的外贸市场 并规定交易物品的种类与数量 按照收益收取一定的赋税 最后由户部管控大局即可 驸马爷为臣想知道这些举措 可不可以说的更具体些 如我刚刚所说 在户部单独成立一个外贸部 由外贸部直接管辖胡商与大唐的商业贸易 还有关于设立外贸市场这一点 必须要严明法度 如果这些胡商不愿遵守法度 也不愿意在外贸市场交易的 一律将其化为走私 对于走私一事绝不姑息 已经发现立即超莫及 所有物品与赃款 并按照律法 直接将参与走私的双方商人 押入大狱规定外贸商业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欺诈行为 一旦发现商业欺诈者 一律押入大狱 严厉打击胡商 在大唐的制局产业 不允许有胡商 在大唐发展制局业 一经发现 轻者押入大狱 重者斩利绝 规定胡商在大唐 所有的商业行为 必须一律缴纳赋税 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若想在大唐做生意纳 便要遵守大唐的规矩 赵侍郎 你觉得老师所说的方法 是否能解决胡商的问题 回太子殿下 驸马爷所说的方法 承认可行 既如此 那便辛苦赵侍郎 尽快将此事落实 是 太子殿下 驸马爷 您换我来 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发明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这次并没有什么新发明 我问你 你对制局业了解吗 制局业了解 就是借贷 本来制局业前情很好 不过这两年被胡商搞烂了 但凡跟制局业有染的胡商 哪个人手上都有几条人命 八雕你身为大唐驸马 竟然利用户部打压 从事制局业的胡商 然而你却又旁若无人的 开启了钱庄从事制局 如此行径你该当何罪 臣何罪之有 我提议 让户部打压胡商制局 可不是为了我的一己之私 还请陛下明鉴 还用朕说吗 你打压胡人制局 却偏偏自己又开设钱庄 还说你不知罪 这不过是为了防止我 大唐金银外流罢了 陛下可知道 胡商制局所影响的不光是 大唐商人和百姓 还有不少的朝廷官吏 向他们借了不少钱 官吏欠钱胡商不讨 这其中有没有猫腻 不言而喻 而且如今胡商 在我大唐越发泛滥 正规买卖还好 但这局业 对大唐商业的危害是巨大的 从事制局业的胡商哪个手里 没有我大唐商人的人命 朕如何知道你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胡商他们 在启程回国前 会大肆的 在大唐采购各种丝绸 瓷器 药材等物品 贩运回国 如此便知胡商 这一来一回将会获取多大的利润 而我提出的种种举措 不仅规范了胡商 与大唐之间的商业贸易 还让胡商为大唐提供了高额的付税 我这是在帮户部 而并非利用户部 所以我何罪之有 好 你说没有利用户部 那你开设钱装敛财又是怎么回事 你有离个芒牙商行还不够 你是不是想把百姓的钱 都装进自己兜里去 陛下 您这可就误会我了 我开设芒牙钱装 可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造福 我大唐百姓 胡言乱语 你什么德行阵还不清楚 阵可是知道 你那钱装和那胡人质举是一回事的 陛下这话 说对也对 说错也错 陛下只知道 我这芒牙钱装和那胡人质举 都会收取借钱人的利息 但陛下不清楚的是 胡人质举大都会收取四五成利息 而我的钱装仅仅收取一成 不仅如此 我芒牙钱装的一切行为 都极其正规 绝对不会出现暴力催债 恶意加息等行为 拿胡人质 举与芒牙钱装相比 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行了行了 朕可没有你这么多的外力 朕也不想听 只要朕不到贴给你钱就行了 咳咳 拔掉你这个芒牙钱装 需不需要朕入伙 可以啊 那咱们怎么分成 分成没问题 只要陛下先让户部拨出一千万两银子 到芒牙钱装当作储备金 后面赚的钱 我与陛下五五分 啊 一千万两银子 朕要是有一千万两银子 还给你开什么钱装 既然如此 那可就不怪我了 给朕滚蛋 李二这些人都是狗鼻子吗 怎么总是在饭点过来 莫不是府上没得吃了 驸马爷 你弄的又是什么好吃的 怎么会如此的香 弄的俺老成口水都要出来了 就是就是 真是太香了 我闻着都快馋死了 这是烤羊肉串 所用之肉都是高昌的溜达羊 诸位大人 坐下等着吃吧 这羊肉串烤熟 还需要点时间 成胖子 你他娘的有点出息 你拿三串 我操你大呀 板 板手大 关你黑炭头 但是 尼玛 你们一个三串 一个两串 就朕拿得少 你们还有脸在这争 我听说你弄出来个东西 叫做香水 陛下是怎么知道的 朕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 那个什么香水 赶紧给朕来上几项 既然陛下您说要 我也不好 博了陛下的面子 所以不如就便宜点 卖给陛下一百两黄金如何 多少 一百两黄金 拔刁你的娘的是突费强盗吧 就这价格 爱买不买 不买拉倒 父皇 您这是怎么了 为何脸色如此难看 朕怎么了 那你得问问你家相公 那破香水居然卖震一百两黄金一瓶 他怕不是要疯 父君 送一瓶给父皇吧 行吧 媳妇你都发话了 那就送陛下一瓶吧 观音必观音必 看看朕给你拿什么来了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好宝贝 父皇快给儿臣看看 快给儿臣看看 吃什么宝贝 小孩子看什么看 不好好阅览圣贤之书 天天就知道吃吃吃 你看你胖那个B样 朕总有一天要被你这不萧子给活活气死 陛下对臣妾不满 有气对着臣妾发泄便是 对这无辜的孩子发什么活 观音必 朕 陛下不用费心 臣妾没事 臣妾知道 陛下国是繁忙日理万机 平日理在百官那里受了气 也就只能让臣妾替陛下分担一二 这是臣妾的福分 陛下虽是天子 但也是肉体繁胎 精力有限 陛下要做的 是为大唐设计操心 为黎明百姓费神 臣妾会自己调节 不让陛下耗费心神 观音必善解人意 对朕体贴入微 使朕不好 但你一定要看看 朕给你寻来的这件宝贝 臣妾知道了 陛下将宝贝放下就好 亏了朕求八雕那兔崽子 半天他才给了朕 观音必你真的 这是雕儿做的 那臣妾可得仔细瞧瞧 这什么情况 这依马难不成八雕比朕还好使 总不至于八雕那小子 已经成了妇女之友了吧 陛下带来的这宝贝 可是叫做香水 观音必你也知道这件宝贝 臣妾也是听香肠说的 说演知出来之后给臣妾送过来 儿臣拜见陛下母后 母后对这香水可还满意 满意 这香水本宫十分喜欢 这味道也正对本宫的心思 母后 这井河中有十二瓶 不同味道的香水 母后喜欢哪个就用那个 呵呵 你看这孩子 来就来呗 还非得给母后带什么东西 带就带吧 一下子还带这么多 母后怪不好意思的 八雕你个小别犊子 前脚给朕一瓶 后脚你他妈就送上一盒 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朕了 八雕你不是对朕说 香水只此一瓶 并无其他香水的成品吗 怎么转眼就弄出一盒来了 王朕还向皇后提起 此香水乃是独一无二的宝贝 你这样可是有欺君之嫌 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让朕在观音壁面前湿的脸面 朕又岂能让你好过 李二咋的了 疯了 怎么你自个儿来求的我 反而还想着 我一个欺君 再说了 有这么严重吗 我知道李二你玩不起 没想到这么玩不起 父皇 此事不关驸马的事 都是儿臣的决定 并且驸马也没有虚言 这一盒香水乃是父皇走后 儿臣让驸马重新制作的 娘的 当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到了夫家就忘了娘家 朕这个亲爹就是不顾你夫君呗 陛下这气君一言 可就有些欺负香城和吊儿了 难得香城和吊儿一片孝心 陛下这番态度 难免让人喊心 若是让其他皇子公主听闻去了 怕是以后便无人胆在镜上一份孝心了 还是说陛下只不过是在匆忙之间 才想到用香水来敷衍一下臣妾 现在被香城和吊儿的成心笔下去了 因此心中不满故意来个瑜伽之罪 观音必误会了 朕没有任何的不满 没有任何的不满 陛下 驸马也于殿外求见 八吊 这四连藻巢都补上得住 能主动来甘布殿找朕 也真是令朕意外的 宣他进来 这兔崽子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肯定是有事来求朕的 你们看朕待会怎么治他 参见陛下 哟喝 朕以为听错了呢 没想到真是驸马爷 不知道驸马爷接个前来找朕 是不是有什么吩咐呀 你要是有吩咐便直说 朕能办的一定给您办了 我还真有见识与陛下商议 哼 有事就说 别耽误您午休 我最近研究了个买卖 考虑到最近国库空虚 我想与陛下合伙干 八雕主动找朕做买卖 释出反常必有妖 这小子从来不让朕染指他的买卖 现在能这么好心 这兔崽子又特么给朕挖坑了吧 什么买卖 实探开采的买卖 实探开采 这一直是公不负责此事 而且有官营有私人营 你自己寻找实探矿开采就是了 何必来找朕搭伙 官营实探矿 不是有许多荒废的矿卖吗 我想试试 能不能废物利用重新开采 若是能就算陛下一股 若是不能陛下也没必要收取矿钱 好小子 你这是像朕这空手套白狼买了 你别以为朕在宫中处理政务 便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知 那些实探矿为何废弃 还不是因为里面有无色无味 毅然毅爆的毒气 这是要能解决 朕还用你开采 再者说你若是能解决此事 还会跟朕搭伙 你这是将朕给当成员大头了 朕可不是你能随意蒙骗的 陛下 表尔一向稳重 从来不会干没有把握的事 以为臣吃剑 那废弃矿麦也不值钱 陛下何不与雕二搭伙 万一要是成了呢 不行 你看这兔崽子是主动与朕搭伙的人吗 到时候把朕卖了 朕还得给他数钱 这亏朕吃一次可以 还能总吃亏吗 这是今日没得商量 朕只卖 该不搭伙 我还真怕您脑子一热答应入伙 那陛下您想要多少银子 这废弃的矿麦本就没用 若是您要的太多 我只能自己去开采了 去将严厉本和戴咒给朕找来 如此大事 朕得与户部和工部好好商议一番 断不能让八雕吃亏 不让我吃亏 您是怕我吃不着大亏吧 驸马爷想要收购 我们官营废弃的石碳矿 你们给八雕一个价格 不要太高 记住千万别让八雕吃亏了 废弃的石碳矿 其实每一座石碳矿内的储藏量 都是十分丰富的 奈何里面毒气无法驱除 所以工部爷仅仅只开采了 其中一小部分 严大人说的没错 这也是工部如今 为何以开采露天石碳矿为主 除量不除量的放一边 若是我的方法失败了 我买到手的旧事片 无法二次利用的荒帝 既然驸马爷敢买 那定然是有办法了 普天之下谁不知道驸马爷文韬五略 岂会买没用的废物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原本想跟陛下搭伙 奈何陛下看不上 我不愿意跟我搭伙 只想着卖给我 你们只管说多少钱卖给他 莫要说别的事 若是这样 要说矿卖就按十万两黄金 卖给驸马爷吧 戴大人 我是有钱 但我不是傻子 长安城一百里外 我已经找到了一座石碳矿 我自己开采不好吗 陛下若是没有诚意 我就告退了 哎哎哎 别走啊 再商量商量 这买卖哪有三句两句话就谈成的 戴爱卿你再给八雕让一点 十万两黄金太贵了 那驸马爷说个数字吧 五万两黄金多一文钱 我也不出 而且我说的是五万两黄金 要全部废弃矿卖 八雕 你的娘的怎么不去抢 驸马爷 观影费矿少说也有十余作 这五万两 这东西就是荒山 放在那里 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 而且这世上 除了我不会有第二个人买 我自己也得承担风险不适 给你给你 八雕 你就是一个强盗 不然陛下入伙也是可以的 得得得 朕可没有命给你入伙 好是不想着朕 这赔本的买卖倒是三番五次的谦让余震 白的五十万两黄金 虽然不多 但是能见到八雕的回头前 这属实是第一次 既然有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和无数次 胜利近在眼前 好既然这样 我们便立下字句 下午便让芒芽商行 将钱送到户部 还用立字句 你这是对朕不信任呀 呵呵 陛下莫怪 张人当习惯了凡事 都留个证据 不然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你们说八雕这小子 不会给朕下了什么套吧 虽然这钱已经到手了 但朕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应该不会吧 陛下不是说了吗 刀儿若是有把握 肯定不会与您合作 如此看来这是他 也没有万分把握 八雕你特么给震下套 击重计 套中套 一步步的引诱阵跳下去 什么特么的搭伙 你一开始就是想 买断这矿山是不是 驸马爷 就算死您也得 让老臣几人死的明白啊 呵呵 陛下最开始我 可是诚心诚意的 邀请您入伙 但是您信不着可不怪我 而且排毒气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我发现这毒气 比空气较轻 集中于石碳层上部 所以便想着 用竹筒将毒气排出去 没想到一事 还真的成功了 你特么的是怎么知道的 你特么的能量出空气多重 能量出毒气多重 八雕你莫不是将我们 都当成傻子吧 虽然我们不懂你这些道道 但 但你说的也太多玄幻了 你能称重空气和毒气 这有何难 只需要取两个猪虽跑 将一个里面注入空气 另一个里面注入毒气 分别称重 不就能计算出 空气和毒气的重量了吗 卧槽 说得好你妈有道理 这他妈的是人能想出来的半头 你特么 说得还挺有道理 驸马爷天资聪颖 微臣深感不及 嘿嘿 八雕 陛下 请停止你那该死的念头 绝不可能 你这兔崽子 一开始就给震下套 是不是 陛下 咱们先不说 有自据为证 当日我可是 极力要求您入伙的 舅舅也劝了您 许久可您就是不听 您非要说 我把您当冤大头 是在坑您 八匹大马 也拉不回 我是在算计您的想法 如此这般 我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出钱 买下了这几座废矿 您现在说搭伙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你 你这混小子 真是气死朕了 雕儿 你看看 又把臂下气了了 儿子 你别怪我 这钱总不能让你 这么轻易就赚了 而且出现买矿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夫君 这便是你说的 那个床垫吗 果真软软的 怎么样娘子 这床垫可还舒服 舒服 我还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能睡上 如此舒服的卧榻 恐怕父皇 都没有这个福分 你究竟是怎么想出来 研制如此舒适耐用的床垫 还不是我们睡得卧榻太硬 熬战一夜 我的腰受不了 夫君 你一天莫要没个正经 娘子 我们试试 这个床垫的弹性吧 夫君莫要胡闹 这还是大白天 舅舅来了 您用过午膳了吗 要不要吃点 我哪里有心情吃午膳 陛下正在宫中发火呢 不 今日又是为何 你这又一连几日不去早朝 陛下记得昨晚一夜未睡 今日刚刚散了早朝 我这不就找你来了吗 雕儿 你今日随我入宫看看陛下 不然这火气又不知道向谁撒了 好吧好吧 这陛下真的是难伺候 我陪您入宫面胜吧 反正闲来无事 陛下 驸马爷和长孙大人在殿外求见 八雕这兔崽子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陛下 雕儿来看您来了 八雕来看朕了 空手来的呀 不是现在见皇帝都这么讲究了 还得带见面礼也没听说过啊 算了算了 没带东西就没带东西吧 反正朕在你心里也没地位 陛下您说的这是哪里的话 您若是在雕儿心中没地位 雕儿又怎么会来宫中看您 看朕 哼 他要是有心 还能一连多日不来早朝 他要是有心 就不会被你拖着来看朕了 连个礼物都没拿 陛下 听说您一夜未免 可不是 早朝你居然都不来 身为大唐驸马爷 一点上尽心都没有 朕能睡得着觉吗 陛下 您确实需要 好好休息 您这眼中全是红血丝 看来您真是一夜未免 怎么熬成这副模样了 朕他妈那是熬的吗 朕那是被你这个兔崽子给气的 你是来看朕的吗 你是来看朕笑话的吧 陛下莫要生气 雕儿这不也是为了您的身体的想吗 朕没事 八雕若是没有什么事 你便回去吧 朕谢谢你来看朕 朕很好 用不着你操心 陛下您莫要着急上火 我今日还真有个礼物送您 真的 你真的要有礼物送给朕 不是在匡骗朕吗 雕儿 你可别骗陛下 莫要再让陛下伤心 陛下放心 舅舅放心 我什么时候匡骗过你们 这个礼物还真是了不得 什么礼物 这物件无法形容 陛下一会看了便知 好 你快快叫人去取吧 这什么玩意儿 子物名为床垫 垫在卧榻之上睡觉的 就是大褥子呗 陛下 以微臣之见 这东西可不是如此这么简单 您想想 雕儿何时做过无用的东西 有些东西看似价格不是很高 但您不能否认它的使用价值 这叫床垫的东西 微臣看着就很好 附近你说了一大堆 这玩意儿不还是一个大褥子吗 你就是说破大天 这也是个不值钱的玩意 什么价格价值的 你不用跟朕来着弯弯绕 雕儿 你快给陛下解释解释 反正我看此物就是不凡 陛下 这叫床垫 您非要叫他大褥子 我也无话可说 但舅舅说的对 这东西的价格虽然不高 但很有价值 我保证您用完之后 绝不再想睡别的地方 真有如此之好 陛下 这东西这么舒服吗 极为舒服 来斧鸡 你也感受感受 躺正边上 嗯 躺正边上 这大白天的 不好这么玩吧 再者说 这还一屋子人呐 这 这不大合适吧 一个上述 一个皇帝 大白天的在甘露殿中滚长蛋 这让人看了 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殿中除了我们三个人 那里还 你们几个兔崽子干完活还不出去 快出去 莫要打扰陛下休息 这殿中除了我们三个人 哪里还有别人 呵呵 那微臣也来试试 怎么样陛下 这床垫可还说得过去 这床垫都谁用上了 除了我府上 您是第二 睡上床垫的人 这还差不多 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 但算是凑合吧 陛下 您若是觉得这东西不好 那也不要免为其难 微臣感觉不错 就赏给微臣算了 来人 帮陛下将这破玩意扔出去 府级你这是干啥 别喊了 这是扒雕给朕的礼物 朕怎么能转手送人呢 你快别喊了 今日这床垫就在甘露垫中 谁也拿不走 陛下 那您说实话 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 老臣断不能让八刀用烂东西糊弄您 好好好 朕真是怕了你们爷俩了 一个个的 比朕还横 也不知道朕上被子造了什么孽 摊上了你们两个孽 嘿嘿 陛下 不是微臣跟您起 这本就是刀儿的一片好心 咱们当长卫的 得体谅小辈不是 体谅 朕绝对体谅 这么好的礼物 朕肯定爱惜 既然如此 陛下就好好休息吧 我与刁儿告退了 八刁 俗话说送佛送到西 礼物朕很喜欢 想想朕好久没去你的吃饭了 今天给你个机会 请朕吃点好的 扶鸡去把城咬金和玉池公叫着 今晚咱们来个不醉不归 陛下您 好歹是皇帝 能不能要点脸 连池带拿合适吗 朕去你的吃饭是给你面子 你看这天下还有谁能让朕屈尊去他府上吃饭 你偷着乐去吧 莫要小家子气 好吧 摊上你这么个老丈人 我也是 积了八辈子的得了 油锅里到 猪肉锅里到 水锅里到 调料锅里到 就是这个位 要说炖肉 还得是猪肉 这个时代的人都不爱吃猪肉 不会瞧猪养猪 但是我会啊 这不又来钱了吗 就这么定了 安排人养猪去 李军县 把刁那兔崽子最近干什么去了 又他妈一连十几日不上早朝 他像什么样子 陛下磨咬捉剂 辅马爷谋在长安秤 没在长安 这臭小子又去哪里游山玩水了 那道猛忧 辅马爷只是去了茫芽村写日子 原来是去茫芽村了 他去茫芽村干什么了 茫芽村还有政务需要他处理吗 呃 那个 好想 辅马爷好想在茫芽村 盖了一座央制昌整央竹呢 原来是养猪去了 你说啥 你再跟朕说一遍 那兔崽子去茫芽村干什么去了 会会陛下 辅马爷好想去茫芽村养猪去了 养猪 哈哈 荒唐 真叹娘的是荒唐至极 堂堂大堂驸马爷 堂堂大堂镇国公 好好的长安城不带 非要跑到茫芽村去 好好的邓悟不出离跑去养猪 真是气煞镇也 气煞镇也 陛下 您莫要生气 辅马爷养猪 啊 那也不一定是怀使不使 万一辅马 放屁 大堂驸马爷去养猪 这话传出去 朕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而且你的娘的是拿火的 你不帮着朕说话 咱们竟帮那混小子说话 给朕滚出去 好嘞 我不是让你滚出去吗 你又进来干啥 陛下 是我们 附近玄陵 克明你们三个今日 怎么有空前来 找朕何事 嘿嘿 微臣这不是感应到陛下正在生气吗 所以来看看陛下 为陛下分忧 陛下 您这是在找谁 不找谁 那个 魏正没跟你们来吧 陛下放心 魏大人这几日正在盲狱使台的事 没来干露店 没来便好 没来便好 正好你们仨来了 你们给朕评评理 那臭小子干的事是正常人干的吗 自从过年之后 八雕便没上过早朝 不上便不上 若是有正事阵也就不管了 可这司竟然跑去盲牙村住了半个月 住就住吧 他还在盲牙村盖了座养殖场 在那养起了猪 盲牙村 养殖场 养猪 那个 陛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是还能有什么误会的 他养猪还能养出牛来不成 他若是真养牛 那朕还高兴呢 也算为国分忧 可他偏偏去养猪 大唐养猪驸马爷 这不是让别人看着笑话吗 陛下莫及 微臣以为还是应该将驸马爷换来当面问清才好 省得闹了误会 驸马爷办事一向稳重 且有一定想法 但不会办让人一笑大方的事 是啊陛下 不如将驸马爷换来当面问一问 依照驸马爷的性子 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呢 你们怎么都为那混小子说话 朕还能冤枉了他不成 咱们君臣这么多年 你们还能不信朕 陛下 我们哪里是为雕而辩解 这是总归要调查清楚不是 言见为识 而听为虚 罢了罢了 那边将他换来 我们当面对质 但是今日这时若真是八雕办的不对 你们三个必须要跟朕教育他 全凭陛下吩咐 你这兔崽子还知道会 香 香城 你怎么也来了 父皇 儿臣刚刚听闻您今日动了火气 又正巧您召见驸马 儿臣便一同跟来了 父皇 天干物燥 天气又闷 您可要注意身体 莫要总是动气 八雕 你什么情况 朕召见你有事 你将香城拉过来作甚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拿女人当挡箭牌了 父皇 此事与驸马无关 完全是儿臣自愿前来的 父皇若是觉得驸马哪里做得不对直言便可 这是儿臣有何知不得的 陛下 我也想知道 您因何动如此之大的怒气 就因为我在芒牙村盖了座养殖场养猪 八雕 你还好意思跟朕提这事 好 既然你夫妻两人想要与朕说道说道 咱们就说道说道 腐机克明玄灵 你们三个给朕过来 你们来评评理 今日这是谁之过 我感觉陛下有甩锅的嫌疑 长森大人 八雕是你大外甥 皇后是你妹妹 这是你网上鼎鼎不犯毛病吧 我擦 你们两个老灯卖队友 还是不是兄弟了 那个陛下 侍卿的对与错 还是听雕儿说说在做定毒 这 这无凭无据的 我们如何定毒 还要什么凭据 父皇 您不必为难舅舅 这事儿臣全都了解 有何事您直接问儿臣便好 好 那朕便跟你掰扯掰扯 芒牙村养猪的事 是不是八雕干的 没错是驸马干的 还养了几千头 几千头 那你可知道猪肉自古便是贱肉 其肉腥骚异常 为文人莫克世家贵族所不喜 他扒掉身为大唐驸马 是否应该将养猪的精力放到政务上 为朕分忧为国分忧 父皇此言差矣 夫君养猪正是为了造福大唐百姓 哼 造福百姓 朕倒要听听他怎么个造福法 人有贫富之别 没有贵贱之分 这肉亦是如此 父皇只关心不输人 只关心王孙贵族 可您是否关心过大唐百姓 百姓能吃起的肉马 马儿托运 牛儿耕地 羊儿下奶 鸡鸭下蛋 狗儿开门护院 他们的肉寻常百姓家 怎能吃得起 百姓就靠这件肉长点昏心 驸马为了百姓养猪合错之友 父皇常说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今日怎么又将百姓棄之不顾了 你不必给震扣帽子 那猪肉 心骚无比难以下咽 它八雕养猪 纯粹是虚不光阴 香肠的口才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年生细语的 便将帽子给震扣下了 肯定是八雕这兔崽子 将真的小棉袄给戴坏了 父皇此言又差异 驸马在芒芽村住了十几日 就是在研究猪仔的养殖 如今驸马已经寻找到了 能驱除猪肉心骚味 并加快猪仔生长的办法 如此一来 猪肉不但为美而且价廉 今后我大唐百姓 都能吃到便宜的好肉 驸马为大唐百姓 贡献一份力量 何措之有 惭愧啊 真是惭愧 我在芒芽待了十几日 纯粹是为了晚 培育养猪也只是为了赚钱 北乡城这么一说 还真成了 为国为民的大好人 到底是亲媳妇啊 妈的 今天又大意了 不能啊 他八雕是神仙嘛 上千年来猪肉就是兴骚味 他八雕能改变猪 让肉不兴骚便不兴骚 让猪仔长得快 便长得快 他改名叫猪饲料得了 你说这话可当真 八雕真能让猪肉不再兴骚 还能让猪仔长得快 陛下 我没有必要 用这点小事欺骗您 再者说 我一步妖功二步争名 就是为了赚点钱 这有什么好撒谎的 我擦 给你小子狂坏了 不妖功 不争名 说得好像特么的你要隐居了一样 父皇 既然您还是不信 小猪仔刚刚饲养 我们要拿不出凭据 不如父皇与驸马打个赌如何 打赌 打什么赌 怎么个打赌法 很简单 若是我们输了 我们夫妻两人给父皇道歉 并答应父皇一个条件 当真 陛下不用看我 娘子的话便是我的话 好 那若是朕输了呢 若是父皇输了 就要给芒芽村的猪肉代言 代言 啥意思 你们做猪肉让我代言去 这么扣吗现在 代言就是父皇在皇宫前 为芒芽村的猪肉 做一波宣传 不行不行 朕是大唐皇帝 哪里有出城卖猪肉的道理 这让天下人怎么看朕 莫不是父皇怕输 这乌官输赢 这是原则问题 好吧 那就改成在除夕宴上 对文武百官说芒芽村的猪肉好 这总可以了吧 这 这好吧 若是你们赢了 朕在除夕宴上 被芒芽村的猪肉宣传 妈的干了 这波阵稳赢 上千年来猪肉都难以下咽 八雕一下子就能给猪变了 这两口子肯定是在这根阵吹牛逼呢 对 肯定是胡阵呢 陛下 三四而后行 您看刀儿和公主殿下的样子不像说大话 这是还需多加私策 不必 朕一一决 伏机你不必再劝 朕就不信了 八雕是大罗神仙不成 好 那这件事就翻篇了 猪仔没有出栏之前 此事谁也不准再提 好 那此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赢定了 哈哈 伏机 这些玩意又是八雕研究出来的 陛下 这可不敢说是玩意 这可是立国立民的牛逼玩意 那不是还是玩意吗 微臣一时口误 这不是好玩意 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棉纺之一物 就这玩意载入史册 史册那么好入吗 说入一下就入一下 伏机你可不要因为是八雕研究出来的 就夸夸其谈 陛下 这些可不是寻常衣物 御寒能力极强 无论是对百姓来说 还是三军将士来说 那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东瑞里穿上棉服行走在户外 可以抵御严寒 十分洋活 果真如你说的这般效果 陛下 您试试不就知道了 笑话 朕什么身份穿这玩意 怎么样伏机 朕穿上怎么样 陛下依旧风流倜傥 欲数凌风 您感觉这棉衣如何 叔父 而且朕现在身上逐渐升起造诣 证明这棉衣的预寒能力极好 就是不知道这棉衣售价几何 一阵看 这棉衣的价格便宜不了 若是不能造福百姓 就是再好 他也没有名垂青史的资格 拔叼着兔崽子又是个财迷 陛下那您猜猜看 这棉衣值多少钱 看这面料 这预寒能力 怎么也得积两百银吧 陛下 您穿的这一套 才不过三百文 三百文 这怎么可能 棉袄 棉裤 棉鞋 棉帽 这四件 加到一起才三百文 确实如此 这是芒牙商行出的基础款 就是卖给普通百姓的 所以很便宜 几乎没什么利润 其于做工比较精细 会有刺绣的棉衣 价格就比较贵了 有的高达上百两 甚至有的限量版 售价高达千两 这些是赚钱的 陛下雕儿的性子 您还不知道 芒牙商行很多 说卖给百姓的东西 利润都不高 只是那些卖给大户的精品 才是真正赚钱的 八雕这兔崽子 还真办了此人事 附近你别说 这棉袄正穿在身上蛮舒服 都不想拖下来了 陛下 微臣有个建议 说吧 您看咱们的朝服 是不是定制一些棉制朝服 这样大家伙冬日上朝 缘合不少 还有军中的将士们 如今大唐改了训练体系 三军将士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恶劣天气 都要坚持训练 若是给将士们 定制一批棉军服和棉被褥 将士们穿得暖了 休息好了 训练起来才会更有劲 如今不比以前 大唐发展的好 苦了水也不能苦了将士们 伏机 你说的话 真心里明白 但你也知道 从东周到缴获的钱款就那点 咱们现在拥兵百万 除了南方地区 那需要的棉衣和被褥 就得几十万套 再者说准备一床肯定不够 你得让将士有欢喜的吧 不是朕不关心将士们 只是这钱 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倒是微臣疏忽了 按陛下所言 需要的钱款还真不是一笔小数字 陛下 不然微臣将雕儿找来 咱们商量商量 事关三军将士 微臣想刀儿 咱们也会给咱们想个办法 这 这合适吗 这次八雕对大唐的贡献已经够大了 又以三百万的价格受卖给百姓 咱们再找他帮忙 会不会显得过分了 不会不会 雕儿的性子 微臣了解 咱们也不是拿钱去奢弥 这钱咱们也不是不还 咱们不就是想让将士们在冬天穿的缓和膝 是的 暖和膝吗 陛下 这是您别管了 微臣亲自去找雕儿说 伏机 伏机 咱们还是算了吧 伏机 你就别为难八雕了 实在不行 朕在想想其他办法呢 反正不让将士们受苦就是了 八雕这次你小子可别怪朕了 朕可劝伏机了 那劝不住啊 八雕你身上这件便是芒芽商行出品的 先两款棉衣吧 这座宫比起宫中内务府做出来的都丝毫不差 陛下谬赞了 芒芽商行的作坊都是野路子 哪能跟宫中内务府的比 话可不能这么讲 八雕你看 这是镇主人从芒芽商行买来的三百万棉衣 你看这座宫多惊喜 陛下 要说驸马爷那可真是太仁义了 这么好的棉衣棉酷棉鞋和棉帽才卖三百万 这哪里是做买卖 简直就是在行善 玄灵说的没错 拨瞒陛下 我府上也买了棉衣 就是这基础款 难活得很 物美价廉 如今长安城中的百姓都抢疯了 八雕你看 不是朕一人这么说吧 几位爱卿都是这般想法 此事 朕得夸夸你了 就这定价便能体现你这大唐驸马的大人大义 朕现在愈驾发现 你小子真是大唐的福星 陛下您还真是独具慧眼 动若观火 陛下和诸位大人说的不错 这价格芒牙商行定的确实不高 本来我不想说 身为大唐驸马 为百姓干些好事 那是应该的 但今日陛下非要提此事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棉衣四件套和棉被 芒牙商行是亏钱卖的 而且亏的很多 陛下您若是实在过意不去 那就让货部给芒牙商行补贴些费用也行 不用多 棉衣四件套 一套补贴两百文 棉被一床补贴五十文就行 明天我让账房统计个数字出来 送到户部 陛下您别忘了 跟戴上书说一声 娘的 朕把玄灵李竞他们找过来时 特么想了一招苦肉计 怎么就特么畅成了这副模样 活他妈改 这是我本来已经想好 怎么跟刁儿说了 你们非要自作聪明 整这么一出 遮瑕好了 赞助没拉到部署 瞧这架势还得搭点钱 八雕 朕知道你不容易 诸位爱卿也知道你不容易 咱们都是自家人 什么两百文 五十文的 你的好阵记在心里 咱们之间的感情 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 账本你就不要派人往户部送了 我怕戴上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朕知道你这两样东西是赔钱的 但你其他东西是赚钱的 朕听说你那最贵的棉符 可都是卖到了一千金 要是你因何叹息 朕 驸马还有斧鸡 玄灵 客名都在 有什么事你便说 我们为你做主 卧槽 要是牛逼666啊 交场如救火 这包操作神了 陛下 微臣没事 微臣只是觉得 只是觉得上天不公 我大唐百余万将士 还都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中 经受寒冷 可见有人花金金去买一件棉衣 这 这是在令微臣难以接受 要是你不要自责 这是跟你没有关系 是朕的责任 本来今日叫巴雕前来 就想跟他商榷一番 从芒牙商行为三军将士 制定一批棉衣与棉被 真的吗 陛下 您真是这么想的 这还能有假 不过你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朕刚想起来 户部的钱已经见底了 哎 如今在为三军将士 购置棉衣与棉被 朕 朕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陛下 您也不用太过自责 身为皇帝 您做的已经够格 已经非常好了 不到五年时间 大唐已经出现盛事 三军将士 也会理解您的难处的 是啊 陛下 驸马爷定会理解您的难处 驸马爷一向大仁大义 以天下藏生为己任 对三军将士 那更是关爱有加 说不定此事 驸马爷有办法 二子这把手段整得挺高端啊 开始拉帮结伙 打上感情牌了 小只以情 动之以理 搞得我还有些不适应 陛下说的有理 诸位大人 说的也有理 我身为大唐驸马 一品镇国公 理应为天下藏生考虑 这样吧 朝廷补贴的钱 我就不要了 也算为陛下 尽一份孝心 八雕朕平日里 带你不饱吧 朕就想让你为三军将士 添仙棉衣和棉被 怎么了 不怎么 想法甚至很好 但是陛下 这点是您直接跟我说 不就好了吗 犯得上让几位大人 跟您演这一出骂 我八雕又不是一个 铁石心肠 不讲道理的人 兔崽子你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怎么 我若是不答应 看陛下这架势 是要骂我一顿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在你心中 朕就是这么小心眼的人骂 你出这钱是勤奋 不出这钱是本分 朕还能因为此事记恨你 你将朕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今日这钱你就算 陛下 可以了 那咱们商量商量 这位各军定制棉被与棉袄的事 陛下 还有巢服 文武百官的巢服 新年气下 咱们就一并定做了吧 陛下 咱们事先声明 这钱芒芽商行 是店付 等户部宽裕了 就得还 不过 看在陛下的面子上 利息就免了 好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就按斧机说的办 给文武百官 每人定做两套巢服 还有大唐各地官吏的官服 也定做一批棉的 陛下只要将数量告诉我就可以了 尺寸公布都有 到时候我让他们去公布拿 呵呵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今天是啥日子啊 大晚上的驸马爷居然能到真这里来 陛下 我听说李仁发 前几天参了房相一本 陛下还因此责备了房相 是由此事 怎么了 呵呵 没怎么 既然这是事真的 我今天来 就是给陛下讲个故事来的 你是不是有啥大病 大晚上的道阵 这来就为了给真讲故事 陛下听完就明白了 那年 他十八岁 中了近视 欲要翻云覆雨 指点江山 但被一位王爷牵连 断送了前程 任凭京士之财 也抵不过现实 就这样颓颓废废 碌碌 碌碌 已进不惑 那年 他三十八岁 回家奔丧 父亲没了 天塌了一半 颓废五日 他像变了一个人 没了轻狂 多了沉稳 那年 有一少年十八岁 阳明关内 年近四十的他 踏出家门 孤身一人 怀揣报复 去见他心中的圣君民主 这一次 是他最后的希望 那年 意气风发的十八岁少年 与怀揣京士的三十八岁老书生 一见如故 那年 他们横扫八荒 马踏天下 当少年的手下 都忙着家官进爵时 只有老书生 忙着为少年招募贤良 一心一意 倾其所有 那年 少年为王 九死一生 近乎众叛亲离 但老书生 依旧半起左右 摊开地图 为他指出名路 那年 少年功成 君临天下 老书生 未及人臣 却依旧在为少年 警惕着阴鬼地狱中的 牛鬼蛇神 不让半寸 少年登地 老书生 几乎从不见言 却克尽职守 即便少年的战令有误 他也会用自己方式 转悟为证 造福百姓 如今 老书生 已是知命之年 他依旧默默地 守护着少年 即便奸命当道 即便受了屈辱 他也只是忍战 一言不发 也许老书生 已经认命 反正他这半辈子 已经给了少年 他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朕 朕都做了些什么 怎么会因为一本奏折 就责备玄灵 朕真是糊涂了 若是没了玄灵 这大唐的天 会塌了一半啊 这该死的李仁 发身无尺寸之功 居然诬陷玄灵 来人把玄灵和李仁 发给朕交过来 陛下 陛下召唤微臣可是知道驸马爷将微臣儿子腿打断了 陛下 微臣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大夫看过之后说 说微臣儿子将来可能会瘸一辈子 还请陛下给微臣做主 八雕 你给人家儿子腿打断了 你心里不满可以冲李仁发去 你打人家儿子干什么 李仁发 我问你 你可知你儿子是什么德行 飞扬跋扈 荼毒相礼 我打断李三狗的腿都算是善心大发了 实话告诉你 李三狗的腿我能治 但是我不会去治 这辈子就让他瘸着吧 也算长个记性 你也不用想着去找其他大夫 普天之下除了我 无人能治好你儿子的腿 哪怕孙四秒也是一样 陛下您听到了吗 微臣做了什么事 能让驸马爷如此仇恨 还请陛下给微臣做主 李仁发你的娘的给朕闭嘴 你现在立刻给房玄灵道歉 啊 朕让你给房玄灵道歉 是 是陛下 方 方公 都是我不对 我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 我诬陷方公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玄灵是朕不对 是朕对不起你 朕真是昏了头 才会对你有所误解 是朕不对 陛下您多虑了 老臣怎么会怪您 老臣与您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最后见证这大唐盛世 老臣已经心满意足了 况且您也是圣君明主 陛下 臣有本要奏 参当朝世遇使 李仁发 陛下 李仁发一针小人儿 他以诬陷忠良为善 以揭发别人隐私为正 他肆意谈和的大臣 有几个是真有罪的 而陛下却默许他这样的做法 听之认知信之 使得他愈发肆意妄为 欺上瞒下 以这种下三烂的手段来换取 改于贱言的名声 这究竟谁何人之错 我大唐朝廷 竟任凭这种奸命小人当道 卫队队上线了 就是这个位 参李仁发的同时 还捎带脚 便将李二给骂了 这头还真不是一般的铁 你这是参李仁发吗 你这特么的是连阵爷给参了呀 李仁发这司 竟如此诬陷房大人 当真是丧尽天良 若不是今日驸马爷讲起往事 房大人的清白何在 这司非但不能整顿朝堂 反而在削弱陛下的威望与名声 老臣明白 陛下一直没有认为 李仁发是深谋远虑的栋梁之才 您也只是想用他来扯肘老臣 用他的无所避讳来鞭策群臣 但陛下 您可以重用他这般的心术不正的人 也不能用他来算计朝廷命贯 更何况李仁发弹劾的事情 皆是子虚无有 陛下这般做只会让文武百官 离心离等 群臣涣散 更何况 像房大人这般身份地位的朝廷公骨 都不能为自己身变是非 任由坚定购陷 那其他远离朝堂的官吏呢 岂不是任由李仁发 肆意玩弄于鼓掌之间 陛下他李仁发自上任以来 但凡干了一件有益于大堂的事 但凡见了钉点功绩 老臣这磕头不要了 任平人砍了去 即便陛下不能容忍公骨的贤良 也绝不能让这种坚定小人 继续存在于朝廷之中 还得是你啊 卫队队势真敢对啊 给李二队的都要怀疑人生了 他妈的 我让李仁发和玄灵过来 这魏征是特么从哪冒出来的 这哪里是弹劾李仁发 这特么的明明是在弹劾朕好不好 就差指着朕的鼻子骂了 朕不弃 朕不弃 朕若气到无人体 勇 勇冠三军 真是太勇了 这话我也想说 但也不敢当着陛下这么说啊 魏征 你的话可是说完了 回陛下 魏征的话说完了 也算没有说完 此话怎讲 魏征在等陛下一个态度 也可以说是 满朝文武皆是在等陛下一个态度 这满朝文武各个身居要职 各个身居高位 怎么就没有几个敢跟朕争辩的人呢 这要是在朝堂上 他们此时一定在想 朕心中恨不得将你魏征千刀万剐了 才能消心头之恨 甚至会有人想 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做得太过憋屈了 任凭魏征在朝堂之中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肆无忌惮地弹劾朕 却无动于衷 但他们都错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朕就是喜欢魏征这蒸容的骨头 朕就是喜欢魏征这面镜子 若是朕连自己面前的镜子都摔碎了 那就证明朕自己出了问题 镜子映射出来的那个人 就是朕 错了便是错了 朕认错便是 这又何难 二字成长的 真是越来越快了 本来我都想 无脑战编位对对 给李二一个深刻的教训 若是连防玄灵这样的良辰 都无法安心国士 那朝堂还要他作甚 没想到小看了李二的胸襟 果然千古一地 不是浪得虚名 陛下圣明 启禀陛下 薛人贵将军于殿外求见 薛人贵是你找来的 陛下 我向来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既然我敢打断李三狗的腿 那我便有打断他腿的底气 李三狗究竟是什么东西 陛下稍后便知 传薛人贵进来 末将薛人贵参见陛下 免礼 薛人贵你手中提的 可是李三李俊财的罪证 回陛下 正是 驸马爷以这人连夜查明 李俊财利用李人发职务之便 与胡商案通款取 威胁户部掌管地方税务的小利 为胡商进行偷税行为 胡商为李俊财于长安城中购置了豪宅 并贿赂的大批赃款 这目相中 是近两年来胡商与李俊财之间的账目往来 长安城中的豪宅与赃款也已被查封 人赃俱获 人证物证据权 还请陛下明查 你给朕好好看看 看看你家宝贝儿子都干了多少好事 威胁惯例 薄壁胡人 偷税漏税 你李人发府上有多少个脑袋够朕砍的 你他娘的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了 当他娘的哪门子是一时 陛下 老臣知罪 老臣不是人 老臣教子无方 你他娘的是罪臣 朕真是瞎了眼 才会将你视为忠良 拉下去 将这丝给朕拉下去 给朕彻查此事 凡是跟李人发府上有牵连的 最佳三当 雕儿我问你 昨天皇后娘娘摆家样的时候 是不是提出让三皇子去芒牙书院学习了 你俩是不是同意了 是啊舅舅 克尔进芒牙学院休息 这是好事 怎么了 克尔 你叫的倒是亲切 这么大事你们竟然没人通知我 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吗 舅舅 这事没有您 想的这么复杂 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 此事也不是故意瞒您 只是我们觉得 三皇子进芒牙学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三皇子那可是拥有前朝血脉的人 咱们朝中有多少前朝旧臣 你们不是不知道 对于哪些旧臣 我都时刻警惕地趴出问题 这下可倒好 你们直接将人家送到背后了 芒牙学院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给太子培养嫡系的地方 怎么能让三皇子染指 舅舅 您这话说的有失偏颇 芒牙学院就是芒牙学院 那单纯就是给寒门子弟谋一条生路 我不可能让学院成为任何人的政治工具 他们出了学院我不管 但只要在芒牙学院一天 就没有谁可以拉拢谁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怕这些学子轮为政治工具 才担心 人心隔肚皮 我们不知道那些旧臣是怎么想的 我们也不知道三皇子是怎么想的 但只要他在芒牙学院 能保证他不跟其他学子接触吗 若是他许以众诺 你们敢保证有些学子不被他诱惑吗 今日没有别人 我豁出去说出大逆不道的话 陛下现在正直年壮 他的思维还是清醒的 你们敢保证陛下永远是清醒的吗 你们敢保证陛下老了之后不会犯糊涂吗 你们敢保证太子不犯错误吗 一旦太子犯了错误 一旦哪位犹豫的皇子讨了陛下的喜欢 这朝中立刻便会暗流涌动 我不是说立刻一定会干什么坏事 但架不住朝廷之中有坏人 到时候他也是身不由己 你们以为皇子相争同事操歌是怎么来的 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太多太多了 我居然疏忽了这点 历史上就是因为李二宠爱李太 导致李太成年之后都没有被分封出去 李二还允许他在府中设置文学馆 任由他招揽学士 仗义美多图狗背 无情罪是读书人 那皇子府中门客多了 还能友好 李太就是因为李二的宠孺过剩 让他对皇位有了想法 与李成钱同事操歌 我干预这一切 努力培养李成钱 扶植李成钱 引导李成钱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像当时的李二 他若是不能向前一步 不光他会死 天策府都将被移为平地 我虽不知道李二是不是真的想造反 但他确实是不得不造反 为了生存 为了天策府 无数良辰良将 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李二必须发动玄武门之变 舅舅您说这话 我无力反驳 但是您这远见着实 与深明大义 我们便无法与您相比 你也不用捧我 今天这事 咱们怎么也要商讨出个结果出来 我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告诉我这件事生气 是因为你们将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是你们干了 总要想个结果与对策吧 呵呵 舅舅此事是我们不对 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周到 不过这事总能想出个法子出来 您想想 此事已经决定 母后还因此事还摆了宴席 宫中人尽皆知 若是突然不让客儿去了 您让他怎么想 让杨妃怎么想 让母后和父皇怎么面对他们母子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才没去找陛下 而是直接来找你们了 毕竟芒芽学院是由你们掌管的 你们怎么也要想个对策出来 夫君 你倒是拿个主意出来 当时母后询问你时 你可是第一个答应的 怎么现在倒是不说话了 你马坑爹啊 卖队友 没有卖这么快的吧 舅舅 皇子成年之后 不是要分封到个地吗 等客儿成年之后 自然会调派到别的地方 远离京师 便没有这么多事了吧 这事我还没找陛下去说呢 今后不能将皇子再分封出去了 分封 那不就是造翻吗 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还有将皇子分封为各地都督 这事今后也要杜绝 为才适用 皇子若是没有治理地方的能力 那也不能分封都督 你说的这办法行不同 这样吧 先让三皇子安安心心 在芒芽学院中读书习武 至于舅舅的担心 我们上点心 三皇子的梦想是入武从军 若是他毕业了之后 想入武 那便让他去阵武军 若是他想为官 便让他去兵部 如此一来 舅舅也不用担心有人 想可以拉拢他了 舅舅你可得知道 太子身后有您 有我有皇后娘娘 有陛下 若是我们四方 都没能将太子领上正路 当一个合格的储君 那我们也太无能了些 既然您已经说了 此事便交给我来办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吧 那三皇子便交给你了 还有我刚刚说的 分封皇子的事 你随我入宫一趟 将此事与陛下说了 眼看着皇子们就要长大了 这事还是提早定下的好 政治 军事大权 只能留在长安城中 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将权力分割出去 这分出去的权力 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大唐分裂的根源 好 我跟您去宫中与陛下 说明这件事 陛下 可是有喜事 今日您格外高兴 有吗 朕表现得很高兴了吗 没错 卑之一许久没有见过 陛下如此高兴了 嗨 朕能有什么高兴的事 没有事就是朕最高兴的事 可今日去芒芽学院了吗 三皇子一大早就去了 连早膳都没吃 说是要去芒芽学院吃白粥 要与寒门子弟一般 吃粗茶淡饭 修文习武 这孩子真是长大了 也上进了 陛下 长孙大人与驸马爷在殿外求见 长孙无忌与八雕同时求见 这还真是新鲜 能让八雕跟来的 定然不是小事 难道是 宣他们进来 腹肌正观你脸色不大好看 你呀倒是挺会保养 天天的还得敷面膜 看着模样 昨天晚上的酒是喝美了 三皇子入芒芽学院 微臣特来恭喜陛下 哈哈 腹肌你跟雕一怪来 想来你们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微臣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微臣希望陛下记住 成前才是大唐太子 万事应该以太子为重 放心吧 腹肌 你我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过来 朕都懂 况且成前已经非常优秀了 难道你这个当舅舅的 对自己的亲外生没有信心 有信心 微臣对谁没有信心 那也不会对太子没有信心 不过 今日微臣和雕二前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要跟陛下商议 附近有何事 但说无妨 陛下您对责官一事 有何见解 责官 治安之本 为在得人 人官应为贤 朕一再要求力部 将责官用人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 尤其是如今大唐政治稳定 任用官吏 更要讲求德才兼备 你今日怎么忽然问这个问题 陛下说的没错 务求称职 宁屈无滥 所以今日微臣便是要跟陛下说 今后诸位皇子分封 莫要再授予刺事 多度之嫌 约王李太今年刚满11岁 便受封为扬州 岳州 长海润楚书等16州的刺事 多度头衔 封了16个州的刺事 多度 李二真是怕他们家敌老二吃亏啊 这你马的称位也太多了吧 关键是搞这么多头衔 有什么意义 怕慕志明东西太少吗 伏计 那些不过都是头衔 都是不知关 你不懂不知关什么意思吗 你今日怎么有点反常呢 微臣当然懂 但如此一来 不是有为责官为贤的初衷吗 若是四皇子有能力 他自会流芳千古 名垂青史 宁属与四皇子这么多头衔 除了能证明陛下对他的喜爱 还能证明什么 这便是您所谓的政治清明吗 伏计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朕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什么叫除了能证明朕对清缺的宠爱 还能证明什么 朕难道连给自己的儿子封 两个头衔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不是不可以 是没有必要 今后四皇子若是有能力 他官居和品都不重要 如今立步要整顿要清明 陛下分封爵位微臣不管 但这官职 今后要登记造策用于经查 所有虚职都要罢免 陛下我也认同舅舅所说的话 政治清明 励志清明 官场清明 那就要将这些子虚乌有的头衔 全都摘掉 在其位谋其政 在其位挂着虚职 有什么意义 舅舅说的没错 四皇子受封 十六周都督头衔 我除了能看出陛下对他的宠爱 看不出任何有利大唐发展的地方 有这个头衔 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尤其是都督刺史 这类重要的职位 而且也有利于御史台的茶饭 有利于经查的展开 你们两个今日来宫中 就是要逼朕吗 逼朕同意你们什么所谓的撤掉虚弦 陛下 微臣并不是逼迫您 微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唐 您对皇子表达重来的方式可以很多 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方式 大唐合为短短五年便发展到了这般地步 就是因为我们打破了末首成规 我们改变了军制 军队越来越正规 军事实力日益强盛 我们打败了世家 打破了地主豪强队土地的垄断 将土地全都分给了百姓 江南二十周受灾 都没能掏空大唐的粮仓 我们打破了市农工商的阶级限制 打破了一致商业发展的壁垒 大唐商业日益兴盛 于是台 精产 理智整顿 这些都是我们的政治努力 我们想要干的就是打造大唐盛事 让大唐百姓吃的宝珠的暖 安局了瘾 让战魁永远不会蔓延在大唐的土地上 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江山设计 我们不可否认 正是由于陛下开放的思想与荣人质量 才一次次接受建言令大唐飞快发展 但为了大唐发展 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无妨 陛下若是觉得无所谓 觉得是老陈逼迫陛下 这里不上书老陈不干也罢 反正干了这么多年 老陈也累了 正好告老还乡 伏鸡 伏鸡 朕怀疑谁 也不可能怀疑你啊 伏鸡你我虽是君臣 但朕从来没有将你当过臣子 朕一直拿你当朕的兄弟 朕怎么会不知道 你是为了大唐为了朕 若是论谁为大唐效力最多 你若是当第二 朕都不敢当第一 朕没有生气 朕这不是在同你们两人商议吗 陛下 老陈如今已是这样的地位 还有什么好贪图的 老陈只是希望将大唐打造为真正的盛世 所以老陈力求将每一方面都做到旗帜 这也是 丢堵 太守这些不单单是称号 这些是责任 对千千万大唐百姓的责任 这五年来我们杀了多少贪官污吏 上至亲王下至牙役 我们已是同仁绝不姑息 金髓江南我们顶得官吏缺势的压力 硬生生斩了几百名贪官污吏 到头来怎么样 民心更加稳定了 所以令国家动荡的不是百姓 而是这群抽骨吸髓的贪官污吏 励志老陈是一定要整顿到底的 好 朕答应你便是了 伏击朕想了一下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若是皇子们自己争气 那朕就算不给他们任何头衔 他们也会名垂青史流芳千古 若没有那两下子 都是酒囊饭贷 朕给他们再多的虚嫌 倒也衬托出了他们的无能 这是朕应允了 伏击你今后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朕离不开你 陛下 老臣是一心为了大唐 只要您不做糊涂的决定 老臣一定陪您走到最后 朕这辈子能遇到你这样的知己 真是朕的福气 陛下 伏击 陛下 击 那个你俩差不多得了 大庭广众在这搞击呢 咦 舅舅您别难 咦 舅舅您这是 怎么样 舅舅的演技牛不牛逼 我跟你说 我若是不来点真格的 陛下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以为他是大唐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门都没有 我让他答应 他就必须得答应 卧槽 你是影帝吧 我以为你是真情流露 没想到是跟李二在那演戏呢 最关键的是给李二糊弄的 一愣一愣的 怪不得你的外号是长孙阴人 真特么的是够阴的了 舅舅 这样这样真的好吗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这么做那不也是为了大唐吗 你说心里话 我若是不来上这么一出 你感觉陛下会松嘴吗 那肯定是不会 那不就得了 我跟陛下那是不一之教 打小就在一起 他一确定 我啥看不出来 你别看清雀是我亲爱生 那我也不能让陛下 如此肆无忌惮地宠信清雀 清雀还小 可能他现在还不了解 但等他长大了 你看看 他肯定会因为陛下的孽而 资生旁的东西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你知道清雀封地有多少吗 足足有22个州 22个州的封地 李二是丧心变狂吗 特么的 16个州的称号 与这22个州 比起来都是弟弟 那李克呢 6个州 同样是皇子 一个封地22个州 一个封地6个州 李克一看 就是后娘养的 这特么的偏心眼 还能偏得再明显点吗 陛下确实 有点太 太宠溺清雀了 如今清雀 才11岁 倒是不显 若是等清雀再大一些 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所以 我跟你们说 这些是没有表面上 看得这般简单 若是等清雀加官之后 陛下又给出什么 超乎寻常的嘉奖 你让成前怎么想 你让清雀又怎么想 这才只是这件事 这几天蒙500官私下正在讨论 皇子们嘉官后的分封问题 这才是重中之重 不行 我得找玄长科明几人 商议一下得策 果然不愧是 林烟阁24功臣之首 大唐初代赵国公 是人对你褒贬不一 更多的人 觉得你是个反派 曾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来到大唐之后 见到的种种才发现 你只是用你最大的 努力维护大唐的稳定 维护礼堂皇室的正统 舅舅既然我来了 就不会让你那么累了 真想让大唐尝至久安 诸位爱卿有何良策 启禀陛下 微臣以为江山设计 若是想得以尝酒 大唐星火若是想得以传承 须分封诸侯设立藩王 萧爱卿 你说江山稳定 要分封诸侯设立藩王 有何根据 陛下 历史就是最好的根据 秦之首令 二世而决 汉分王子弟 享国四百年 喂 净费之王不玄馈 这便是分封诸侯 设立藩王最好的依据 不过 时代毕竟不同 分封也要改一改 几个皇子不是都快成年了吗 陛下可以分封诸位皇子 拱位精士 可保大唐长治久安 萧爱卿说的却有道理 皇子们都快成年了 家官李确实破在眉睫 此时应当及早定下 好事成双 舅舅可以啊 这也是早有预谋了 打算领这一帮小弟 大战李二 这是舅舅第一次 公然率领一众大臣 对抗李二 今天这戏不小啊 陛下 对于萧大人的说法 微臣不敢苟同 朕他们的刚刚说完 萧宇言之有理 你马上就不敢苟同 这是不跟萧宇苟同吗 这明明是跟朕不敢苟同 李侍郎有何不同见解 直言便可 陛下 微臣以为自古以来 被分封诸王的后代 只会惩戒祖上的门弟和功勋 不会在乎祖上打下江山 只会以为他们天生权贵 天生就高人一等 慢慢变得交涉银 一生似全马 如今的大唐 曾闻本大人 魏征大人 魏彦伯大人 几人连结奉公 不把官奉拿进家门 也有的人之身妇任 将妻子和儿女留在家中 有的人为及人臣 却吃着干粮 舍不得用火烧饭 分封的朱王治理家国 和这些清正连结的臣子治理国家 哪个更靠谱呢 魏臣以为 萧玉大人所言 功在当下还在千秋 谁能保证代代封王的为国为民 陛下 魏臣以为萧玉大人那是名玩不定 照本宣科 宝残首缺 石骨不化 打开历史先河制道车 简直可以称之为国贼 卧槽 魏征 你 你口出狂言 尔安敢在此大放厥词 打言不惭 陛下 魏征老贼重伤微臣 还请陛下为微臣做主 魏征这里是朝堂 不是菜市场 不是你鸡铃狗碎的地方 今日就是讨论此事 你有一点可以提 莫要再出言重伤萧爱卿 陛下 倒不是老臣故意跟萧大人找不痛快 他这话老臣听了实在刺耳 他企图用分封制的一个好处 而掩盖分封制带来的所有坏处 老臣不应该骂他嘛 百姓需要的国君只有一个 而不是两个 不管聪明人 还是愚昧之人 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何不懂 分封制究竟给一个国家带来了什么 陛下还不清楚吗 哼 今日朕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这是何起火来逼宫呢 你们认为萧爱卿糊涂 认为朕也是糊涂 你们认为分封制没有办法保证 大唐设计的长治久安 那你们就拿出来个法子来 你们一味地在这里抨击分封制 抨击萧爱卿是国贼 那朕倒想问问你们能拿出什么法子来 陛下微臣有话要说 陛下掌握朝纲 顺应天下开创地业 九千万万百百姓于水火之中 老臣明白 陛下基业御夫子后代 宁盛明地认为 遵循古之言用分封 是大唐千秋万代的根基 远 陈以为 自周秦至汉魏 分封诸王的弊端 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反而将尧顺之风 抛至九孝 晋朝时期 统治丧时分崩离系 后卫趁机攻占中原 造成了话译杂楚之举 加之南北分裂无处选阁 习文之人专义纵横之术 习武之人干戈政法之心 这些都是分封带来的国之弊端 老臣纵死 也绝不会让陛下实行分封 臣护议 好了 诸位爱卿都起来吧 朕也没有说非要分封 只是顺着萧爱卿的想法说了几句 这是朕也没有做好决定 今日之事就到这里吧 分封之事 陛下 我也想就此事说上两句 这个男人终于站出来了 杀手剑出洞 急于之事稳妥了 人家都特么的要下一话题了 你这回倒是站出来了 这下不玩毒子了吗 这八雕比魏征都难搞 我就想给我儿子们封个王咋的了 吃你们家大米了 八雕 你还有话可说 陛下 朝堂议事要有始有终 怎可不了了之 今日要义 咱们就将此事敲定 省得以后来回扯皮 浪费大家的感情与时间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叫浪费大家的感情与时间 你一见过军国大使商议一次就能盖官定的吗 陛下 那我就直说了 您想利用还兵之计拉扯 得得得 朕没有时间听你在这里废话 你有什么话直说便可以了 再让你说下去 鬼知道你能说出什么反应来 要是吵起来你给朕一顿喷 你不要脸 朕还要脸呢 那我就直说了 纵观历史长河 采取分封制的王朝 没有不爆发内战的 没有不泯灭 在历史中的 没有皇室宗亲 不惨遭屠杀的 大唐若是实行分封 下场只会更甚 好家伙 到底是驸马赢 一上来就是王长 我们大家伙也都是举例子而已 宁可倒好 直接给大唐说没了 朕不气 朕不气 真若气到无人体 大胆八雕 耳安敢诅咒我大唐江山 父皇莫要生气 老师一向如此 话操理不操 哼 八雕你若是再敢口出狂言 朕绝不轻饶于你 西州时期采用分封制 诸侯中的西身国 带着犬戎 覆灭了西州 西州皇室遭到了怎样的境遇 大家伙心里有数 西晋时期 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 我想其他的话 大家都不用 我再提了吧 历史上的例子 比比皆是 长孙大人一句话说得好 千年时间都未能将分封制的弊端体现出来 我大唐何以要成为分封制的世道使 天下太平 百姓安定 天子抚去百姓 大唐何以动荡 凡事还是要多从自身找原因 再健全的制度 也阻挡不了君主昏庸 带来的天下大乱 你你他们说真是昏君 你大逆不道 八雕你大逆不道 父皇 儿臣以为老师说的在理 五胡乱华给汉人带来重创 还不够吗 那你说你究竟想怎样 你究竟想作何 我不想怎样 也不想作何 只想陛下收起分封之心 还是长孙大人说的那句话 皇子若是有能力 若是争气 一样可以名垂青史 流风千古 陛下若只是一位的 想服则子孙 一代可以 但世袭之后的子孙 陛下敢保证他们 为国为民的心吗 陛下 为了大唐将山设计 还请您收回城面 莫提分封 还请陛下收回城面 莫提分封 难道朕真的错了吗 城前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也已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见 若是将大唐交给他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分封诸皇子是否真的多此一举了 罢了 罢了 朕的本意是分封功臣土地 这是自古便有的体制 朕也是想让功臣们的官职得以延续 继续保护皇室子孙 成为大唐的设计之臣 让大唐江山设计得以千秋万代 朕分封诸位皇子 亦是想让他们成为大唐的护国主使 但朕没想到 诸位爱卿将分封一事 看得如此不堪入目 看成了我大唐江山分崩离析的火根 朕细细想来 诸位爱卿言之有理 那朕便向诸位爱卿承诺 结后分封之事 朕绝口不提 陛下圣明 夫君 今日不是有重要的是商议吗 怎么回来的如此之早 事情已经解决了 往往越是大事 解决得变越快 反正总有一方要妥协 以早不以迟 看夫君这模样 肯定是父皇败阵 分封的是打了水漂 没错 于情于理这事就实施不了 21个皇亲 14个功臣 一共35人 世袭罔替 陛下还真是 嫌大唐太清静了 恐怕今后 这大唐乱不了 看夫君的语气 于朝堂之上定然没给父皇留面子 父皇肯定又生夫君气了 差不多吧 陛下就那样 说要治我的罪 说我大逆不道 不过我也习惯了 完了 这该死的熟悉的感觉 肯定是这帮老毕灯来了 这羊我得保住了 对不起了少爷 我先溜了 卧槽 什么玩意 飞过去了 嗯 缺人贵呢 不对 这羊怎么也少了一只 卧槽 发生了什么 驸马爷 这是做的啥玩意啊 这也太香了 卧槽 李二欣这么大吗 上午刚被群臣队的生无可恋 这么一会就都忘了 八雕 你怎么是 见到朕不高兴 你TMD盯着考全羊 问我高不高兴 我怎么高兴 陛下 陛下 我在这呢 您不看我怎么知道 我高不高兴 朕看你这羊考的不错 怎么 知道朕要来特意给朕考的 我若是知道陛下来 今晚饭都不做了 你这兔崽子 真是不会说话 朕今日特意带着好菜 来你府中找你吃酒 你非但不领情 怎么还博振的面子 陛下哪里的话 我一个小小的臣子 哪里敢博陛下的面子 这样就是给您考的 卑职 卑职参见陛下 人贵你这干什么去了 咱们搞得如此奇喘 卑职 卑职尿急 尿急 尿急抱着考养尿去 人贵你现在变聪明了 知道李二几人入府 先将那只烤羊给藏起来了 驸马爷 这怎么光有灶台没有烤架呀 咱看着火还着着呢 那个灶台不稳 就换这个灶台上来了 这羊若是掉了那就可惜了 这样呀 咱倒是认为这里再烤一只羊合适 这一只羊也不够吃呀 是啊是啊 本来 本来驸马爷是要烤两只来着 不过怕吃不了浪费 便只烤了一只 静德 之前你们两个怎么不喝酒 喝喝 咱 咱可不敢再喝了 喝酒误事呀 陛下 咱 咱这三年的俸禄都没了 咱家婆娘罚咱三年不准喝酒 三年 三年不喝酒 那还不得把你给憋疯了 没办法 咱这错误犯的实在是太大了 那你呢 你家娘子也罚你三年不能喝酒 怕吧 我可不像成胖子那般怂 我只是怕我今晚又喝多了 明早误了早朝那就不好了 您刚刚把责罚给我撤了 我得珍惜才是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在这卖惨了 你们两个的心思朕还不知道吗 今日敞开了喝 明日朕特许 你们两人不用早朝 这 这不太好吧 陛下 俺 俺还是有点不敢 是啊 陛下 我们 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让你们喝 你们就喝 出了事 朕顶着你们俩怕什么 若是不喝 明日就给朕 陛下您别说了 俺喧一个 陛下我赔一个 这他娘的就对了 你们以为赔朕干嘛来了 朕是让你们赔朕喝酒来了 来人 将酒盏都给朕扯下去 换上大碗 这破碗一喝酒不痛快 陛下 今遂秋日狩猎之事 还按往年来办吗 还是按以往来办吧 陛下 微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有何话直言便可 陛下 赏书有言 文王因不沉迷于围猎而受到百姓歌颂 左传有记 将喜欢狩猎的后裔当作见记 昔日 汉文帝玉驱车冲下斗坡 元朗便锦勒江省 圣主明君 不乘微车 不存侥幸陛下驱右驾之年 黄奔于山野之鉴 若是马儿受惊车年策犯 陛下有个三长两短愧对列祖列宗 陈思来想去 这些帝王难道不喜欢围猎 不喜欢驱车驰骋吗 想来不是 他们为了江山设计 听从劝谏 舍弃了自己的喜好 陈以为狩猎之事过于危险 陛下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大唐威夷 哈哈 魏大人说的话虽然有点严重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大规模围猎最为扰民 若是陛下被冠上一个玩物丧志的名头 确实没有必要 陛下 您说呢 我真是服了 朕尼玛的就这点爱好了 这话怎么听着 朕若是围猎大唐就得亡了呢 大唐这帮打工仔 逼迫李二逼迫的有点太凶了吧 又让马儿跑 又让马儿不吃草 你们把他逼迫的太紧了没有好处 怪不得历史上 昏君如此之多 昏君骑马痛快了 朕怎么就不能围猎了 朕怎么就玩物丧志了 大唐怎么就亡了 朕连做宫殿都舍不得休 朕吃顿好的都得到八雕府中来蹭 朕怎么就不能围猎了 那个 以我看这是没有如此严重 围猎也不能全都算作坏事 以友好的方面 陛下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日理万机 就剩围猎这么点小爱好了 咱们不能把陛下逼得太紧了 不过围猎而已 既然两位大人感觉有不投的地方 咱们就共同想办法 将事情办投不就得了吗 奸言是好事 但咱们也得替陛下分忧 帮陛下拿主意 怎么将事情解决了 皆大欢喜 而不是一味的逼迫陛下 这不行 那不能干 这就没意思了 舅舅说的没错 围猎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位大人 不必如此启人忧天 八雕这臭小子是在帮朕说话 朕没有听错吧 难道这臭小子被夺赦了 这是八雕第一次帮朕说话 朕居然还有点感动 护马英 微臣 微臣与房大人说的是 不赞同陛下围猎 您是不是听错了 啊啊 微臣你够了 你当八雕傻 用得着你在这里给的解释 你特么的在这拉票呢是吗 这八辈子遇不到的好事 微臣还想给八雕次反了 让他临阵倒戈 你特么做梦 陛下 老臣感觉这是不对 驸马英 您真的没听错是吧 魏大人误会了 我没有听错 我也没说错 你和房大人所言 确实有点过于严重了 唯猎而已 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不毁坏农田 不惊扰百姓便是了 也不是不可以 没错 俺感觉驸马爷说的对 俺是个粗人 不懂你们说的那些道道 但不让陛下围猎 就是你们不对 由俺老城保护陛下 能有什么闪失 还三长两短 大唐江山都是陛下打下来的 千万万百姓都是陛下就下来的 能有什么闪失 陛下是天子 真命天子 你们两个人不懂吗 直接这人能处 有事真上牙 这样吧 将围猎时间推迟到 10月至12月之间 这个时间段天气严寒 百姓很少出门 再提前 划定好狩猎区域 远离村庄 如此一来 毁坏农田和惊扰百姓的问题 就解决了 你们听听 你们看看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光知道提问题 朕也会提问题 你们若是不能给朕解决问题 朕要你们做什么呢 八雕说的这个点子就很好 你们不要将朕最后一点兴趣爱好 都给磨灭了 此事传出去 定会有人传言陛下玩物丧志 微臣也是为了维护陛下声望 此事好办 围猎的时候 从各军中挑选五支军队 进行山地拉链 全当是越军了 如此一来 军事竞争还能调动 各军之间的积极性 围猎与越军同时进行 倒也不算 玩物丧志 说得好 养兵前日用兵一时 咱们要让三军将士知道战争随时可能发生 要时刻做好备战的准备 这好吧 若是到时候因围猎发生任何意外 微臣可是要死见陛下停止围猎的 好了好了 朕知道了 围猎能发生什么意外 来干的这碗酒 这帮老碧灯可算是走了 来特么一帮人分一只羊 我都捞不上吃 幸好我聪明 偷偷留了一只 任贵 你不厚道啊 卧槽 你们俩这次不是走了吗 怎么折而复返了 嘿嘿 俺就知道这里应该有两只羊 怎么会平白无故少了一只 原来是被任贵给藏起来了 嘿嘿嘿 这下有口福了 成胖子这次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竟然连这都踩到了 任贵 你小子不厚道呀 这烤羊怎么还偷留了一只 呵呵 两位将军误会了 这羊是我刚 我刚杀的 要不要一起吃点 这程咬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精明了 还有你们两个没吃过羊肉吗 特地折返回来 就是为了蹭羊肉吃 无妨 任贵俺不是回来看你笑话的 只是这烤全羊实在是太香了 俺们两个没吃够 这才回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竟真的被俺们碰上了 对对对 任贵你真别误会 我们两个没别的意思 那个羊怎么样了 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两位将军稍作片刻 这羊马上就烤好了 香 真他妈香 来人贵 干碗 明日不用早朝 俺们不醉不归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府中宿醉四个时辰 奖励火炮图止火冲图止各一份 卧槽 系统复活了 这什么情况 大炮和火冲 这两玩意可是神器啊 有了火炮和火冲大糖战力 何止提升十倍 看来李二注定是要做天克汗了 而且还要比历史上的天克汗牛逼得多啊 夫君你赶快出去看看吧 人贵 程将军和玉池将军在后院睡了一夜 谁 薛人贵 程鸟金 玉池公这三人 怎么凑一块去了 还在后院睡着了 不可能啊 好家伙 这事半截 又跑回来了 人贵醒醒 别睡了 我是谁 我在呢 驸马爷时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还想问你们三个什么情况呢 怎么在院子中就睡着了 你们两个不是回府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呵呵呵 让驸马爷见笑了 俺 俺和黑炭头昨晚又回来了 那烤全羊 烤全羊没吃够 就回来碰碰运气 然后 呵呵 呵呵你大爷 还嫌丢人丢了不够 赶紧走吧 驸马爷您先忙吧 我们就不打搅了 这头疼厉害 回家补教 你提俺做甚 这驸马爷家喝醉了 这有啥丢人的 你们两个早朝迟到了 卧槽 完了黑炭头 陛下非要宰了俺们两个不可 那你他娘呢 还愣在这干啥 少爷 今日两位将军 不是不用早朝吗 这怎么下成这副模样了 怎么下的 肯定是喝断片 忘了这事了呗 你也赶紧睡觉去吧 我去烫芒芽工业区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陛下非要拔了 咱们两个的皮股 黑炭头都他娘的愿意 你没事回驸马那干鸡毛 俺本来都快到家了 放屁 还他娘的赖我 不是你说的人贵藏了一只羊吗 等会等会 我记得昨天陛下是不是说咱俩今天不用上朝来着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咱俩被驸马爷给忽悠了 这玩笑有点开大了吧 我原以为火炮母舰的杀伤力已经天下无敌了 但这火炮与火冲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么搞不好吧 要出人命的 怎么 有问题 搞不出来 驸马爷 这东西的杀伤力怕不是有点大 虽然有难度 但问题不大 没错 火炮炮弹和火冲子弹交给我 没有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驸马爷是个什么玩意变的 他真的是人间的物种吗 这俩玩意真是人能想出来的吗 好 那此事就交给你们两人 以最快的时间先将东西搞出来 然后试射 试射成功后马上量产 卑职参见驸马爷 多多快做 今日有大事跟你商议 你看看这个 我想建两个厂 驸马爷这不是开玩笑吧 这又是您研制出来的 此事要求严格保密 所有故宫都得精挑细选 还需要两个厂长 这是军事机密 马活不大 那是那是 但此事 此事还是将李靖将军找来商议一下的好 这武器肯定与朝廷接洽 而且需要朝廷派重兵保护 往来人员也需要层层审核 不可鲁莽形式 这样吧 先将东西搞出来 咱们得先让兵部和陛下知道武器的威力 下一步合作才好进行 你们说呢 好 那就一驸马爷所言先搞出一门火炮和一只火冲来 不过这东西还得找一个隐蔽点的攻防单独组装 这样吧 陈章和刘老 你们一人找十个助手 秘密制作弹药和火炮火冲 场建好之后 这二十个人一并进入新厂从事生产工作 驸马爷 您看这样安排可好 好好极了 一不小心给自己换成军火商了 这可是歇子巴巴 独一份的买卖 我得跟李二好好谈谈才行 这是拿阵风将驸马爷给吹来了 平日里连早朝都舍不得上的主 怎么想到来甘露殿找阵了 当然是给陛下送买卖来了 这买卖您一定感兴趣 哦 什么买卖 跟阵说说 嗯 这两种武器恐怖如斯 假 假的吧 这世上怎会有杀伤力如此巨大的武器 这比天灾还要可怕 陛下不愿意谈就算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 愿意谈朕太愿意谈了 真是怕你不愿意谈 雕儿是关重大 你可不要儿戏 这 这是不是真的 我的雕儿是不是被夺舍了 这真的是人能想出来的东西吗 挤炮下来 估计都能将这甘露殿一为平地 还有纳火冲 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薛仁贵那般的神剑兽 你们放心吧 杀伤力只大不小 王德 去将李静芳玄灵杜如会找来殿中一事 对了还有带着这个钱袋子 雕儿 这东西真是你想出来的吗 舅舅您 今天是怎么了 除了我还有谁能想出来这东西 嘿嘿 没怎么没怎么 天王盖地乎 小鸡断蘑菇 舅舅你咋的了 没事说暗号干嘛啊 暗号 什么暗号 你俩整暗号是啥意思 还不告诉朕 陛下 没事没事 就是我跟雕儿平常闹着板的 您莫当真 来你们看看这图纸 这 这是啥 杀伤力报道 驸马爷 这玩意您有多少 要是莫急 东西还没开始制造呢 今日八雕是找咱们来谈价钱的 哼哼 原来如此 倒是莫将着急了 若是驸马爷所言为真 那这玩意可算得上天下无敌了 不瞒陛下和各位大人 东西 我已经制作出来了 咱们可以先试试为例 价钱好谈 都是为了大唐发展 我怎么也不能太黑 什么 已经制作出来了 东西在哪 我们现在就出发 等等啊 别着急啊 糕点还没端来呢 我饿了 八雕你不会夸张了吧 就这跟烧火棍 一百步穿三甲而过 你是外貌协会的吧 还烧火棍 陛下 要不您穿三层盔甲 站在一百步以外 让我打一枪 您若是没事 火炮和火冲 我双手奉上 你个小王八蛋 怎么跟朕说话呢 朕准许你穿十层盔甲 站在六百丈之外 朕给你来一炮 你若是没事 你说要多少钱 朕就给你多少钱 我对火炮和火冲有信心 陛下不是不信吗 您不相信 可不得试试吗 好了刁儿 莫要与陛下争辩了 抓紧试试这火炮和火冲的威力 好吧 诸位看好了 我这大唐第一神射手 配上大唐第一只火冲 那简直可以说是牛逼克拉斯 朱军请看好这个 让你们铭记一辈子的场面 看我一发入魂 这就完了 完事了 不然陛下还想怎样 这也太快了 就听见一声响 这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朕给朕试试 陛下可以了 再磨就掉漆了 朕实在是太喜欢了 陛下方才不还是说 这是烧火棍 没啥威力吗 怎么这会又太喜欢了 你看你这孩子 朕刚刚不过是开了句玩笑而已 怎么能当真 陛下 您您赶快开始吧 老臣也想试一试 陛下注意压枪 火冲有后座力 放心吧 朕可是天赋型选手 看朕打他个十环 呵 陛下真是太棒了 打得竟如此精准 一般 一般 这火冲也没真想象的那么难 怎么样扒掉 朕打得还可以吧 还 还凑合吧 还凑合 你站到一百步外 朕再来一枪 卧槽 可以啊 李二最近有点飘了啊 这小话真是 接得越来越快了 而且还有毒蛇前置 呵呵 这样吧陛下 也别说 我欺负您 一会儿拿两个靶子来 一百五十步的距离 咱们俩比试比试枪法 若是您赢了 这火炮和火冲 我依旧双手奉上 行 那朕若是输了呢 您输了 您占一百五十步 让我打一枪 朕操 别废话了 说正事 我若是赢了 陛下额外给我 划拨一块土地 土地 朕不是给你拨了很多地了吗 你又要的干嘛 咋的 你要造反呢 造反我倒是没有兴趣 我想要登周一片海滩的使用权 是时候为养老做准备了 海边 北方 江南 各个地方 都得弄个大宅子 到时候带着夫人到处旅旅游 那是极好的 大唐如此完美的生态环境 若是不到处走走 看看 那真是太可惜了 海滩 你小子又琢磨什么呢 你必须给朕说清楚 你到底做甚 不然朕不一 我能做甚 就想在海边建一个村子 到时候好去游玩 村子 游玩 这是好事啊 八雕花钱修建 到时候朕跟着去 这白嫖起来简直不要太舒服 这买卖输赢都不赔 能干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陛下您先来吧 您可以打三枪 举您成绩 最好的一环 也逞得说我欺负您 当真 那朕多不好意思 行 陛下若是觉得不好意思 那就算了 别别别 你都答应得是了 哪有反悔的道理 你让朕一次呢 也是应该的 我也是福了 没拿两下字 你非要装这个逼干鸡毛啊 这么多大臣在这呢 要点脸行不行 好歹你是个皇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火虫根本打不了一百五十步吧 陛下的意思是认输了 真认输 你真是开玩笑 怎么才三环 这不科学呀 陛下您打得已经很好了 若是微臣打 怕不是会打到自己 是啊陛下 切莫妄自菲薄 用不了多长时间 您一定百步穿扬 别你 朕倒要看看你打得有多准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你 你不压枪 陛下听说过单手压枪吗 石环 卧槽 真被这个兔崽子装到了 这怎么可能 陛下您输了 哼 这兔崽子不会作弊了吧 不应该呀 陛下您别研究了 我都打了一千多枪了 火虫都打费了三把 枪法娴熟 你兔崽子打了一千多枪 你不跟朕说 您不是没完吗 朕难得与你计较 这场赌算你赢了 陛下 给末将试试这火虫 可别给朕玩坏了 朕还要拿回弓呢 不能 末将一定注意 嗯 你们什么情况 嘿嘿 陛下 我们也想试试这些是武器的威力 李二真是越来越好意思了 三言两语便将火虫 据为己有了 也是够无耻的 巴吊 赶紧将火炮拉过来吧 朕要见识见识这火炮的威力 好 这啥呀 这是炮吗 这怎么像打烟通似的 上面还有羊马子 巴吊 这玩意射程真有六百多丈 放心吧 直远不近 目标六百丈外去使 开发 这 这他娘的就是火炮 在这火炮面前 弩箭啥的算个屁呀 有这玩意 什么城墙都他娘的给他轰塌了 这火炮震头了 马上量产 要是 马上从各军之中抽掉精英 朕要促建火器军 是陛下 末将回去便安排此事 你们别着急 这两样东西的造价可不便宜 再说了 价钱咱们还没谈呢 来了来了 最让人害怕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我现在看见驸马爷腰子都有点疼 照驸马爷这话拉法 国库中永远也有不了钱 倒是朕心急了 说吧 你打算怎么收费 东西虽好 但你小子可别跟朕大开口 国库的情况你也知道 朕如今也不富裕 陛下 您还是先问稳带大人 国库中有多少钱吧 陛下 咱们哪还有钱了 经济到可证修水泥路呢 你的意思就是没钱呗 废话 你瞧瞧现在哪有钱呀 这都是跟驸马爷借的钱 你嫌没钱 我还嫌没钱呢 没钱 若是先将修路的事放一放呢 陛下这可是不得 修路事关名声 要想负先修路 路可不能停 如今大唐周边环境稳定 这火炮和火冲不行就放一放 不勤 这可不行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稳定大唐的关键 没有强大的军队路修得再好有何用 我不同意推迟 我主张极客就这手批量生产 行吧行吧 朕还在这呢 你们俩个吵什么 娘的 正反正那你俩还吵上了 真想将你们俩人绑在一起 好觉得了 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五年了 这他娘五年是怎么过的 怎么就在没钱的路上越走越远呢 鸟儿 咱们爷俩商量商量呗 刚刚还要将人家摆在六百账卖给人家一炮呢 这会儿有鸟儿鸟儿的叫上了 咱家这皇帝当的也算可以了 能去能去 一去到底 行了 陛下想怎么商量 白给行不行 白给 这是什么虎狼之子 何以敢如此 大言不惭 陛下那多没诚意啊 这样吧 不光白给 芒芽商行还出钱 免费制造怎么样 那感情好了 鸟儿 关键时刻还得说咱们爷俩之间的感情 那是必须的啊 陛下芒芽商行今后 不交税了行不行 你的娘的跟朕开什么玩笑 陛下这突然的变脸的功力真是名不虚传 上一句还也俩呢 下一句就开玩笑了 这脸翻的真是不要太陛下 不是陛下 先跟我开玩笑的嘛 那你说吧 究竟怎么办 反正这火虫与火炮 朕是一定要生产制造的 这样吧 这钱还是由户部 将芒芽钱装借 如今已是九月 明年西江三城 就有税收了 到时候陛下连本戴笠 还上就行 啊 你这兔崽子早就算计好了是不是 若是这西江三城后年赴税 这东西你是不是打算明年才拿出来 这国库中的白条 刚刚用土地抵账抵完 又得打白条了 以后史书会怎么记载我这个户部尚书 唐出国库在户部尚书带咒的治理下 全是白条 不能 咱们爷俩之间的感情 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 那您是借还是不借 借借借 投资建厂 木工 生产制造的工作你来干 首位的伏兵阵来出 要是筹建火器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编制你自己定 人员你自己挑 不用再跟朕禀报 莫将领命 那个 弹丸还有没有了 朕回宫练练枪法 下次朕也给你来个单手压枪 陛下 火冲这东西太危险了 有炸糖的危险 您还是别玩了吧 滚犊子 朕自己上作坊拿去 不用你了 陛下 这火炮你也拉走吧 回宫练练炮法 小兔崽子滚犊子 朕自己有大炮 能伸能缩 百发百中 朕朕我想要在海边 修建一座度假村 你感觉哪里的 地理位置好 驸马也敢问度假村 是个什么东西 如今大唐商业经济 飞速发展 有钱人越来越多 但大唐的娱乐产业 并不发达 所以我想 搞一个新兴产业 旅游业 旅游度假村的意思 就是咱们在海边 修建一个村子 提供住宿 餐饮 娱乐等基础设施 让大唐各地有钱人 前去游玩 当然 我是为了自己 游玩方便 顺便赚点外快 喵啊 驸马爷 您这个想法 简直掉爆了 这两年旁的不说 光是经济到的 小商股就越来越多 但娱乐项目甚少 都是有钱没地方花 若是在夏季 组织这些商股 去海边游玩 一路将他们 护送到海边提供食宿 再护送回来 生意肯定火爆 弟我已经跟壁下药了 你感觉在哪里 建度假村合适 其实相比于登州而言 杯子感觉来州不错 来州湾这么大的地方 若是前景好 咱们可以多修建几个度假村 不过有一件事不好办 什么事 交通不是非常便利 辞去来州来回路上 就得需要一个月时间 这还得是速度快 路上没有遇到极端天气 若是优先让公布 修建经济道 至来州的水泥路呢 您别开玩笑了 陛下若是知道了 就算应该优先 那也得排到最后 无妨 反正这路早晚得修 让严厉本通知 沿途各州一同修 争取明年将路通了 我去与陛下说 大不了 少要他点利息 这好吧 明年能搞定吧 先将我的私人度假村 修建起来 不要耽误明年度假 放心吧驸马爷 保证耽误不了您度假 夫君别睡了 舅舅等你上早朝呢 什么 舅舅催我上早朝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打卡需要 如此准时吗 舅舅说最近事比较多 陛下又心肺分风 让你去朝中盯着点 你赶紧起床吧 今晚奖励你 别别别别别别 不劳烦夫人了 一个早朝能有什么好劳累的 还是别奖励了 奖励的太多 就不值钱了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这火虫也太过瘾了 就是质量差别一字 打一会就热了 幸好昨日我让人夹击 做了十杆火虫给送过来 一会下的早朝 狠狠过把瘾 我就不信十一杆火虫 还能打得发热了 陛下 陈友本要奏 陛下 陛下 孔爱卿免礼吧 啥玩意就免礼吧 陛下 孔大人有本要奏 朕还寻自要退朝了呢 孔爱卿有何话直言便可 陛下 如今大唐农业 经济和军事的发展都非常迅速 老臣与国子战 红文馆和茫牙学院的一众福祉和教师们相议了一下 大唐教育是不是应该要着手发展了 如今我大唐有九成一上的百姓连字都不舍 这与我大唐各项发展是不均衡的 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们什么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来找我要钱 哪哪都要求发展 你们怎么就不知道 网户不理巴勒巴勒钱呢 那依爱卿之言 此事应当如何解决 维承于诸位大人生意过了 是不是在大唐各地多开办一些学院 如果学生在县院中的学考成绩优业就保送到族院 如果在族院中的学考成绩优业就保送到道院 如此一来 既提升了大唐的教育文化发展 因为力不拓宽了一条责管之路 孔颖达你大言不惭 你丧心病狂 你保汉子不知道恶汉子机 这特么的招收多少学子 见多少学院 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要见学院 你特么出钱啊 陛下 微臣感觉孔大人之言颇有道理 国家发展 讲究的就是并驾齐去 如今大唐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教育事业更是重中之重 一是不可以落下 微臣建议尽快将开办县周到歌院之事 提上一程 杀完以就提上一程 昨日刚跟芒芽钱庄打的白条 你他娘的全都忘了 现在都有人特么开始叫我戴白条了 咋的 我在历史上不配拥有姓名吗 非要让戴白条这个名字跟随我一辈子 两位爱情言之有理 人才培养对于大唐来说太重要了 可不容缓 朕 陛下 微臣有话要说 陛下 如今国库空虚 又是修路又是建厂 昨日刚刚向芒芽钱庄借了五百万钱 这哪里还有钱去开办什么学院了 戴大人 修路和修建随你藏的钱不是借过了吗 怎么又借了五百万钱 借的什么藏 我擦 戴白条这是准备破罐子破摔 这不是要拿火器说是吧 孔大人有所不知 昨日陛下亲自下旨 要修建两座工厂 制造火器 加强大唐军事建设 这五百万钱是向兵部借的 这事都是你们办的 郭全都让我来比肯定不行 我一定要把戴白条这三个字从历史上抹除掉 戴白条 朕看你是要疯啊 你跟朕在这玩鱼死网破呢 作为臣子你不好好背锅 你给朕和李敬全脉了 很好 朕记住你了 这小鞋你穿定了 耶稣也就不了你 朕说的 陛下 自古以来兴学才是重中之重 老臣并不反对加强军事建设 只是 只是这也太频繁了些 前一阵子不刚刚偷建了火炮奴舰妈 老臣听说已经偷了不少的钱 如今这又是火炮 又是战场的 陛下 火炁乃国之重器 千万不能停 连的 得先下手为强 不能让这群书生避避个没完 要是莫及 火炁的重要性阵之道 大唐军力建设是重中之重 孔爱卿 你说的话 朕全都记下了 不过你也听到了 如今国库空虚实在没有多余的前建设学院 这样吧 你起草一份详细方案 等国库一有前阵 便将此事落实 此事不必在意 真心中有数 火炁工厂是一定不能停下的 这是我大唐立国之本 不可而系 这样吧 我大唐不是有九成以上的百姓不识字吗 你们几个学院想个办法 看看怎样用最简单最省事 最不费钱的方法 让大唐百姓多识几个字 此事于大唐而言 也是一件大事 陛下 您 您这不不是强人所难吗 这读书实证 哪里有简单的办法 哪里是一种意识可以完成的 不能和莱斯年寒闯一说 陛下您是大唐皇帝 您不同意兴办学院 老臣闷话耍 但您不能用墨虚游的事情来为难老臣 哎呀 这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真是大唐皇帝 还能让你给喝住了 你不行 不代表别人不行 你恐大人若是接不了这火 朕就找别人来接 到时候出了丑 你可别怪朕没给你机会 陛下大可以找其他人试一试 老臣若是熟了 自当向陛下批罪 开玩笑 我学习经学这么多年以来 从神教育很多年了 教书于人方面 您能跟我想起并论 朕现在就发布告示 谁若是能最省事 最不费钱的方法 让大唐百姓多识几个字 朕便答应他一个条件 朕就不信了满大唐 就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此事 这不又来活了吗 李二的一个条件 这是不亏啊 而且不就是扫除文盲吗 这是我说啊 搞个汉语拼音 搞个字典 这不就妥活了吗 这不比开办学院 警夫子省钱多了 陛下您刚刚说谁 若是能最省事 最不费钱的方法 让大唐百姓多识几个字 就答应他一个条件 果真啊 这特妈蛋 东风这不是来了吗 头一次看巴雕这小子这么顺眼 没错 真看你小子这模样 是不是有方法了 驸马爷你别狗啊 老头子一大把睡熟了 惊涉不住啊 连打得没有必要这么快吧 左子倒不跟陛下在这拆光了 干嘛拆光 倒是把修罗给拆出来了 今日出门咱们要看看黄岭啊 没错 我倒是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可以省时省力省钱 以最快的速度 让大唐百姓识字 此话当真 这有什么撒谎的必要 不知道陛下刚刚说的一个条件 没问题 你要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便答应你一个条件 好 那此事便包在我身上 那你何时可以将此事办妥 用什么样的方法 现在不妨跟诸位爱卿说说 说了可能 大家也不太能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明日早朝我将东西带到早朝来 大家一看便知 好 那就明日 正等着你将方法公之于众 来来来 今日我教大家的东西 名为汉语拼音 只要记下这些字母 只要在汉字上方标上拼音 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大唐所有的汉字 你们没有听错 我说的是任何人 所有汉字 好 不愧为朕的女婿 这话说的提气 朕就喜欢你这装逼如风 长扮无声的模样 现在我先教各位大人 认识和读这些字母 生母和孕母 阿波 此时 朝堂中传来朗朗读汉语拼音的声音 许是气氛烘托到位了 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越发强烈 虽然八雕讲了半个时辰 众人没看到哪里跟汉字有半文钱关系 但就是想听 就是想学 咱们讲了字母表 生母表和孕母表 现在咱们找几个同学来给大家读一遍 有没有主动想读的同学 程将军同学 你来给大家读一遍吧 阿 没错 就是您 您不要害怕 您要是会了 那基本上所有同学就都会了 嘿嘿 阿 阿 斯 德 呃 程将军同学表现得非常好 牛逼啊 程胖子 你他娘的全都记下来了 这有何难 俺要是想记 一刻钟就记下来了 想不到 想不到 我御池宫还有拜给你的一天 程同学这次我是甘拜下风 晚上我请你吃酒 哈哈 御池同学 承让承让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非常好 有了这汉语拼音 我大唐百姓读书识字 都不再是什么难事 妙 真是太妙了 孔爱卿怎么样 这次你可是福气了 微臣阅障莫不思太散 微臣知错 朕也不是刻意为难于你 只是今后万师莫要妄加定问 你们起草的献周到三院之时 朕即在心间 最晚明年朕便将此事提上一程 多谢陛下其量 鸟儿 你这件事干得好与不好 想来已经不用多说了 知节和静德都能学会 大家心里便都明白了 说吧 你想提什么条件 朕都答应你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 求陛下 这条件就先留着吧 好 任何时候有任何事 你尽管找朕来提 朕绝不会赖账 恐爱卿让大唐百姓 读书十字这事 就交给你了 汉语拼音具体是以你与吊儿交接 怎么样 你有没有信心 是陛下信任 老臣有信心 但此大任 好了 今日众位爱卿都累了 早朝就上到这吧 同学们下课吧 请教习您今日真是辛苦 赶快用餐吧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 连这事都知道了 别说我了 此事在长安城中都已经传开了 驸马爷于两仪殿中 给皇帝和文武百官上课 不时发问 众人皆惊为天人 这个时间段 估计夜市中的说书人 都已经开始讲你的故事了 说书人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我写一本小说 带拼音标注的 在朝廷大力推广 拼音的时候售卖 附赠字母表 这还不得赚的 盆满钵满 干饭干饭 吃完我有正式要办 不用等我就寝了 写个啥呢 动脑子 真是太难了 算了 直接搞三国演义吧 老少皆宜 肯定大卖 多多小说 看完没 将这小说印刷贩卖 你感觉如何 那可太好了 您真愿将这三国演义 拿去售卖吗 不然你以为 我将这玩意 写出来作甚 当然是为了赚钱了 如今朝廷正在各地 大力普及汉语拼音 你将这三国演义印刷 成标注汉语拼音的书籍 并附赠一份字母表 肯定大卖 傅马爷 您这三国演义 若是一斤售卖 肯定会火爆大唐 到时候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只要能赚钱就行了 对了 如今朝廷鼓励百姓 读书识字 萌芽商行 趁此机会 多招收一些文人 搞一个出版社 专门写小说销售 自书五经那些东西 晦涩难懂 枯燥无味 百姓们肯定不爱看 这小说倒是能成为 百姓们茶余饭后的 纠闲娱乐之物 顺便读书识字 那感情好了 此出版社已经开办 必会引领大唐风潮 驸马爷 背直遮就着手去办 福吉 这书真是八雕那兔崽子写的 没错 起初我也不信 不过我这本是 雕二卓人送到微臣府上的 那书上不是还有 他的亲笔签名吗 八雕卓人送到尼府上的 太不像话了 也不知道给朕送一本 简直太不将朕放在眼中了 徽朕这两天刚感觉八雕靠谱 有好事想着的 结果今日就来这么一出 雕二肯定是怕陛下不喜欢看 若是您不喜欢 他热脸贴了冷屁股 那他多没面子 年轻人嘛 都好面子 况且陛下您饱读诗书 他写的是小说 您真不一定能瞧得上 那是 朕还真看不上他这什么三国演义 这算啥 这不是篡改历史吗 简直就是胡闹 朕跟你说 这破逼玩意 陛下 驸马爷卓人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陛下 您刚刚说什么 啊 朕说 朕说他这书写的也还凑合 你瞅瞅他还签个名 搞得还挺正式 就好像是朕求他给朕死的 朕跟你们说 朕也就看在他研究出来 汉语拼音的面子上 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不然朕还真不要 这啥破玩意 你们这是傻眼神 你们还不相信朕呀 他这书卖的怎么样 有人买吗 陛下 您把那个妈字去掉 简直是不要太火爆 实力常见您懂吗 排队买这书的人 就是如此之度 雕二在民间的口碑 您也不是不知道 百姓争相恐后购买 在这书 现在大唐刮起了学习拼音的风气 雕二这书又是带拼音注解的 还附赠字母表 既能娱乐又能学习 百姓哪爱看尽了 书卖的太火爆了 朕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八雕研究出拼音 让朕答应他一个条件 然后朝堂大力推广 他在后面出书卖书 朕操 这尼玛的玩得是不是有点太花了 合着闹了半天 朕和朝堂是在给他八雕打工的 这尼玛不是扯单的吗 来来 你俩听朕给你们俩捋捋 朝廷向芒牙钱庄借钱 为百姓普及汉语聘音 八雕借朝廷之风卖书赚钱 然后再借给朝廷 就相当于八雕赚了朝廷两次钱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他妈不是将朕当成大冤种了吗 哪有这么坑人的 不行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王德 去将八雕那兔崽子给朕找来 朕要找他当面对质 父皇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就算老师这么做的 他也没有违反律法 父皇又怎么找老师算账呢 爹你消定点吧 这些年你经历了多少卢打心理没数吗 老师要是真来了 你能有好果子吃吗 心里怎么一点B数都没有呢 不行 朕堂堂大堂皇帝 还能让八雕这兔崽子给朕算起了 不行 坚决不行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忽 陛下你非要往枪口上撞 可不怪老臣不讲究 还是看小说吧 该说不说 表儿这书写的确实不赖 参见陛下 不知陛下 召我前来 有何事 三国演义是你写的 听说还卖得非常火爆 没错 这本书我早就着手 开始写了 若不是为了帮助陛下 研究汉语拼音 书早就应该发售了 不然也不会 归持一个月 怎么 陛下因为此事 故意不去 要给我些补偿 啊 爹我都劝过你了 你非不听 这下完了吧 话都还没说 直接让人将路给堵死了 你特妈的 陛下您这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用不用我给您把把脉 咱们爷俩之间 没有那么多说道 什么补偿 不补偿的 大可不必 你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朕问你 你是不是将阵给算计了 朝廷前脚推行汉语拼音 以后脚就开始卖书 朕怎么想都觉得 你小子拿阵当枪使 这是你必须跟朕说清楚了 陛下莫及啊 您的意思 不就是认为我利用朝廷推行 汉语拼音这件事 卖书发财吗 这是什么大事吗 您听我给您分析 首先 这书您看了感觉 是一招一息能完成的吗 其次 我卖书是不是极大 促进了大唐百姓的学习积极性 最后 我触犯律法了 还是违背道德了 我不过是 为了推行汉语拼音 顺便赚点钱 这难道也有错吗 照你这么说 你非但无过 反而有功 没错了 陛下您这么想就对了 凡事都要往好处想 不了解吗 了解 朕特么实在是太了解了 干啥啥不行 狡辩第一名 陛下 这本三国演义 您看完了吗 看完了 怎么了 没事 陛下若是觉得 我这是做的不对 这书我不写也罢 这上册也全都回收 销毁算了 扯淡 这是朕的东西 你说销毁就销毁 还有 这是你不继续写书的理由吗 特么的 拔雕这意思是想当断耕狗 那怎么行 朕看得正过瘾呢 罢了罢了 朕懒得与你计较这些乱七八糟 别的都好说 这书可不信断更 那可不行 既然陛下都说了 我可不能受人以柄 搞得好像我 欺瞒了陛下样 这书我不写了 你TMD还来劲了是不是 拔雕 你莫要太过分 你小心振治你的罪 治我的罪 陛下 您这话可是要说清楚 我何罪之有 你 你大不敬 你出言不逊 你欺振太甚 陛下 您这话可言重了 自从我入殿以来 都没敢大声说话 倒是您一直在这里恼羞成怒 不知道到底为何生气 反正你若是敢断更 朕一定跟你没完 你赶快滚回府给朕写去 今日知识就算了 懒得再与你计较 好了刁儿 你就莫要再去陛下了 我以为李二的战斗力 最近增强了 能让我感受到一些挑战 结果就这 陛下 那我回去写书了 拜拜了您 夫君你回来了 吃一块西瓜 哟 这是大鹏种的 是徐老今天这人送来的 都是大鹏的瓜 非常甜 夫君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普天之下 能在冬日将西瓜种出来的 你是第一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若是将西瓜拿出去 说你是神仙那都有人性 呵呵 哪有你说的如此夸张 温氏大鹏 一共建了多少个 都种了什么东西 大概一百多个 今年第一次种大鹏 徐老并未敢修建太多 今年成功之后 他会修建更多 并且进行贩卖 只要是能在大鹏中 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都有 夏季水果与蔬菜在冬季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而且还是供不应求 赚钱不赚钱的 我就不管了 只要是能供应 咱们吃上便好 明日我去芒芽村转转 看看还能不能 种些新鲜玩意 对了 夫君 芒芽村送来的水果和蔬菜 我给母后送去了一些 这种小事 就不用跟我汇报了吧 夫君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母后肯定没事 但是父皇若是知道 你在冬天能搞出这么多花样来 他能放过你 咕摸着 父皇明天就要来府中找你 搞不好芒芽村的大鹏 无妨 咱们家是开商行的 是生意人 咱们打开门 做生意来者都是客 只要陛下付够足够的钱 他想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 但是陛下若是想白嫖 我八条也不是吃素的 陛下回来了 快请坐吧 您若是再不回来 这菜都要凉了 这都是什么玩意 各种炒菜就不说了 那切好的西瓜是什么鬼 管阴币这是什么情况 大冬天哪来的西瓜 这不是跟老天爷做对的吗 呵呵 这些都是香城之人送来的 怎么样陛下 惊讶吧 这该不会是假的吧 观阴币你快跟朕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香城之人从江南运来的 不应该啊 若是从江南运来 这些东西早就烂了 没有那么麻烦 这些都是芒芽村种的 你说咋的 芒芽村种的 难不成京畿道只有芒芽村过夏天 其他地方都过冬天 妖儿在芒芽村盖了很多名为 温室大棚的棚子 那里面的温度可以通过 他研制的一种叫做 暖气的东西调控 石温室大棚里的温度 始终与夏季一般 如此一来 便可以种植夏季的蔬菜和水果了 你说的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说的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咦 那今后是不是可以实现西瓜自由了 这温室大棚是个好东西啊 这必须得插上一腿 陛下 旁的是您改日在相 今日难得大家在一起用膳 您就歇歇吧 呵呵 没错 今日朕难得高兴 大家都不要愣着了 赶快吃 一会到八雕那大家伙敞开了肚子吃 放心吧陛下 俺连早餐都没吃 您若是昨晚告诉俺 俺连晚饭都省了 咱们是去蹭饭不讲 那也得稍微要点点吧 你这整得也太他娘的明显了 卧槽 这 这什么情况啊 这些逼人蹭饭蹭上瘾来了 上次还拿点东西 这次倒好 啥也没拿 真是特么的空手大侠啊 陛下 几位大人快请坐吧 俺 俺有点猛 驸马爷 那是西瓜吗 没错 成将军常常 这是昨日刚摘的 昨日刚摘的 没错呀 这特么的不是冬天吗 你昨天刚摘的西瓜 从盘桃园摘的 那也应该摘桃子呀 驸马爷 您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陛下也是 奔着这个来的吧 乡城还真是了解他的便宜爹 一猜一个准 昨晚刚说的 今早就带这一众人找来了 还不忘蹭顿饭 哼 你小子真是不孝 有什么好东西 总是藏着掖着 怎么 你还怕朕跟你侠 你们怎么这种眼神 看着朕 朕跟他抢过吗 顶多也就算惦记吧 惦记还犯法了 陛下 这东西有什么好 可以隐瞒的 无非就是 我盖了几个大棚 种一些水果蔬菜 贡府上在冬天食用 您也知道 咱们大唐冬天 能吃的蔬菜水果太少 咱们有这便利条件 不能亏待了 自己不是 哼 听听 你们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搞出来这镇骨硕金的东西 就是为了自己在冬天 能多一口吃食 不装逼能死吗 行了 朕懒得跟你废话 你别气朕了 一会带我去茫牙村看看 这什么情况 全是水泥路 连长安城都没有这待遇 陛下您莫要误会 茫牙村每年都按时纳税 那水泥路也是村中出钱修剪的 没有动用朝廷的钱 你莫要惊慌 朕没有别的意思 先去茫牙书院看看 这又是何意 驸马爷说了 如今大唐越来越重视教育 而茫牙村学院必将是教育界的标杆 今后来学习和参观的人肯定不少 所以驸马爷就让将教师建成了这副模样 方便众人参观学习 又不会打扰学子们上课 朕看巴雕整日都是无所事事 吃喝玩乐的呀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时候搞的 朕居然都不知道 回宫后定要承接一下李军县 他娘的怎么当的差 巴雕的一举一动是怎么摸的 陛下那就是温室大鹏嘛 茫牙村一共修建了116个 一直打算明年再盖上1000个 到底是茫牙村村长 说起话来就是硬气 1000个大鹏说盖就盖 这大鹏的棚子是玻璃的 陛下说的没错 这是为了充足采光 咱们稍后进到里面陛下一看便知 黑探头 你掐矮一把 这不是真的吧 这是冬季该有的景象 别说是你 就是我也无法相信 这 这有点太玄幻了吧 驸马爷的手段果然通天 知此大鹏足以镇骨朔金 八雕 这瓜得卖多少钱一斤 大概二百文一斤 卧槽 这瓜皮是金字做的 还是瓜子力是金字做的 您瞧瞧现在 哪儿有瓜呀 这都是大鹏的瓜 您嫌贵 我还嫌贵呢 这话怎么有点熟悉呢 我擦 李二世被华强附体了 一会不能刀我吧 剑上 真是剑上 西瓜卖二百文一斤 你TMD得赚多少钱 陛下 你要吃的话 我可以给您供 不过看陛下这态度 应该是不懈的 别别别呀 朕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朕说的是 要想赚钱还得是动脑子 朕明白不是这瓜子二百文一斤 是你八雕的智慧之二百文一斤 雕儿 朕跟你商量件事呗 陛下再说无妨 只要不是惦记我这大鹏 啥都好说 朕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 你将朕想成什么人了 朕惦记你这大鹏做甚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技术转让吗 陛下 技术转让这事 咱们可以谈呀 这东西都是你研究出来的 你说怎么搞 朕听你的 不然这样 您出地出人出钱 我出人指导 赚了钱 咱们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那朕也太亏了 合着你啥也不出 赚了钱你还要分一半 陛下 您有所不知知识产权 那可是非常贵的 没有我的技术 一切都是空谈 您这属于白赚这钱 你快拉倒吧 朕看你才是白赚这钱呢 人力物力财力 哪不是朕处 合着朕又闹好几年白干 不行不行 朕不干 要不这样 您出地 我不责修建大棚 您出人学习技术 然后种植 卖了钱 咱们一人一半 又是一人一半 我现在听见一人一半就很不爽 怎么就非得是一半 陛下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这也就是您 若是换做其他人 就算给我九成收益 我都不干 这玩意可是暴力 咱们势毒一份 我这也就是看在 咱爷俩这关系上 才同意你入伙 行了行了 你可别给我洗脑了 这项目震头了 陛下 丑话咱们说在前面 到时候户部种出来的水果蔬菜 除了供应皇宫之外 急于要进行贩卖的 一律由芒芽商行定价 统一进行售卖 万不可胡乱定价 扰乱市场 没问题就按你说的意思办 真正懒得管销售这事 到时候你说东西送到哪里 就让户部给你送到哪里 夫君 我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 突然这么一本正经 怎么你有身孕了 这是什么动作 卧槽 娘子 你该不会说真的吧 嗯 我 我要当爹了 我要在大堂当爹了 诚儿 真是辛苦你了 诚儿 你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几个月了 已经三个月了 只是没有查出而已 好 真他娘的好 哈哈哈哈 接下来你就安心在家养胎 啥也不要干了 缺啥少啥为夫 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 哪怕天上的月亮 为夫也给你摘下来 呵呵 夫君没事的 才三个月而已 再者说我哪里如此娇气 有你这神医在 还怕出现什么意外 哈哈哈哈 我当爹了 这种好事要分享 找表哥他们几个炫耀一下去 楚墨 宝林这症状持续多长时间了 怎么样 刁兄 宝林像不像发村的那傻 我们都来相思楼半个月了 也不知道咱的 这宝林最近有点精力旺盛 我们都不愿意来 每次都是他硬拉着我们来 他爹要知道了 还不得抽他 他宁可被抽死 那也必须来相思楼找若燕 找若燕可以 别找刘二娘就行 我刚才看他 跟老宝可是打情骂俏 没来眼去啊 玉此宝林 你他娘的逼的 你没完了是吗 哥几个陪你来 是为了看你在这发损是吗 我 我这不是欣赏物资的吗 咱这钱不能白花啊 你欣赏鸡毛武资啊 你那眼睛都快掉 老宝子身上了 看来你是缺爱了 改日得跟玉此宫说说 赶紧给这娃讨个婆娘吧 若是这么下去 非要疯了不可 宝林你看看咋的了 我敲离娃 若燕 两位大人这是怎么了 是我家姑娘不懂事 得罪两位大人了吧 您别生气 金史全当我请客 来人还不快将春彩服走 而等匹夫安敢在我大堂境内如此狂妄 你算什么东西啊 竟敢管本使臣的事 这两个贱妇侮辱我高沟梨 我当然要教训他们 你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们变态 用戒指和皮鞭肆意打骂春彩几人 他们要离开你们不肯 还要强迫他们 混蛋 你们竟然出言辱骂本使臣 真是找死 畜生 你们真以为是高沟梨的使臣 便能在我大堂的土地上 肆意妄为了 你们两人若是再敢如此猖狂 便别怪我不客气 哈哈 你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 怎么 大堂也流行英雄就美 逞英雄 那我就让你看看 高沟梨使臣能不能在大堂的土地上嚣张 你是哪里跑出来的杂种 竟敢对我们高沟梨使臣动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高沟梨使臣很牛逼吗 薛将军竟直接讲到石臣的啥了 哈哈 到底是薛将军 什么谈酿的石臣 干在窝打烫的肩脑时 统统送他们捡烟网 表弟你又闯下大祸了 这可是高沟梨的使臣呀 表哥 你感觉这两个人该死吗 该死 这不就行了 该死的话 为什么要让他们活着 你们放心 出了事 我罢掉一人担着就是 雕兄 你说的这是啥话 有府同享 有难同当 那是俺们跟几个说好的事 吃喝完了你可在俺们 除了是你自己扛 你把俺们当什么呢 没错 这两人本来就该死 杀便杀了 若是陛下怪罪 我们赔命便是 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不过是死了两条狗而已 你们用不着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 放心吧 陛下不会怪罪你们 二娘 赶快说人 将春彩拉去旧衣吧 都是皮外伤 倒是没伤性命 实在不好意思 将你的店弄脏了 一切损失 你从账上扣就行了 驸马爷 您说这话就是折杀民女了 今晚本来您就是为了春彩 才杀了这两个使臣 你是我们相思楼的大恩人 民女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真是罪该万死 谁他娘的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杀高姑李使臣 卧槽 八雕 薛忍贵 长孙冲 陈楚墨 玉池宝林 秦怀玉 这特么长安城几个火焰网算是聚齐了 我人麻了啊 我说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长安城杀使臣 卑职参见驸马爷 既然你们巡防营来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大理寺那边你该怎么报就怎么报 这是陛下自会请我入宫说明 陛下自会请你入宫说明 这是人说的话吗 这特么的也太猖狂了吧 卑职领命 行了 别愣着了 都回家睡觉吧 今日这曲是听不成了 改日再来捧场 表弟你心事真大 这还能睡着觉 皇帝陛下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 高大晋可是荣流亡的足弟啊 他本就对大唐充满 鸡威和友善怎么就被杀了 皇帝陛下 我高沟里可是带着诚意来大唐 建立友好往来关系的 如今两个使臣在长安城被杀 这若是传回我高沟里 真也是福气了 这八雕刚消停没几天 这一下子就将高沟里两个使臣给杀了 还是在风月场所为了个风尘女子 大唐的脸都快丢尽了 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能捅老子呢 好了 崔使者 此时朕已经知道了 你不要着急 出了这样的事 谁也不想 但你放心 我大唐是礼仪之帮 此时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陛下 一定要将那杀人者绳之以法 还我高沟里一个公道 绳之以法 想杀的在阵 别一会儿郑主来了 给你绳之以法 我都谢天谢地了 你放心 人阵已经去请了 一会儿便到 嗯 去请了 不应该是去抓吗 大唐到底是礼仪之帮 这说起话来都是客客气气的 夫君 夫君 你快醒醒 宫里来人了 怎么 陛下派人来请我了 夫君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你为何如此冲动 那使臣是说杀便能杀的吗 娘子莫急 小心动了胎气 我能不急吗 公众都派人来抓你了 此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夫人 请注意你的言辞 那是请不是抓 再者说 我做事 你还不放心吗 若是那人不该杀 我怎么会仗势欺人 放心吧 用不了傍晚 我就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陛下不但 不会怪罪我 还得嘉奖我 此话当真 放心吧 我何时骗过你 你且在府中养胎 我去去就回 对了 别告诉人贵了 要不他一定会将事情 揽到自己身上 影响我发挥 陛下 不知您换我钱来 所谓何事 还所谓何事 八吊 你自己犯了什么罪过 你不知道吗 真切问你 你昨晚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昨晚我跟触摸 他们几个去教方听取 然后回府的路上 跟薛人贵撸了顿串 随后就回府睡觉了 哦 对了 昨晚还在教方 杀了两只 得了狂犬病的狗 怎么 狗主人找陛下 告状来了 教方听取 撸串 杀狗 到底是驸马营 杀了高高李使臣 半夜睡的香部说 还在半路路了顿串 鲁串 你们走后还鲁串起来 这特么的 得是多大的心 最重要的是 居然不带我 不是说我们使臣的事吗 怎么杀狗的事 还提出来了 卧槽 他骂高大金两人是狗 我是狗主人 这是什么虎狼之子 你这么吊你爹妈知道吗 陛下 死人 死人也太猖狂了吧 他竟然在你面前 如此侮辱我高高李 如此羞辱我高高李的使臣 这就是大唐 作为李一只帮的态度吗 难道我高高李使臣的命 在大唐面前 如通狗一般 想杀就杀吗 此事若是传出去 您大唐皇帝脸面何在 大唐威严何存 皇帝陛下 您一定要为我高高李使臣做主呀 我们前来大唐 是与大唐友好肩帮来的 八雕你这是什么态度 究竟出了什么事 非要杀两位使臣不可吗 你眼中还有朕 还有大唐吗 你是要气死朕吗 陛下 正是因为我眼中有您 有大唐 这两条狗 我才不得不杀 在我大唐的土地上 肆意侮辱 虐杀我大唐子民 我身为大唐驸马 怎能袖手旁观 别说是两条狗 就算是高距离的王子来了 敢在我大唐的土地上 如此对待百姓 我照杀不误 驸马 大唐羞辱驸马也巴刁 完了 今日这是不好办了 就算这两个高高李使臣 十恶不赦 那你将人秦下转交大理寺 不就好了吗 非要动手伤人性命 你眼中还有王法吗 我身为大唐子民 成奸除恶 维护百姓 那是我的义务 我先斩了 他们在场 这不是一样的吗 万一半路 让罪犯跑了 陛下如何向百姓交代 陛下 小使又已是不明 都敢向陛下请教 大唐圣诗世人瞻仰 陛下威名声正还语 八方尊宠 小使不明白 一个小小的驸马 杀了使臣还敢咆哮朝堂 是则陛下 您是怎能忍受这种人 在您麾下当差的 大唐威严何在 陛下您的龙威何损 即便他立下过 天大的功貌 那也不能如私欲 陛下您说话呀 若是长此以往 那还料得 我敲李娃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我大唐家务事 轮得着你一个小小的 高沟里使臣之手画脚 一致气势 你撒抛尿 照照自己那德行 有什么资格评论 我大唐驸马爷 这俩四 在我大唐京市长安城 宫南想要杀害 我大唐子民 如今被杀你 反倒血口攀人 你若是在赶口若玄河 大放厥词 填补之耻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什么情况 大唐的人说话都这么掉吗 我们高沟里使团 不是受害者吗 陛下 我高沟里可是来大唐结盟的 大唐若是这般对我们 今后还有哪个国家 敢出使大唐 他们俩人有错不讲 但终究没有伤人性命 最不知死呀陛下 而且 而且那惹事的不过是 风月场所的风尘女子罢了 难道我高沟里使臣的命 我容留王堂帝的命 还不如一介风尘女子吗 别说你高距离 使臣的命不如一介大唐风尘女子 就算是容留王的命 那也抵不上 我大唐风尘女子的命 我大唐子民的命 几时而一帮 可以肆意侮辱 争杀予夺的 你当你高距离 是个什么东西 哈哈 到底是俺大唐驸马爷 说话永远都是这么硬气 容留王的命 不及俺大唐风尘女子的命 哎 今日之事 不能善了咯 虽然事关重大 牵扯两国外交 但驸马爷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这次还在这挑包离间 他以为我大唐朝堂 跟他勾勾离一般 你简直欺忍太甚 你一个小小驸马 安敢在陛下面前 恐出狂言 侮辱我高勾离容留王 还侮辱我高勾离 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死了贱民而已 况且还没死 你真是太放肆了 够了 大唐朝堂 还轮不到你一个一帮使臣 指手画脚 一指气势 吐天之下 全都是我大唐子民 而安敢辱骂我大唐子民为贱民 这是朕也听明白了 明明就是你高勾离 使沉默无法度 欺人太甚 想杀我大唐子民于长安城中 我大唐驸马仗义出手 救民于水火 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朕告诉你 就是我大唐的一条狗 那也不是你高勾离 可以任意宰杀的 此事皆是你高勾离之错 无需在意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朕看你们此次来唐 并未抱有敬畏之心 与友善之意 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等你们想好该派什么样的人 以怎样的态度前来大唐 那时我们在意联盟也不迟 皇帝陛下 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为了此事影响两国关系 真的值得吗 话 朕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联盟之事今后在意 使臣请回吧 回去告诉龙流亡 我大唐不是谁都能来的 退下吧 等等 回去告诉你们陈流亡 将俘虏的 我汉家百姓 全都送回来 不然我八雕定会 率领大唐铁骑 亲自上门讨要 驸马爷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高沟丽与大唐素来友好 从未交战 哪里来的汉家百姓 你莫不是在这里血口喷人吧 大雁年间 隋阳帝三次东征 你高距离俘虏了 我汉家多少军民 当初龙流亡 大雁归还俘虏 虽然隋阳帝已经不在了 但汉家百姓 永远是我汉家百姓 劳烦催大使者 回去给龙流亡带个话 若是他大雁归还我汉家俘虏 你们在长安城的无理行为 便一笔勾销了 要脸吗 还要脸吗 我高沟丽使臣被杀了两个 最后反倒是我们成为了无理之人 还归还前朝俘虏 你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 你无理 驸马爷殿下 大唐虽然强盛 但我高沟丽也不是吃素的 您一个大唐驸马 说出这样的话 不感到可笑吗 此次大唐之行 本就是我高沟丽被杀了两人 您反倒还要要求 我高沟丽放掉俘虏 且我不说我高沟丽 也没有汉人俘虏 就算有那也是前朝的事 大隋已经亡了 驸马爷不是要找借口 与我高沟丽开战吗 首先大隋虽然亡了 但汉家没有亡 其次我若是想跟高沟丽开战 根本就不需要找任何理由 我八雕之名 不要我自己多说 我不是在与你们商议 而且我说到做到 高沟丽在大唐面前一文不值 八雕的意思便是朕的意思 还请你带话给荣刘王 希望他尽快将我汉家百姓送还大唐 退下吧 陛下据可靠消息 荣刘王已向阳口城与东壁城大量陈兵 粮草机械也正源源不断向两城运去 微臣以为荣刘王是想先一步与大唐建交 随后以雷霆之势攻下 新罗与百姬 如此一来东海半岛便全部落入荣刘王的手中了 怪不得荣刘王如此迫不及待地 与我大唐建立友好往来 原来是早有预谋 如今高沟丽已经强大到这一半地步了吗 同时进攻新罗与百姬两国 这一切都是高沟丽大将军冤盖苏文的主意 这冤盖苏文是个铁腕军事独裁者 为人十分跋扈 连荣刘王都不放在眼中 荣刘王与冤盖苏文之间的间隙 已经越来越大 若是在这般下去 高沟丽一定会陷入持久的内部战争 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 高沟丽刚刚一统又与新罗百姬两国接扰 若是爆发内部战争 不管哪一方胜利都将迎来新罗与百姬两国的进攻 所以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荣刘王与冤盖苏文只能放下恩怨 攻打新罗与百姬 要是 那你感觉咱们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 难道就这么眼看着高沟丽吞并新罗和百姬 陛下 微臣以为应该向登州和辽东两地集结兵力向高沟丽施压 如今我大唐粮草充足 咱们耗得起高沟丽可耗不起 出兵辽东和登州镇倒是不反对 但若是打不起来 这军费该由何人支付 如今的国库可是不富裕啊 陛下次次军费 芒芽商行倒是可以承担 好 只要你的条件提的不过分 朕都答应你 就等着你说话呢 这冤大头朕肯定是不会当的 打下来 金银财宝都是白来的可以分给八雕 打不下来 钱是八雕出的 军队全当拉链了 这只赚不赔的买卖可是不多呀 平壤城的东西 我要分一半 芒芽商行在东海半岛行商五年免税 啊 你TM的还真是狮子大张嘴 不行 虽然你出了军费 但粮草是镇的 百万大军也是镇的 再者说 若是打起来你稳赚不赔 你张张嘴边分走一半的东西 还免除五年赋税 不同意 朕坚决不同意 这还多吗 陛下这可是百万大军的军费 而且那伙计 运到辽东可不容易 若是打不起来 我得赔上千万 我承担的风险比您要大多了 再者说 我要的只是平壤城府库中的一半东西 鬼知道平壤城到底有没有值钱完益 我最多将赋税减免到三年 不然免谈 这倒也是 那就依你之眼 无成福库三年福水 要是 回去准备准备吧 日 陛下 末将抵达边境后 星罗与百计迫于冤盖苏文的压力 军向大唐投降并交出所有兵权 荣流王高建武的死消息后 也向大唐请降 驸马爷料事如神 提前预判荣流王投降之举 命末将拒绝投降请求 并一路打到高沟离都城 打散几十万大军后 接受荣流王的请降 冤盖苏文被我军俘虏后 被荣流王所杀 此次出征大获全胜 大军即日班师回朝 提气 太提气了 这火炮与火冲的出现 我大唐的军队 普天之下还有谁能抵挡 八雕这小子脑子里有东西啊 朕还是要经常性的鞭策他才行啊 少爷咱们不参加庆功宴合适吗 你咋说也是东征的赞助商 光钱就出了千万 这有啥合适不合适的 咱们是做买卖的 买卖做完了 当然要回家 跟他们喝酒又得喝到二半夜 在家好好睡觉不好吗 那倒也是 我去给三位夫人请个安 然后回府补个觉 睡醒了路顿串曲 嗯 这什么情况 李二不是应该在宫中开庆功宴吗 怎么到我这来了 末将参见陛下 怎么感觉见到朕你们两人 好像不大高兴呢 不能 见到陛下末将和驸马爷 简直不要太高兴 陛下您不在宫中 跟大家伙庆祝 怎么来我这了 废话 朕为何来你心里没点避数吗 你若是老老实实的去参加庆功宴 还至于朕特帝来这逮你 再者说了 朕闺女怀孕了 朕过来看看不行啊 呵呵 陛下来送礼 我哪能不高兴呢 行了 你们两个也别跟朕废话打马虎眼了 赶紧跟朕回宫参加庆功宴 这么重大的事 你们两个都逃了多少次了 怎么 朕的面子这么不值钱 夫君 你赶快跟父皇入宫吧 父皇都亲自来家里请你了 你还不给面子 好吧 你这赶上无偿索命了 还能追我家来 诸位爱卿 今后我大唐东将再无战事 朕代表天下百姓 敬你们一杯 知节呀 娘娘 我早饭都没吃就等着一顿你 吃口饭咋就这么费劲你 陛下 您叫啊 朕听说你这次东征表现得非常勇猛 今嫌我大唐而郎的英雄乞丐 陛下 若说功劳 俺老成定然不及大将军人贵他们 但若说冲锋陷阵 功成略地 身先士族 俺老成谁也不服 地下旁的不说 俺就跟您说说辽东城之战 那日火炮轰炸后的辽东城 硝烟弥漫 黑云压城 辽东军抱着必死之心士气正盛 城中任贵一人一马 于敌军军阵之中 杀的血脉喷张激情四射 但双拳难敌四手 任贵在永纳也抵不住辽东军 千军万马的围攻 就在任贵招架不住之时 俺身披铁甲手持巨斧 跨坐乌云踏雪杀入城中 面对千万万敌人 俺没有一丝丝畏惧之色 俺一声怒吼犹如惊雷 炸裂于辽东军军阵之中 好一些辽东军被俺吓得贪软倒地口吐白沫 那敌将更是被吓得口吐鲜血跌落马下 与此同时俺大吼一声 你成爷爷在此 而等素来受死 随后俺之身杀入千万万辽东军中 杀的辽东军丢盔弃奖 失衡遍野 那是血流成河 可算将人贵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只此一战 俺的威名便传遍了高沟里 他们都叫俺 都叫俺为混世魔王 成胖子 你这丝真是好生不要脸 你这牛逼吹得我实在有点停不下去了 人贵那神无双武艺用你救 我看你被救还差不多 再说了 你以为你是那具水断桥的阉人张义的 你还一声怒吼下退百万雄十人 陛下 成胖子吹牛逼 莫将恳请您治他欺君之罪 黑炭头你吃你的饭 吃还堵不住你的嘴 俺这叫吹牛逼吗 俺这叫灰声灰色 你懂个机儿 好了好了 直接快做吧 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表现不错 朕很欣慰 如为爱情今日敞开了肚子吃 朕着人到芒芽村拉了五十头羊过来 今日保管让你们吃个够 嗯 你是狗吧 你个狗 你怎么跟狗样 你跟我玩偷家呢 绕过我去芒芽村拉养 我都不用问徐公顷 肯定不好意思要钱 你这也有点太无耻了 八掉 朕看你怎么不大高兴呢 这韭菜不合胃口吗 这羊可得是从芒芽村拉来的 朕亲自调的 陛下 现如今这羊肉多少钱一斤 朕哪里知道多少钱一斤 这羊没花钱 徐公顷白送的 但是朕得跟你说明白 可不是朕想占你这点便宜 朕说了多少钱朕都给 八掉在外 不容易朕岂能占这便宜 但徐公顷死活不一 说什么给钱就是看不起驸马爷 看不起芒芽村 您是大唐皇帝 为国为您辛苦 孝敬您是应该的 朕也是没有办法 只好却之不公 呵呵 对了 从平壤运回来的金银财宝 就快到了 我已经分好了 到时候咱们一人一半 完了要糟 这兔崽子不会想耍心眼吧 那还真是辛苦点了 你放心该是你得的那份 朕绝不贪心 一文少不了你的 但朕那份谁也不能动 少一文不行 陛下放心 您不用这么紧张 您带我这帮好 我怎么也不会算计您 王德 你一会算计那些羊值多少钱 明日给徐公庆送去 今后这便宜咱不占 占小便宜吃大亏 羊肉能值几个钱 陛下您真能开玩笑 五十只羊能值多少钱 都说是送您的了 您放心吃就好了 给什么钱 咱们之间的感情 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拉倒吧 咱们之间最好 还是用金钱来衡量吧 这羊是不值钱 那一箱金条可是值钱的 朕怕驸马过两天手抖 搬错一箱金条 再让您吃亏 陛下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说这话当真 当真我还没有小气到 连几十头羊都舍不得送陛下吧 骂倒也是 雕儿可是最孝顺 来咱爷俩好好喝一杯 夫君你昨天好勇猛啊 我咋的了 夫君你昨天晚上 跟任贵一路跑回来的 五百多名千牛喂在后面追你俩 后来寻逢营都出动了 大家伙还以为是抓刺客呢 追到府上才知道抓的是驸马爷 卧槽 那我跑回来的时候穿衣服了吗 肯定穿衣服了 不穿衣服那还了得 夫君你难道有什么特殊癖好 别瞎想 你夫君没那特殊癖好 夫君你放心 你和任贵不是最丢人的 那庆功宴会中的乐子可大了 也不知道你们喝了多少酒 今日早朝都没上 程将军和玉池将军 直接就在两一殿上睡的 那都拉不走 据说两一殿中 现在进去个人都能直接醉倒在里面 昨晚确实是都喝性情了 那都抱着坛子喝的 但是我为啥要跑来着 讲起来了 李二昨天非要跟我拜靶子 煞穴为盟 这你马谁抗得住啊 而且这特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参见少爷 参见夫人 多多来了 还没吃饭吧 快来一起吃 来人 给多多添一副碗筷 嘿嘿 灵二给我也添一副碗筷 见过少爷夫人 多多你可是大忙人 今儿怎么有空来勤抚 我是来汇报工作的 少爷 从长安城通往来桌的水泥路 已经修建好了 度假村也已修建完毕 您若是要去度假 随时都可以去 已经修好了 动作够快的啊 眼看着夏季就要到了 我正想着带娘子去哪玩呢 这下有地方去了 娘子你看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眼瞅着天就要热了 夫君我如今这四个月的身孕 这能行吗 你放心吧 你夫君我的医术 你还不了解吗 绝对没问题 多带上几个侍女 平常伺候你 肯定没问题的 那就依夫君的 那此事就这么定了 娘子将你手头上的工作交接好 收拾好行囊 咱们七日之后正式出发 多多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就算了 您知道芒牙商行的工作太多 不过过一阵子 我正好去一趟莱州 若是有机会我自己去 好那就辛苦你了 大家伙赶快吃吧 菜都凉了 咱这是去游碗 不是搬家 这是干啥啊 三子那锅碗瓢盆 就别往上搬了 那边都有 那烧烤炉子 又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带枝羊啊 那半路不得臭了 少爷准备好了吗 咱们啥时候出发 人贵 你啥也没准备呀 准备啥 带点衣服就行了呗 公主殿下说了 人跟着去就行 东西不用准备 马车一会儿也扔下 这车面哪里有咱们府上舒服 公主殿下 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啊 你看看吧 估摸着 除了这宅子拆不走 其余的东西都要带走 那我也去帮忙 公主殿下 他们出游 总要准备齐全线 我去看看有什么不需要的 就不让他们带了 三子那糖衣得带两把 一把不够 怎么光带了烤炉 没有烤架 将烤架也给装上 别怕没地方 马车不是有的是吗 你这是嫌东西太多 你特么的事 嫌东西太少吧 等你 卧槽 陛下 陛下 咋了人贵 躲陛下 还躲不及呢 你还想他了 不是少爷 你看外边 陛下在这呢 八雕 你个兔崽子磨蹭什么呢 朕跟腐机大早沉起来 就在这等你 这都快赏我了 你怎么猜出来 来州你还去不去了 陛下 您的意思是 您也要跟我们去来州 废话 朕若是不跟你们去 何必在此等你们这么长时间 你这是有多少人要去来州游玩呀 不多 就六个人 六个人 你们六个人去二十几辆马车 真是太败家了 陛下 你看看 这兔崽子多会享受 嘿嘿 陛下 公主殿下毕竟有身孕在身 雕儿准备得如此周到 没有什么不妥 行了 真念你对诚儿关怀的份上 便不与你计较了 辅机别愣着了 咱们上车吧 挡了半天 朕都饿了 不是 咱说就这么自然吗 怎么所有人都感觉 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 蹭游蹭得这么豪横吗 陛下次去来州 来回家上游玩 可得三个月左右 就三个月呀 朕还以为能玩个半年呢 怎么这么大人了 好赖话听不出来吗 你放心 宫中的是朕都安排好了 有城前监国朕都不怕你怕啥 朕当了这多年皇帝 就不能放松放松吗 好吧 既然陛下将一切都安排好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您若愿意跟着去 便去吧 你这兔崽子好生会享受 你去年就让钱多多盯着修建 长安城到莱州的路 提前修建好什么 什么度假村 朕可是盯你兵了一年了 怎么会让你轻易跑了 朕若是玩得好 明年也带观音币过去玩玩 实在不行 这皇位就传给城前算了 朕也早日享受享受生活 别亚陛下 您可正值当年生龙活虎 这皇帝之位 您可不能退呀 李二韭菜 我还没割够呢 怎么可能 让你现在就退位 还享受生活 这是你一个大唐皇帝 应该想的事吗 朕退位了你不高兴啊 省得你老气朕 朕言不见心不凡 陛下 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说出来 让我开心 让我为您分忧 但今后可千万不能说 退位的事了 您再为这些年 大唐发展 可谓是翻天覆地 没有您咱们 能走这水泥路 去来州游玩吗 您可是要成为 千古一帝的 您得支愣起来 享受生活什么时候 不能享受 您身为大唐皇帝 现在要干的是 将大唐打造成盛世 你真感觉朕如此英明能干 又当千古一帝的前置 陛下 你必须是千古一帝 谁反对我跟谁挤 那你干什么 我替陛下享受生活啊 你这话说的你要脸吗 朕怎么感觉 朕好像是为你打工的 累都让朕瘦了 钱都让你赚了 朕现在也想享受生活呀 这皇上有什么好当的 受累还不讨好 呵呵 陛下 我跟您开玩笑呢 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那就是辅佐陛下 您放心 只要有我一口肉吃 就有您一口汤喝 我真谢谢你 你这臭小子是真不会聊天 朕懒得跟你说话了 你小子东西还真是不少 来钓肝给朕一根 陛下 您也喜欢钓鱼啊 以前喜欢 后来当了皇帝公务繁忙 也就不怎么钓了 撒抛尿的功夫都没有 还钓鱼 拔鱼你这什么新式钓法 鱼钩不下水 我不会钓鱼啊 就会钓蛤蟆 这玩意炸着吃贼香 你他妈的家伙是准备的这么齐全 这么豪华 你他妈的不会钓鱼 钓蛤蟆找一根竹竿不就完了吗 你真不会钓鱼 就会钓蛤蟆 钓蛤蟆咋了 陛下我跟你说 这钓蛤蟆也是个技术火 那也不是想钓就能钓的 小子 朕今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钓神 别的不敢说 单论钓鱼这块朕没服过谁 陛下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何时 你办事还用跟朕商量吗 你一向不是想干就干 这件事必须陛下同意 否则无法开展 说来听听 芒牙商行现如今 在大唐各处建设分行 甚至周边小国也已经建立分行 高距离那边 现也已经派人过去了 商队经常游走于荒山野岭之间 我想组建一支护卫队 平常用来保护商队 另外这支队伍 我会以特殊的方法训练他们 将他们打造成一支全能的队伍 无论是护卫 打探情报 斩首 乔装等技能 全部精通的复合型人才 这样可以跟着商队 来往于各国之间 打探有效情报 拔刁你这是私兵 你要造反啊 朕就问问你 这支队伍对阵有何好处 这支队伍只听命于皇帝本人 所有成员只认令牌不认人 所以陛下你 无需担心忠诚的问题 你要亲自下场训练 当然不是 我还得吃喝碗 我这有更好的人选 谁呀 居然能让你如此看重 袁天刚 求然客 你说谁 求然客 朕当年招揽他都未能成功 你能行吗 戏狗 陛下咱俩可以打个赌啊 那拉倒吧 别打赌了 朕最近对打赌过敏 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 不良人 陛下 这鱼是怎么个钓法 老陈长这么大 还真没钓过鱼 您教教老陈 老陈也想学学 钓鱼简单 你将鱼尔钩在鱼钩上 向湖中甩去就行了 等你感觉到拉力使 那就说明有鱼尔上钩了 就这么简单 这能行吗 伏鸡 你第一次钓鱼得耐得住性子 这鱼没那么好钓 想当初震钓鱼的时候 那第一条鱼震花了半个多时辰才钓上来 来鱼了 来鱼了 陛下 这钓鱼也是个利器活呀 您看微臣钓这条怎么样 估计得有三斤 对了陛下 您钓了这么半天 一定钓了不少吧 还好还好 你这第一次钓鱼悟性不错 你不知道 一般新手钓鱼就跟打麻将一样运气特别好 老臣一定努力 争取赶上陛下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 长孙无忌疯狂上鱼 反观李二这边一无所获 是不是朕钓这个风水不太好 特么的一条鱼也不上了 伏计你实话跟朕说 你真是第一次钓鱼吗 没错耶 陛下 老臣没有必要用这是匡骗您吧 哎哟 我这鱼的个头可不小 你不是说你不会钓鱼吗 我真不会 就是之前兵钓过两次 还没钓上来过几条 这点本事都是陛下您 刚才教舅舅 我偷听到的 陛下您别说 您教这两招还真好用 您钓了几条了 不得十条八条了 小屁还别瞎打听 朕这鱼篓都快满了 开放了 哈哈 过瘾 实在是太过眼了 我没想到钓鱼竟然是一件 如此有意思的事 陛下回吧 开饭了 您钓的也不少吧 不 不少 回吧 特么的风水 一定是风水问题 这地方克朕 将朕克的死死的 今日这事若是处理不好 那丢人可就丢到姥姥家去了 这都是你们逼朕的 别怪朕不客气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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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陛下 陛下 你没事吧 陛下 没事吧陛下 陛下 您怎么样了 朕 朕的鱼篓 陛下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管那两个鱼篓坐肾 都飘远了 估计鱼也都跑了 鱼真的都跑了 跑了 全都跑了 陛下那鱼有什么重要的 您身体没事吧 朕没事 鱼都跑了 鱼都跑了好啊 陛下 您说啥 呃 鱼怎么都跑了呢 那可都是朕的心血啊 朕钓了一条三十来劲的鱼 还说一会儿烤了 给你们两个补补呢 陛下 您真是让老臣感激涕零 您都被烟成这副模样了 心中竟然还想着我们两人 真是让老臣太感动了 陛下 咱们回营地换衣服吧 一会儿染了风寒便麻烦了 陛下 那鱼篓 方才被我捞上来了 就放在岸边 那盖子还在 估计鱼没跑 您在这等着 我去拿过来 咱也见识见识 那三十多斤大鲤鱼长啥样 啊 你给捞上来了 盖还在 怎么 陛下不高兴 高兴 朕怎么会不高兴 你真是朕的好女婿 朕要好好谢谢你 陛下 我到您玩呢 你这兔崽子 一天没个正行 朕方才明明 朕明明拼了命地捞 那两个鱼篓都没捞上来 哎 真是遗憾 来陛下 老臣敬您一杯 今日钓鱼多亏了您的吃点 不然老臣也钓不了这么多 我也敬陛下一杯 不得不说 陛下您这钓鱼技术真有两下子 那鱼跑了 真是可惜 这都是小事 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朕干了 你们随意 哈哈哈哈黑探头 俺说的吧 咱们若是快一点 肯定能赶上吃饭 末将参见陛下 你们两人怎么来了 陛下 太子殿下说 辽州到三国新晋覆灭 怕有余孽造次 这才特令我们两人来护卫陛下 您放心 有俺们保护您 一定要让您玩得开心 玩得愉快 行了 那一块坐下吃饭吧 来陛下 俺老臣必须敬您一杯酒 这些年咱们之间的感情那是最铁的 只铁 咱们哥俩之间的感情那都不用多提 肯定是杠杠的 来 大哥敬你一杯 这群酒萌子喝点酒 真是脸都不要了 人贵 大唐这些将军 哥哥最看得起的就是你 你这小伙子踏实 这些年来不招式不惹事 兢兢业业 但大唐有事你是真上 朕 朕今日有一件事 必须 必须说出来 要不朕 朕心里不痛快 今天朕根本就没钓着鱼 朕 朕是故意钓 钓的 钓的水 你们俩人在那嘀咕半天了 朕都没好意搭理你们俩 你们在那嘀咕什么呢 陛下 您别生气 俺和黑探头闹着玩呢 你下棋吧 不要管俺们两人 来辅机咱们继续 看朕给你来一手双飞燕 这两人再玩火 一会得死得老惨了 你们两个别真站起来 没完呢是吧 来 你们两个跟朕说说 说说你们两个在那偷笑什么呢 这车厢妹 谁值得你们两个如此一笑大方 娘的 这起本来就输得憋屈 正有火没地方发呢 这还真有上赶着找死的 陛下 俺 俺 成之节 真日你大眼 给朕说 你到底笑朕什么呢 陛下 俺还是别说了 俺怕您接受不了 你今日要不给朕说清楚 朕一刀剁了你 陛下 是这样 昨天晚上俺们不是喝酒来着吗 俺 俺也不知道 您是喝性情了还是怎的 您 说 你不说朕飞活批了你 呵呵 陛下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只是您昨晚喝多了之后 说您昨晚其实 其实没钓到鱼 是故意 这什么情况 自己喝多了 将自己牢底全都给借了 停 这是你不必说了 朕已经知道了 你感觉很好笑吗 你在笑什么 笑朕的坦诚 还是笑你成之节和玉池尽得的无知 昨晚若不是你们两个突然来 又不要命师的灌酒 朕会喝多吗 陛下 俺们错了 俺们下次不敢了 是啊 陛下 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你们还想有下次来你们俩过来 站到这 背对着朕 朕去宁扬的 不要啊 赵云飘远秀 喷雨范长河 嫡妃婚领妇 邪卒撒颜恶 炫丛诛地叶 起六镜徒波 蒙柳天思米 寒吹之空薄 好诗好诗 陛下您这首诗 足以名垂千古 流芳百世 俺就没听过这么好的诗 只此诗一首 便让末将感到心旷神怡 身临几定 神清气霜 你们两人真感觉朕的示好 那是当然 俺对您的崇拜 犹如黄河 滔滔不绝 那你们两人跟朕说说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 那个 哼 你们别以为说了两句好听的 今日这事就算了 嘿嘿嘿 不能 那不能 俺们俩对陛下心灵造成的创伤 那是无法弥补的 但是俺们两人一定尽力补救 绝不会再让陛下生气 行了行了 朕懒得听你们两人在这念经 八雕你给大家伙即兴服侍一首 朕今日这首诗还不赖吧 陛下 您这首诗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您就不要跟我比了吧 做得好 还不要跟你比 啥意思 打朕的脸 听你这小子的意思 是根本就没拿朕放在眼中呀 辅迹你来说 朕这首诗做的怎么样 嘿嘿 陛下文韬武略 做诗向来不输任何人 此一手用于自当传世 你们听听 还是辅迹有眼光 朕知道你做诗有一套 但今日朕可不服你 不行咱们爷俩就赌一把 陛下您确定 做诗这一块 你跟我干不等于跟店干吗 你是不是忘了 我第一集是咋发挥的了 陛下说吧 您想怎么个赌法 你莫要猖狂 咱们就赌你那座度假村怎么样 若是朕赢了 你将度假村送给朕 好 但陛下若是输了呢 开发那度假村和那片海滩 我可是花了不少的银子 陛下若是拿不出来点值钱的玩意 我可不答应 这小子摆明了 还是坐地起价 但这次朕赢得面很大呀 这样吧 你不是要发展什么旅游业吗 你若是赢了 朕免出你旅游业的三年赋税怎么样 陛下赐话当真 朕惊口欲言 岂能诃骗你 好 那我们就说定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 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付来 烹羊宰牛 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陈夫子 丹丘生 枪尽酒 飞莫亭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清耳听 中古转喻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饮者刘其名 陈王稀释雁平乐 斗酒十千自欢雀 主人何为严少钱 竟需孤取对君主 五花马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耳同宵万古愁 你 你他妈还是人类吗 不好意思陛下 我一时兴起 付了手七言歌醒 您不会怪我吧 还有我这首歌行作的 还算凑合吧 您看能入得了 您的眼吗 好诗 真他娘的是一首好诗 就连我都不得不 给驸马爷伸出大拇指 臆下 真不是俺老成不占鞭鸣 实在是驸马爷 这首诗做得太好了 俺老成就没听过 这么霸气的诗 死一口迎送便是 震骨硕尽 鸟儿在做诗上面的天赋 真是令人惊艳 爱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朕自信满满的一首诗 竟被八雕碾压得五体投地 赢他一次就这么难吗 陛下您没事吧 若是不然这赌约就算了 朕能有什么事 朕身为大唐皇帝 还会输不起吗 朕承认这次是你小子赢了 朕愿赌服输 过过你小子记住 这可不算完 朕早晚赢回来 八雕这臭小子本来就不是人 是个妖孽 朕跟一个妖孽有什么好比的 呵呵 那就多谢陛下慷慨 减免赴税了 娘的 好不容易占八雕一次便宜 跟着去游玩蹭吃蹭喝 这下倒好 非要装个犊子 犊子没装好 还搭进去三年赴税 朕好想把他丢到河里喂鱼啊 你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 难道你特么的知道 朕要把你扔下去 朕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 陛下 您把那眼神稍微收敛一点 我 我有点怕 雕儿啊 陛下 您还是恢复 那桀骜不驯的样子吧 您这样 我看着别扭 你兔崽子少在那跟朕耍平嘴 朕问你 你这首诗有名字了吗 陛下放心 这好诗 我怎么会忘了您 嗯 有名字了 停 怎么了陛下 这名字你不要说 朕感觉你起的肯定不好 这样朕给你减免四年的赋税 这名字让朕来提 陛下您可是皇帝 您应该听得出来 这首诗中交织着失望与自信 悲愤与抗争 好纵与狂放 这是对上位者不作为的愤慨 你怎么知道朕不曾失望与自信 悲愤与抗争 好纵与狂放 你以为朕的皇帝之位是怎么来的 你以为朕没有绝望之实吗 你以为朕为什么会重用手上沾满天侧府鲜血的魏征 彪矮 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 这名字你就不要起了 就让陛下来起吧 这些年陛下为大唐操碎了心 若是不是陛下圣名 即便你再有想法那也得不到陛下的支持 好 这个名字就让陛下来起 那一年赋税还减不减了 卧槽 听了你说这话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特么的跟我俩玩套路呢 打感情牌 卖惨 陛下 这是老臣剃刀儿做主了 那一年赋税不用减免 舅舅你上头了啊 也罢 就按舅舅说的办吧 还是赶紧答应吧 要不然长孙无济一会 再把那三年的赋税也返回去 那可几把操蛋了 看来以后要多留几个心眼了 这儿子现在越来越有心眼子了 一不小心就让他钻了空子 兔崽子 跟朕斗 你还闷了点 既然八雕如此要求 那朕变了了他这个心愿 亲自提名吧 是我吞错了吗 方才不是说用一年赋税换吗 怎么变成了雕儿的一个心愿了 这首诗就叫黄河叛赠李世民陛下 怎么样 大家伙说着名字提的好不好 这首七言歌行 不会因为这个草率的 不能再草率的名字 而不能流芳千古吧 太白 这事真的不能怨我 终究是错付了 陛下 您这名字提的会不会过于草率了 要不您再想想 腹肌镇做了这么多年的诗 还取不出一个名字了 你们可能现在觉得这名字稍微有点俗气 但时间会给你们答案 好了 关于名字的事 咱们就算敲定了 这是无需在意 朕有些饿了 回去吃饭吧 雕儿 舅舅刚才上头了 没寻思陛下在这弯弯弯绕 实在白瞎了你这首诗 呵呵 舅舅此事 您不必太过在意 陛下的性子 您还不了解吗 一首诗而已 反正陛下已经付费了 就当送给他了 八雕这菜都够了 你还作甚呢 快来陪朕吃酒 陛下您今日 为我减免三年付税 我怎么也要炒一道拿手的菜 孝敬孝敬您 拿壶不开提拿壶 八雕这兔崽子一定是故意的 救命 求求你们救救我 臭娘们你竟然连本大爷都敢说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人 给我将这臭娘们带走 俺看谁敢 他娘的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几个兔崽子竟敢抢抢民女 俺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位胖郎君 事情可要分个对错 不要因为我们几个抓一个女子 我们便是坏人 她就是好人 她拿了我五十两银子 答应我到最相隔赔酒 可如今她抵赖局不还钱 还打了我最相隔的客人 又偷跑了出来 我抓她过分吧 你们要逞英雄可以 拔刀向主路见不平都无所谓 只要你们将钱替她给了 我立刻带人走 虽然小爷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讲道理 这是卖身器 白纸黑字话了呀 俺呸 俺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俺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胖郎君你若是不信 你可以问他 我是生意人最看重的便是幸运 今日就算是皇帝来了 那也得讲道理 这位姑娘 不知这位小郎君说的可对 你直言便可 你若是有难言之意 谢谢你们 这钱我就是当牛做蚂蚁肠还给你们 姑娘你不要哭 这钱也不用你还 但你总归要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放心 若是你受了欺辱警官说出来 我们会为你做主 小女本名旁烟 家住桃园镇 家中有一个十岁的男娃娃 我丈夫名叫梁州 三年前中了举人 随后去京城参加会试 家中的钱财权都给了杨州做盘缠 可杨州却一去不复返 至今要无音讯 小女独自一人拉扯着儿子 虽然过得贫苦 但也能过活 那至今随小女儿子突然得了重病 小女走投无路 才跟罪相隔签了卖身妾 便有了今日一幕 你说的话可是真的 回这位大人的话 小女所言句句属实 小女托人送了五封信 去竟是时辰大海 如今连夫君事生事死都不得而知 那你儿子呢 此时在邻居家 我们陪你回去彻查此事 若你所言非虚 我一定将你夫君给你找到 活见人 死见尸 谢谢这位大人 谢谢这位大人 我看这桃花镇家家都种桃子 你家中没有种桃吗 你一个弱女子拉着一个孩子 日子能过到何种地步 回二爷 原本我家室友的 我跟夫君两人一起经营一个桃园 农闲时他便读书 我支部补贴家用 养活一个孩子 家里倒也富裕 后来夫君中了局 要进京赶考 我一人照顾桃园便有些吃力 虽然我咬牙坚持 但桃子的产量和质量一大不如前 加之小儿身患疾病 便只能卖了桃园 靠之不勉强度日 如今大唐粮价低 尤其仕途都非常便宜 倒也不至于吃不上饭 但小儿有这病 二爷您说我夫君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他若是出了意外 我这日子可怎么过 你不要哭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不管扬州出了什么事 肯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若是扬州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你放心 你孩子的病我出现给你治 肯定不会让你断了念想 谢谢二爷 小女子当牛做马 一定报答二爷的温情 无妨 若是你好吃懒做 沦落到这般地步 是你就游自取 若是辛勤劳动 勤勤恳恳 却还沦落到这种困境 那就是朝廷的错 二爷 这话咱可不能乱说 朝廷将土地都分给百姓 还减免了赋税 这一切都是小女子 一人知错与朝廷无关 相比于以往朝代 地主不敢说 归百姓的徒弟 这已经很好了 二爷 到家中做做吧 庞姑娘 既然你家中来了客人 我就不打搅了 杨开的病情已经稳定 有事你随时去找我 张大哥 麻烦你今日特意 前来为开儿看病 你中午就在家中吃吧 开儿多亏了你的照顾 才能恢复 乡里乡亲的都是举手之劳 今日你家有客人 况且铺子里还有人等着 我改日再来 张大哥你慢点 改日一定要到家里吃饭 嗯 少爷 你是不是感觉这个郎中有问题 怎么 你也发现了 不知为何 他见我们前来好像有几分紧张 还有几分敌意 不过隐藏得很深 这个郎中不简单 我能给杨开看看病吗 我懂些医术 您懂医术 可以 太可以了 那便麻烦您了 方才门口那个郎中 是给杨开看病的吗 您是说张大哥 张大哥是桃源镇有名的郎中 开儿的一直是找他看的 除了那个郎中 还有没有人给杨开看过病 没有 开儿的病一直是张大哥给瞧的 他说开儿的病比较罕见 药材很贵 而且需要长期治疗 张大哥知道我家的情况 颇为照顾 所以少要了不少钱 杨开吃的药还有吗 呀 我这就给您拿 大人 这药材我在桃花城抓过一次 张大哥确实没赚钱 比城中至少便宜三成 所以这药几乎都是张大哥配的 张大哥今天一早还来给开儿复诊了 人特别好 大人您这是 没事 家中的药不要给杨开喝了 杨开的病没有大碍 二爷我出去一趟 有心发现人贵跟我走 你臭小子干什么去 事情没有查明不要乱来 放心吧 我不会乱来的 知姐你也去吧 别让那兔崽子乱来 那臭小子怎么说 那位大人说开儿没事 然后便拿着要走了 他说没事你便不用担心了 那臭小子虽然干事不靠谱 但医术了得 宫中御医都没他那两下子 驸马爷 等等啊 成将军你怎么跟来了 嘿嘿 陛下怕一会你们动起手来 人手不够会吃亏 这才让俺前来 怕我们吃亏 陛下是怕对面吃亏吧 哈哈 都差不多 就是怕有人吃亏 驸马爷你放心 俺一定站你这边 三位狼君 你们抓药还是看病 看病 师父 有人看病 这几个人怎么来了 难道被发现了 不知三位小狼君何人看病 哪里不舒服 张晨一 我感觉我的心不舒服 不知为何 我感觉我的心正在慢慢变黑 张晨一 我感觉我的心不舒服 不知为何 我感觉我的心正在慢慢变黑 这位小狼君说笑了 心若是变黑 那人就没了 原来你们三人是来捣乱的 我告诉你们 我们祭食堂可不是好欺负的 你们若是再不滚 我就要报官了 到时候将你们全都下了大狱 平儿不得无礼 他们几位与我认识 今日你先回家吧 弟子遵命 这位小狼君 有何话你直言便可 我想要这一味草药 不知你这里有没有 小狼君要找断肠草 小店倒是有一些 不知你要多少 不过小狼君要注意 这东西只能外用切莫口服 你不是欺负我不认识草药吧 这不是忍冬草吗 这不是你给阳开抓的药吗 这位小狼君说笑了 我行医这么多年 断肠草和忍冬草寻常人分不出来 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再者说我有必要害阳开吗 小狼君莫药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了 这药可千万别混在这药中 后果不堪设下 那你跟我说说 杨开究竟得的什么病 这位小狼君 你若是抓药看病我济世堂欢迎 但你若是无理取闹七行八十 那你就太小看我张乐山了 张王忠 何人敢在你济世堂中闹事 王捕头就是他们 一进门就为难我师父 说他心是黑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尼玛 你们若是即可离开桃园镇 我可以对你们的无理取闹既往不救 但你们若是继续捣乱 可就别怪我张乐山不讲情面了 我既是唐容 不得你们栽赃陷害 你拿着一包草药 向里面扔几个断肠草 便能陷害我了 不信咱们就去衙门 看看县太爷是心你还是信我 这位小狼君 英雄可不是这般成的 莫要英雄没搭成 还将自己搭进去了 怎么你怕了 我张乐山行的端坐的证 我怕什么 张乐山你今日前来县衙 所谓何事呀 你这死好生不讲道理 明明俺们是告发者 你怎么问被告知人什么事 你这死是怎么当的县令 俺看你这死是欠揍 大胆匹夫儿是何人 安敢在县衙之中如此放肆 还敢辱骂本官 本官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人将这死给本官拉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他娘的 就你们这块料也敢动老子 你们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老子卢国公 左五位大将军 程咬金是也 你他娘的一个小小的县令 蛮横无礼 目无王法 训私舞弊 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而一乡野村富安 敢在此大放厥词 你若是程咬金将军 那我岂不是当朝驸马爷 睁大了你的狗眼 看清楚 这是什么 卧槽 驸马爷 程将军 卑职有眼不识 太山冲撞了各位 还请诸位大人原谅 这也太扯了吧 驸马爷 程咬金 那这人是轩人贵 玩独子了 这下玩大了 你个狗官 俺们正常来报官 你爱搭不理 故意偏袒 这若是寻常百姓 还不得让你给欺负死了 俺看你就来气 你这狗官 若是被俺们查出 有违反律法的事 老子打断你的腿 误会 程将军 这一切都是误会 卑职一直是兢兢业业的 只因卑职认识张乐山 这才先问了他 然后 然后您就骂了卑职 是这样吗 你起来吧 你的事之后 再说 现在先解决 这个张神医 驸马爷 程将军 敢问张乐山犯了什么罪 卑职一定秉公执法 严惩恶人 他犯了什么罪 只有他自己清楚 我看他这模样 也是不想认了 不想认 犯了罪 是他想认便认 想不认便能不认的 来人大行伺候 先上加板 将这丝的手 给本官加烂 再用老虎凳 将这丝的腿 给他撬断 本官就不信他不招 驸马爷还能冤枉了你不成 你这丝平日里 是不是总干这 驱打成招的事 没有没有 程将军您误会了 本官办事 那都是讲证据的 只会对这种证据 确凿还不认账的人用刑 驸马爷的话 咱能不信吗 驸马爷饶命 驸马爷饶命 小的招 小的全都招 还请驸马爷不要用闲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们人呢 怎么闹到县衙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生 二爷 没多大的事 就是早晨给杨开看病 那个郎中有问题 把门抓他来衙门审讯 正好扬州也被带了回来 今日就在这桃园镇县衙衙 并审了吧 张大哥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大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事还是让张乐山亲口说吧 一个是我的夫君 一个是我的恩人 如今却与我对峙公堂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八雕上朝我会 断案这是要不还是你来吧 就这两下子 你抢什么 好的陛下 张乐山先将你的苟且之事 全都交代了 不然今日我一定斩了你 是 驸马爷 事情要从阳开那日染了风寒说起 去岁 庞烟带着阳开来药铺看病 小人一直对庞烟倾心 但小人已年过五旬 庞烟的夫君扬州又中了举人 去了长安城赶考 小人便一直将此事压在新界 不敢有非分之下 但后来小人听说扬州高中了 但并未回到桃园镇 说是娶了一户富贵人家的小姐 抛弃了庞烟 起初小人也只当旁人胡言乱语 但一年之后 扬州依旧没有消息 小人便起了心思 上个月 庞烟再次到药铺给阳开抓药 小人便将药中混了几株断肠草 庞烟见阳开捂着肚子痛苦万分 便急忙将小人找来了 小人谎称阳开身患 完即需要长期调压 但药很贵 庞烟为了儿子 已经乱了心神 哪里还管药贵与不贵 况且小人是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圣手 单纯的庞烟更是没有半分怀疑 就这样 小人不时往阳开的药中下几株断肠草 活活将庞烟拖垮了 小人本想着在庞烟万分艰难的时候 是以援手 求得庞烟芳心 没想到庞烟竟然去最相隔卖了身 今日小人本来是去打探消息 将庞烟赎回来 若是顺利的话 小人就有可能抱的美人归了 可是没想到庞烟碰到了驸马爷 你娘的王八蛋 那可是一个几岁的娃娃 你为了你那肮脏龌龊的恶心思想 竟然长期让一个娃娃喝断肠草 你没有心没有肝没有肺吗 你他娘的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了 你他娘的就不配当人 老子 老子他娘的一刀活劈了你 张乐山我日你姥姥 你他娘的惦记我娘子不说 还谋害我儿子 我杀了你 扬州 所有人都可以指责我张乐山的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骂我丧心病狂丧尽天良 但你扬州不行 你也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为了前途抛弃发肌与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替旁烟 替杨开指责我 我丧尽天良 你扬州就不丧尽天良了 若不是因为你 我会趁虚而入 你根本就不配当大唐的官 纵然今日我身死 我也在地狱等着你 郭声 张乐山这种行为 一律如何处置 他娘的 你八雕这时候当起圣人来了 就张乐山这种恶行 还他娘的有什么好量刑的 砍了 给朕将这畜生拖出去砍了 来呗 杀了我 砍了我的头 扬州 老子在地狱等你 你也不得好死 扬州 张乐山已被处决 现在你当着旁烟的面 将你自己的视耳 统统交代了吧 继续相视我高中举人 拿了家中几乎所有银两 奔赴长安城参加会师 考上了共识 之后被安排到了户部 每日接触的都是大唐富甲一方的商骨 这些商骨为了八戒户部官吏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我一个小村镇来的人物 根本没见过这样的架势 最开始我还能抵挡得住这些诱惑 但是我小看了这些商骨的手段 金银珠宝 古玩字画什么值钱送什么 后来直接送女人 西域的 江南的 最后我实在难以抵挡金钱美四的诱惑 渐渐迷失了自己 后来娶了一名巨谷家中的敌长女为妻 我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 渐渐忘记了桃花镇的发漆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扬州你他娘的真是畜生 你怎能如此狼心狗肺 唐烟这是朕本不应问你 毕竟扬州已经触犯了大唐律法 朕砍了他都不为过 但朕考虑到你确实是个可怜人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却接连碰上两个畜生 这是你的不幸 说吧 你想朕怎么处置扬州 朕会考虑你的意见 娘子都是夫君的不适 夫君诸狗不如 但你粘在我们青梅竹马 让陛下放我一马 好吗娘子 我敢 我一定会敢 我今后哪里都不去了 就跟你种田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 陛下 谢谢您为民女申冤 若不是您 民女至今还被杨州与张乐山两人蒙在鼓里 玩弄于掌心 民女感谢陛下大恩大德 感谢驸马爷和诸位大人的大恩大德 庞姑娘 你这是作甚 就此事而言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你无需向任何人致谢 俺们朝廷就是为了维护百姓的 近日民女算是重新认识了仁熙 至于扬州 她早与民女没有任何瓜葛 陛下一律办事即可 世生世死民女尊重律法 民女无权决定她的生死 你不后悔吗 民女不后悔 大胆扬州 贪赃王法 抛弃弃子 欺瞒朝廷触犯天威 而这丧尽天良之人 朕于公于私 也绝不能让你苟活于世 来了将扬州给朕拖出去斩了 是 陛下 陛下饶命 罪臣知错了陛下 陛下饶命啊 陛下 驸马爷明鉴 卑职 卑职真的从未办过贪赃王法之事 行了 你的是朕今日不想管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官 事后自然有人扯察 庞爷 朕知道你心中委屈 有苦难言 你感觉上天不公 时运不济 但事情毕竟已经要发生了 你要记住你不光是受害者 还是一个母亲 杨开还在家中等你回去 横横 庞姑娘 这么早前来打扰你 实在不好意思 不打扰 郭大人不知您此时造访 有何贵干 横横 今日前来还真是有事 陛下有令 抄了张乐山和杨朱的家 拿出来五成钱款 算作是对你的补偿 陛下考虑到你们母子两人不方便 编着我换成了地契 这是三张商铺地契 两张是桃园镇的 一张是桃花城的 租金每个月由衙门代收送到你家中 不用你们母子出面 但会收取一成的费用 这也是为了你们母子的安全考虑 你看这样可以吗 谢谢陛下 谢谢大人 哼哼 不忙谢不忙谢 这是驸马爷给你的 今后你遇到任何困难 或者想离开桃园镇去长安城生活 便可以直接拿着这封信函 到长安城勤府找驸马爷 到时候驸马爷会将你们母子安排到芒牙村 成为芒牙村的正式居民 杨开可以在村中念书 你可以在村中做工 这可是驸马爷的信啊 这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有了这封信 那就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 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芒牙村连我都想去 那可是真正的人间乐土 号称小长安啊 大人 这 好好 你也不用看我 这是驸马爷给你的 驸马爷宅心人后大人大义 最看步的百姓受委屈 尤其是你一个弱女子 独自一人经受这样的大风大浪 不过本官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三张地弃在值钱 那也不敌驸马爷的意志信函值钱 若是你们去了芒牙村 那杨开今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当然 若是你决定去 这三张地弃你就要上交朝廷 收归国库了 此事你也不必着急决定 你随时可以到衙门找本官 你若想去 本官会派人护送你们母子两人前去长安 多谢大人 那便容小女子考虑考虑吧 此事关系你们母子的后半生 确实需要多加私存 你也不必谢我 这都是陛下和驸马爷交代的 那我便不多叨扰了 大人慢走 芒牙村 那是大唐人人都向往的地方 我和开儿真的能去吗 五花马 千金球 护儿将出唤美酒 鱼儿共消万古仇 这是牛逼 你们几个别光看着朕呀 喝压道 陛下您这首诗念的真是大气磅礴 朕人心魄 荡气回肠风风火火 不知道俺有没有荣幸 与陛下同车共饮一杯酒 是啊陛下 我们是日日四军不见军 难受得很呀 您就让我们看看您饮食时 那风流涕躺的伟岸身子吧 这程鸟金和御池公两人 真是脸都不要了 这说的都是什么 跟什么呀 真是硬逢李二的臭脚 怎么 两位爱卿真感觉朕这首诗 吟诵的好 陛下 俺对您的尊敬 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嘿嘿嘿 陛下我对您的敬佩 犹如长江之水源源不断 哈哈哈哈 那好 你们两人这两天表现不错 朕非常满意 今日你们认错态度又如此诚恳 那便上车来吧 陛下 这首师父马爷做得好 但最关键的是 您这名字起得好 大气 是吗 你真感觉朕这名字提得好 陛下 俺对天发誓 这名字起得确实好 卧槽 陛炕子 这是发的大可不必 知姐那你跟朕说说 朕提的名字叫什么 呃 这个 那个 叫 俺 陛下 我看我还是下去跑吧 下雨了外面凉快 知姐 你看谁进来了 谁来了 你给朕滚下去吧 你 你真当朕傻 哈哈哈哈 陛炕子你这丝真是活该 让你嘚瑟 哎呦 摔死俺老成了 黑炭头你太他娘的不够意思了 俺怎么说也是为了俺们两人 你看俺躺在地上 你都不服俺一把 要不是你嘴欠 非得要拍那一句 我们至于被陛下赶下来吗 这能怨俺吗 俺这不是忘了吗 谁知道陛下那么较真 这鬼天气 怎么突然下了大雨 要不是你嘴尖 下道子那也扎不着咱们 俺说黑炭头 你没完了是吧 俺是为了谁 你再给俺说一句 俺抽你信不信 成胖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还敢给我动手怎么呀 哎呦卧槽来来来 咱俩互K一下 谁认怂谁是孙子 我要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那都算你牙口好 你们在这等着吧 我到山上给你们采些药材 这荒郊野岭的也没有村镇 那感情好 驸马爷那就多劳您费心了 等等 朕也跟你一起去 正好看看山上有什么野味 打一些回来吃 知节和静德留下守护营地 其他人跟我进山 不行 嗯 怎么两位将军好大的官威啊 连镇的话都敢反对 呵呵 陛下 俺们俩不是这个意思 俺们俩奉太子殿下之命 前来保护陛下 哪有丢下您的道理 嗯 那你的意思是 相对于镇的话 你们俩人更听太子的话 而不是镇的话 陛下 成胖子不是那意思 我们就是担心您的安慰 想要保护陛下 保护镇 你俩怎么保护镇 下雨天光着屁股在鱼里打架 你们就是这么保护镇的 陛下 不是 不是光屁股 我们俩穿着裤衩的 这么说朕还冤枉你们两个了 那日语大朕没看清 要不你们两人脱光的再打一次 让朕好好看看 陛下 您就带他们两人去吧 老陈累了 正想休息休息 老陈来看护营地 既然这样 那你们两个就跟着去吧 但你们两人若是还敢找事 这一定会让你们两人跑回长安 不能 陛下您放心吧 我们俩今后肯定不给您惹事了 是啊陛下 我们俩搬事您放心 我们俩最靠谱了 人贵你看那边 好大的一个灵芝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灵芝 这株灵芝生长年龄 起码有十年了 通体火红 怎么也有一斤左右 这可是大补的东西 东徒子 不许打火灵芝的注意 你们将兵器放下 念你们两人年幼无知 不与你们一般见识 莫再拿武器指人 不然我定要给你们一个教训 我又没拿你们怎么样 就说了两句 你哭什么 怎么 这火灵芝你们认识 你们不要问他了 他是个哑的不会说话 不好意思 此时是我们不对 怪我们太过鲁莽 没有礼貌 感谢这位大人手下留情 两位大人 不知你们能否高抬贵手 将火灵芝让给我们 我爷爷等着这猪灵芝救命呢 这灵芝我们两年前就发现了 每日都前来查看 就是等它长足了十年再采摘 原本这灵芝我们每日都会用藤蔓盖住 昨晚雨太大 我还怕藤蔓被冲开 这才前来查看 没想到还是被两位大人发现了 即使这样你们直言便可 我们会不讲道理吗 上来就骂人还用兵器指着我们 你们礼貌吗 大人我们错了 我们知错了 这火灵芝 我肯定不会给你们 多谢两位大人手下留情 打扰了 不过我可以考虑为你爷爷看看病 真的吗 大人 您懂医术 可我爷爷得的是一难杂症 看了很多郎中都没看好 不是是 怎么知道 灵儿快给恩人磕头 陛下 您可千万不要动 这是一条毒蛇 陛下 您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被他咬了那可就麻烦了 他娘的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赶快想想办法 不然朕饶不了你们 有了陛下 俺吹口哨 俺一吹口哨 那蛇就被吸引过来 您就安全了 你有谱没谱 你滚毒子 俺什么时候错过 陛咬进 我是你大爷 陛下 您没事吧 陛胖子 这下被你害惨了 二爷 二爷 您怎么了 他娘的 被蛇给咬了 你这死 不要担心 他在被二爷吸出毒血 这里的蛇大部分都有毒 你们从哪里找的娃娃还真是实在 也不言语一声 吓阵一跳 二爷您可不知道这男娃娃有多实在 不过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这样啊 那我还真是欠下他一个情 二爷 您怎么会被蛇咬了胳膊 都他娘的怪成之节 这死 我本来能躲开 这死非得说他来 他说他吹口哨将蛇吸引走 他这一吹不要紧 那蛇更精神了 对着我就是一口 幸好我反应快 不然非被咬到脖子上 二爷 这事也不能全都怪俺啊 俺 俺那不也是好心吗 顶多算好心 好心办坏事 陛胖子 你等着回去二爷治你的罪 我都说了你别瞎搞 你非不听 你看看这是弄的 小娃娃 真是太感谢你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你想要他 这我可做不了主 再者说 贩卖人口可是犯法的 这位大人您误会了 我弟弟是让那位大人去我家 帮我爷爷看病 原来是这样 你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我说你们两个也真好意思 人家娃娃救命的灵芝 你们两个也好意思想 真是给我丢人 赶紧把灵芝还给人家娃娃 这位大人您误会了 这是确实是我们的错 我们不应该骂人 那位大人答应帮我爷爷看病 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 您可千万不要怪那位大人 你们看看人家这孩子 又有能力又懂事 年轻有为 你再看看你们 一个个的一点不让我省心 行了别在这耽搁了 赶紧去这两个小娃娃家里 给他们爷爷看病吧 爷爷我们回来了 呵呵呵 你们今日回来的怎么这么早 这几位贵人是 老人家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过路的 这俩娃娃救了我的命 我们来给你看病 既然是这样 几位郎君便进屋吧 老爷子老反 将手伸出来 我给您把把脉 那就麻烦您了 至少失眠 经济 多梦 健忘 体倦神痞 心神不宁 可喘谈多 这位小郎君 您可真是神医 不过老朽这些症状 虽然行常 但许多郎中束手无策 灵脂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灵儿他们两人 人就是因为这 才日日去看那猪灵脂 这都正常 因为您得的是综合症 就是治疗 这个症状的药 会令其他症状更严重 所以很难治愈 灵脂具有 浮症故本 强健体魄的功效 所以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但只能抑制 想利用灵脂 治愈这身病 根本不可能 多谢小郎君 不过老朽还是要谢谢您 若不是您 老朽也无法对自己的病了解如此通透 不管怎样 老朽还是谢谢您跑这一趟 给您添麻烦了 先不忙谢 等我将您的病医好了 您再谢也不迟 您说什么 老朽这病您可以治 虽然有点复杂 倒也不是医不好 一会儿 我为您行针之后 开个药方 您按时用药 不出半年就可痊愈 你这娃娃 怎么动不动就磕头 哪儿膝下有黄金 你不知道 谢谢各位大人 救我爷呀 谢谢各位大人 救我爷呀 磕就磕吧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他们心中的感激之情 您可别动啊 您若是再磕一个 那可真是折杀我了 那我实在是没有钱给小郎君 我们不缺钱 也不是为了钱而来 这男娃救了 我们二爷的命 我们是来报恩的 对了 我们还不知道 这两个娃娃叫什么 他叫赵灵 他叫赵灵 老朽名叫赵守田 老朽光棍一人 他们都是老朽从路边捡来的 嗯 老人家 我现在给你行针治病吧 小郎君 我给你磕一个吧 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您可别的 我想多活几年 这一切都是缘分 您命不该绝罢了 劳烦您将灵儿叫进来 我看看她的雅正 能不能医治好 什么 恩元 您说您可以医治好灵儿的雅正 您别激动 我只是说可以试试 至于能不能治好 我也没有把握 但可以试试 恩元 您就是我赵家的大恩人 我告诉你 你可不兴下跪了 不然我可不给你医了 赵灵 你尝试着用力说话 不要着急 慢慢来 你可以的 恩人 灵歪她 许是毒性太强 灵儿的雅正还是没治好 不过我一会开了方子 你们按时给她服用 兴取这毒彻底排干净后 她的雅正变好了 您老是个好人 收养两个娃娃不容易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收下吧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您们本就是老朽的恩人 老朽我怎么还能要拿您的银子 您这是折杀老朽 赵老您听我说 这钱不是我的施舍 而是我对您的感激 不瞒您说 我是朝廷的人 大唐正是有您这样的人 才会尝试久安不入盛世 您感觉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您收养了这两个孩子 便是对大唐无私的贡献 这钱是您应该拿的 是朝廷应该奖励给您的 比起您的付出 这点钱微不足道 赵老这封信您收好 如果你们想离开小山村 想让赵林和赵林有出息 就拿着这封信到长安城秦府 找驸马爷扒雕 我跟驸马爷扒雕关系不错 有了这封信 驸马爷一定给两个孩子 一个好的前途 这信你就放心拿着 我跟驸马爷特别熟 都是一句话的事 这两个孩子我特别喜欢 真心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我是你大爷啊 你特么的什么情况 你拿着我当人情 纵是怎么回事 你这皇帝当的也没谁了 啥特么都能蹭 还是硬蹭 恩人 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老朽之事不知该如何表达 您的这份恩情 灵儿灵儿 还不赶快给恩人磕头 谢谢这位恩人 您真的认识驸马爷吗 我和弟弟最崇拜的便是驸马爷 驸马爷就是大唐的大英雄 我 我们 我们真的 能找 找驸马 爷吗 灵儿 你能说话了 灵儿 灵儿 还不快给恩人磕头 我你马 我头皮都麻了 咱能不磕头了吗 恩人 恩人在上 受 受灵儿一拜 这什么情况 怎么一提驸马爷 激动的哑巴都能说话了 驸马爷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这也太难受了 毕一没装成 反而让八雕装了一把 行了 时辰也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几位恩人 您们吃了饭再走吧 您愿的大恩大德 总得让我们爷儿仨报答一番 算了吧 这饭我是真的吃不下 你和灵儿刚刚恢复 还是多加休养吧 这位恩人怎么突然不大高兴了呢 是不是我们惹到恩人了 赵老不要多心 二爷那人就那样 更何况 恩人 更何况什么 没什么 赵老你们早点休息吧 我们告辞了 陛下 老臣听说您被毒蛇咬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刁儿 陛下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副无精打财的模样 没事 许事毒素太大 陛下有些困了 困难 陛下 您这伤口还未好 这酒就先不要喝了吧 哦 好 那这酒就给你喝吧 陛下这是被咬坏了脑子吗 这怎么可能是陛下应该表现出来的态度 不说骂成胖子一顿 那醉丝也得上前踹上两脚啊 喝喝 俺 俺谢谢陛下了 来 大家伙都尝尝 我用那十年火灵之煲的野味汤 陛下来 给您一碗 您尝尝味道如何 这汤对您的伤口有好处 哼 一碗汤而已 朕没喝过汤吗 这汤再好喝 来 再给朕成一碗 八雕 你这度假村是找哪个州的大师给你设计的 这是什么风格 朕怎么从未听说过呢 就是一个长安城中的人给设计的 何人 真认识吗 陛下肯定认识 因为这度假村就是我一手设计的 这度假村都是咱们的 所有客房 你们随便挑 想住哪间住哪间 少爷 前几日我们在莱州城发现了高沟离人的身影 经过调查 他们是浮渝部的人 冤盖苏文的人 没错 领头者正是辽州道在逃通击犯冤南舰 冤盖苏文的四次 真没想到 这冤南舰还真有点本事 他能从辽州道追到莱州 他们有内应 有内应 自从桃园镇之事后 陛下的行踪便已泄露 冤南舰应该就是在那之后得到的消息 不过除了不良人暗中保护之外 太子殿下也派出了一支被队在暗中保护 他们没有登岛 一直在莱州湾码头附近警戒 他们的内应我也查到了 是几个长眠在莱州经商的高沟里商人 冤南舰带了多少人来 三百死士 都是分批来的 现已全部聚集到了浮游岛东面的一座小海岛上 与其明晚对浮游岛发动突袭 有点意思 好 我知道了 你带人准备吧 明日咱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G 少爷 陛下 我们被人盯上了 被盯上了 什么意思 被谁盯上了 高距离余孽 冤盖苏文次子 冤南舰 还真有人顺藤摸瓜找来了 对面人数几何 听你这意思 你已经有所防备了吧 大约三百人隐藏在东面的一座小海岛上 明晚就会对咱们发动突袭 我已经将不良人调来了 太子也调集了一支卫队 在莱州湾码头守护 你的意思是 在这解决了他们 没错 这次务必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能再给冤南舰盾逃的机会了 陛下 俺们跟这帮兔崽子干了 他们才三百人 俺老成一人就办了 你一个人 行 明天晚上我们都藏起来 让你一个人跟他们打 呵呵 陛下 俺 俺用的是夸张的比喻手法 不是真的俺一人干 你个混是魔王都搞上文学了 还夸张的比喻手法 你让那些大儒怎么想 成胖子不厚的 居然背着我偷偷自己搞文化 我居然没搞明白他说的啥意思 不行 回去之后我也得搞搞文学才行 八雕这是你来安排吧 反正朕是一定要参战的 高沟离眉去城 杀几个鱼孽也算朕欲驾亲征了 陛下 你是万金之驱九五之尊 朕可以生犯险 明天您躲起来就行 他们能对付的了 伏击 朕当然知道他们对付的了 若是对付不了 朕不就跑了吗 你们六个人 加上不良人还保护不了朕吗 陛下 此事跟能不能保护得了就没有直接关系 您没有必要以生犯险 为何还要将自己置于险地 朕不管 朕是马上皇帝 遇见这时就不能退缩 伏击你不必再劝 陛下 您想参战可以 但老臣的底线是让军县扮演您的角色 您二人换身衣服 不然绝对不行 行行行 朕听你的行了吧 真是老天开眼 让我查到了最大的两个仇人 此次干掉八雕和李二一定能扬名立万 随后回高沟离复国亲而易举 少主 孙中情况已经摸清 没有所谓 目标人物正在庭院中用膳 不过是一群运气好的猪肉罢了 他大唐若不是仗着火器 暗能打开我高沟离的国门 等我杀了八雕与大唐皇帝后 大唐火器我一定要搞到 传令下去 将此间的唐人全都给我杀了 一个不留 该死 有埋伏 有埋伏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一切都已侦查过了吗 少主 属下确实每日都盯着这座岛屿 真没发现有人前来支援 再者说 咱们的计划天衣无缝 怎么可能会泄露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个屁用 反正八雕已经知道了 不管怎样 今日他们必须死 让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 优先斩杀里二和八雕 唐人的狗皇帝就在那里 杀了他 回我家国 伤我族人 狗皇帝拿命来 少主有令 不惜一切代价 杀了狗皇帝和狗驸马 高沟离的狗崽子们 俺老城在此等候你们多时 都给俺拿命来 狗子 还我浮渝血债 喂 你若是再不抓紧出手 你的同伙 可就要被杀光了 你了解我 我可从来不要俘虏 混蛋 怎么 这就要逃 我可是灭了 你浮渝部的九族 援改苏文 也是我让高剑五侃的他脑袋 你若是不攻 那可就换我了 怎么 你很惊讶 狗皇帝 我赔 你个狗东西 不得好损 真是大唐皇帝 你赔他作甚 无耻 你个卑鄙无耻的 阴险奸诈的小人 你是冤改苏文的儿子 果然跟你第一个德性 高举利落在你们手中 那才是灾难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爹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别想从我身上 得到任何消息 哼 郭嫂 朕有什么消息可问你的 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陛下威武 陛下霸气 陛下风度不减当年 就这小场面算什么 好了回去睡觉 抓紧安排人打扫战场吧 这股血腥味影响心情 陛下 您对莱州 倒是恋恋不舍 不然呢 回长安城干嘛 天天处理那些破烂事 这哪里是当皇帝 整个是你们的故宫 类全都让朕受了 钱都让你们赚了 福也让你们享了 呵呵 陛下 您这思想可要不得 您可是九五之尊天下公主 满大堂 谁不给您的面子 你 你这兔崽子就非常不给朕面子 陛下 那您真是多虑了 我何时质疑过您的权威 哼 八雕这本旅是春秋 你看了都得有两年了吧 还没看完 三年零两个月 我看书比较细 看得慢 看得再慢 朕也没见过一本书看三年的 行啊 你还年轻 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浪费 朕可是一天比一天老了 你打算明年带朕去哪儿吗 陛下想去哪儿 风狼居须引马汉海 这些朕都没有体会过 这是朕的一大遗憾 如若不然名罪 咱们去草原看一看吧 好陛下 您是大唐皇帝 咱们都得听您的 您说去哪儿 咱们就去哪儿 掌柜的你过来一下 这位客官 您有什么吩咐 洛阳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为何过去这么多府兵 您问这是 怎么 不能说吗 这是饭钱 多得就算赏你的 呵呵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据说是朝廷押送到洛阳的军饷 猫名消失了 洛阳都督高英纵 为此大发雷霆 现在正彻查此事 不过 此次押送军饷的是 护布侍郎李定仁 李定仁那可是皇亲国妻 高都督又不好言行逼供 所以此事非常难办 这几天洛阳城周边都戒言了 好 我们知道了 几位客官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我劝你们还是小心点好 这几日官府抓了不少人 搞得人心惶惶 二爷 军饷平白无故地消失 这里一定有猫腻 既然被您碰到了 这是您得管管 走 去都督府 朕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 贪慕军饷 朕非要将他凌迟了不可 你们四个 给本统领站住 怎么 你有事 他娘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老子让你站住你便站住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废话 嫌你有嘴了是吗 曹你娘的逼崽子 狗日的东西 你骂谁呢 逼崽子 俺捶死你 周正将军 他们 快将他们抓起来 这几人弟是盗取军饷的贼人 你们是何人 为何在洛阳城中闹事 若是没有正当理由 本将只能将你们击押 这四仗势七人 俺们几人只是在街上走着 这四便将俺们拦了下来 俺们只是问他什么事 这四便出口重伤于俺们 俺打他一顿 那都是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血口喷人 周正将军 这次血口喷人 明明是他们嘴里骂马勒勒 卑职才上前盘问的 不想几人拒不配合 还动手伤人 不信您问问他们几人 我真是无语了 这巡防营都是猪脑子吗 敢在大街上一言不合 便将你们全都捶着的人 不是疯子 就是大有来头 好吧 不知几位前来洛阳 有何贵干 末将周正 见过驸马爷 不知驸马爷亲民 还望驸马爷见谅 副 驸马爷 几位大人 小的 小的有眼 有眼不识 泰山 大唐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败类 才不得安生 你身为巡防营统领 不以维护治安守护百姓为责 反而仗势欺人欺压百姓 你还有敬畏之心吗 错了 小的 小的错了 滚 你现在立刻马上滚到都督府去请罪 我倒要看看 高英总平日里是怎么管教你们的 现在就滚 是是是 小的这就滚 军饷一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回这位大人 末将也只是知道 军饷运到落水桥上时 马车侧翻 军饷落入水中 当军饷被打捞上来后 全是空箱子 军饷全都不翼而飞 押运将士都传是水鬼作祟 军饷落水不翼而飞 还水鬼作祟 纯扯几把蛋 行了 你们走吧 此事我们到督督府去了解 是大人 八雕此事你怎么看 首先排除妖魔作祟 如此一来肯定是人为的 只要是人为的 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我也得看到 现场才能下定论 但押韵人和接收人都有嫌疑 你若是这么说 朕就放心了 看来此事交给你办理 定然没有问题 你个王八蛋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你敢拦截驸马爷 都督饶命 都督饶命 卑职确实不知道那是驸马爷 你是猪脑子吗 那周正都能看得出来 那几人不寻常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 都督息怒 晓得错了 晓得真的错了 驸马爷他们人呢 正在来的路上 你聚滚到外面 给本都督跪着去 你看本都督到时候 怎么收拾你 驸马爷扒掉 薛元归 程咬金 那是 沃曹那是陛下 卑职参见陛下 参见驸马爷 见过程将军 见过薛将军 入府说 英纵 那个统领你打算怎么处理 予以免职 剩下的按罪责追究其责任 当街辱骂陛下 一欲当斩 免他的职 顺便彻查他 若是没有违反律法就算了 若是违反律法 有搜刮明知明高的罪责 便罪加三等绝不姑息 说 陛下 李定人现在哪里 回陛下 依照律法 李定人一行事犯罪嫌疑人 正被积押在洛阳狱中 此事 你可曾上报朝廷 这个没 还没有 为何没有上报 卑职 卑职认为可以凭借 凭借卑职的力量 彻查此事 几天了 回陛下 七日了 可有头绪 还 还没有 你高英纵第一天当嘟嘟压你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七日未报 你让天下百姓怎看阵 你让都击到几十万将士怎么看阵 你高英纵长的是猪脑子你啊 陛下 罪臣知错了 还请陛下降罪 丢失君想你是最其一 隐瞒不报你是最其二 像个无头苍蝇一般 连点线索都没找到 还将洛阳缴合得不得安生 你是最其三 本来是一件事 现在被你搞得一团糟 你高英纵怎么当的差 卑职之罪 还请陛下责罚 去将李定人给朕找来 朕要问问他怎么当的差 是陛下 罪臣这就去 罪臣参见陛下 参见驸马爷 李定人 君想哪去了 回陛下 消 消失了 消失到哪里去了 罪 罪臣不知 放你娘的屁 君想是你押运来的 几百万君想说没就没 你现在跟朕说你不知道 你他娘的什么东西 你这个户部侍郎是吃干饭的吗 陛下 罪臣冤枉 罪臣冤枉 那好好的挤车银子 谁知道掉进水里 怎么 怎么就消失不见了呢 你们两人 一个负责押运 一个负责接收 这贼一定就在你们两人中间 你们若是等朕查出来 朕一定将你们大卸八块 冤枉 请陛下明察 陛下 罪臣也是冤枉的 这一定是妖魔作祟 李定人 瞧瞧你那德行 还妖魔作祟 你他娘的就连找借口 都找得令朕恶心 朕愁你就他妈来气 错了 陛下 罪臣知道错了 您就饶了罪臣吧 押走 将李定人这丝给朕押走 待朕查明真相 再找这丝算账 拔刁此案 你看怎么办 高大人 麻烦你 将案件卷宗拿过来 我要先看卷宗 说 驸马爷 怎么样拔刁 有头绪了吗 陛下 您白日里 不是挺生气的吗 怎么还吃得下 废话 朕白天生气 晚上还生气 让你们给朕气死的了 呵呵 那还真是恭喜陛下了 恭喜朕 这是案件又进展了 那没有 没有你恭喜个毛线啊 朕不气 朕不气 朕若气到无人体 案件经过大致是 三辆押运军饷的马车 行进到落桥上时 起了一阵风 马而受惊 冲入落河 六十万两关银 全部落入水中 而后凭空消失 但是这桥上 却没有一点痕迹 驸马爷 您说这是有这么邪乎吗 六十万白银 恰巧全部落入水中 又恰巧全部消失了 俺 俺怎么这么不信呢 所以案件定义为 妖怪作罪 不然这六十万白银 怎么解释 驸马爷等等啊 人家下水查案 你跟着干扇 呵呵 俺这不是想着 下去帮忙查案吗 查案 您在桥上挡着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地下你侮辱我 你肯定是在侮辱我 怎么样驸马爷 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 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 驸马爷您出手 居然还没有收获 何底什么都没有 这六十万两白银 能在水中融化的不成 融化 陛下 可能还真被您说中了 这六十万两白银 说不定就是 在水中融化了 扯淡 那银子好端端能融化了 你当真是三岁孩童 会不会融化 稍后您就知道了 最臣见过驸马爷 你将那日军饷 落入水中的经过 告知我 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是驸马爷 最臣记得那是8月20日 晨时一刻左右 在经过落桥时 一阵妖风突然刮起 最臣怕马车有闪失 便急忙跑了过去 哪想拉车的马儿 竟受了惊 四下乱撞 车夫还没来得及 控制住马车 马儿便拉着官银 掉入水中 随后段御方将军 便率了两甲氏 跳入河中捞取白银 哪成想那落入水中的官爷 竟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一些空的箱子 随后我们便留在原地 派人将高都督寻了过来 再后来高都督便封锁了现场 直到今日 驸马爷 虽然最臣也不愿意相信 但此事太过蹊跷了 不像人为 驸马爷 最臣所言句句属实 不敢有半分隐瞒 好 你可以走了 人贵 你感觉他说的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 说不好 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他回答得太顺畅了 简直是对打如流 好像背过了一般 而且他脱罪欲望并不强 好像这案件无解一般 所以只有两种结果 是他做的 但是他胸有成竹 绝不会被人查出来 不是他做的 他没有半分紧张的意思 而且他坚信 不能是人为的 八雕 你若是不行便算了 再过两天行步的人就来了 到时候交给他们算了 你是驸马 又不是破案专家 这案子你破不了不丢人 八雕看你这样子 是有进展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还好意思睡觉 不然呢 好 那朕的大驸马就好好休息吧 朕就不打扰你了 这里二 好像我破不了案子 比破了案子更高兴 这皇帝是怎么当的 军想丢了都不着急 只能去车队留宿过的客栈看看了 这是最后的线索了 胡掌柜 我听说亚运巨像的车队 曾在你们的客栈留宿过 你知不知道银子那去了 这位客官 话可不能乱说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事发第二天 洛阳城府兵便来了客栈 将我这客栈翻了底朝天 又封进三天才算罢了 我若是吞了那六十万两白银 何至于守着这炮店铺 再者说 给我那六十万两白银 我也不会花呀 少爷是不是我们想错了 按理说两千假式围着的客栈 又有一百假式把守 军想怎么可能会在客栈那被倒 这怎么想也说不通呀 是啊 但不就是因为说不通 咱们才来的吗 少爷你看那个男子 他住在客栈的时间也不短了 一直都是身居简出 咱们在这住了三日了 就没见他出来吃过饭 少爷我们要不要跟着他 先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先观察一下他的作息时间 那我们要不要先打听一下他是干什么的 不必 他若真有猫腻 这客栈也脱不了干系 他若是没有猫腻 我们打听了 也无济于事 你去下楼点几个菜 让小二送上来 我们轮流吃 这男子很可能是我们破局的关键 少爷我们来柴房干嘛 昨晚我亲眼看到那男子是从柴房中出来的 从柴房中出来的 您是说这柴房中有密室 没错 我是这么怀疑的 昨晚我一直盯着 我亲眼看到他从柴房中走出来 那我们赶紧找一找 少爷 你不会看错了吧 不可能 我看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从柴房中走出来的 他还朝窗户外望了一眼 那为何我们没有找到 我连屋顶都敲了 没有发现暗格 以我们两人的手力 不可能敲不出来 无妨 我们再蹲守两日 就好了 何必这么麻烦 将那丝爪来打一顿不就好了吗 言行逼供 我们得知道 他就是偷军饷的人才行 现在我们只是怀疑 怀疑不能动行 好吧 你总笑什么 少爷 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当贼的感觉 咱们这不是当贼 咱们是官 贼子哪里跑 莫加手弩 给我破 少爷 你真的会法书吗 这方天话几师你编出来的 不是 一直就放在柴座上 天太黑 你没看见 哦 不对呀 少爷 你什么时候 你不觉得 我们现在打开这道门 将那人抓了 才是正式吗 来 我们试试 能不能扒开 不行 根本扒不开 扒不开 那就将他砸开 将锦衣卫召来 再去城中叫人 将客栈围了 将那村子也给我围了 好嘞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擅闯柴房 这话是我问你们才对吧 你们是何人 那六十万军饷到底在何处 什么军饷 你莫要血口喷人 我们这里官府已经查过了 我没空跟你们废话 仍贵将他拿下 你们究竟是何人 为什么会有莫加手弩 怎么 这莫加手弩是你家的 我还想问你 为什么会有呢 你别忘了 我们是官 而你是盗取军饷的匪 你 怎么样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了吧 若是你束手就擒 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你休想 想跑 你跑不掉的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的好 连军饷都敢结 你们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人不是你儿子吧 你是我见过的人中 唯一一个实力如此之强 又如此轻生的人 那男子是你主子吧 你就这么自杀了 那你主子怎么办 那边村子我们早就派人围住了 就等他上钩呢 你 看来少爷猜的没错 这客栈还真通那个村子 匹夫竖子 耳尽敢炸我 你别急 你和你主子很快就能团圆了 莫加手弩这玩意你们都能有 身份肯定不一般 人贵 发生了什么事 少爷人逮住了 他那把手弩呢 在这 那是我的东西 你给我放下 放下 如今连你都是我的 别说这一把小小的手弩了 嗯 这是什么垃圾 匹夫竖子 耳是何人 安敢扔某的手弩 安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怎么了 我说那东西是垃圾 它就是垃圾 你那把也配叫莫加手弩 两连发的莫加手弩 你不感觉惭愧吗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莫加手弩 这不可能 这手弩你究竟是哪里来的 真想知道 想想想 凭啥告诉你 匹夫竖子 竖子匹夫 你要骂谁呢 你一个接下球怎么这么嚣张 况且我家少爷说错了吗 凭啥告诉你 我们问你是谁 你说了吗 匹夫竖子 驸马爷 贼人在哪呢 让俺老城看看是何方神圣 驸马爷 就是这司吗 就是他 不过有点难缠 死不招供 就他娘的是你这司节的军饷啊 你特么挺猖狂啊 你这司到了六十万军饷 还七个不服八个部分的 咋的你背后有人啊 您真的是驸马爷八雕吗 如假包换 那个 我 可以投降 投降输一半 投降输一半 您的意思是 这手弩是你制作的吗 不是 是我家少爷制作的 那暗道里面那些机关 也是他布置的 他是个人才 我很喜欢 我的事迹 你应该听说过 如果你们能打动我 劫走军饷这事 我可以向陛下去求情 恕你们无罪 真的 六十万军饷 也许很多 但对于我而言 还真不是什么大钱 你们若是能说动我 我可以赔给朝廷两百万 以此来换你们的自由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这司没完了是吗 你当驸马爷是做慈善的 无妨 让他说 我可以带驸马爷去找我家少爷 但只能您独自一员跟我前去 放你娘的屁 你个老逼登是不是找死 少爷不能跟他走 驸马爷三思 好 我跟你走 人贵你还不放心我吗 何人能伤得了我 可是少爷 放心吧 能伤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老方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他是谁 少爷莫急 这位便是当朝驸马爷八雕 驸马爷八雕 你是来抓我的吧 如果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可以放了你们 什么理由 君想是不是你们结的 确切的说是我一人所为 老风并不知情 你结这些钱财有何用 搞发明啊 干这行太特么费钱了 你究竟是何人 墨家传人 墨玄 你就是墨玄 你听说过我 没有 但是我听过墨家 那是肯定的 我墨家可是诸子百家之一 虽然如今没落了 墨家还有几人 就我一人 你这个密室 怎么样 驸马爷 我这密室还可以吧 还可以 就是有点简陋 跟我的芒芽工业区没法比 怎么 你不信 信 我怎么不信 要不是您的芒芽工业区 我也不至于结那六十万军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结军饷 还赖上我的芒芽工业区了 怎么不怪您 若不是您的金刚 火药水泥又贵又难搞 我何至于结那军饷 祭子 这可是驸马爷 您说话要客气些 无妨 今日能在这小小的客栈中 见到墨家传人 我也感到十分欣喜 你对我们墨家很了解 说不上了解 但十分敬佩 这么说来 你可以将我们放了 放了你们倒是可以 不过我总归要捞些好处 陛下的性格 你们可能不大了解 这事 我若是不掏个两百万 陛下恐怕不会松口 这还是你们没有伤人性命 若是伤了性命 就算我也不帮不了你们 嗨嗨 雕兄 这是我逗逗 咱们都是聪明人 有话我就直说了 我就把我这些东西搬到芒芽工业区去 今后就住在那 咱们之间也好有个赵业 你今后若有用的上我的地方 我绝不含糊 当然 我若是有事求雕兄 那雕兄也不要吝啬呀 祭子 莫要如此称呼驸马爷 无妨 寻兄如此称呼我 我听着更舒服 你若是真的肯去芒芽工业区 别说这两百万 我给你盖一座塔楼 专门为你研究墨家机关术之用 雕兄此话当真 当然 你若是搬到芒芽工业区 今后你我就是兄弟 我爸雕为兄弟两肋插刀 好 雕兄 你真是太够意思了 既然我们已经说好 你便跟我一同前往洛阳 讲陛下请罪 到时候我自会为你求情 没问题 老方 咱们这就跟雕兄走 你不怕 我把你给卖了 不会的 雕兄是何人 我一眼便能看出 你若是想请我 何必这么麻烦 好 那我们走吧 见过陛下 罪名参见陛下 这啥情况 现在对于贼寇待遇这么好的吗 这知道的是 截了六十万军饷的贼寇 不知道还以为 是你八雕举剑的官吏呢 脚料索靠没有就算了 五花大榜 起码是对他们最基本的尊重吧 八雕他们两人 便是劫掠六十万军饷的贼寇吗 没错 正是他们两人所为 同伙几何 幕后主使是高英宗还是李定人 没有同伙 确切的说是 莫寻一人所为 与高英宗和李定人 没有丝毫关系 一派胡言 你当我大唐府兵都是吃干饭的 一百假师看管 三千假师为成 仅凭他缠若一人 便能将六十万军饷调包 你当真是三岁孩童吗 回陛下 确实是莫寻一人所为 他是莫家后人 申安机关巧述障眼之法 莫家后人 奇隐巧技 别说他是莫子的后人 就算是孔子的后人 老子的后人 庄子的后人犯了律法 朕依旧要惩戒 不然我大唐威言何在 朕得威言何在 罪民之罪 愿凭陛下发落 陛下您就不想知道 莫寻是怎么偷粮换住的吗 那就说说吧 启禀陛下 军饷之案确实是罪民一人所为 自从驸马爷建立芒牙工业区后 新式材料的出现 令罪民垂涎三尺 又无力购买 这才生了邪念 那日押韵军饷的车马 来到客栈借宿 罪民从客栈之上望着 六十万军饷起了歹意 在风雨没有察觉的时候 在押韵队友了饭菜中 动了手脚 罪民用的是一种 名为最龙咸的药物 这种药物的药性很强 杀伤力并不大 欠能致化 势痛 燕芒 罪民先是用药 而后又用机关授夜饮符 对石柜隐藏暗处的少尉 喷射最龙咸 随后利用机关术 搭建了华道 将军饷从甲氏眼皮底下 运到了密室中 再然后将军饷换位了水消银 你不是在这根镇边故事的吧 这怎么可能 最龙咸 夜饮符 华道 水消银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哪来这些奇物 陛下 正是因为不可能 我才挺而走险 因为此话说出去没人会信 即便我现在当面跟押运军饷的人说 他们都不会相信 那马尔怎么恰巧在落桥上受了惊 还起了妖风 罪民知道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会给马卫草料 便提前在草料中做了手脚 罪民已经提前估算好了客栈到落桥的距离 调整好了药物发作时间 至于那风 真的是巧合罢了 陛下 这事可能您不太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六十万军饷已经被运回了洛阳 而且我相信 莫群有这个能力 好 既然军饷找到了 作案人员也找到了 那就结案吧 一律办理就好 朕也要回长安了 怎么 你想让朕给你开个后门 那咱爷俩 来人 将这两个人给朕压下去 朕有要是跟驸马商议 扒刁咱们爷俩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朕知道你爱财 朕也爱财 好在没有命案 这事都好商量 陛下 我这么做 可是为了大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莫群对于大唐工业技术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不是为了自己招揽人才 而是为了大唐 朕知道 朕如何能不知道 不然朕怎么会给他们好脸 朕不管什么科学技术 工业技术 最主要的是 朕在乎你巴雕大驸马脸面 这是你要搞清楚 二字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现在也不跟你整严肃那出 一水的打感情牌 什么也俩 面子 情义的 全是唐一炮弹 陛下您有什么条件 您就提吧 我能办到的一定办 全当只为人民服务了 你这么想就对了 你要早就这种觉悟就对了 你可是朕的亲女婿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咱们可不是那无情帝王的皇室 连亲儿子都砍了 大家伙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多好 好好好 那您就开条件吧 真也不是那趁火打劫的人 你那产业分阵一半就行了 你说啥呢 这是什么虎狼之子 这话是咋寻思的呢 那个陛下 您直接将莫寻纳压的砍了得了 刀魔快一点 让他少受点罪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你看你这孩子 哪都好 就是脾气太急 咱们这不是商量的吗 你若是不满意 你可以砍价 咱们之间可以有一个对抗的过程 也不是一口价就定死了 陛下 您这几步就是天价 我怎么砍 我自断双臂 行 那你开价 你若是让朕满意 忍你领走 朕绝不追究 杰君祥 你自己说说这是多大的罪过 朕总得对文武百官 对天下百姓有个交代不是 君祥丢了六十万 我原封不动的为您找了回来 这样 我再加六十万给您 六十万为大唐 保下一个人才 您不亏 八雕 你这话朕真不爱听 这六十万对于常人而言 那是可望不可及的数字 但对于你八雕来说 算个屁呀 远的不说 就说东周道银矿山 那官银可是乘船的往长安乘运了 你驸马爷分道的那 都是刻着户部印记的官银 就这钱你一年都不知道拿了多少 如今你开口才六十万 不是朕看不起你 你怎么好意思张口的 今后咱们爷俩谈是 低于一百万 你提都不要提 朕丢不起这人 李二这是飘了 帝国库的白条 他还挺跳 还低于一百万 提都不要提 丢不起这人 那个陛下 要不您先将国库中白条 给我清一清 你这个兔崽子 现在不是解决你的事了吗 你提的白条干事 朕什么时候差过你的钱 再不计不是也拿土地底账了吗 好吧 那我也不跟陛下多币币了 一口价一百万 两百万 成交 朕是不是 是不是要少了 八雕这两百万可不对 朕说的是一个人两百万 两个人四百万 好好好 你这么玩事吧 陛下 您将他们都砍了吧 我这二百万也省了 你看你这孩子 凡事都好商量 咱们自己人之间 你怕啥呀 两百万就两百万 朕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全当是买一送一了 八雕你放心 朕对于你那是极为照顾的 当然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 不要因为你是朕的女婿便不好意思 陛下 我还是比较喜欢您以前 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请 那就当我欠陛下一个人请 谢谢您的买一送一 你的是朕给你解决了 那朕的是 你是不是要给解决一下 您的事 您啥事 军饷我也给您找回来了 又补偿了您两百万 您还有什么事 需要我解决 废话 跪根结底 这件事也算是大唐近几年来的一件大案了 这案子 朕总得给天下人一个解释 朕总不能说 收了驸马爷两百万回路 然后将截掠朝廷六十万军饷的匪扣给放了吧 然后还予以重任 呃 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吧 将这次押送军饷的将士 全都无罪释放 然后告诉他们 这次是您特意安排的演戏 将次次演戏作为案例 让户部与兵部做检讨 加强防范 如此一来 陛下非但不用担心被上骂名 大家还会夸赞您的盛名 而且您又额外赚了两百万 这买卖怎么算您都不亏 咱这么办还真行 这是个好主意啊 能刷一波声望 又能吃一波钱 这是朕可太愿意干了 好吧 这法子虽然土了点 但朕也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那这是就这么说定了 就说是军事演习 那个莫寻就说是你的人 参加这次演习的 怎么样 你们三个人可有人认罪 陛下 此时微臣却有失职的地方 但这件案子真的跟微臣没有任何关系 您就是借微臣一百个胆子 微臣也不敢做出这等事情来 微臣身为皇亲国妻 不缺粮也不缺钱 何必干这种事呢 陛下 莫将亦是冤枉 莫将自武德年金 便跟随您南针北战 岂会干这等背叛朝廷 背叛大唐 背叛陛下的事来 莫将真是冤枉的 行了行了 朕知道不是你们干的 看看你们急的那样子 还真不是朕看不起你们 你们要是能在三千假式眼皮子底下 将六十万两军响劫走 那朕还真高看你们一眼 你们以为这消失的军饷 朕是鬼神所为 这世上哪来的那些鬼神 朕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次军饷被戒 是朕易手策划的 而且朕可以明确跟你说 这军饷就是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被人搞走的 怎么 你们不信 算 卑职一万个相信 陛下 莫将相信您有这个能力 陛下威武 陛下牛逼 虽然这次事朕故意为之 虽然是一次演戏 但你们真是太令朕失望了 你们知道是几个人 劫走了你们的六十万军饷吗 一个人 仅仅一个人 边在你们三千多人的眼皮子底下 将这六十万军饷运走 又给你们放上了假的银定 你们能想象着其中 你们究竟犯了多少错误吗 凭借一己之力 戏耍了你们三千人 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依人所为 这怎么可能 草民参见陛下 免礼吧 就是他以一己之力 盗取了你们六十万军饷 几位大人 先前多有得罪 还望几位大人见谅 你们三个还真别不服气 莫军你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三人 让他们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陛下 三位大人 此事是这样的 好了 既然这件事你们都已经清楚了 那今日之事便到这里吧 至于你们的罪过就留给刑部来断吧 你们每个人将自己此次任务的失误之处 清清楚楚地写下来 当作经验教训 传越户部和兵部 是陛下 谢陛下凯恩 终于到长安了 陛下我就先回家了哈 等等 怎么了陛下 那个晚上去你府上吃饭 你准备点好酒好菜 吃饭 您刚回宫 不陪陪皇后娘娘吗 皇后什么时候不能陪 咱们这一走就是几个月 怎么也要来炖总结饭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朕先回宫休息休息 这里二还真不将自己当外人 赚了我两百万不说 还要蹭我一顿饭 夫君你回来了 怎么样 案子破了吗 案子破了 诚儿你感觉身体怎么样 有什么不是的 跟夫君说 或者有什么想吃的 夫君 我想吃点不一样的东西 你能不能给我做点新鲜玩意 新鲜玩意 自从我怀了宝宝后 便总想吃点不一样的东西 没问题 那咱们可说好了 吃点新鲜玩意 咱说我这个驸马爷当的 可谓是非常称职了吧 刚回到府中 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 便要去给公主殿下做饭了 而且你爹一会还要来蹭饭 今天本驸马就让你们好好开开眼 给你们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 嘿嘿嘿 螺丝 筒子骨 鸭掌 猪蹄 白煮蛋 还有这么一大堆配菜 应该是够了 父妈爷 您这是要做几道菜 只有一道菜 确切的说是一道粉 一道粉 我奉劝你们先出去 等明日再进来 呵呵 父妈爷 您不是怕我们偷食血液吧 当然不是 可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那你们就在这学吧 我肯定清囊相授 这 这是什么味 不应该啊 前两天腹中不是透过毛坑了吗 这味怎么还没散 是您 方才也没闻到臭臭的味道 父妈爷 您 您这究竟住的是什么东西 真的有这么臭吗 挺香的 你们闻没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 没错 俺也闻到了好像 好像是使坏了的味 使坏了的味 使坏了什么味 知姐 你 使坏了是什么味 就是这个味啊 你 难道你吃过 谁没事吃那玩意 夏天的毛坑不都是这味吗 陛下和几位大人别愣着了 里面请吧 人贵 拔雕呢 少爷说今日给大家伙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正在火房呢 人贵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臭味 有吗 卑职这两日染了风寒 鼻子不太好用 你这风寒染得倒是时候 陛下 俺 俺怎么感觉这臭味是在火房中飘出来的呢 娘的 这巴雕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不会真给我们煮了一锅屎吧 巴雕 你兔崽子在里面干什么呢 陛下你们来了 你们在外面等会 我正给你做好吃的呢 保证你们吃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忘不了 朕现在就已经有点忘不了了 巴雕你兔崽子究竟做什么呢 巴雕 朕命令你马上住手 不要再搞你的新鲜玩意了 巴雕你听见没有 你再不出来 朕就把你的家给抄了 来了来了 你们不要着急 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 巴雕 朕问你 你这碗面不是拿屎煮的吧 陛下 您若是不喜欢 可以不吃 何必出言诋毁 我会拿屎煮面 给您吃吗 那这味道 那这味道你怎么跟朕解释 你敢说这不是臭味 那不能因为这味臭 就说是用吃煮的 你们若是不想吃就别吃 富马爷你还吃吗 不吃俺清盘了 真的假的 不是演戏呢吧 呵呵 陛下 这碗一闻这臭吃着特别香 不信您来一碗 娘的 真就不信了 这碗一能吃 这 这也太神奇了 香儿不服闻之开胃 想知流闲吃之打滚 富马爷 这 这螺丝粉还有吗 雕儿 其实今日我都没想跟你站一队 但我真没想到 如此胖臭的东西 竟如此美味 富马爷 我还想吃一碗 呵呵 这下知道是好东西了吧 还有 有的是 河东岛威易爆发已有越狱 对河东造成的损失无法计量 经过太子的不懈努力 民心得以稳固 瘟疫得以消除 倒也差强人意 不过瘟疫虽处 但灾后重建工作同样重要 各有关部门 万不可掉以轻心 玄灵 你及各命尚书省起草各各地天灾防范预警方案出来 尽快落实 是 陛下 陛下 我还有一个建议 我建议朝廷可以印刷一批 关于天灾的认知 防范 自救手册 印上拼音标注 如此一来 即可以提高百姓们 对天灾的认知和防范 又可以推动大唐文化事业发展 和乐而不为 有这个必要吗 父皇 儿臣认为老是言之有理 若是给百姓免费发放 肯定会大大增加父皇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与声望 儿臣认为是好事一桩 嗯 正倒是无所谓 若是对百姓有利 这事便可以干 待大人 方才驸马和太子的话 你可听到 回陛下 微臣听到了 印刷宣传天灾的手册为百姓发放 既是这样 你与公布严大人商议一下 看看此事如何办理 尽快落到实处 咱们大唐近两年没有战事 正是蓬勃发展的好时机 我们一定要将基础打牢 将民心打稳 陛下 此事 此事是不是稍微缓一缓 国库中这钱可不富裕啊 怎么 又没钱 东周到银矿山不是刚筑好几船银子已运到长安吗 怎么又没钱 陛下 现在大唐正在干的工程便有修建水渠 修建水泥路 别的不说 光是这两样投入的便不在少数 去年孔大人提议的在县州到修建的学院工程 也在陆续开展 微臣哪里还有钱 去年攻打高沟铃不是运回来大批金银珠宝吗 再者说 这一贞观六年 西江三城还不开赴税吗 大唐各地的商业政策也该到头了吧 正可不是那幽居深宫的昏君 现在大唐出现多少百万千万巨股 你以为朕不知道 陛下莫及 逼职确实没有骗您 今年商业税确实已经开始收取 但是商业税的钱全部投入到修建各地学院上了 高沟黎运回来的钱已划拨新修水利 修建水泥路 国库现在仅有一百万两 已被日常花销之用 不敢再动 那东周报运回来的银子呢 那些银子全已还给驸马爷 上个月刚刚将欠芒牙商行的钱还清 白条刚刚焚回几日 家人们谁能懂啊 干这么多年互不上书 终于将白条清还了 这其中的心酸 只有我自己知道 别人是无法体会的 跟人借钱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 你说啥 都特么还了 那可是三船银子 全都还给这兔崽子了 咱们欠的这么多钱吗 父皇 此事儿臣知道 本来没欠那么多钱 但是您不在皇宫时 儿臣批了不少款 当时户部没钱 便到芒牙商行借的 太子爷 那你跟朕说说你究竟批了多少款子 大概一千一百万吧 还一千一百万吧 两个月 你特么坚果两个月花一千多万 你是哪里来的败家子 朕当了这么多年皇帝 一直兢兢业业 省吃俭用 一文钱摔八万花 没事还得打打八雕的秋风 这才攒下这点家底 你倒好 特么的两个月 从一无所有给朕干成负债累累 太子爷 咱们现在的日子是富裕点 但 但有钱也不是你这么个花法吧 再者说 那是咱们家的钱吗 那是人家驸马爷家的钱 借人家钱你不需要还吗 利息还挺高的 父皇放心 儿臣有分寸 原本需要批的款子 大概有两千万之多 儿臣一压再压 一选再选 这才挑出来这些不得不干的工程 这些工程都是大唐发展 必须要干的工程 父皇 钱花没了可以再赚 工程不批 影响大唐发展 这是花钱也弥补不回来的 唉 带白条 那欠条不能缓缓再还驸马爷吗 人家又不差钱 多欠几日又不会死人 父皇 这钱是儿臣让还的 当时这钱是儿臣去忙牙钱装借的 没有利息 钱多多有情有义 儿臣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所以这钱第一时间便已归还 俗话说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没有利息还行 既然钱都是花在刀刃上 政便也没什么好说的 政倒也不是反对你花钱 主要是为了节俭 既然还是利民工程 那便无所谓 花就花了 但印刷手册的事 还是得干 这样吧 这钱还是找芒牙商行借 工程干脆全都包给芒牙商行去干 也别说正是不讲情义的人 咱不占赴马爷便宜 那我便先行 谢过陛下了 不对 这尼玛不是扒掉这兔崽子挖的坑吧 那李承前是干什么的 帮兄 坑店 朕又特么被算计了 李承前这兔崽子卖腹求荣 年纪轻轻的便学会胳膊肘往外拐 也特么的不知道随谁 哼 这钱你得垫付 朕现在没钱给你 无妨 陛下没钱言语 一声就行 咱们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你跟老丈人要利息 你是什么玩意 戴爱卿 此事朕已帮你解决 但河东重建 补助百姓的钱不能少 这年一定要让河东百姓过好 让家家户户有肉吃 驸马爷那个猪应该也养好了吧 到时候牵出来溜溜吧 陛下放心 河东后续重建工作已提上日程 另外钱的方面您放心 芒牙工艺已捐助两百万 用于扶持河东百姓灾后重建 由于此次是瘟疫 所以百姓田地和房屋的损失不大 这两百万足以帮助百姓安安稳稳过各年 什么 两百万 八雕捐款两百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打死朕 朕都不带信的 那个芒牙工艺是什么玩意 也是驸马爷的产业吗 哼 这事还是让驸马爷给您解释吧 老陈也说不大明白 这是我去年 让钱多多发起的一个部门 名为芒牙工艺组织 如今大唐商业蓬勃发展 正如陛下所言 巨股频出富豪颇多 果便让芒牙商行 牵头办了这个组织 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商股们 取之于民 应之于民 芒牙工艺这不分钱 便是为了赈灾 救助大唐内的贫困百姓 家庭命运不幸的百姓 给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到底是驸马爷 真是大人大义 他这举措于商人 百姓和朝廷而言 都是非常好的 没错 我们大唐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现在是农工商的积极限制 以打破 商人就要有身为商人的担当 驸马爷当真是大义凛然 让朕敬佩 两百万捐款 可是解了朝廷燃眉之急 不知道你这芒牙工艺已筹集多少钱款 当然朕可不要啊 朕就是单纯的好奇 芒牙商行的号召力 在商界还是非常强的 由于是第一次筹备 大家也非常给面子 芒牙工艺目前剩余工艺钱款 大约一千五百万左右 乖乖 一千五百万 这不相当于后备国库吗 哈哈 雕儿 真的有一千五百万这么多吗 陛下放心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跟您开玩笑 那是那是 朕当然知道你不屑干那种事 朕不瞒你说 朕大小便看你这孩子靠谱 果不其然 这好方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打小 打多小 我小时候你特么认识我吗 这逼不是会再打这一千五百万的主意吧 哈哈 雕儿 朕有一事不明 还得向你请教 陛下你收敛点 你现在这样 我有点害怕 这一千五百万全都是由你们芒牙商行掌管吗 当然朕绝不是对你们不信任 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陛下放心 芒牙公益中的钱款 由芒牙商行和户部共同监管 每一笔人都是由出资方 芒牙商行和户部三方会审后才接收的 甚好 如此甚好 雕儿办事 朕放心 诸位爱卿今后也要多跟驸马爷学习学习 多想想这样的好点子 大唐商骨能为百姓捐款一千七百万 这足以说明他们对于大唐是有信仰的 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那个雕儿 朕还有一事需要你来解答 这钱就放在芒牙商行的府库中吗 你不要误会 朕绝不是不信任你 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陛下放心 这些钱不用的时候 便会放到芒牙钱庄借出去 所获利息全部收还到芒牙公益 当然芒牙钱庄会收取一定手续费 这是规矩 收利息好 收利息好 雕儿你知道吗 朕就喜欢你这公事公办的模样 这笔钱交给你打理 朕放心 陛下 我跟您说清楚 这钱可不是朝廷的 而是属于芒牙公益 您无权调动用 芒牙公益 有专门负责的审批人员 每一笔款项 都是要经过严格审核 才可以动用 正所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即便您是皇帝 也需要遵守 而且芒牙公益 每一笔钱的花销 都要进行公事 看你这小子说的 朕是这种人吗 朕有私库 整个大唐都是朕的 这一千五百万 我还能让你跑了 伏机 你说这些商股 真的能捐款高达一千七百万吗 朕都不知道这是是好是坏 陛下 您是有所担心 原本这确实是好事一桩 不过方才在回店的路上 朕细细私存一番 如今大唐推到商业改革 鼓励发展商业 推动经济发展 但这些巨股的经营积累 是不是太快了些 这才发展多久 便出现如此多的巨股 现在市农工商阶级被打破 随着商人钱款越来越多 身份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今后他们若是参与政治 那朕岂不是等于 又扶持了一波新的石家吗 据陈所闻 那些巨股券款也是有小心思的 驸马爷也用了些手段在其中 哦 那你跟朕说说 这是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据说当时芒牙工艺成立时 募娟也不算特别顺利 雕儿提出两个策略 其一是刻上一批 大硬刻上芒牙商行的字样 属于一份书容 其二是凭借此印 可以参加芒牙商行每年举办的集会 集会 什么集会 就是分析传统行业每年数据的集会 并且会对各个传统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传统行业 八雕不是说芒牙商行不涉足传统行业吗 这里怎么又出现传统行业的事了 陛下 这您就不懂了吧 雕儿说芒牙商行不涉足传统行业 并不是不关注传统行业 芒牙商行除经商之外 他们最厉害的还有强大的商业情报机构 大唐各个行业 他便可以第一时间涉足那个行业 而且钱多多刻意将此消息放出去 您说那些巨股厅们能不着急吗 这集会挤破脑袋也要参与 这可是与他们的商业前途息息相关的 阴险 阴险至极 八雕这小子竞完的正话 嘴上说不涉足传统行业 却在暗中收集情报 将这些商行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这倒是对大唐有利的好事 起码八雕对他们有威慑力 而且掌控他们的命脉 您若是感兴趣 咱们便将雕儿找来 研究一下此事 而且您不是对那些巨股不放心吗 咱们正好跟雕儿商议一下对策 还是未雨绸缪的好 好 将八雕找来 朕要亲自跟他谈谈 算了 朕亲自去一趟 这几日在宫中朕也憋坏了 正好出去走走 将房玄林杜卢会为争几人找来 正好一起商议一下 你小子要上哪去呀 吃饭去啊 今日府中可没做饭 我准备到芒芽酒楼去对付一口 陛下你去不 跟谁去呀 还挺有闲情雅致 跟几个商业巨股 我将他们请来长安 感谢一下 不然您以为这一千七百万这么好捐的 那可都是我厚着脸皮跟人家要来的 你这小子倒是干了回好事 不过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既然让朕赶上了 朕便捧你一道前去 朕亲自出面导演算给他们个大面子 行了 那陛下便一起吧 人多也热闹些 人多热闹些 你拿我们凑数呢 朕完全是冲你面子去的 你以为谁都能跟朕一起吃饭 朕可是大唐皇帝 请请请 大唐蹭犯皇帝 陛下您今月前来 找我所为何事 此事还是回去再说吧 咱们先跟这些巨股见面 剩下的是晚上说 你放心 是好事 朕也不是跟你借钱 陛下 瞧您这话说的 生分了不是 表尔什么时候怕您借过钱 哼 就他 借钱是借钱 不还得跟朕要利息吗 二爷您看看 如今的长安城多热闹 是啊 如今长安已出具盛世模样 比起武德年间不知繁华多少倍 朕这些年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陛下 何止是武德年间 就算是秦皇汉武时期 京都也没有如此繁荣的景象 这一切全都是您的功劳 若不是您开明 目光长远 肯听驸马爷的意见和建议 长安城则会如此繁华 这话是夸朕的吗 朕怎么听着倒像是夸巴雕这兔崽子 何这朕就是点点头 剩下功绩全是巴雕的 是啊 陛下高瞻原主 在农业稳定的前提下便着手商业发展 使得大唐对农业和商业共同发展 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的发展方向 就此时陛下已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农中一笔 福吉你过散了 这其中有八雕的功劳 朕怎么可以否定 陛下 微臣倒也不是可以捧您 前几日臣去鸿门罐 曾门本几人正编撰史书 他亲口告诉微臣 虽然陛下尚未仅且六年不到 但所干下事丰功美记早已震骨说尽 刘芳麦是千古流传的大事便已不在少数 按照功绩大小划分 陛下敢抄秦皇汉武 那也只是这一两年的事 三年之后这千古一帝的名号 陛下便当之无愧 甚至可以泰山风扇 哈哈哈哈 福吉你这有点言过其实 朕何德何能堪比秦皇汉武 秦皇汉武的招招功绩 那可都是有平有据的 朕与他们其间还不够格 陛下 这功绩倒也不是我们定的 那也不是曾闻本几位大人定的 那都是天下百姓定的 您看看这朱雀大街 便知道如今大唐百姓的生活有多富足 哈哈哈哈 今日你们几个转条朕爱听的说 朕又不是昏君 怎么会不认可八雕的功绩 你们都担心他功高盖主 绝功甚为镇骨朔金 又富甲天下又深得民心 朕会对他有所猜忌和忌惮 别搞得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模样 也别整得朕要跟八雕刀剑相像一般 朕也并不否认曾对八雕起过杀心 而且不止一次 当然这也不是针对八雕 就是魏征 朕都不知道有多少次要一刀囊了他 人嘛 总会有生起之时 有暴虐之时 朕身为大唐皇帝独揽皇权 曾几何时朕也想过 将这些不听话的全都砍头 世界将会变得非常安静 啥事都还是朕一个人说的算 不过最终是想想而已 不过那只是两年前的朕而已 如今朕做皇帝已有六年 心中想法早已不能同日而语 大唐这么多年 无论是农业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发展 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朕古朔金 当年获取禀蜂囊区须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但是跟咱们驸马爷相比之下 还是差不少 不知道你们看地图没有 那日朕闲来无事研究一下大唐疆域 着实让朕一惊 驸马爷打下的疆土 古往今来何人可比 而且你们看着兔崽子总是弃朕 但若是仔细看 这小子没将朕当外人 都是直来直去 若是以前朕还不高兴 不过现在倒是已无所谓 朕看得出来这小子是个不受束缚的命 朕把话放着 就是朕让他当这个皇帝 他都不会当 草民见过驸马爷 大家不必客气 草民见过陛下 喂 陛下 驸马爷竟将皇帝邀请来 与我们共同进餐议室 这辈子死了也值得了 草民参见陛下 大家不必客气 都是自己人 坐吧 这位是吏部尚书长孙吴继大人 这位是御史大夫魏征大人 这位是中书令房玄陵大人 这位是尚书令杜如惠大人 见过几位大人 来大家伙都别认生 像在自己家一样 咱们边吃边聊 八雕你要聊什么就聊 今日朕做陪 好 诸位 我萌芽商行最近在创立一个新的商会 也不能说是商会 专业术语叫做报社 这个东西叫做报纸 钱多多啊 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纸吗 这玩意也能发家支付 这东西名为大唐月报 一个月发行一版本 大唐境内所有地区的萌芽商行同步发行 售价为两文钱 你们可能感觉售卖报纸 别说赚钱 不赔钱都很难 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发行报纸确实赔钱 别说公本费 光收集信息 整理信息 那都非常困难 需要消耗大量钱款和人力物力 但我们收益不在报纸上 而是在报纸的内容上 通过让大唐百姓阅读报纸来获取收益 大家可以看着手中报纸 我们将报纸已分为很多板块 故事 新闻 外交 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很杂 不过今后会根据百姓反馈进行修改 当然这都是后话 大家伙可以继续看 报纸上除这些故事 新闻等板块外 还额外空着几个板块 而且这个板块为广告板块 广告 顾名思义 广而告知 向百姓们告知某件事物 比如庆丰商行 主营家具 黄花梨 水蛆流等 种类非常多 而且商行 遍布大唐 是达官显贵们的首选 但若是庆丰商行 推出某一件新家具 需要很长时间的规划研究 推出之后 还需要担心卖不好 积压库存赔钱的风险 卖得好 公布应求断货 被其他商行 效仿翘克的风险 而我们广告模块 最主要的作用 便是扩散性 张掌柜你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你庆丰商行 想要推出一款家具 经由我们萌芽商行的报纸板块 进行推广 再由萌芽商行 进行质量和价格公正 这样一来 你的家具销量会如何 经由报纸推广 那这款家具会在一夜间 被大唐大部分百姓所知晓 我的天 八雕竟然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 这是什么神仙想法 这是什么神仙逻辑 这哪里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 萌芽商行这么多年的好事 在大唐商行和小商小贩间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再加之八雕的声望 萌芽商行的名誉已达顶峰 八雕 他八雕竟能将萌芽商行的声誉变现 八雕 你这小子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鬼点子 我也是无意中有的这般想法 后来与钱多多商谈几次 才着手落实 不过 虽然这报纸还没有发行 但我们预期的目标 应该不难实现 苏玛爷 这广告板块需要多少钱才可以上 我们这些商会成员 有优先选择权吗 我说过 你们恪守一个做商人的本分 同时又有很高的思想觉悟 我给予你们 为期一年的免费广告位置 与专业鉴定 这就是你们为萌芽公益捐赠的回报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 驸马爷 这 这合适吗 虽然我们很想占这个便宜 但这一年的广告所创造的价值 远比我们捐赠的要多得多 是啊驸马爷 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便已非常高兴 这若是免费的话 我们占的便宜确实太大 无妨 这点钱 与萌芽商行来说算不得什么 我之所以这么干 便是让你们在大唐商界做表率 带动大唐商界风气 大家做买卖没事 但一定要有底线 知道什么是该干 什么是不该干 什么钱该赚 什么钱不该赚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我将萌芽商行的声誉 看得比钱还要重要 所以你们登上报纸的产品质量 一定要非常过关 我可不想 那萌芽商行的声誉 开玩笑 萌芽商行一旦检测出 你们产品质量不合格 会根据情况驳回 甚至将剥夺你们一年的免费资格 更甚至直接逐出商会 所以你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产品负责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发给萌芽商行的样品 一定要与你们卖给百姓的相一致 若是发现 以假乱真 以自充好 卖给百姓的萌芽商行 有权要求你们进行千倍赔偿 也就是说百姓花一百两 从你们店中买到与宣传有出入的商品 你们需要赔偿百姓一万两 苏马爷 这点我们可以保证 但万一有不法之徒 恶意敲诈勒索怎么办 这你们放心 我们敢打广告便敢负责 我们将成立专门的巡回组 跟进宣传产品的售卖 与纠纷处理 若是有人故意敲诈勒索 我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看似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 但其背后操作的复杂程度也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面对的是千万万大唐百姓 我们用的是萌芽商行 常年累积下来的口碑 一朝不慎满盘皆出 所以我们每一步都会走得非常小心 你们也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所以你们几位一定要考虑好 上广告起飞是一定的 但同样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到时候若是产品质量有问题 萌芽商行可是会翻脸不认人的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驸马爷放心 钱总管放心 我对我的山河商行有信心 这么多年我最注重的也是商行声誉 我一定刻进之手 紧紧跟随芒芽商行的脚步 没错 驸马爷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便怎么干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便不再多说 你们回去先研究产品 报纸预计明年开始发售 共12期 各位究竟能将这12期利用到何种地步 那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谢驸马爷 谢钱大总管 我等你不付出吗 好 大的方向 我就跟诸位说这么多 今后如何发展 就看你们自己的 多多 今天下午 你带他们几人好好玩玩 他们难得来趟长安 我们要尽地主之意 是 少爷 八雕这臭小子经商能力这么强 真要是不利用利用 岂不是白费了 这两年大唐商业发展 蒸蒸日上 可那几个官营买卖 一直干得不大 甚至都快特么倒闭了 若是在这般下去 非要让这些商骨顶了不可 傅妈爷 傅妈爷 李将军 什么风将你吹来了 呵呵 傅妈爷 北智来招宁 那里还有别的事 陛下宣我 傅妈爷省命 我今天跟陛下都见了两面了 早朝见一面 中午带他蹭个饭 这晚上快吃饭了 咋还找我呢 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呢 李将军 陛下又因为什么事找我 呵呵 傅妈爷呢 宁可问主北智了 陛下那里会跟我说这些 不过张笋大任和魏大任 他们都在 相赖应该是有要金事 既然陛下要见我 那我们就走吧 咱一个小驸马 陛下说啥咱们就得听啥不是 你们就听朕的准没错 咱们要政策有政策 要底气有底气 他们能经商 朝廷怎么不行 陛下 连雕二都知道不能与民争利的道理 我们这么做 还不得让老百姓戳我们几两股 是啊陛下 如今大唐商业发展势头非常好 各行各业都已摸索出门路 我们这么做不是抢百姓饭碗吗 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我们又不是吃掉全部 只是吃掉一小部分而已 伤不到百姓的利益 再者说这几个产业 以个人财力根本发展不起来 参见陛下 驸马爷来了 王德快去通知御膳房开饭 就在甘露殿中吃 来驸马爷 别站哪 快过来坐 陛下 我可没带钱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 朕请你吃饭 还能跟你要钱 朕是看你这几天差事办得不错 处处为朝廷为百姓着想 朕是要犒劳你 你看你把朕想哪里去了 陛下 有什么事您直言便可 大家伙商量着来 你大可不必如此 你这孩子说话就是中听 你说的没错 有什么事大家伙商量着来呗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朕平日里都舍不得吃 今日特地宴请你才拿回来 味道不错 陛下您别管我 您也吃 朕也吃 朕也吃 他娘的 这帮狗东西 一吃起来将朕方才说的话 全他娘的给忘了 颜爱卿 你方才不是说有要事要跟驸马爷商议吗 朕都将驸马爷找来了 你别他妈光吃啊 有事赶紧说 我有事找驸马爷 我怎么不知的 啊 那个对 卑知确实有事要找驸马爷请教 驸马爷 您看现在大唐商业发展非常迅速 崛起的商行越来越多 但官营商行却怎么也起不来 卑知甚为烦扰 不知驸马爷可否给指一条明路 你看 就是这么点事 朕还真能坑你是怎么的 那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是怎么想的 哇 今日咱们不是在芒芽酒楼见到那几位大唐巨股了吗 朕感觉那些买卖都还不错 尤其是木材生意 朕看许多好木材都是从南找诸国买入的 咱们朝廷经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那木材生意完全可以做 陛下的意思 您是要与民争利 这 这算与民争利吗 这还不算 您将原本属于百姓的进出口贸易 凭借朝廷的优势大包大揽 这还不算 您这不但是与民争利 您这是直接将民全都给掐死了 有你小子说的这么严重吗 朕也不是说将生意全都揽过来 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大唐竞内如此之多的木材生意 朕一掺和还能给脚黄不成 您也知道 您这是跟着掺和 大唐商业近两年发展的 刚有起色 各大商行刚刚崛起 为的就是避免大唐商业发展畸形 我才特意成立的 这萌芽商会 可以将萌芽商行 关注传统行业的消息 告诉他们 为的就是 让他们有敬畏之心 懂得如何当一个合格的爱国商人 您可道好 我这基础刚打好 您后脚拿镰刀 就将人家当韭菜哥了 今日这饭 还是咱们一起吃的 您让这些商行怎么看我 让他们怎么看朝廷 人家将商路打通 朝廷横插一杠子 您将他们都当傻子吗 今后谁还信任朝廷 能有这么严重吗 朕 朕感觉还好啊 非常严重 何止你们都是明白人 就朕一个人目光短浅 陛下 老臣知道您急于卫国库开远 但朝廷身为无上权威 万不可与民争利 连芒芽商行都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朝廷若是这么干 显得多掉价 哼 你长孙无忌战的说话不要疼 朕要有芒芽商行 那全是垄断买卖的商行 朕也不与民争利 盘子这么大 朝廷介入就一定会抢其他商行一些份额吗 陛下 尤其是不能抢求 干不得 宁愿不干 也不能让百姓寒心 您自己说 朝廷为了稳定民心 付出多大的代价 您若是这么干 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岂不是白白浪费 好好好 那朕不说了 反正今日这事 你们必须给朕想出个解决办法 观影商行就那么几个 一年比一年没落 盐利本 你这公布尚书时的娘的怎么当呢 大唐商业发展蒸蒸日上 日益兴盛 你这观影商行倒好 都快探娘的关门了 朕也不见你着急 陛下息怒 都是老臣知错 行了行了 你别跟朕认错 朕也用不着你在这认错 赶紧商量个办法出来 朕既往不救 盐大人 现如今观影商行 还有那些产业 粗盐铁浓器具 茶酒陶瓷丝绸等 你还好意思说 出垄断的粗盐 铁 浓器具之外 剩下的都快关张了 提起此事 朕变生气 人家都是日进斗金 你这是日盔斗金 还怪朕着急生气 这样吧 咱们就从观影产业中的 这几个开始整顿 争取年底之前 实现收入增长 先将这几个行业盘活再说 雕儿 你此话可当真 陛下真是不要太实力 对驸马爷的称呼 在兔崽子 臭小子 驸马爷 阿雕和雕儿 几个称呼间 完美转换 当然 就是不知道陛下 想将这些观影商行 经营到何种地步 那肯定是越大越好 挣的钱越多越好呗 谁还嫌钱多呀 你像这个粗盐 铁和农器具 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个都是垄断产业 而且都是有惠民政策的 就是这些茶 酒 陶瓷 丝绸等产业 再网上提一提 朕的要求也不高 能达到芒芽 商行规模的九成便可以 你还真是光屁股追贼 胆大不嫌寒蝉啊 咋寻思说的呢 产业提升没有问题 但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刀阔斧 那你说说 怎么个大刀阔斧法 首先将官营商行 从工部分离出去 单独经营管理 该赴税赴税 该发展发展 跟民营商行样 只是每年将除去再投资部分 将剩余盈余 收缴国库 那这商行归谁管理呢 就归商行掌柜的管理 可以是官吏 也可是从百姓中招聘 他们的拿大唐奉录 为大唐办事 也属于公职人员 只是跟寻常官吏 只能不同而已 这倒是个法子 不过现如今 这些官吏怎么办 陛下恕我直言 您若是让我插手此事 那这些官吏 估计就要凉凉了 八雕阵问你几个问题 你若是将这些人都抓起来 何人来经营这些官营商行 你屁用来的人 若是还发生此类现象 又当如何 官营商行怎样能发展起来 你应该知道 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若是不能干点攻击出来 真很难办啊 陛下放心 人不够 我亲自去招 至于您说的 第二个问题更好办 我们今后招聘 官营商行的掌柜 除固定放入以外 给予他们一定的分红 啥是分红 就是利润分成 比如一个商行掌柜 一年为商行 赚取一千万利润 那我们就拿五十万出来 奖励他 再拿五十出来 奖励商行中其他人 商行赚的越多 他们分的越多 您说他们能不卖利器干吗 商行赚的越多 分给他们的越多 他们干的变越起劲 虽然表面上商行赚的少了 但实际上不但没少 反而更多 娘的 干了 好 朕答应你 此事由你全权负责 享有先斩后奏之权 好 既然陛下已考虑清楚 那我便帮您把这件事办好 今后 所有官营商行 从公布脱离出来 各自为证 接受御史台审查 也需要参与经查 在这方面 没有人可以有特权 这 驸马爷 来 诸位爱情与朕痛饮慈悲 这段日子大家辛苦 没有你们的努力 便没有大唐的今天 镇敬你们 少爷昨晚你去哪了 我找你一大圈 还等着你回家吃火锅呢 嗨 昨晚我都已到你家门口了 谁知陛下 突然召我入宫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便被拉走了 怎么 又有啥新任务了 没错 今日又懒个大火 什么大火 刺激不 嘎嘎刺激 你去找处 莫见一对牵牛尾 咱们东势集合 就说陛下口谕 好嘞 雕兄 今日又抓哪个不开眼的商贩 今日去唐商拿人 唐商 卧槽 官营商行 你们 小的 小的见过驸马爷 薛将军 崇将军 李大人可在商行中 在 在 在还是不在呢 来人将他抓回大理寺用刑 别别别别别 驸马爷 劳命 小的说 小的啥都说 小的可从来没触犯律法 行了 不用解释了 你不说 便是包庇罪 也不用委屈 说说说 小的都说 进屋说吧 放心你 若是没犯事 我绝不会冤枉你 谢驸马爷 谢驸马爷 他娘的李德亮这丝真是会享受 这茶叶不得摆金啊 若是投茶可不得摆金吗 这茶连陛下都喝不上多少 咱们李大人 路子真是广 可不是吗 李大人掌管的可不是长安城粗颜销售 掌管的可是大唐粗颜销售 这逢年过节送礼的人肯定不少 你看那大床 嘖嘖嘖了不得呀 触摸 你干啥呢 安给这些茶叶打个包 一会儿给你们拿走点 安带些回去给安爹和安岳父 你们是来查案的 还是来操家的 现在你可以说说李德亮去哪了 去了一厢院 李大人一大早就去了 一厢院 一大早便去那种地方 身体能受得了吗 人贵 楚墨 你俩去一乡院拿人 带到这来 至于你 驸马爷劳命 驸马爷劳命啊 小的真是遵纪守法好百姓 小的真的没干过坏事 行了 你不用喊冤 我肯定不会冤枉你 你过来 将李德亮的罪状一一写下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 啊 怎么 你还挺不愿意 你若是不愿意 我换个人上来 愿意 小的愿意 驸马爷让小的干啥 小的便干啥 我问问你 你们李大人是不是经常往这领姑娘 我看那床不错 躺三五个人 不成问题 驸马爷明见 李大人平日里总会让一厢院的姑娘来上三两个 从后面进来被带到房间中 等店铺差不多快打烊了那些姑娘再从后门走 这个逼倒是挺会享受 还三五个 这观影声行 倒成了他李德亮放纵的地方 那你们为何不举报他 哟 小的哪里敢管李大人的事 人家可是皇亲国妻 内部有人 若是公布上书言大人前来 他就会换到另一间屋子 这屋子名义上是仓库 那间屋子才是李大人处理事物的地方 不过也只是有人来查 是他才会去那里屋 平日里都在这 人家是皇亲国妻 咱们小老百姓哪里惹得起 你们不领朝廷奉路吗 都是雇佣来的 可不是嘛 李大人向上报的时候 那名字都是别人 我们领的都是李大人发的想钱 这一进一出 一来一回 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李大人的心 且黑着呢 你放心 有我护着 你肯定安全 我的性格 你也知道 你说的要是真的 那李德亮不死 也得脱层皮 你说的要是让我高兴 我不但恕你无罪 还记你一功 但你若是胡编乱造 我可不饶你 驸马爷您放心 我就是骗谁 那也不敢骗您呀 驸马爷不瞒您说 小的早就看李德亮这事不顺眼 这事还是要从三年前说起 不知两位将军到访一厢院有何贵干 现在楼中冰棚满座 若是寻人 两位将军告诉小的便是 小的去帮您寻 若是惊扰殿中宾客 上面大人物怪罪下来 两位小将军只怕也担待不起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子找人用得找你这个狗东西在这里乱废 你敢威胁啊 两位将军 不知我一厢院可是犯了什么罪 若是名女犯罪 我这就束手就擒 俺问你 李德亮那斯可在一厢院中 你若是敢欺满俺们 老子就这将一厢院给拆了 李德亮那可是争儿八经的皇亲国妻 如今惩处墓睡千牛未亲来找他 还只呼其名 最关键的是薛仁贵竟然跟着 这八城市驸马爷前来拿人了 驸马爷拿的人那还能有好 来人进去拿人 顺便将这藏匿贼寇的窝点给老子砸了 程将军 程将军 这帽子可不敢乱扣 李大人就在顶层 顶层只有一间屋子 算你识相 哪个王八蛋敢在老子屋中闹事 瞎了你们的狗眼 李大人 您好大的官威啊 大早晨便来一红院找乐子 您那商行不用照看 程楚墨 你他娘的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老子是谁吗 别说你了 就算你爹来 也得对本王行礼 大唐伦的道 你对本王遗旨气势 给本王滚出去 李大人 您这是要吃人吗 墨曹 薛仁贵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本王可是皇亲国妻 陛下的堂弟 你们想要造反不成 行了李大人 你吓唬吓唬别人可以 吓唬我薛仁贵 你配吗 我手上有多少皇亲国妻 王权贵胄 皇子皇孙的血 你不知道吗 用不用我给你数数 那本王总得知道 你们为何而来 本王又犯了什么罪吧 万一你们对本王图谋不轨 本王岂不是很冤枉 驸马爷要见你 你只管走便是 至于你是不是冤枉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白人将李德亮给我押走 不必 本王自己会走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太猖狂 这天下性理他不性情 你们这么对待本王 本王一定会到陛下面前 告你们的预状 李大人那你可要加油 带走 不行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落到八雕的手里 不死也是残 我得自救 放开我 我要见陛下 我是大唐庸亲王 你们不能抓我 来人呀 有人谋反 你们光天化日擅自抓本王 是要造反不成 魏统领 快来救本王 本王自首 本王要求被押送到大理寺审讯 本王要见陛下 为之见过徐将军 见过程将军 不知你们要将庸亲王押到哪里 我们要将他押到哪里 还需要跟你一个小小的巡防营统领解释 程将军 您抓人小的无权过问 但您抓的人是亲王 小的便有权过问 若是您将庸亲王押到大理寺 小的自当让路 并一同护送 倘若您是将庸亲王押到别处 动用私刑 恕卑之不能上路 魏统领说得好 我可是皇亲国妻 陛下的堂弟 无人可以私下对我用刑 你们不走流程 就是打陛下的脸 我一定要到陛下面前 告你们的预状 这天下兴礼不兴情 好啊 你魏风真是翅膀硬了 老子牵牛未能怕你寻防营不成 给老子扒刀 阻碍朝廷执法者 格杀勿论 程将军可否有陛下手谕 所是有手谕 卑之自当放行 若是没有手谕 恕卑之自难从命 魏风 你这是要跟我们干到底 卑之不敢 侄子所在将军莫怪 魏统领我们奉陛下口谕 拿用亲王礼得量审讯 还不敢快将路让开 你想造反不成 待会若是打起来 忧的是朝廷的脸 回血将军的话 你若是将兄亲王押送到大理寺 卑之自当让路 但是别处不行 还请薛将军不要为难卑之 闲杂人的 速速回避 不然一会儿将你们全都抓走 豆冠 卑之参见雍亲王 哈哈哈哈 好 甚好 我大唐到底是有不畏惧强权的人物 赵都尉快快将本王带走 本王要入宫面圣 告这两个贼子的预状 人贵赵统这思不好对付 他曾跟随张亮南征北战 屡立战功 更是要被张亮收为义子 但后来张亮这思恋人丹 不是被驸马爷给咔嚓了吗 这思便一直对驸马爷耿耿于怀 说到底 张亮对他有知欲之恩 自从那时之后 赵统便在没有生前的机会 我还寻思着赵统是什么人物呢 连驸马爷都不给面子 原来都是暗敌 来人将雍亲王护送回宫中 不容有失 我看谁敢动 你们想造反不成 薛将军身居正二品 薰卫上驻国 你们巡防营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抢驸马爷的人 我呸 什么正二品 什么上驻国 不过是八雕养的一条狗罢了 他们都是给我李家看门护院的狗 尔再说一遍 你能奈我何 来人 营救雍亲王 王八蛋你敢 陈将军情理自重 这是长安城 不是皇宫 千牛尉无权干涉 再者说你们连手遇都没有 就敢接拿亲王 到底是谁要造反 来人 动手 我看今日何人敢接我八雕的人 是你拦路不让过的 也是你挑起事端的 长嘴 是 驸马爷 就是你要接我的人 长嘴 是 驸马爷 怎么了人贵 他侮辱你了 刁兄 这次骂人贵和你是看门护院的狗 你想要干什么 我可是亲王 是陛下的足弟 你不可以 骂我可以 骂我兄弟不行 带上你们的人 滚 欺负马爷 为之告退 真是痛快 你们看到了吗 方才 陛下负马爷 广菜拱买 传菜拱买串来小西 驸马爷一大糟 带着秤楚莫和学任贵两刃 率领一众前右卫去了董事烫赏 这又何妨 朕让他们去的 朕已将官营商行改制的事 全权交由八雕去代办 由仙斩后奏之权 陛下不是广吟为辞事 今日驸马爷取烫赏 永勤旺不在 然后驸马爷就派学任贵 和乘楚莫两刃 取一祥远吉纳 这李德亮是什么东西 一大早就去怡红院 还当娘的叫五个姑娘 李家的脸都被这丝丢尽了 什么玩意 还有那赵统和卫丰都是什么人 朕的口语都不管用 学任贵和乘楚莫两人会假传圣语 带着牵牛卫去抓一个亲王 朕刻意没给手语 给的口语 再者说文的盗巡防营插手此事吗 他们摆明了是找麻烦 给朕去查 这两个王八蛋究竟什么来路 八雕没打死他们 那都算八雕心情好 惠陛下 卫逢和赵通的嫡系 魔将一叉情 永勤旺曾有恩遇卫逢 至于赵通 是长两谋赖的记熟的义子 朕就知道此事没有这般简单 海的娘的侍卫维护皇室 都是为一己私欲 去将那两人给朕拿下 送大理寺审查 看看究竟是什么牛鬼蛇神 是陛下 都是些什么东西 王德 去将严厉本和代咒找来 朕要问问他们 这官营商行平日 他们是怎么管理的 都未朝堂养的些什么东西 陛下您别生气 为这种人气坏龙体不值得 有刁儿在 一定不会让李德亮这次好过 是啊父皇 有老师在 肯定将他们这些败类连锅端 你们说怪这生气吗 李德亮这私干的都是什么事 朕原本以为他们也就是懒惰些 奔些 这可倒好 大早沉起来去嫖娼 他能干出来这事 还指不定干出多少 伤天害理的事来呢 不行 朕不能在这等着 走 随朕出宫 朕要亲自问问李德亮这私 究竟想干什么 李大人 我且问你 谷月姑娘是怎么回事 谷月 你说的可是三年前 雇佣于唐商的侍女 她跟家里有纷争 听说是投井自尽的 因为此事 本王还特地去她家中一趟 还给了她店娘些许补偿 本王自掏腰包 不是李大人逼迫谷月 强纳她为妾 才逼得她跳井的吗 哪个王八蛋敢诬陷本王 本王是冤枉的 本王没有罪 等陛下查明真相 还本王清白 本王要将那些诬陷本王的全都下大狱 让他求生不能 求死不成 我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那一个嘴巴抽的你不够疼吗 陛下 陛下 您可要为臣弟做主啊 您看看驸马也给臣弟打的 他对臣弟动用私刑 陛下 臣弟冤枉 臣弟苦呀 让朕看看 你哪边脸被八雕抽了 严不严重 这边 这边被他抽了 还打到了臣弟两颗牙 堂 臣弟疼啊 陛下 臣弟可是跟着您长大的 哪里受过这般委屈 嗯 李德亮你个王八蛋 李德亮你个王八蛋 你是什么狗东西 李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还好意思跟朕喊冤 王八蛋 陛下 臣弟虽然贪婪 但罪不至死啊 陛下 他什么情况 他叫周锋 是殿中伙计 正在写李大人的罪状 罪状 这一大落 都是这丝的罪状吗 李德亮你个王八蛋 你竟敢草菅人命 你眼中还有王法吗 陛下 臣弟冤枉 臣弟冤枉 这些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是周锋这小人胡编乱造的 他要害我陛下 陛下 臣弟与您可是一脉相传的陛下 哼 冤枉 你李德亮还好意思说冤枉 你看看你这屋子 比真的两衣殿和甘露殿还要奢靡气派 你说你冤枉 那床尼怎么跟朕解释 还有这茶叶 比他娘朕喝得还要好 驸马赢 古月父母带到 让他们进来 你们不必怕 这是陛下 今日有何冤枉 陛下会为你们做主 曹明参见陛下 起来吧 不必拘礼 朕前问你们 你们的闺女古月 是不是李德亮逼死的 回陛下的话 小女 小女没受任何人逼迫 是她自己不小心 不小心落入井中的 陛下 您听到了吗 陛下 古月的私与陈弟无关 陈弟是被冤枉的 你的娘给朕闭嘴 你若是再多说一句废话 朕割掉你的舌头 我是八雕 那是陛下 你们不必害怕 更不必担心 有人报复 大唐绝不允许恶人 为祸百姓 不管他是何人 有何背景 只要是杀人 就必须偿命 我知道你们 拿了李德亮的钱 受他逼迫 但你们是古月的父母 为人父母者 眼看着女儿 被逼头颈自尽 眼看着仇人 在眼前而不指认 百年以后 你们如何面对古月 你们放心 只要我八雕在一天 便会护你们周全 驸马爷 您别说了 求求您不要说了 月儿 娘对不起你啊月儿 说 我全都说 三年前 月儿从唐商逃离后 李德亮贼心不死 便提出要纳月儿为妾 月儿是死不从 但李德亮这私 并没有善罢甘休 直言月儿若是不嫁给他 便让我们一家人不得好死 从那以后 草民三天两头被打 我家老婆子更是被人丢到河里两次 月儿不愿家人因他受苦 更不愿嫁给李德亮 随后他便跳井一死了之 李德亮得知此事后 勃然大怒遍着人带钱到草民家中 将钱强塞给草民 并告知草民不要声张 更不要报官 不然就让我们一家不得好死 为了怕草民冲动报官 李德亮人都是派人骚扰我们几日 差点将草民儿子摔死 最后草民跪地求饶 发誓绝不报官 此事才算罢了 那钱我们一文没动 全都葬在了月儿身边 一千两银子再多 也还不回我女儿的名 李德亮 你还有何话可说 你个狗东西 朕怎么养了你 这么个丧尽天良的玩意 严厉本 你这公布上书是怎么当的 你看看你手下都是什么东西 陛下老臣之罪 请陛下责罚 等回去朕再跟你算账 驸马营 那具尸体已被挖出来了 是个男孩童的尸体 好 我知道了 王八蛋 你该牵刀的东西 你他娘的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你的娘的猪狗不如 八雕此事你看着办吧 楚墨将这丝押走 明日问斩 是 人死不能复生 你们节哀顺便 古月在天之灵也不愿 看到你们如此伤心 这样吧 今后你们夫妻两人便带着孩子 搬到芒牙村去住吧 谢驸马爷 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做牛做马爷要报答您 人贵去将他们安顿到芒牙村吧 驸马爷 嘿嘿 严大人您有何事 呵呵 陛下 陛下让杯子来拿茶叶 呵呵 陛下非要杯子来呢 驸马爷您继续 这里暗示真狗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忘让严厉本回来拿茶叶 雕兄 俺们下一个干谁 不急 不急 雕兄 你这话倒是给俺说糊涂了 俺们不应该趁热打铁 你知道我为什么第一栋李德亮吗 不到啊 那是因为李德亮的官最大 背景最深厚 官营商行这么多人 我们哪里抓得过来 等明日 我亲自奸斩李德亮 再将消息放出去 那些人都给投案自首 也省得我们去逐一抓捕 逐一盘问 刀 还是雕兄刀 不过也是 连拥亲王都让俺们给办了 那些臭鱼烂虾 哪里还有胆量狗活 罢掉你这个无耻小人 你不过是我李家的一条狗而已 你凭啥审判本忙 这大唐姓李不姓秦 陛下 你糊涂啊 陛下 大唐终有一天要毁在这无耻小人手中 陛下你为何如此糊涂啊 陛下 李德亮你草菅人命 木无王法 你才是无耻小人 没错 你这死有什么资格说父马爷的不是 杀了这无耻小人 作为亲王 不护子民 我为黄金国姬 杀 杀 杀 好 杀得好 杀得好 驸马爷圣名 驸马爷圣名 陛下 您吃点东西吧 端走端走 朕吃不下 王总管 陛下吃不下 就给我端来吧 我正好饿了 给他 给他 卑职参见陛下 严厉本 你看看 你给朕好好看看 怪不得官营商行年年亏损 日日亏损 几乎已是亡笔贴钱 你看看你被朝廷养的都是些什么狗东西 朕原本以为 也就是李德亮那几个领头的贪污受贿而已 可经过这么一查 差点没将这几个官营商行一锅端 这叫什么事 陛下 这都是微臣失职 请陛下治罪 行了行了 朕懒得听你这些屁话 不过今后这官营商行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朕打算听巴雕的话 将所有官营商行独立出来 不受任何部门管理 直接授予使台和经查审查 谢陛下声闻 巴雕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官营商行已完成清洗 若是速度不够快 大唐各地官营商行非要陷入混乱不可 我已写完告示 让中书省张贴出去 七日之内一定会将人马召集起 伏击 巴雕所言 吏部有没有问题 回陛下 吏部没有问题 一定会配合好驸马 好 你那告示是怎么写的 让朕看看 巴雕 你兔崽子在这打豪强的是吗 你将朕的官营商行当慈善机构了你 按你这么干 那朕每年之初不得翻倍 这什么供修奖金 旅游福利 食宿工作餐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一年得花出去多少盐子去 这是找人干活 还是找大爷来了 陛下 这都什么年代了 大家都很现实 到您这来 那都是为挣钱来的 你又不想让人家偷奸耍华 以供谋私 贪污受贿 那就得给人家相应的高待遇 不然谁真心为您干 混日子干 也是一天 卖力气干 也是一天 人家凭啥不混日子 陛下 商业飞速发展 讲求是人才时代 又让马儿跑 又让马儿不吃草的日子 早就没了 笑话 为国为民 那是大唐百姓的担当 岂能用金钱来衡量 来冠营商行 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人 真如何信任 陛下 每个人都是爱国的 但前提是每个人也得被善待 就像军队一样 他们能参军 那是因为他们 有保家卫国的信念 陛下能因为他们 自愿入伍从军 便不发给他们军饷吗 不然将士如何 能一心一意 保家卫国 我们官营商行 雇佣的伙计也样 您若是对他们大方 他们会不死心塌地的 为您干嘛 您扣扣搜搜 他们兢兢业业 一天两天可以 时间长了 付出与回报不对等 损失的是您 陛下 老陈认为 驸马爷言之有理 争所谓财散人具 这些钱早晚都得出 要么您摆在明面上 给您落的好名声 大家伙落的实惠 官营商行 蒸蒸日上 要么他们自己拿 您落的个抠门的名声 最后将他们全抓了 官营商行 关门大击 没错 房大人看得通透 就是这意思 咱们都是成年人 还是现实一点的好 能用钱干的事 那就别费嘴皮子 画饼冲击 妄媒止渴 一次两次行 时间长了 大家伙 谁也不是傻子 陛下 您这种思想 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什么话 兄弟你就好好干 来年哥哥 再给你娶个嫂子 陛下 您先别生气 我就是单纯给您举个例子 纯粹是为了生动形象 哼 朕懒得跟你计较 此事你们怎么看 回陛下 微臣以为刀儿所言可行 老臣复义 臣复义 即使这样 就按巴刁的意思办吧 反正官营商行 已烂到这种程度 还能烂到哪里去 陛下 将难道刺史 殷勤之上本 减免农业税的事 这样吧 如此大事 奏折上一句两句 也说不清 你让他回肠安城一趟 正好到时候 让驸马爷 给咱们梳理梳理 看看这是怎么办好 是 陛下 二子 这是用我用上瘾了 若是这般 今后要跟他 收续咨询费了 总是白嫖 怎么可以 少爷自打 我认识你一来 还是第一次 见到你这般紧张 你这要当爹的人 是啥感觉 想要闺女 还是想要儿子 第一 希望母子平安便好 第二 我想要个闺女 这年头 要儿子有啥用 还不够败家的 闺女多好 父亲的贴身小棉袄 那行 回头我生个儿子 咱们给两个娃娃 订娃娃亲 你想得美 你这丝 好生无耻 我闺女还没出事呢 你就惦记上了 八掉 成儿怎么样了 生出来没有 陛下 你莫要着急 孩子若是出生 他们还在这里 等着坐身 咱们在这等着就好 成儿怎么样 嗯 驸马爷放心 公主殿下好着呢 公主殿下生了个女孩 闺女 闺女好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闺女 我现在能看看吗 能看能看 大家都可以到外屋来看 公主殿下在里屋 不影响 夫君 成儿对不起你 生的是个女儿 娘子 你说的这是啥话 你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便是闺女 你若是生个儿子 我还不高兴呢 夫君 你不是刻意讨好 我才这般说的吧 当然不是 你觉得你夫君 是屑于说谎的人吗 你安心歇着 估计这会来府上的人会不少 为夫先去接待一下 一会回来看你 驸马爷 恭喜您洗的千金 驸马爷 真是恭喜您呀 这下您也是当爹的人了 恭喜驸马爷 喝喜驸马爷 呵呵 谢谢诸位 今日就不要走了 我在府中开喜 咱们先提前喝一顿 那感情好 这大喜的日子 俺们是应该好好庆贺庆贺 成胖子 你这丝真是好生无耻 知道的以为你是给驸马爷道喜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丝是来蹭吃蹭喝呢 扒掉 朕的外孙女可起了名字 还没 这不是等着陛下给刺个名字吗 呵呵 即使这样 朕便确之不公了 大家也可以集思广义 给朕的外孙女起个名字 有了 俺有了 你有了 正好接生活还没走 顺便给你也接了 你给俺滚犊子 怎么哪都有你 嘿嘿 驸马爷 俺想到一个 我真是服了 就你这三棍子 打不出一个好屁的主 能想出好名字 那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那就有劳成将军了 呵呵 劳烦称不上 俺这算炮砖引玉 大家伙看看 如今是冬季 外面又是雪花飘零 漫天飞舞 乃是一片锐雪照丰年之之景 所以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 秦 丰年 怎么样 大家伙觉得怎么样 丰年 年年富足之意 多好 成将军 你没给起秦一片 我便已经非常高兴了 俺倒是也想过秦一片 赖名好养活 不过您这大家大业的 怎么都能养活 这名俺就没提 知姐 你的好意振心灵了 但这起名字的事 你便不要再参与了 你起那名字 振伤不齐 这可是振的外孙女 你起个疯年 还一片 你多冒昧啊 俺起的名字不好听吗 秦疯年 秦一片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些人的事还真是多 起个名字搞得这般复杂作甚 微臣又一想法 秦满宁 桑宇飞满 宁月清风 老陈也有一体意 秦迎兮 秋水营逸 溪水潺潺 这一波操作到时候 也够闺女吹上一阵了 大唐皇帝率领文武百官 为她取名字 这待遇估计是 古往今来第一人 一阵看不如叫秦云堂 清和平原 润若海棠 呵 毕下起的这个名字 特别好 微臣同意 没错 秦云堂 一听便是出自书乡门帝 俺也同意 毕下起的这名字 好似那仙女下凡一般 大家伙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毕下 那是必须的 俺起的名字跟您比起来 那就是天下地下 根本没有可比性 既然这样 朕外孙女这名字 朕可就定下了 雕儿 你看怎么样 你都定下的玩意了 还问我干鸡毛 全凭陛下吩咐 八雕 你今日是要去酒房吗 没错 陛下也要去吗 对 今日朕跟你们一起去 您今日不早朝吗 不用 朕给大家伙放了几天假 这段日子咱们就搞观银商行和观银工坊的事 北纸参见陛下参见驸马爷 免礼吧 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是啊陛下 自从驸马爷研制出醉鲜亮后 北纸便再也没见过陛下 朕知道这些年酒房全都是靠你一人撑着 辛苦你了 朕今日与驸马前来的 为的就是整顿观银商行 观银工坊 将杏花酿的名头重新打回来 怎么样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肯定有信心 驸马爷干使 卑职太放心了 有驸马爷扶持 卑职有信心让酒厂重回巅峰 好 陪朕到酒房走走 这酒房中没有存酒吗 不瞒陛下 有酒而且存酒很多 那为何不见酒香 陛下 您还是跟卑职来看看吧 这 这什么情况 大唐就算是再有粮食 那也不能如此浪费呀 前锋你给朕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将这一苍苍的粮食 全都放臭了 这些全都是上个月才进的粮食 哎 真是可惜了这些粮食 上个月才进的粮食 上个月才进的粮食 为何这么快便发霉了 这还是冬季 回陛下 因为这些粮食进来时 便全是发霉的 这事还得从去年说起 去年官营商行独立出来 刚开始还好 这些官吏干尽十足 后来这些官吏发现 御史台和经查 居然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每年审查 都没有官营商行 这下子他们就膨胀了 先是摊墨商行钱款 客扣雇工用金 与供货商合谋坑户不前 到最后以丧心病狂道 以次充好 酒房所有酿酒的粮食 先是经济到最优质的一把抓高粮 后来变为尘粮 再后来尘粮都没了 直接是发霉的粮食 往酒房运 官营酒房商行的官吏柳中人 竟是让剩下的雇工 用这些发霉的粮食酿酒 以次充好 大发媚心才 他娘的 这柳中人也真是个混蛋 竟将这些发霉的粮食酿酒售卖 这不是让老百姓戳针的脊梁骨吗 这不是故意败坏朕的名声吗 贪污受贿连点线布都没有了吗 柳中人这王八蛋现在何处 柳中人听闻 李德亮被斩 害怕事情暴露 小命不保 便连夜出逃了 不过昨日已将他抓捕归案 现在大理寺 关着准备提审 军县去将柳中人的王八蛋 给朕带到酒房来 朕要亲自问问他 他的心究竟是黑的还是红的 这些粮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腐败的粮食 呃 前老陛下今日既然能来 便已是下定整改的决心 我们连用亲王李德亮都能砍 还有什么人是我们惧怕的 你总不想这些贪官污吏 继续在其他地方祸国殃民吧 卑职 卑职听说 听说这些粮食 出自粮仓 哪里的粮仓 国 国仓 好 很好 幸好今天我来了 不然都不知道有此事 我们去一时听等柳中仁这个王八蛋 朕若是不将这个幕后 竹师给揪出来 朕都枉为大唐皇帝 人贵 去将严厉本和戴咒 给朕带到酒房来 是陛下 伏击 看来我们的计划 需要提前进行了 国粮之势牵扯甚广 因秦州上本之势 我们确实需要着重考虑 没想到被他不幸言中 贪腐之势已经出现 是啊陛下 虽然大唐农业与商业起头并届 但商业发展毕竟会令农业发展有所下滑 说到底 农业还是立国之本 我们需要早做打算 八雕 前几日殷秦州上本与朕说了粮食之事 是不是大唐粮食储备和大规模集中化种植的问题 此事你怎么知道 江南地区自古便是富庶之地 殷大人又是位实干家 他能提到的 无非就是农业问题 而当今大唐农业所遇到的问题 无非就是这两点 等殷大人过几日前来长安 我们好好讨论讨论 好 柳中人你给朕说说 这些发霉的粮食都是你从哪里逃来的 最臣 最臣 你个王八蛋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跟朕支支吾吾吞吞吐吐 你他娘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你用这些粮食酿酒 你不怕百姓戳你脊梁骨吗 陛下 千错万错 都是最臣的错 最臣该死 最臣不是东西 最臣死不足惜 还请陛下赐死 这柳中人 问题挺大啊 求饶的过程都省了 这么着急死 说明这里边的事不小啊 柳中人你不会以为你一死了之 便可以磨灭你犯下的所有罪证了吧 真不明白 你连大唐律法都不怕 连朕也不怕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朕贤的蛋堂在这里看你忏悔 说吧 这些发霉的粮食究竟是哪里来的 陛下这些粮 这些粮是最臣派人收来的 最臣用收来的粮食 以赐充好 从中吃钱 最臣确实只是为了多搞一点钱 最臣 你这私到现在还不知悔改 还敢对朕撒谎 陛下 最臣已是将死之人 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最臣只希望陛下给最臣一个痛快 所有的罪责 最臣一人担当 最臣 王八蛋 你担得起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狗东西 你说担当便担当 你以为你咬死不说 朕就没有办法了吗 朕告诉你 你他娘的连后悔的机会都没了 李军县 我降赞 将柳中人这私给朕拉走 朱祁三足 是 我说陛下 我说求求您不要牵连我的家人 完了 你以为你柳中人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朕是谁 你以为朕在跟你放屁吗 拉出去 朱祁九足 陛下 求求您给我次机会 我说我全都说 陛下 陛下 将这私留下吧 朕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若是你不懂把握 那就别怪朕无情 朕告诉你 只要是违反律法 就没有朕杀不得的人 谢陛下 谢陛下 这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时候罪臣刚刚被调派出公布 起初罪臣干得非常卖力气 官营酒房经营的也非常好 生意颇为红火 可后来罪臣发现 其他几位商行官吏的生活愈加奢靡 起初也有人给罪臣行贿 但是罪臣分文畏取 后来几个商行管事官吏 经常聚在一起喝酒 罪臣发现其他几人皆是穿金带银 豪至千金 美机陪伴 罪臣感觉不公平 别人贪污受贿 娶妻纳妾 终日风流快活 而我兢兢业业刻进职手 却没有再次升迁的机会 这不公平 后来在李德亮思想的不断灌输下 罪臣逐渐变得贪婪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些发霉的粮食 也是李德亮介绍的人弄来的 罪臣起初也不敢 但罪臣遭遇上了贼船 家人又受到威胁 哪里是想不干便能不干的 他们最后一次送粮 是什么时候 是上个月 本来前几日要给他们钱的 但您突然整顿官营商行 他们许是听到消息 这钱也没人过来去 将他带走吧 是 陛下 陛下 罪臣说的句句属实 陛下罪臣该说的全都说了 您切莫朱杀罪臣三族 给朕滚 带白条 对于此事你有何话说 微臣 微臣 微臣之罪 哼 朕是来听你认罪的吗 朕要问你的事 这是究竟是谁干的 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打粮仓的主意 这 这 陛下微臣不知 陛下 您莫要生气 既然他们敢这么干 还是与李德亮勾结在一起 定然比李德亮掩藏的还深 绝不是善类 带大人平日里政务繁忙 哪里会知道何人所为 况且这管是官吏就那几个 梁仓就那几个总能查出来的 这是理由吗 你看看他们两个 一个公部尚书 一个户部尚书 两个部都快烂了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陛下息怒 微臣之罪 八雕 国梁之事牵扯之大 比官营商行不知要大多少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 这国仓就跟官营商行一般 里面有不少皇室的人 起初朕之所以重用他们 是因为朕拿他们当自己人 信任他们 将大唐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守护 可现在看起来 朕拿他们当亲人 他们拿朕当蠢人 陛下您说吧 需要怎么做 我都配合 事宜至此 朕也不想多说什么 国仓国梁之事 此事朕便交由你全权负责 朕不管是何人 有何背景 就算是个皇子 你也先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再来见朕 放心吧陛下 此事交给我便好 我最爱干的就是这种活 能在国仓中混 还敢玩狸猫 换太子的 府中一定非常殷实 这次可不能给李二白白打工了 怎么着也要捞一些好处才行 少爷 可是有任务 倒也不是啥 大不了的任务 就是查几个人而已 查何人 经济道以及周围几道 国仓的主事人 顺便调查一下 这些国仓的储粮情况 有没有披露 少爷放心 一定给您查的明明白白 前老今日 我们前来 是要跟你商讨一下 酒方改进的事 我知道你手中 那杏花酿的配方 已传承数百年 极其珍贵 今日 我可以让你那杏花酿 可以变得 跟仙人最一般烈 驸马爷 您此话可是当真 八雕 你要将你的酿酒技术 传授给前锋 陛下 您可能是想多了 按道理来讲 仙人酿和杏花酿是竞争品牌 我若是将酿酒技术 交给前老 那不是为我自己 培养竞争对手吗 我就算再无私 也不能拿自己的前途 开玩笑吧 那你方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 要将酿酒技术 传授给前锋吗 你该不会告诉朕 你是说错了吧 当然不是 传授没问题 但有个前提 那你说说你有啥要求 若是不过分阵满足你 很简单 只要陛下分一些利润 给我就行 你想要几成 陛下 咱们爷俩之间 关系这么好 我也不过分 一口价三成利润 好 三成就三成 你不怕杏花酿 将你仙人醉的生意都抢了 当然不怕 这是为何 因为品牌多样化 仙人醉在这个大唐市场的份额 已经饱和 陛下你要知道 一个东西就算再好 也会有人不认可 不买账 就像太阳一般 我说他温暖 您说他耀眼 但若是酒类的品牌多了 百姓的选择也就多了 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人 但无论他们买哪一个牌子 卖的都是我的酒 这说的都是什么玩意 朕不管你的什么多样化 少样化的 总之你能将这 观音酒房扶持起来 朕不光给你三成利润 还计你一大功 拉倒吧 你这一句计一大功 还不如放屁呢 放屁多少 还有点位 陛下 我的话还没说完 这姓花酿的售卖权 萌芽商行也要 售卖权 朕都答应分你三成利润了 你还要售卖权作甚 你信不过朕 陛下 我对姓花酿非常有信心 今后肯定会有人 专门买姓花酿 我需要这东西 为萌芽商行引流 引流又是什么意思 姓花酿今后 肯定会非常火爆 所以若是萌芽商行 也卖姓花酿 那肯定有很多人 到观音酒行 亦或是萌芽商行来买 但萌芽商行中的产品 琳琅满目 他们既然来 肯定不会单单买杏花酿 还会买一些其他商品 如此一来 不就带动其他产品售卖了吗 这便是引流 这种不要脸的招式 也就你八雕能想得出来 简简单单的商业 让你玩得花里胡哨 行行行 怎么搞你说了算 朕实在懒得跟你计较 你真是一副唯利是图的嘴脸 陛下若是高风亮节 大人大义 那不如将利润分我四成 以显示您的大度 驸马爷 请您快滚 驸马爷 若是说好了咱们便开始吧 杯子有些等不急了 前老 酒之所以能酿成高度数 完全是因为蒸馏的作用 度数是我 根据酒烈性程度 将酒划分为 18度 35度 42度 53度等 不同度数的酒 以此来区分酒的烈性程度 而蒸馏就是将酒变烈的关键 怎么样前老 可是懂了 多谢驸马爷指点 杯子全都懂了 杯子这就去准备工具 这玩意就这么简单 你不是在这框我们吧 陛下 您知道什么叫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吗 就是 先进技术的重要性 您感觉我这段话 这个方法不值这个价 您感觉我用的时间 成本太小 仅仅半个时辰 便分走您观影酒行 三成利润 但您不要忘了 我研究出 这蒸馏酒方法 所花费的成本 是巨大的 所以吃亏的是我 而不是您 陛下 微臣感觉 刁二说的非常有道理 此事确实是我们占便宜了 不如我们再分给刁二一些利润 毕竟若是没有刁二 这观影酒房 几乎就要关门了 这怎么还有一个叛变的 这尼玛什么情况 得得得 朕算怕你们了 不就是三成利润吗 朕给不就行了吗 此事莫要在意 呵呵 多谢陛下理解 你早点痛快答应不就完了吗 咱们也省得脱裤子放屁 这一会浪费我多少口水 纳斯是不是运粮食的 陛下误会了 他们不是送粮食的 他们是来拉粮食的 你怎么知道 那是因为这些人 是我叫来的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 九方粮仓中的粮食不都发霉了吗 反正都要倒掉 我就让徐兆林前来 将这些发霉的粮食全都拉走 回村中喂猪 这不是避免浪费吗 你八雕这富家天下 富可敌国的人 咱就说不止醉金米 豪至千金 灰金如土 那也得是大大方方的吧 你这特么的连发霉的粮食都惦记上了 还拿去喂猪 你这么会过日子的吗 八雕啊 陛下 这些发霉的粮食 您不会还要跟我要钱吧 您若是要钱 我现在就让他们走 我这可是秉承浪费粮食可耻的原则 以身作则的 希望陛下您要点逼脸 你看你这酷崽子 怎么眼睛就认识钱呢 你掉钱窟窿里了 朕何时说要跟你要钱了 呵呵 陛下只要不提钱 咱啥事都好说 咱爷俩这关系 得得得 你可别提咱们爷俩之间的关系了 连这点发霉的粮食你都能惦记 赵林就在那仓库里 将那些发霉的粮食全都运走 回去做猪饲料 八雕你个王八蛋 你眼中还有朕吗 他娘的 朕就没明白 这兔崽子什么时候叫来的人呢 陛下 方才您让卑职去叫严大人和戴大人时 卑职半路找人去通知的 陛下您 您该不会又生气了吧 什么叫又生气了 朕特别爱生气吗 朕是爱生气的人吗 薛人贵原来多好的一个孩子 现在居然跟八雕学坏了 陛下您方才说到哪了 咱们继续 朕 朕没事 朕好着呢 朕不气 朕不气 朕若祈祷无人替 陛下 您别生气呀 雕儿不是那个意思 陛下您要走呀 有功夫来玩呀 少爷 陛下这是怎么了 别管他 陛下救那B样 少爷 事情查清了 幕后是何人 左亲王 李仲良 左亲王岁数可是不小了 唐太祖李虎之子 太上皇李渊二伯 乔王李真的养子 少爷 这又是一个亲王级别的 还是太上皇一辈的 陛下的皇叔 我们要不要通知陛下一声 不用 陛下之所以 让我全权处理 就是怕出事的 是皇亲国戚 陛下这次是下了决心整顿 我们没有必要通知 通知完陛下 万一他先咱们一步去抄家 那咱们不就又特么 白打工了吗 那便好 我们干事讲究的 就是个雷厉风行 卫手卫脚的活 那是最难干的 少爷 那我们不良人 是不是也跟去 那帮臭小子 可又日子没执行任务了 都嚷嚷着这次要随行 说不好意思 整日白吃百喝 没问题 这次 我正好不想用府兵 对了 他们那些腐臭的粮食 我看处理的差不多了 估计明日我们去 他们便疯仓了 处理完了 他们动作这么快吗 今日莽县那边的一片林子大火 他们将发霉的粮食 全都运到那边焚烧了 大冻天的林子着火 他们当别人都是傻子 这帮王八蛋 为了点钱什么都敢做 若是钱足够多 他们估计连百姓都敢烧 陛下 事情一差请了 是何人 左勤旺 一种量 皇叔 怎么会是他 你到底查清楚了没有 陛下前诊完全 北智这么敢那左勤旺开玩笑 此事不广是北智差到了 就连不量任也差到了 估计驸马爷命日 就会去井几岛过藏去岔眼 陛下您莫要着急 事关左亲王 李将军肯定不会妄下断言 此种种种 我们还是等雕二查明真相再说吧 罢了罢了 朕是看透了 如今这大唐水也靠不住 那些原本朕以为不会变的 结果全都换了心肝 让朕看了都感觉恶心 原本朕感觉那些并不出众 并且有点神经病的 却渐渐成了大唐的中流砥柱 就像八雕未争这些大喷子之流 你去带领一对牵牛尾 随时注意左亲王府的动向 是陛下 只要左勤旺一出现 北智李妈逮捕他 什么话 谁让你逮捕左亲王了 那受累不讨好的活 让八雕干就行 咱们跟着瞎掺和什么 陛下您说话这么直白 真的好吗 这么对驸马爷 真的公平吗 陛下 那北智去赶杀 去他家府邸门口挡着 只要左亲王的罪证已经查证 立刻给阵封了他的府邸 抄抹他的家产 切记 一定要赶在八雕之前 将此事办好 是陛下 陛下您是整的勾啊 怪不得府妈爷要算计你 颓不势在 父皇 事关左亲王 您真的不考虑亲自出马吗 这段时间儿臣听到风声 好一些皇亲过期 都要联名前来找您理论 说李家的王爷 都快让老师给杀光了 就他们这些恬不知耻的玩意 怎么还好意思找阵理论呢 苍蝇不丁无奉担 他们自己若是没有问题 八雕会杀他们 让他们来好了 朕正愁八雕杀的不够多呢 朕将这些败类全都杀了算了 也算为我李家清理门户 太上皇 陈帝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直说便可 你与朕是自家人 虽然你是二伯的义子 但朕一直拿你当自家人 回陛下 此事陈帝若是说出来 有挑拨离间之嫌疑 无妨 这殿中只有你与朕两人 朕不会怪罪于你 陛下 如今的大唐 您不感觉驸马爷义功高盖主 权倾朝野了吗 陈帝承认 这些年驸马爷对大唐绝功甚伟 但君臣又别那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怎可僭越 这天下 说到底是姓李不姓秦 驸马爷这些年 抗之以不下五次之多 他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 就是连陛下的面子都不给 想动谁便动谁 想杀谁便杀谁 如今驸马爷更是富可敌国 芒牙工业区与芒牙商行 已做大到何种地步 兵器铠甲火器全都是产自芒牙工业区 还有朝中文武群臣 谁人不以驸马爷马首是瞻 现在他在朝中骂是一胡百应 如今大唐战力最强的两支军队 一个镇武军是驸马爷一手带出来的 一个悬甲军是驸马爷一手调教出来的 就连那芒牙村都号称小长安 还有那芒牙学院 现在已是大唐官吏输出最多的地方 驸马爷可谓逃离遍天下 长辞一往这还了的 陛下 臣弟以为此事不能这般下去了 说到底芒牙就是一个外人 怎可如此张狂 说句不好听的 今后芒牙弱势起了不臣之心 那大唐会蒙受多大的损失 朕看有不臣之心的是你李中良 好一个左亲王 你有何事不能与朕诉说吗 太上皇早已不问朝中之事 你此事前来试何居心 陛下您误会了 老臣是来看望太上皇的 你当朕的眼睛是瞎的吗 朕如此信任于你 将浮现粮仓交由你看管 拿着三宫的缝布 你还想怎样 你前来找太上皇 不就是为了寻求庇护吗 行了老二 朕已将雕儿找来 一会儿咱们当面说清 你放心 若是钟良确实触犯了律法 朕绝不会包庇于他 朕这么做也是为了李家的声誉 见过太上皇 见过陛下 雕儿来了 快坐吧 朕将你换回来 你不会生真的气吧 不会的 将来这位就是左亲王吧 有人举报说您在锅仓中坐手脚 我方才去福县 梁仓找您去了 您儿子李展 说您不在 我要查验梁仓 他不肯 好拳没打起来 幸好太上皇 人来得及时 要不然 非要打起来不可 您可能不知道 我这下手没轻没重 尤其是薛仁贵这小子 总是抓人的时候 误伤打死几个 不过幸好人来得及时 不然您估计就要白发人 送黑发人了 对了 下次您在找人的时候 您提前告诉我一声 也省得我来回瞎跑 反正咱们都是自家人 我肯定公事公办 铁面无资 还有助手浮现 梁仓那些护卫 您培养得着实不错 几乎可以说 是您家私兵了 恶人字有恶人魔 这李忠良碰到八雕 这次也够他瘦的了 痛快 实在是太痛快了 八雕这兔崽子 骂人都不带脏字的 太上皇 陛下 他 他如我太甚 他这是不拿我们李家 放在眼里啊 陛下 左亲王 您别噱口喷人 我不是没将李家 放在眼里 我只是没将您 放在眼里而已 欺人太甚 实在是欺人太甚 你俩这是 特么的干啥呢 我都让人骂成这样 都特么让人 骑着脖子拉屎 你俩还特么笑得出来 那个 那个八雕 你严肃一点 有话说话 别在那寒沙摄影 指桑骂怀的 陛下 您这就可是误会我了 我可没指桑骂怀 我就是对着左亲王骂的 您平平礼 左亲王都多大岁数了 两并斑白 土都埋到脖子的人了 还有连跑太上皇这里 寻求庇护来 李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你放屁 我那是给太上皇请安来的 得了吧您 您那是奔着请安来的吗 我都不好意思 点破您 您若是没错 在浮现 等着我不就行了吗 好久临工找太上皇 干鸡毛 咱们四个坐在这里 谈也不是个事 这样吧 咱们去一趟浮现粮仓 是对是错 孰是孰非 一去便知 你有意见吗 微臣 微臣没意见 你若是现在承认你的罪名 朕可以考虑从轻发落 你知道国仓对于大唐的意义 若是被朕和太上皇亲眼见到 大家都不好收场 陛下 太上皇 罪臣知罪 罪臣对不住你们 因为罪臣的失职 这国仓内一共有两个仓粮食发了煤 罪臣怕陛下怪罪 便焚烧了一部分 剩下的被李展拉出去卖了一部分 李中粮 你可莫要旷骗朕 只是两个仓的粮食吗 你莫要欺负朕没有眼线 陛下 老臣怎敢欺瞒于您 您若是不信 粮仓全部都在这 您尽管查验 陛下 太上皇 你们看看这粮食多好 这些粮食可是卑职主义检查的 不敢有半分差池 陛下 太上皇 微臣确实犯错误了 甲字八号的稻米和饼字三号的高粮 确实发霉了许多 微臣让李章拉走焚毁 他却偷偷卖了一部分给官营酒房 此事微臣已经惩罚过他了 还请陛下责罚 不忙认罪 将所有粮仓全都查验一遍再说 居然与李忠良说的一样 难道真的错怪他了 这次八雕也翻车了 八雕 你没有话要对大家说吗 呵呵 太上皇不是说了吗 驸马爷年岁上小 被小人蒙蔽双眼那是很正常的 既然此事已经查明 我也不会跟驸马爷计较 我们爷俩都是李家人 也算不打不相识 说实话 我还是非常敬佩驸马爷的 真是少年英雄 左亲王您没发现 我们这里少了一个人吗 少人 驸马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哪里少人 血将军不见了 左亲王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 您说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会蠢到带着陛下 和太上皇自投罗网吗 若是我 肯定会直接认罪 争取宽大处理 当然这是事情 没有败露的前提下 不过我看您如此自信 肯定是有了万全之策 让我想想 您卖的若不是 浮现粮仓的粮食 那会不会是 其他地方的粮食呢 驸马爷 这玩笑您可莫要开 陛下和太上皇都在这里 粮食也都在这里 我李忠良 还能是先人不成 我知道您是因为 听了柳忠仁的话 这才找上我们的 那根本就是 李德亮与他的私人恩怨 李德亮的为人 您也不是不知道 他若是出事 会放过我吗 左亲王 此事您也不用忙着辩解 薛仁贵 去了郭县粮仓 估计很快就能回来 到时候郭县粮仓 若也是满仓 我一定给您道歉 李忠良 八雕说的话可是事实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不放 全天下救我一个贪官吗 我爹是太祖的儿子 我是太祖的孙子 你们为什么抓住自家人不放 我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伟大唐立下了多少功劳 你们睁开眼看看 看看我这一身的刀疤 都是为谁而留 我是大唐的功臣 我是大唐的亲王 我只是贪磨一点钱 怎么了 这口子明年就会赌上 这是就像没有发生过一般 你们就不能放自己人一马吗 拔掉你为什么非要咬着我不放 你吼什么吼 你贪赃王法 还贪莫出理由来了 你还好意思提你是太祖之孙 李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左亲王 你实在是太着急了 郭县自去几百里 哪有这么快回来 我只是试探试探你而已 李忠良 此事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我没有错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你一个大唐皇帝 整日就被他这小小的驸马玩弄于鼓掌之间 李氏明你枉为大唐皇帝 你不配当我李家的帝王 忠良你若只是贪磨 便不要再做争辩 老老实实的认罪 真可以尽力保下你的性命 你若是在这般蛮不讲历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我没有错 你李二根本就不配当我李家的皇帝 若是尹太子在位 他绝不会对自己家人痛下杀手 也不会被八雕这个狼崽子肆意摆驳 这几年八雕杀我李家人还不够多吗 你还要庇护八雕到何种地步 非要等到大唐江山一守之时 你才悔悟吗 好 好一个李忠良 好一个国仓府兵 你们竟敢拿着剑指着阵 真是好的很 陛下 我也不想 这全都是你们逼我的 我们同为李家之后 你凭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 弄死我对于你有什么好处 李忠良 你也好意思说你是李家之后 朕都替你感到丢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凭借这点人就能对朕下手 你以为朕是下大的吗 朕看你们敢动朕一下 你们怕什么 你们以为怕 这无情的皇帝就会放过你们吗 你们都给我听着 今日谁要是杀了蛊惑陛下的妖人八雕 过了金玉 你们都将是大唐的功臣 荣华富贵取之不尽 杀妖人 保护陛下 杀妖人 保护陛下 任贵保护好陛下和太上皇 八为十八事 终出 杀了八雕 将八雕给本王杀了 击杀八雕者 赏万金 任贵快去救朕的孙女婿 薛任贵 你的娘还愣在这干肾 朕的女婿要是受了伤 朕拿你是问 任贵 快去绑父妈验 这里有我 都给我死 王八蛋连朕的女婿都敢动 朕祝你们九族 李世民 你无情 休怪我无义 给我 不良人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我便能手刃八雕 为什么 苍天为什么如此对我 保护陛下 保护驸马爷 剿灭叛军 不留活口 来啊 杀了我 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陛下 李忠良 你是不是当真是您爷的 陛下居然亲自来斩我 在他心中 拔雕的地位就这么高吗 兔崽子没伤着吧 谢陛下关心 这些小毛贼还伤不了我 陛下 保护陛下 陛下 俺来了 您千万不要怕 该死的贼子 哪里跑 行了 赶快闭嘴吧 等着你们来救朕 朕早就被大谢八块了 陛下 您没事吧 陛下 行了行了 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走回宫 朕闻着这里的胃 就感觉恶心 孙女婿 有时间到朕的九龄公晚 好的太上皇 有时间 我一定去 少爷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李忠良都死了 还有什么好茶的 剩下的就交给大理寺和刑部吧 我们也回府 对了 左亲王府抄了没有 少爷您还提这事呢 那左亲王府早就让陛下给惦记上了 昨晚邱大哥就派人去盯着了 等您这边一动手 然后就开始抄家 好家伙 等邱大哥到那时 那切牛未早就给盯上了 估计这回都快抄完了 儿子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 你跟谁学的 谁特么的给陛下教坏了 现在都会留后手了 算了 这两日死了两个亲王 陛下估计也不好受 我大人大量 也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少爷玄策出事了 玄策怎么了 波斯叛乱玄策和西行队伍 被波斯叛军围困在了波斯境内 他们正向朝廷要赎金 不然便将西行队伍的人全都杀了 文书刚刚送到宫中 早朝还未散 陛下和文武百官还在讨论这件事 走 随我去宫中 陛下您还犹豫什么 管他什么叛军不叛军的 敢对俺们大唐下手 那就得让他们付出代价 是啊陛下 如今王玄策 玄甲军和一众僧人百姓正被困于波斯 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们必须要出兵营救 两位将军莫要着急 西行队伍被困的地方处于波斯腹地 我们若是出兵 那性质可就变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事还需要斟酌 还斟酌你吗 那可是驸马爷的人 推一步讲 他们拿了钱若是不放人呢 好了不要吵了 着急的主还没来呢 你们着什么急 见过陛下 末将参见陛下 你自己看看吧 敢绑架我的兄弟还敲诈勒索 别说是波斯就是任何一个角落 我也绝对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陛下我要去救王玄策 好 我要借阵武军 没问题 陛下我现在就要去 要是将调兵渔府给巴雕 阵武军所有将士任凭巴雕调配 我大唐自贞观以来 从未主动招惹任何邻国 但总有不开眼的狗东西招惹我大唐 如今我大唐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 但我们从不畏惧任何敌人的挑衅 今日小小波斯叛军敢拿西行队伍要挟我大唐 明日他们就敢兵临城下 李静听令 即刻通知柴少和侯军级 将土波大军与土御魂大军给阵级截到西江一线 同时命高昌军 伊州军等十路大军向波斯边境击解 他们不是想打吗 朕给他来个百万大军压境 随时准备支援巴雕 末将领命 李继承咬金 欲持弓 朕命你三人率领悬甲军铁骑 即刻与巴雕同行 旧西行队伍于水火 记住一些听巴雕的话行事 必要时刻意对波斯任何军队进行进攻 记住朕会率百万唐军在西江为你们压阵 只要有人敢对你们出手 朕即刻攻打波斯 末将领命 房玄灵朕命你即刻给波斯女皇修输一方 遇见我大唐军队即刻放行 朕对他波斯没有兴趣 但也不介意为大唐开疆拓土 微臣领命 陛下您这是有什么心事 有吗 陛下咱俩相交这么多年 这点事我要还看不出来 我干脆辞官散了 伏姬你去过波斯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波斯那么远我去那干净卯 陛下你该不是想去波斯玩吧 那现在可打仗呢 布兰女王现在一辟严子官司 哪有功夫管你啊 朕又不需要她的接待 朕又不找她 再说了 朕也不一定非要去波斯境内是不是 如今大唐西江已从一州一线 向西推进千里与波斯接壤 朕身为马上皇帝 竟不知我大唐西江在哪里 你说这成何体统 陛下这是微臣说了也不算 此事事关重大 还需从长计议 不用你说了算 你回家换衣服就好 你知道朕方才为什么 让程咬金和玉池公带队吗 朕早有安排 城前那边朕已安排好 不用操心 再者说咱们只是去西江 又不禁波斯有什么可怕的 陛下 微臣建议您还是多加思考一下吧 毕竟此事关系太大 波斯之乱 西方三大帝国竟皆有份 您这一句不太好搞啊 你怕个吉尔啊 朕拥兵百万 管他什么三大帝国 到时候说不定还能闹些好处 此事就这么定了 你抓紧回家换衣服 不然朕不带你去了 少爷您真不回府一趟吗 你不是已经回去 告诉他们了吗 我回去跟你回去 那能一样吗 没有事 我回去只会让他们更担心 更焦虑 波斯的地图搞到了吗 您放心 都是从波斯商人手中买的 地形图地势图都有 悬策他们被困的位置 我也已经打探好了 只要到了波斯境内 我们一路向西南腹地插入 用不了三日便可抵达 还有 陛下已以大堂的身份 给波斯女王送了信函 让波斯军方看见我 镇武军和玄甲军的旗帜 全部放行 玄甲军 怎么还有玄甲军的 方才他们离开皇宫的时候 陛下下的令 让李济将军 程将军和玉池将军 率领玄甲军 与您同行 驸马爷 驸马爷 俺们来了 哈哈 驸马爷 俺们走吗 俺的大刀斧早已饥可难 是啊 驸马爷 区区波斯叛军 也敢威胁我大堂 当真是不知死活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知道 马王爷到底长了几个眼 各位将军 发雕败谢了 你这兔崽子什么时候如此客气了 赶快出发吧 再也不走天都黑了 波曹陛下 怎么 见到朕你不高兴 你可别误会 朕可不是跟你去波斯 朕只是去西江督战 看看能否为我大堂捞一些好处回来 二子的胆子真是太大了 西江有战士 他都敢去 看来这几年 我们也俩没白处啊 陛下 大恩不言谢 三军听令 目标西江 全速前进 胡闹 这简直就是胡闹 波斯 那是陛下能涉足的地方嘛 暗火纷飞 距离长安城数千里 陛下怎可如此将自己置于险地 要是你是兵部尚书 你倒是哪个主意出来啊 咱们就这么看着陛下去 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陛下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能管得了吗 那就任由陛下去波斯战区嘛 李将军 此事有多严重 你不是不知道 我们就这么任由陛下继续胡闹 这万一 万一 哎呀 几位大人 你们不必如此焦急 父皇不去波斯 只是顺路去西江巡查而已 况且有悬甲军和镇武军 还有一众将军随行 出不了问题 太子殿下 您不记得前几个月来周刺杀之事吧 如今这大堂中 我们不知还有多少人 要对陛下行刺呢 我们万不可掉以惊心 谁家皇帝是这么当的 成何体统 简直就是过家家 好了 魏大人您消消气 此事已发生 您着急也没有用 还不如想想解决办法 这陛下追是追不回来了 陛下混迹在玄甲军中 谁能找得出 这长孙无忌大人也是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商量 说带陛下走便带陛下走了 我真是无语了 魏大人您就放心吧 父皇办事自有分寸 况且如今正有百万大军向西江集结 如今大堂再也没有比西江更安全的地方了 父皇集人自有天佑 一定会没事的 此事你们定吧 老夫不管了 将军您说陛下会管我们吗 当然 不光会管我们 而且我敢跟你打赌 驸马爷肯定已在救援我们的路上 您说的是真的吗 驸马爷会来救我们吗 肯定会的 驸马爷绝不会抛弃我们任何一个人 大堂西江苍龙关 这里是西方胡商进入大堂境内的第一道关卡 此时 源源不断的各路军队 正向苍龙关汇聚而来 末将参军复马爷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 诸位爱卿好久不见 末将参军陛下 诸位爱卿不必多礼 走咱们入关 我大堂将派一支队伍深入波斯的事情 已经告知不拦女王了吗 放心吧陛下 此事末将已经办投 到时候只要手持这枚令牌 波斯所有关口都将放行 当然前提是这些关口还在波兰女王手中 如今波斯局势如何 回陛下 如今波斯外围 罗马帝国陈兵三十万余波斯西江 大师帝国陈兵四十万余波斯南疆 剩下的牛匪贼寇 小规模叛军不计其数 谢如今 每日向我大堂涌来的波斯伤人越来越多 好一些都是为了躲避战火而来的 看来波斯局势比真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不过若是波斯流民大批向我大堂涌入 我们倒是可以选择接收 八雕你说呢 陛下说得有理 如今我大堂发展迅速 粮食早已不缺 如今缺少的便是人口 人才是我大堂最大的财富 尤其是西江地区 地广人稀 好一些富庶之地 无人可耕 无人可种 若是趁此机会招收一些 波斯流民入我大堂开荒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启禀陛下 波斯死沉入关请求前往藏安城 直接将人带到议事厅来 朕就在这去长安作甚 陛下战况紧急 我需要即刻 启程前往波斯 好 那你便去吧 长咬金玉持弓 你们两人率领 玄甲军与八雕一同出发 莫叫领命 撒山波斯使臣 劳伦斯见过诸位将军 劳伦斯使臣不必多礼 你有何事但说无妨 回这位大人德华 如今我波斯正先于战乱之中 小时受布兰女王之名 前往长安城面见皇帝 陛下请求援助 长安城你便不用去了 朕便是大唐皇帝 布兰女王有何事 尽管对朕说便是 小时参见陛下 大唐悉性队伍被扣牙一时 布兰女王感到非常抱歉 但如今波斯境内战况较壮 布兰女王手中没有多余 并力援助悉性队伍 还望陛下见谅 无妨 布兰女王能将我军放行 朕便已非常感谢 回禀陛下 那小时便直说了 如今我波斯内有外环 两伙潘君已将波斯搞得奋奔离戏 为在旦夕 布兰女王应对着两伙潘君和波斯境内的刘妃 一自顾不下 布兰女王希望大皇帝 陛下可以帮忙接着两大帝国 等布兰女王平定叛乱后 一定亲自来感谢陛下 哼 我大唐如今虽兵强将广 但大使帝国和罗马帝国与我大唐相距甚远 真心有余 而力不足呀 还有波斯战火不断 即便胜利也是百废戴心 布兰女王也没有亲自来大唐的必要 陛下 您千万不要误会 布兰女王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若是陛下肯出手援助 我波斯可可让两周之地给陛下 以彰显布兰女王对陛下的感激 哦 具体是哪两个周啊 金陵大唐西江的河中地区 和金陵大唐西南疆域的土兰地区 嗯 河中地区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来土兰地区却不怎么样 这布兰女王倒也是个聪明人 将来土兰地区割让大唐 那西江将面临波斯 大使与大唐三国接壤的纷争之地 布兰女王这是想要用我大唐来牵制大使的兵力啊 割让河中地区给大唐 朕倒是没有意见 只是这土兰地区 布兰女王思虑的欠缺妥当 朕可以出兵 但绝不允许别人对朕用小心事 布兰女王想拿朕当枪时 还是嫩了点 以回去告诉布兰女王 朕有钱有粮也有兵 一时可以出兵援助 朕是罗马和大使两大帝国 但他开出的报酬朕不满意 而且是非常不满意 让他想好条件再来找朕坛 朕有的是时间 但你波斯的时间多不多 朕可就不知道了 朱 陛下 此时咱们可以再上一呀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开的价 朕连讨价还价的欲望都没有 布兰女王是聪明人 只要你将朕的话 原原本本付述给她 她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既然陛下这般说 那小时便不多打扰了 小时这就告退 回去将此事告知布兰女王 只要布兰女王能开出 令朕满意的价格 朕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她 是陛下 小时告退 若是没有战争 这里该是一个多美的地方 将军 是波斯叛军来了吗 叛军入村了 看他们那架势 不像是来给我问好的 告诉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 若是开战 一至五队保护营地和随行人员 六至二十队准备迎战 你来做什么 唐人你莫要太嚣张 你要清楚 你现在只是我骑士团 手中待宰的羔羊罢了 我告诉你 我们军台即将换房 等不及你大唐前来送赎金 现在给你两条路 将你们营地中 所有金银财宝全都交出来 饶你们一条狗命 抑或是我将你们全都杀了自己呢 头 我答应你 将营地中所有值钱的物件 全都搬出来 让随行人员也将身上值钱的东西 全都交出来 他们所有损失由我一力承担 万不能藏私 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 也不过是一只听话的摇尾起怜的狗罢了 唐人 你为何如此不老实 你们一定没有将全部财宝交出来 你是不是当我的眼镜是瞎的 你若是不信 尽管进入营地搜查 若是搜出任何金银 魔王玄策的脑袋割下来送给你 哈哈哈哈 唐人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强硬的人物 今日怎么夜怂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今日我若是从营地中搜出任何东西 便斩了你的脑袋 那间那间 还有那间 彤彤给我翻了 哈哈哈哈 东方小美人 我来了 混蛋 你敢耍我 放箭 骑士们冲啊 将你们面前的敌人狠狠撕碎 转眼间波斯叛军已杀到玄甲军军阵之前 一杆杆骑士长枪 向玄甲军顿阵疯狂出来 王玄策助力顿阵之中 面色阴沉 目光如炬 此时 玄甲聚顿的缝隙中 一杆杆马朔从缝隙中刺出 向波斯叛军的军阵中疯狂刺取 波斯叛军面对大唐最精锐的玄甲军被杀得节节败退 兄弟们 破釜沉舟向死而生 一血染苍穹 向死而生 一血染苍穹 该死的 顶住不要后退 杭军仅仅一千多人 我们不要怕 杀光他们 将军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冲上去斩了敌江首领 不可 稳住阵脚 要冲也轮不到一冲 都给老子顶住了 而此时王玄策心中有欲感 驸马也应该距离他们不远了 就在王英艰难抵挡时 王玄策孤身一人跃入波斯顿阵之中 只要再支撑片刻变好 将军不可 旋策将军 狗瑞的杂种们 来啊 爷爷与你们不死不休 兄弟们 跟着帮狗杂种拼了 马蹄踏动大地的声音 突然从远处传来 那一面面擎自站起 正迎风飘扬 旋策 坚持住 立体化山 立体化山 兄弟们 驸马爷亲自前来营救我们了 杀 杀光这些杂碎 老子也来一个立体化山 旋策怎么样 没受伤吧 你们若是再晚来一会 那可就说不定了 少爷 旋策给你添麻烦了 说什么的你 你人没事 我就放心了 旋策 是不是这次将你们围在这里的 将这次一刀砍了算了 王旋策将军 念在我没有为难你的面子上 给我个痛快 告诉我围困 我大唐西行队伍 是谁的主意 那人在哪 说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命 你说就是了 这是我大唐驸马爷八雕 他说一不二 说放了你便放了你 很抱歉 尊敬的驸马爷阁下 我是一名骑士 忠诚是我的行事准则 请允许我拒绝此事 我只求一死 我敬你是条汉子 你自己了结吧 少爷我们回国吗 你们甘心就这样走吗 抓了我大唐的人 此事就这么算了 少爷你就说怎么干吧 我们都听你的 没错 驸马爷 俺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不能就这么走了 这仇必须要报 陈平安 王芳义 带上翻译和向导 将这支叛军的情况 和动向给我摸清 是 莫将领命 其余人原地休整 悬策你去 通知营地中的人 让他们收拾好行囊 随时准备出发 是 少爷 驸马爷 要俺说咱们就在波斯别走了 俺看波斯这地方不错 俺们不如在此地多待几天 吞 你当咱们来波斯游玩的 现在波斯这么乱 连敌军友军我们都分不清 在这干嘛 还不如回苍龙关喝酒吃火锅 那倒也是 回苍龙关喝酒吃火锅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驸马爷 俺们赶紧宰了这火叛军 回苍龙关吧 波斯这鬼地方确实不怎么的 程将军 我看火锅对你诱惑 还真是够大的 嘿嘿 驸马爷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们别都用这种眼神看着俺啊 你们不会真的认为 俺是为了一顿火锅 才想回苍龙关的吧 俺跟你们说 俺可不是那样的人 黑探头 你倒是替俺说句话呀 嗯 那呗 程胖子说的没错 大家伙都不要误会 他肯定不是因为一顿火锅 才想着回苍龙关的 程胖子 你看我这么说行吗 驸马爷情报已经打探好了 这火叛军力属于波斯目前最大的军阀法罗赫 他们敲诈我大堂 是这火叛军首领的主意 这火叛军一共三万人马 首领名叫伯朗特 不过到琼斯失去年系几个时辰 他们已经有所还宜 目前正有一只骑兵向村子赶来 好 我知道了 裴行俭 王芳义 你们两人率领西行旋甲军和三千阵武军留守驻地 是 莫将领命 其他人跟我开拔 目标三万波斯叛军 咱们先给伯朗特来个开胃菜 名犯强唐者 虽远必诛 名犯强唐者 虽远必诛 到琼斯这蠢货怎么还没有跟上来 不是告诉他了吗 若是那货唐人不配合 便全都杀了 在我波斯的界上 他们还能翻出什么烂花来不成 将军不要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催了 估计到琼斯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如今波斯三足鼎立 我们还是小心先好 到时候若是法罗赫战败 我们还有缓和的余地 将军 大师不好了将军 在我们骑士团后面 有一只大唐铁骑 正在向我们奔袭而来 What the fuck 唐军 怎会有唐军 你确定不是来给我们送赎金的唐人 将军 哪里是给我们送赎金来的 那骑兵足有数万 Oh shit 黑压骑士们 后队转前队 撕碎我们面前的敌人 兄弟们跟暗冲 就这几个货还敢敲诈我大唐 砍翻他们狗日的 转瞬间两股钢铁洪流便冲撞到了一起 大唐铁骑就像是一柄锐利无比的横刀 在黑压骑士团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 猛地扎了进去 刀光剑影 血脉喷张 但一个二流站立的黑压骑士团 哪里是大唐铁骑的对手 请客间 便已被大唐铁骑冲散的 溃步成军败退连连 魔鬼 他们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为何我的长剑 拖不开他们的盔甲 勇士们不要乱 逐于我们同在 拿起你们手中的长剑 向敌人发动冲锋 黑压骑士团 昂扬不灭 将军逃吧 我们快逃吧 这是大唐修罗驸马率领的 阵武军与玄甲军 连荆棘骑士团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八刀 怎么怎么会是他们 歹斯我知道这些年来 若是没有你的扶持 我伯朗特活不到今日 不是我不想逃 你看今日之场面 我逃的掉马 况且没了黑压骑士团 我伯朗特算个屁 我也是一名骑士 我逃了大半辈子 苟且了大半辈子 我今日不想再逃了 是与黑压共存亡 将军 多亚 若是有兄弟能活下来 那便交给你 歹斯对不起 是我没能让你 发挥你应有的才能 黑压骑士团 昂阳不灭 冲锋 兄弟们 让我们以最强的战力 回敬黑压骑士团 行骑所将 锐不可当 杀 杀杀杀杀 一将已死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劳伦斯使者 布兰女王 这么快便做好决定了吗 真希望你这一次 不是白跑一趟 毕竟留给波斯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陛下您放心 这次的条件包您满意 我家女王说了 上次之事是我们考虑不周 没有要故意陷害陛下的意思 此事倒是无妨 朕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那是若是换作朕也会如此办 倒也没有什么不妥啊 多谢陛下理解 布兰女王说 若是陛下能出兵 帮忙震慑大石帝国与罗马帝国 我国愿意承担贵国的所有粮草和军费 外加两周之地 劳伦斯使者 可能你不太了解朕 朕最讨厌的便是讨价还价 朕感觉特别浪费时间 让朕猜猜 布兰女王给你的权限是四周还是五周呢 这只还谈个屁的了 刚刚开口 劳伦斯使者 你不必紧张 也不必解释 朕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说实话 你给多了朕还真不稀罕 朕也不跟你废话 就这三个州 朕为何要这三个州的意图 想来你们也了解 朕为何要这三州之地 你若是答应 朕即可出兵波斯 与大石帝国和罗马帝国 对峙于波斯边疆 好没问题 一切都听陛下的 陛下说三州之地 那就三州之地 还望陛下赶快出兵 见过陛下 哈哈 这么快便回来了 怎么样 可还顺利 托陛下的福 七行队伍 无人员伤亡 不过倒是将围困七行队伍的 黑鸭骑士团给灭了 那就好 正好我们在商议支援波斯的事 你也一起听听吧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 已经听到了 按照陛下所言 进驻波斯边疆没问题 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好 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但此事叫给别人 半阵不大放心 所以还得麻烦驸马爷 替朕跑这一趟 嗯 这大唐怎么是这个样子 怎么大唐皇帝 跟一个驸马说话 如此客气 麻烦驸马爷了 还商量 我特法克 这大唐究竟是驸马爷说了算 还是皇帝说了算 我怎么有点猛逼呢 好 反正这一趟也无仗可打 全当公费旅游了 对了陛下 把您偷摸带来的那几个厨子 借我几天 我估摸着 这趟时间不短 别因为出一趟 公柴再将我给恶受了 你看你这孩子 说话就是不中听 什么叫偷摸带的厨子 朕那是正大光明带来的 朕这么大岁数了 带两个厨子还用偷偷摸吗 不过这趟路途确实远 你便带去吧 省得回长安后 诚儿再埋怨朕没照顾好你 呵呵 那就多谢陛下体谅了 行了 既然此事已定 剩下的便交给你来办吧 劳伦斯使者 三周之地换去我大唐的仗义出手 你们波斯不亏 是 陛下 小史代表波斯 谢谢陛下的仗义出手 行了 剩下的是你跟霸雕商议就可以了 真有些累了 小史公送陛下 这回不是发达了吗 本来都想好用五周之地来换了 没想到仅用了三周之地就拿下了 这下功劳可是大大低 驸马爷殿下 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三日之后我亲率六十万大军进驻太西风 震慑大使和罗马两大帝国 好好好 那小史便先行一步 将此事禀告布兰女王 让女王为驸马爷殿下摆下接风宴 那就有劳 劳伦斯使者了 驸马爷殿下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都是小史的荣幸 既是这样小史便不多打搅了 诸位爱卿 朕今日非常高兴 玄泽与玄奘两人不如使命 完成西航顺利归唐 他们是我大唐的功臣 玄策 你来与大家说说 你与玄奘西行这几年有什么感想 朕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 陛下 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卑职分内之事 谈不上吃苦 说实话 卑职还真没吃多少苦 这些年 大唐一日强盛一日 声明远不危政还宇 西江防线又推荐到了吐蕃和土御魂 我们所行之路大多于大唐接壤 所以没有人敢找我们的麻烦 您亲手写的通关文碟 被各国君主争相瞻仰 哦 朕写的通关文碟有什么可看的 他们都认为字如其人 看到陛下的字 就等于瞻仰了陛下的龙威 您的威名早已远波四方 这些国家的君王都想要到长安城朝圣 哈哈哈哈 那通关文碟 不过是朕随手写的罢了 朕要知道他们竟想瞻仰 非要好好看看不可 陛下 俺也敬您一杯 俺作证 玄策说的话全都是真的 那波四俺可是去了 俺这么跟您说 那就是啥也不是 跟俺们大唐那就是没法比 那波四可是老惨了 赤地千里民不聊生 百姓们苦不堪言 全都往咱们大唐跑 陛下您如此盛名 俺必须要敬您一杯 您干了 俺随意 哈哈 好 朕今日便听之节的 朕干了 成胖子 你是沙伯依吗 嗯 沙伯依 说俺呢 你个黑探头 竟敢口出狂言 你当俺老成是傻的不成 成胖子 你他娘子是不是疯了 你跟我俩哥这唱戏呢 你才疯了 俺夸陛下几句与你喝干 你为何骂俺沙伯依 你跟陛下说 陛下干了 你随意 你不是沙伯依是啥 俺 俺是这么说的吗 无妨 朕知道你是口误 朕不怪你 呵呵呵 黑探头 你看俺刚才给您唱那段戏 您还满意吗 呵呵呵 俺 俺是跟你开玩笑呢 你肯定不会跟俺计较吧 滚犊子 你看 黑探头 你就会跟俺来着死出 行了行了 我原谅你了 你赶紧收起你这一剥新人的嘴脸 玄奘法师不知此次悉行 是否达到了你的目的 阿弥陀佛 陛下 您对贫僧此次悉行之事的支持 这是有目共度的 若是没有陛下 贫僧不可能如此快的 便能将真经取回 贫僧一定会为陛下 日日诵经念佛 以此来感谢陛下对贫僧的支持 陛下你对我的支持也未免有点太大了 到天竺的时候寺庙主持都懵了 还以为是大唐打进来了 贫僧到现在对经历的磨难还记忆犹新 那都是别人的磨难啊 贫僧是一点罪都没遭啊 贞观三年 也是图经波斯 在玄策将军卓越的指挥下 以灵伤王的代价 全奸了敬迁流匪 而后玄策将军便率领军队 百里奔袭直接将解匪的老挝给掏了 还缴获了大批金银珠宝 玄策将军居然还骗贫僧说 说是跟刘匪要的军费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去世 我们抵达天竺边境时 正巧赶上两个小国发动战争 当其中一个国家的君主 德志平僧等人士来自大唐时 亲自前来拜访 并希望王玄策出兵帮助他们抵御外敌 玄策将军在那的君主苦苦哀求和丰厚的报仇下 答应了他的请求 玄策将军并没有出动一兵一组 只是他只身前往 为那君主出谋划策策策线级 仅仅七天时间 这国家便转败为胜 成功击败了敌国 守护住了自己国家的领土 从此以后 艰难贤祖跟西行队伍可以说是 没有半分关系了 什么妖魔鬼怪 牛鬼蛇神 痴魅王两 见到西行队伍 那都得绕道走 玄策将军所过之处 土匪都得连夜搬家 生怕被王玄策给抄了家 得弥陀佛 罪过罪过 哈哈 玄策好样的 没给驸马爷丢人 玄奘法师 如今你们已回到大唐境内 你们是希望朕派人 护送你们回长安城 还是希望自己回去 陛下 若是可以 贫僧还是希望徒步回长安城 佛祖对贫僧的考验还未完成 这若是再被李二派个十万万万假事 护送回长安城 那还经历个屁的磨难了 这特么得到高僧也别当了 什么九九八十一难 整个一个九九八十一堂 好 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 朕也不必多问 那你随时出发 王玄策便不继续护送你们了 如今大唐十分太平 一路上你们都会非常安全 阿弥陀佛 感谢陛下的理解 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我大唐的儿郎们 今日你们披下上阵 进驻波斯 扶大厦之将 轻聚大师胡报 罗马豺王于波斯边疆 你们是大唐的勇士 更是朕心目中的英雄 朕在这等着诸军胜利的消息 诸军齐开得胜 杨国大唐国威 大风 全军开靶 尊敬的驸马殿下 欢迎您的到来 感谢您对波斯施以援手 波斯所有人都会记得大唐的恩德 布兰女王客气了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波斯威王 布兰女王能在国家危难之际 站起来 撑起一片天 着实令人敬佩 驸马殿下谬赞了 您的威名才是威震还宇 震骨朔亲 本王与您比起来 相差甚远 驸马殿下 快快请入城 与此同时 大使与罗马两国听到大唐之援波斯的消息震惊无比 陆续从波斯撤离 法罗赫军团无外援的情况下节节败退 波斯依然取得战争的胜利 尊敬们巴雕殿下 如今波斯大局已定 本王感谢您不远万里 前来为波斯御敌 本王与诸位大臣敬巴雕殿下一杯 希望波斯与大唐的有一长存 谢布兰女王盛情款待 还有一件事 这几日我兄弟王玄策 与三公主索菲亚情投意合 因此我想为我兄弟提亲 我知道索菲亚的能力 也知道女王对索菲亚的不舍 但我们大唐有句古话 宁差一座庙 不毁一桩婚 布兰女王肯定也不希望 索菲亚过得不幸福 这是聘礼 巴雕殿下 你能不能给我一晚上的考虑时间 我承认我需要这笔合约 波斯更需要这一笔合约 但我现在无法答应你 无妨 巴雕殿下一路保重 替本王给大唐皇帝陛下 党去惩治的温厚 有机会本王会亲自去大唐 朝拜大唐皇帝陛下 放心吧女王陛下 我一定会僵化待到 时辰不早了 我们便不再单个就此告辞 玄策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又闷 都摆在脸上了好吗 等回长安到我府中喝酒 我将弟妹介绍给你认识 多损呢 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 我谢谢你 都急吧哥们 说什么谢不谢的 玄策 你放不下索菲亚吗 还好吧 一个女人而已 索菲亚 这大概就是少爷说的舔狗模样吧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玄策 母后同意我跟你去大唐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今后我们再也不用分开了 过分了呀 你们可不行这样 这大庭广众之下 朗朗乾坤 嘿嘿 小贵子 快叫嫂子 又不是你方才那丧微大眼的时候了 受影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 八雕 布兰女王舍得将波斯未来女将军嫁给王玄策 还是三公主 想来你小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 陛下放心 我肯定不会拿大糖的东西去博取布兰女王的私情 公司分明这事 我还拎得清 呵呵 你的人品真信得着的 不过能让你八雕出血 这个布兰女王也算有些本事 二次在这幸灾乐祸呢 爸 我出血他好像倒是挺高兴 挺舒服 挺美的样子 你们慢慢吃 不着急 听朕给你们分析分析 按照驸马爷的性子 肯定不会以权谋私 所以军事政治农业这几个方向咱们就不想了 驸马爷肯定不会这么干 如今咱们驸马爷最富有的是啥 那就是钱了 驸马爷多有钱 朕就不用跟你们细说了吧 那是吊十万两银子都没时间捡的那种 意下 此话怎讲 为何驸马爷掉十万两银子都没时间捡 十万两银子可是不少呢 那是因为人家驸马爷有捡十万两银子那功夫 都赚一百万两了 神特么的没时间捡 二子学坏了呀 现在的二子都学会骂人不带赃字了 好家伙 驸马爷那有钱 那你看 你以为富和敌国是随便说说的 驸马爷的财富那是无法估量的 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驸马爷能打动布兰女王的就只有财富 但他绝不会傻到直接送金银 布兰女王也绝不会直接要钱 这不符合他的身份 所以 这交易既跟钱有关 又与金银无关 那是啥呀 意下您倒是快点说呀 你们猜 驸马爷名下最大的资产是啥 那一定是芒牙商行啊 没错 知姐你这算是开窍了 朕估计驸马爷答应布兰女王的条件就是芒牙商行商品的销售权 这东西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但对于布兰女王来说那就是取之不尽的财富 你们说布兰女王能不动心吗 若是朕 朕也动心 二子真是没事干了 此事估计他得琢磨好几天 这一下子税收上来了 二子反而更高兴了 怎么样 驸马爷 朕分析的可正确 呵呵 没错 陛下分析的完全正确 不过陛下您不应该高兴吗 又额外增加了税收 朕当然高兴 商品远消波斯 这是好事 你知道打败一个国家的方式 不仅仅只有战争 还有渗透 渗透比战争更可怕 行了 此件事了咱们也回去吧 打军都先走了 朕要不是等你们 朕早就回长安了 陛下您确定您是特意等我们 而不是想着一路溜达回长安 一边走一边满 看破不说破不懂吗 再说朕让你领朕完完怎么了 怎么了 得得得 您是爷 您说了算 娘子 我回来了 夫君你终于回来了 不好意思 这趟走得远了点 快让我看看大闺女 夫君 你还知道你有个闺女 唐儿这会睡觉 晚一点再看吧 夫君是不是你也带了个波斯娘子回来 你们说的是玄策 怎么样 我这没保的还不错吧 你还好意思说 夫君 你这是空着手回来的 是吗 我没带礼物 你们看我这记性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下次 下次一定给你带 还想有下次 今晚我就去找父皇 今后他若是再将你派出去 我就 我就不活了 好好好 今后我哪也不去了 就在家里陪你们 走吧 我们进屋 夫君 今天做的可都是你爱吃的菜 夫君 再给给你看看你的杰作 如今你这报纸可是火得很 报纸已经出来了 可不是吗 这报纸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钱多多要到府中找你来着 不过估计那时候你正在波斯 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我便让钱多多自行定夺了 八雕救命了 八雕快救救朕 八雕救命了 八雕救救朕 陛下你这是咋的了 被狗撵了 不 不是 是 陛下您别着急 有啥事慢慢说 这次出门的时间太长 皇后生气了 说朕出去这么长时间 连个礼物都没给她带 心里没有她 不让朕去立正殿了都 就这 就这次你跑这么快 来我这干啥啊 您该不会连饭都没吃呢吧 可不是吗 你赶紧给朕想个办法 看看宋皇后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 父皇 不是儿臣说您 您这一走就是大半年 连军队都回朝了 您还在外面领着驸马爷鬼混 母后能不生气吗 你看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鬼混 说起了这事 还不是得怪你家驸马爷 关我扶军何事 怎么不关他的事 要不是因为有他能带着朕满 朕能恶不思蜀吗 这是八雕的副主要责任 哼 父皇你说这话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 得得得 你们有理 朕没理好吧 朕懒得跟你们矫情 这是咱们一会再提 放心 朕不让你白干 看我给你拿啥来了 这是 这是杏花酿 用你给的方法酿制出来的 朕跟你说 比你那仙人醉一点不次 嘎嘎哇塞 嗯 还可以 你说这酒的销路怎么样 这酒还没开始售卖吗 没有 卖酒不着急 朕想着让这酒一鸣惊人 所以包装什么的都要换新的 父皇还真是行 说是要礼物回宫侯母后 这下可倒好 跟姑爷在这又吃又喝 还谈上买卖了 这次高低得给父皇个教训才行 若是这样 陛下您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 交给你 怎么您还怕我将这酒 据为己有不成 哼 若是别人朕还相信 但你小子鬼点子太多 这事可说不好 行吧 陛下若是不信就算了 反正我也懒得管 那个 你不就是参与参与吗 没问题 你若是搞得好 朕将利润再给你分一成 陛下此话当真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若是设计出来的没朕好 朕可要将你拿的三成利润 拿走一成 没问题 答应得这么快 这特么的不是又着了这兔崽子的道了吧 那个 八调 朕那个 您不是要反悔吧 朕倒不是要反悔 朕主要是感觉那个 不可能 父皇可是大唐皇帝 惊口欲言 怎么会出儿反儿呢 早孽呀 这小棉袄怎么老是咔咔漏风呢 没错 要是后悔也是你小子后悔 朕有什么可怕的 那咱们爷俩就这么定下了 好 不过此事不急 你得先帮朕过了皇后这关 不然朕连皇宫都不好意思回去了 父皇您慢点吃 您这副驾时就好像母后朕不管您饭一样 那你以为呢 朕还没说你呢 朕不在宫中这段日子 你也不带着唐儿去看看你母后 朕的唐儿呢 赶快抱出来让朕看看 孩子睡觉了 这天刚等货 唐儿这么小哪里能老走动 好吧 你打算给朕搞一个什么东西 一定要是新鲜玩意儿 大唐独一份的 那没问题 不过 都火烧没毛了 你就别在这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缺啥朕让人给你找去 陛下 我这可是要收费的 您这钱啥时候给 你说啥 你还特么的要跟朕要钱 你小子掉钱窟窿里了 就这么一点事 你跟朕要什么钱 咱们爷俩之间的感情事 那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那就是没得谈咯 那个李将军 我有点闹肚子 麻烦您 行 你个小兔崽子 你提条件吧 呵呵 陛下 您看您咋 还挤眼了呢 我跟您开玩笑的 我就是想在南方包几座山 种种茶叶 种茶叶 你早跟朕说呀 包几座山的算个啥 咋样 还是咱们爷俩一起干吗 咱们爷俩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种茶叶 我也不是专业的 就是想尝试尝试 你还没有想法呢 您还真当我什么都会啊 那倒也是 既然是这样 这事朕还是别跟你搭伙了 弄不好再赔了 到时候你选好地址 朕给你找户部审批 几座山的事而已 呵呵 那就先谢谢陛下了 朕说你小子 又搞什么幺蛾子呢 为啥在这芒牙工业 去盖了这么高的一座塔 你兔崽子 要是钱多的花不完 就给朕点 朕替你花花 也省得你这么败家 陛下可曾听闻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八雕我看你是要疯 我盖你妹 开玩笑的陛下 这座宝塔 对咱们大唐的意义 可是太重大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今后这就是 咱们大唐的科学院了 科学院 那是什么闭玩意儿 我咋不知道 要建这么个学院 陛下我问您 屈原理 水泥 自行车 火冲 火炮 钢材 这些东西好不好 够不够屌 屌 当然屌 简直屌爆了 若是没有这些东西 咱们大唐也不可能 发展得如此迅速 我将这些统称为 科学技术的成果 这座科学院 就是专门研究 高效率科学技术的地方 今后 我们大唐的发展 可还指着 这座科学院呢 那 那这买卖 还是咱们爷俩一起干吗 我真的服了 二字 一定是魔障了 怎么啥事 都能跟干买卖 联系到一起呢 这是穷疯了吧 陛下 这是咱们大唐 发展的第一线 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 得得得 你别跟朕来这套 什么民族 大义乱七八糟的 咱们爷俩之间 能用钱谈的你就别废话 呵呵 当然 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定是困难的 需要的人才 技术 材料 土地 矿卖啥的不少 所以陛下 科学院在政策上 哼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跟朕扯那些几把蛋干啥 到最后不还是要东西吗 那这研究出来的成果 哎 二字成长了 现在已经成长到 非常精明的地步了 越来越不好 忽悠了 咱们可以共享 呵呵 若是这样的话 那一切好谈 等朕回宫后 让严厉本和代咒商议一下 看看咱们怎么合作 赔本的买卖 朕可是不会再干了 见过笔下 见过驸马爷 不必多礼 怎么样莫兄 这科学院建造的 你可还满意 满意 实在是太满意了 雕兄说实话 我从来都没奢望 你能将科学院建造的 如此之好 不过 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你就看我表现吧 呵呵 我们兄弟之间 不说这个 怎么样 人还够用吗 肯定是不够啊 这刚几个人头 若是按照我的设想 最少还需要再调配一千人 不过芒芽工业区那边也缺人 若是再从那边调人 那几个厂长 非要过来揍我不可 无妨 我已经决定 跟陛下展开合作了 所以这剩下的一千人 从供不出 我这么义父 谢陛下 谢陛下的大力支持 嗯 朕尼玛 这他妈的八字 还没一撇的事呢 上来就要他们一千多人 朕操 八雕这小子的无耻 已经超出天际了 呵呵 这是 这是朕 陛下 您该不会很为难吧 不是草民跟您吹 科学院的发展 那是没有上限的 今后芒芽工业区的发展 都要在科学院的推动下进步 跟驸马爷合伙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当然 陛下若是为难 做不了功不得主 那就算了吧 这是啥话 朕当然知道科学院的重要性 还有 朕怎么会做不了功不得主 不就是一千多人吗 等朕回宫之后 就将此事给你办了 朕特么一个大唐皇帝 这两个人我还摆弄不明白了 陛下威武 陛下大气 科学院最近 有没有什么研究成果 让陛下看看 还真有 最近橡胶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橡胶是什么东西 这个怎么解释呢 对了 陛下您知道自行车吗 自行车 知道 朕太他们知道了 橡胶可以制作自行车的车胎 如此一来 可以大大减缓自行车的颠簸程度 当真 若是这样 朕倒想试试 陛下 那自行车 您不是说再也不气了吗 你给朕滚犊子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好嘞 陛下 咱们来主要是给皇后娘娘制作礼物 制作礼物着什么急 这天色不还早着呢吗 朕再玩一会儿 嗯 诸位可曾听闻过李氏飘移 那你 我双手插都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哪个 这里 这里没有河吧 陛下 您要找河 这里没有河 倒是有一个新修的池塘 您要不要去那边骑 不用了 不用了 朕就在这试试就挺好的 这是什么神仙骑车技能 我都不知道 还需要这样才能将自行车骑起来 陛下 你慢点 你慢点 雕像 陛下骑得这么快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 放心吧 陛下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 摔不着他 雕像 要不我们躲躲吧 我怎么感觉陛下好像在那瞄准呢 卧槽 陛下不要啊 怎么样 朕的车技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实在是太可以了 陛下 您若是有机会 教教我这装逼的本事呗 没问题 这都不叫是 陛下 帅是挺帅 就是有点废轮胎 是吗 朕操 我说刚刚怎么有一股胡味 你们这研究出来的轮胎质量不行了 朕不过是小小的飘逸一下 怎么差点烧着了 你特么的再飘远点 大胯都得给你磨没了 哈哈 陛下 此时是我考虑的不周全 您等我再研制研制 增强轮胎的那模型 小伙子 好好干 朕看好你 八条咱们赶紧干正事吧 朕还等着回宫呢 您方才不是说不着急吗 你也知道朕是方才说的 现在很着急 火烧没毛 那陛下 你稍等一会 莫寻你跟我来 你去找辆车 把那二八大杠给朕装上几辆回宫 陛下 这 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拱种忧 忧贺 滚犊子 你是不是诚心在这弃朕 北至不干 那你还不赶紧去 等着朕亲自动手吗 是 北至这就欠去 记住跳车胎好一点的 朕要飘移 成了 怎么样 搞好了 在哪呢 你 你让朕拿着玩意给皇后 你是不是不想让朕回宫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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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秦王破阵月 好好啊 怎么样陛下 可还满意 满意 实在是太满意了 雕像 你这东西 东西我拿走 图纸送你 一付在上 请受孩一拜 这是 这是陛下 今后您若是再出门 皇后娘娘便可以听着去 看着您 盼望着您归来了 你这臭小子真是有心了 这次算朕欠你一个人情 二子这是办的 真是有点不地道 这特么的 给他制作了 一下午的八音盒 他还偷偷让李军县 装了一车的二八大杠 李军县 你这是干啥呢 为何拉这么多的二八大杠 你这是何意 呵呵 北支 北支建科学院的二八大杠这么多 陛下你有喜欢 便出来转了机量 本想告诉辅马叶和抹讯一声 这不是还谋赖的机吗 嗨 此事怪我了 方才我就要跟陛下说 拉走一些自行车回宫旗 没想到李将军已经动手了 倒是省得耽误陛下时间了 还是李将军想得周到 既然都装上了那就别谢了 走吧回宫 不过下次可不能这么干了 多丢阵的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阵让你干的呢 呵呵 是 陛下教训的是 那我也回去了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随时到秦府找我 好嘞雕小 有事你就吩咐 千万别跟我客气 有时间我去看看啊 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辈子能拥有这么大的实验室 还有取之不尽的材料和欠款 别说是拿他当义父 就是当亲爹我也干啊 高明 你父皇呢 不知道 回到宫中后 得知母后您不见他 就出宫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真是胡闹 身为大唐皇帝竟越来越不靠谱 你身为太子也不舒拦着你父皇 母后 父皇的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 儿臣哪里拦得住 儿臣将朝中政务处理好 不让您和父皇操心 已是够好的了 观音帝 观音帝 你看朕给你拿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儿臣参见父皇 太子也在啊 那个 儿臣就是路过来看母后的 若是没有其他事 儿臣就先告退了 就在这陪本宫 陛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跑了 观音帝 这是市政不对 朕向你道歉 本来是给你准备了一份独特的礼物 这不是一到宫中就给你去拿了吗 陛下 您是大唐皇帝 九五之尊 何须给臣妾道歉 您做的一切自然有您的道理 臣妾不便过问 爱妃莫要再生气了 朕知道你是为了朕好 朕保证今后一定在宫中踏踏实实的干皇帝 绝不再乱跑 你快看看朕给你准备的礼物 观音帝你看看这是啥 好精致的一个雕刻呀 朕跟你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雕刻 这里面内涵乾坤的 这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何 为何能走出秦王婆阵院 嘿嘿 朕跟你们说 这东西来头可大了 朕可是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才请高人搞出来的 陛下 您说的这位高人 该不会是雕吧 你们都不知道朕费了多大的代价 陛下 是不是雕儿 怎么就非得跟八雕联系到一起 虽然这是确实跟八雕有关系 但朕的努力是白费的 没有朕的软磨硬泡 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吗 观音币 八雕那兔崽子的性格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是个肯吃亏的主吗 你可是不知道 朕答应那兔崽子不少条件 他才将这东西给搞出来 这可是朕对你一片心意 独一无二 陛下 您的心意臣妾明白 臣妾又怎会不知陛下对臣妾好 只是您一走就是大半年 不在朝中 难免会有局心仆措之人对您不利 放心吧 朕知道你是为了朕好 朕今后一定老老实实的在宫中 陛下 您累一天了 赶快吃饭吧 报名一起坐下吃吧 咱们三人也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是 父皇 你坚果的时间也不短了 朕问你 你对大唐今后的发展方向 有没有什么看法 儿臣以为 大唐税收主要的投入方向 还应该一军队建设为主 尤其是热武器的研发和制造 老师经常说 弱国无外交 军事力量是我们大唐 可以威慑其他国家的资本 所以军事力量是重中之重 虽然军事重要 但教育同样重要 众文轻武 众武轻文 皆不利于大唐发展 所以大唐要文武同步发展 还有就是农业 如今我大唐商业发展迅速 儿臣感觉应该发展大规模集中种植 避免商业发展过剩 而导致的农业发展衰弱 高明你说的这件事非常重要 朕之前也想过 正要跟八雕商量这事 不过啊 需要先将江南道刺史因秦州给找来 父皇放心 一个月前 儿臣已经将因刺史 请到长安来了 就等父皇回来商议此事 好 难得你有心还惦记着此事 这样明日早朝便将因秦州叫来 好好商议一番农业发展的事意 是 父皇 陛下 严立本大人于殿外求见 这么晚了他上立正殿找阵作甚 不见 陛下 严大人说了 今晚您若是不见他 他就跪在立正殿外不走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手套这东西 大家都不陌生 但橡胶手套大家 应该是第一次听说 他的作用是日常生活 或者从事加工制造室 防止守磨伤 用途十分广泛 你们别说 驸马爷研究出来的玩意就是好 这若是带着橡胶手套干农活 打铁啥的都不怕磨伤双手了 冬天干活带着这东西 还能保暖 没错 我看着玩意的奶磨性还是非常好的 看来这科学院是好地方 能研究出来一些立国立民的好东西 驸马爷 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驸马爷 这称呼还叫上瘾了呢 古往今来 哪有一个皇帝天天叫自己女婿 驸马爷的 陛下此物名为胶皮水管 就是用以输送水流的管子 输送水流的管子 谁怎么输送 大家随我去后花园 一用便知 八雕你来给大家伙演示演示吧 陈将军 你帮我压水 好嘞 驸马爷 这也太神奇了 今后若是用这玩意交地 简直不要太轻松 龙溪水 竟然是龙溪水 红者 阴阳交接之气 日语语交 悠然成智 如有血气之类 盖天地之银气也 红明带东 乃天地之银气 月里弹除 是月魄之金光 这次 在李二和文武百官脸上 再也看不到任何喜悦之色 彩虹 这在八雕眼中 看似有些柔美的东西 在李二和文武百官眼中 却不是什么好东西 居然将这个忘了 彩虹在这个时代 并不是什么祥瑞的东西 对于古人来说 红的出现 是一种不祥之兆 第一个凶兆 便是龙溪水 也就是红溪水 驸马爷你这是 陛下 诸位大人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红尼双头龙 齐姓银 智刚汉 大凶之物 你们觉得 我将这东西搞出来 是不祥之兆 会对大唐或者皇宫 造成什么损伤 没错 此时正值五月 你制作的水管中 突然将红尼这种 不祥之物喷出来 诸位爱卿难免心生困惑 朕知道你对大唐的忠心 万不会干出什么 不利于百姓 不利于大唐的事来 但是 你若是不跟诸位爱卿解释一番 诸位爱卿难免心生芥蒂 既然诸位大人心中有疑惑 那我便跟诸位大人 说一说这红尼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我管这东西叫做彩虹 是一种非常普通的自然现象 当太阳光照射到 半空中的水滴上时 彩光谱分别为红尘黄绿蓝电子 这便是彩虹 只要我们想将水管 在半空中喷成水雾 随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若真是什么光怪陆离的精怪 那这精怪岂不是太不值钱了 呵呵 那个 这个 嗯 真感觉驸马爷解释得非常到位 一个小小的红尼而已 哪里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泱泱大唐走到今日这地步 靠的是朕和诸位爱卿 共同努力的结果 驸马爷让朕试试着玩意 陛下 您拿手捏着水管的嘴 陈将军 给点力 好嘞 陈将军 先别 玩犊子了 这下真的玩犊子了 陛下 您没事吧 陛下 俺特么是不是应该找个大使好好破一破 是不是跟什么东西犯冲 怎么一拍马屁就让陛下受伤呢 陛下 您没事吧 陛下 哎呀 成胖子你是怎么搞的 看不见陛下没准备好呢 陛下您不用掩饰了 驸马爷说的话我们都信 娘的今日出门还真是望看皇历了 一步一个砍 一步一个坑 程耀金这次也真是够客阵的 怎么这配合就跟程耀金打不起来呢 一打配合就翻车 真是他娘的无语了 师姐你是不是跟朕有仇 陛下 俺对您的忠心天地可见 这 这就是一个误会 俺真不是故意的 罢了罢了 谢陛下 谢陛下 去 给朕压水去 啊 一 一下还来啊 怎么 你想抗制 不敢 俺绝对不敢 一下 俺准备好了 水来 干啥啊 怎么压个井水 好像特么的要开天门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俩要上天呢 海水来 你咋不整个剑来 一下威武 哈 怎么样 这次诸位爱卿明白驸马爷这八层宝塔 究竟是干什么的了吧 知道这红尼是多么的可笑了吧 驸马爷大人大义 为国为民 我从来就不相信 驸马爷建这座宝塔是为了其他目的 没错 这叫科学院的地方 将是今后推动我大唐发展的宝地 见过少爷 多多来了 快坐 少爷 你让我找的烧瓷老工匠我已经找到了 还顺便盘下了两座窑 少爷 我们不是不与民争利吗 咱们也不做瓷器生意 这是要干啥 我要烧瓷器 倒也不是为了贩卖 观影酒坊 你知道吗 观影酒坊我知道 尤其是那个姓花酿 虽然还没开始售卖 但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戴上书还曾跟我洽谈过 要将姓花酿在报纸上打广告的事 这酒不是有咱们盲牙商行几成利润吗 我便答应戴上书了 好 姓花酿不还在宣传阶段嘛 我跟陛下打了赌 看看谁设计的瓶子好 若是谁输了 需要赔一成利润 少爷 你是要用瓷瓶当作酒瓶 现在很多酿酒商行都找咱们来定制玻璃酒瓶 这用瓷瓶当酒瓶的我还是第一次听书 我就是想反其道而行之 而且我盲猜以陛下的性格肯定会用玻璃瓶 这是为何 用我研制出来的东西打败我 会更让陛下有成就感 陛下 咱们这是去哪 怎么 你还怕朕给你卖了不长 不过你这几百斤肉兴许还能卖点钱 陛下 您别跟咱开玩笑了 咱 咱有什么可怕的 对了陛下 一会儿管饭吗 知姐 朕听你这话的意思 怎么像是点阵呢 赏武朕没管你烦 生气了 不敢 俺万万不敢 陛下俺哪敢点您 您不把俺给埋了 咋的都行 行了 别废话了 等朕这次赢了驸马爷 朕将最先格包下来 让你吃个够 哈哈 拔掉这次朕赢定了 陛下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造酒瓶子 作为大唐皇帝 朝政朝政不出力 国事国事不参与 全都丢给太子 就是为了造酒瓶子 我看你像个酒瓶子 陛下 那有酒喝吗 有玻璃你吃吗 草民参见陛下 参见长孙大人 常将军 沈宗不必多礼 八雕这几日 没有让你制作 什么特殊的玻璃制品吧 那倒没有 好 你按朕的要求 做几样玻璃制品 给我制作出来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陛下有时间要求吗 三日之内做出来 可以的陛下 若是八雕前来制作玻璃制品 你便告诉他 这才料真用了 他便不能用 说 陛下 陛下 俺 俺饿了 走 跟朕回宫 朕让玉膳房给你做顿好的 好啊 好啊 谢谢陛下 吃饱了给朕刨地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 俺愿意 俺最愿意干的事就是刨地 娘的 刨三天的地了 生产队的驴也得休息休息吧 多大愁多大愿啊 早朝都不让俺上了 就让俺在这刨地 纸杰怎么停了 你若是累了就言语一声 过来歇会 朕不是不讲情面的人 别到时候传出去说朕公报私仇 不能 绝对不能 俺刨地俺自豪 俺是陛下的小骄傲 这特么的 说话还一套一套的 过来吧 这有些糕点朕不洗食 你过来吃了吧 纸杰你这手是不是先洗洗 呵呵 长孙大人你不知道 不甘不敬吃了没病 陛下 你让申总执着的薄力拼 已经送来了 快拿来给朕瞧瞧 哎呦不错啊 附近你来看看这坛子怎么样 哼 做工精细上档次 不过陛下这东西造价不低吧 无妨 咱们这杏花酿 怎么也要比最先酿上档次 售价高 咱们杏花酿主打的就是高端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好好一个皇帝不处理朝政 改行研究做买卖了 不喜欢做买卖的将军 不是一个好皇帝 去向房玄陵杜如回魏征几人叫来 今日朕与八雕比试 让他们过来做个平北 看看究竟是谁制作出来的好 是 陛下 陛下 您今日就要跟雕二比试吗 没错 附近你知道八雕用的什么材质吗 微臣哪里知道 陛下您没查吗 朕可不是刻意查的 朕只是听说他用的是瓷器 你说可笑不可笑 如今大唐 哪里还有比玻璃更好的材质 陛下 玻璃这材质好是好 但是赶紧打住 有你这前半句话就够了 至于后半句大可不必 陛下 您设计出来的这玻璃坛子 真是太精美了 安感觉 您跟驸马爷都不用比 完胜了已经 大唐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设计的坛子 有您这个精美 哼 知姐 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你说的没有错 八雕那兔崽子设计出来的东西 跟朕的就没有可比性 就他还想挑战朕 哼 不自量力 陛下现在已经积不择实了吗 如此低级的彩虹屁都能欣然接受 怎么伏击 你不信朕 谢谢谢 微臣对陛下是一万的相谢 诸位爱卿来得正好 好戏一回开始 陛下 您打算什么时候接手证物 难道在您眼中 国家大师还比不上这几个小小的摊子吗 您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朕操 打意了 怎么能把魏征也叫来呢 不行 朕得先发制人 怎么 你感觉朕干的不是正事 陛下那请您告知微臣 您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朕是大唐皇帝 干什么还要向你魏征汇报吗 魏征朕告诉你 朕这么多年为大唐做了多少贡献 受了多少委屈 你心里清楚 你这是在质疑朕吗 魏大人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陛下和驸马爷均美姓花娘设计了酒瓶 今日就是为了比试谁设计的好 若是陛下赢了驸马爷 便是为国库争取到了一城的官营酒房利润 官营酒房一城利润 这会为户部带来多少收入 魏大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陛下若是输了呢 放屁 朕怎么会输 朕输过吗 不是陛下说的比试吗 比试就会有输赢之分 况且陛下平日里没少输给驸马爷了 魏大人 你若是不愿意在这待着 你就给朕走 朕设计出来的东西容不得你在这里侮辱 见过陛下 末将参见陛下 驸马爷这是给朕送钱来了 快快年礼 今日你有没有信心胜过朕 陛下 我跟您对赌输过吗 我怎么好像记不清楚了 朕劝你一句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朕不跟你打嘴仗 咱们今日手底下见真仗 朕也不废话了 今日朕跟八雕比试 酒瓶的设计 看看谁的更加精美 你们几人给我做个审评 公平公正公开 不得逊思舞弊 这几个是朕设计的 你们尽管考量 此时李二甚至对八雕拿来的东西都没有兴趣 他感觉自己使用玻璃 八雕使用瓷器 他在材料上便胜了一筹 这包李制作的酒坛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得不说 陛下还真有点天赋 诸位爱卿不必大惊小怪 这都是朕随手画的罢了 八雕不好意思了 朕今日要用你研究出来的东西 打败你 但你也不要气馁 毕竟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的 陛下 彼是才刚刚开始 您倒也不必 这么快便下结论 毕竟待会 若是输了 您的脸可不好看 你倒也不必成口舌之怪 使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 哼 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 还红盖头 你当是取青了 妈 实在是太妙了 这种青色的瓷器 我还是第一次见 苏朴而又端装大方 令人心旷神异 是啊 我家中瓷器不少 陛下赏赐的官瑶不在少数 可以逼起这青花瓷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漂亮 真是太漂亮了 但是用这么美的瓷器当作酒瓶 真是 真是抱舔天物 八雕 你 这 陛下 此瓷器名为青花瓷 是我一手绘制断烧的 怎么样 还入得了您的法眼吧 嗨 还好吧 只是还好嘛 不错 非常不错 朕就说你小子有天赋 干啥都是一把好手 你们以为朕是在跟着兔崽子比试吗 朕是在激发他的潜力 这小子脑袋好使 就是太懒 若是没有朕的压力 他能搞出青花瓷来吗 陛下 方才您不是说稳操胜券一定赢吗 这下输给驸马爷 您就要放弃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干您该干的事了吧 伪争你压得没完是吗 你以为朕想输是吗 你以为朕愿意将九场一成利润拱手相让吗 朕也是为了大唐 为了天下百姓 怎么 朕怎当皇帝还需要你来叫朕 你让朕干的事都有意义 朕自己要干的事便都没有意义吗 陛下 这么多年来 您赢过驸马爷一次吗 微臣感觉对于结果您应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微臣感觉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骂娘 微臣这是一把 将李二的伤口给撕开 还顺带撒了一把盐 多损啊 微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给这朕说清楚 你当朕是什么人吗 你的意思就是朕明知道输 还要跟八雕较量 你的意思是朕不配赢吗 陛下不必过分解读 微臣没有那意思 微臣也是为了陛下为了大唐 相比于对赌这件事 微臣感觉批乐奏折折是更适合陛下 微臣感觉就您与驸马爷对赌这件事而言 不赌便是赢 他娘的 未争这个狗日的虽然气人 但是说的话确实挺有道理 还真是这么回事 朕真是一次都没赢过 每次还都得搭点啥 朕懒得与你计较 驸马爷你不是说不与民争利吗 这怎么又制造起瓷器来了 陛下莫要着急 萌芽商行的原则是不会变的 这摇厂我也只是修建完完 烧制一些我喜欢的瓷器 这九厂的酒瓶烧制 陛下可另寻他处 我可以提供设计但不会接这个火 你 你真是这么想的 陛下 户部税收刚刚提升三成 我若是围观营酒厂提供辞制酒瓶 那也算是间接的与民争利 而且我奉劝陛下 这个制造权 观营窑厂也不要揽下 八雕此言不错 我们多收了三成商业税 理应给商人们些信心 这不是就是八雕常说的那个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吗 不错 这是一个好方法 朕还可以再加上一条 朕可以先将钱款划拨一半给接下死活的商行 减轻他们的压力 陛下 那一成利润 给你给你 放假最舒服的事是什么 那就是赖床 不到饿得不行的时候 坚决不起床 这才是放假的正确打开方式 系统检测 宿主已在府中还睡三个时辰 奖励蒸汽机图值 卧槽 蒸汽机 这 这是要开启工业革命吗 少爷快来吃面 庞大姐刚才送来的 好 蒸汽机需要一个石水 沸腾产生高压蒸汽的锅炉 这个锅炉使用木头 煤作为热源 蒸汽膨胀 推动活塞做工 系统赠送的图纸 还森属于比较先进的蒸汽机类型 有了蒸汽机后 很多大型机器便可以研制出来了 一会儿等咱们吃完了 去趟科学院 好 正好我还想去那推几辆二八大杠回来 今日正好顺到了 那你们可得多拉几辆车 科学院的好玩意不少 到时候你们喜欢啥 直接搬就行 驸马爷 尽亏你们来了 巨子都将自己关在实验室十来天了 我都怕他出什么事 放心吧没事 莫群是个机械狂人 估计是上次因为八阴河的事 给他不小的启发 这几天正博命呢 雕兄你今日前来 不是又来打击我了吧 呵呵 我何时打击过你 不过今日 我前来确实是有正事 要跟你说 我又搞到了一个好玩意 好玩意 什么好玩意 走 我们进去说 莫兄 此事事关重大 这图纸只能你之我之 生产零部件之间的各个部门 不能相互有任何关于这东西的联系 这 这么严重吗 这东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咱们科学院所有东西 加到一起 都不及这玩意的十之一二 雕兄放心 人在屠在 屠丢人亡 雕兄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金仙下凡 呵呵 行了 别扯了 我若是金仙下凡 还有功夫跟你扯这些 怎么样 这东西你感觉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雕兄 你真是太抬就兄弟我了 我有什么资格对这东西进行评论 我都怕我这等俗人碰了这东西会遭天谴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将这东西想象出来的 我说了 你也不一定相信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相信 这是我做梦梦到从而画出来的 呵呵 好了 你想那些莫须有的事情有什么意义 你就说这东西你能不能制造出来吧 你若是制造不出来我可就 别别别啊 雕兄 你今日若是将这东西拿走 我非要从这里跳下去不可 你放心 这东西交给我 不出一个月 不不不 不出时日 我一定将东西研究出来给你 好 那这东西我可就交给你了 蒸汽机对大糖的作用 你应该知道 知道 我太知道了 雕骁 你看到一楼大厅中的那只墨家机关兽了吗 见过 怎么了 你还能让它动了不成 以前也许不行 但蒸汽机出来后未必不成 从春秋战国时期 我墨家就对墨家机关兽这手研究了 经过数百年的研究 机关兽除动力问题没有解决之外 其他问题基本已被解决 蒸汽机若是经过改良后 完全可以作为机关兽的心脏为它提供动力 等蒸汽机真的研究出来后 能用的地方太多了 你那墨家机关兽的梦想也能实现 没错 还有那个棒 若是蒸汽机研究出来后 棒的动力也就解决了 还有暖气 纺织机 织布机 行了 图纸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你研究吧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 你走吧 我说你们两个人是土匪吗 要这些玩意干啥 少爷这些可都是好玩意 平日里都能用得到 雕儿 雕儿可算找到你了 舅舅 出了何事 您竟如此焦急 雕儿大事不好了 你可摊上大事了 摊事 舅舅不着急 您慢慢说 我这几日都没在长安城 我到底闯的什么祸 此时倒也不能说是你闯祸 跟芒牙工业区有关 芒牙工业区为军队提供的急救包中出现了残死品 好几个伤兵因为这伤口严重感染 有一个差点被解制 还要孙思秒出手 才保住了那名士兵的腿 我是想过芒牙工业区会有出事的这一天 但没想到来的竟如此之快 我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再做定论 你若了解也只能去朝堂上了解了 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么多年你驸马爷的名头威震天下 而且得罪了不少人 你从来没有办过一次错事 芒牙工业区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但这次等着看你笑话的人不少 放心吧舅舅 我知道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舅舅知道你的为人 舅舅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谢谢舅舅 您放心 若真是我的人犯了错误 这责任 我八雕一力承担 我八雕绝不会推脱责任 少爷少爷 卑职对不起你 赶紧起来 你这是作甚 芒牙商行出事 我们扛着便是犯错受罚 挨打立正 你若是连这点风浪都经不起 如何掌控芒牙商行 少爷 是卑职治下无方 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卑职愿承担所有罪责 芒牙商行是我的 闻得着 你承担什么责任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要做的是 如何在这次危机中 总结经验教训 让芒牙商行 变得更正规 没有漏洞 而不是跪在这里请罪 我先去宫中 若是等我回来 你还没有解救措施 我才真的治罪于你 少爷 去吧 你放心 天塌不了 就算天塌了 还有我顶着 是 少爷你放心 今后芒牙商行 绝不会再出现这种事 舅舅 我们也走吧 千算万算 我都没有算到 竟是芒牙商行的责任 那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哼 这就是整日里 瞎得死的报应 看这个沙纳嘎 我倒要看看 驸马爷 今日如何收场 这事干得也太黑心了 这不是拿我大唐 三军将士的命开玩笑吗 还好现在不是战时 这若是在战争时期 不知道要有多少将士 因为芒牙商行 供应的急救包而丧命 俺相信驸马爷 驸马爷这些年为大唐付出的还少吗 况且又不是驸马爷干的 凭啥将责任都推到驸马爷身上 陛下 臣有本要揍 臣要参当朝驸马八雕 卖假要于军中 使得一些将士差点丧命 陛下 驸马八雕在大唐中的声望 如日中天危证还宇 别人不敢得罪驸马 但臣却不怕 臣要参当朝驸马八雕三大罪 卖假要于军中 使得一些将士差点丧命 此其罪一也 无是律法 知下无方 知使假要流向军中 此其罪二也 妙是皇权 贿赂官吏 大发国财 此其罪三也 臣建一 先将八都收压天牢 请大理寺和刑部联合彻查此事 到时候八都是生是死 再做定夺 龙亲王这是要将驸马爷置于死地啊 打入天牢 这事查都没查就要打入天牢 暗操 这龙亲王什么玩意 他娘的一句公道话没说 上来就抓驸马爷是什么鬼 长孙大人 朝堂晃晃装严肃木之地 又是审问大堂罪人八雕 你何以再次发笑 你是在嘲笑陛下的皇权 还是嘲笑我李家的国威 我向你龙亲王无智 我向你龙亲王无畏 我向你龙亲王公报私仇 我向你龙亲王是非不分 不就是因为你跟李中良关系好 驸马爷没有放他一马 你就记恨于驸马爷吗 他那是贪莫吗 他那是谋反 你为一个谋反之人 如此污蔑大堂的千古功臣 你适合居信 你放屁 你血口喷人 谁不知道你与八雕之间的关系 你如此维护于他 难不成此事也有你长孙无忌一分 好了 斗他娘的给朕闭嘴 你们还嫌朕不够烦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 事情还没查清楚 你们在这瞎嚷嚷什么呢 还嫌笑话闹得不大吗 成天就窝里斗来能耐 太子 这几年你坚果是 政务处理的不错 芒芽伤行及旧包之事 不容小句 你身为大唐储君 理应为国分担 朕打算将此事交给你处理 你认为如何 是父皇 父皇放心 儿臣一定秉公处理 黄老师一个清白 好 那你便将此事公布一下 让诸位爱卿都听一听 引以为戒 是 父皇 十五日前 玄甲军与镇武军进行军阵对抗演练 玄甲军将士受伤13人 于玄甲军医疗营中救治 救治之人皆是玄甲军军医 其中三人受伤最为严重 其用芒芽急救包进行救治 而后三人伤口受到严重感染 其中 罩甲感染最为严重 险些被截肢 后经调查 芒芽急救包中 药剂 消毒剂 均是无效残次品 医用沙包中 全都是发霉的黑心棉 这也是导致 将士伤口感染的原因 各军急救包正在进行排查 回收与销毁 棉花本就是自带细菌的 黑心棉 无疑是剧毒之物 不但起不到 止血的效果 反而会使伤口溃烂 感染严重 看来这绝不是犯错 这是有益的 八雕 事情已经发生了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没有 朕知道此事与你无关 但事情毕竟是在芒芽商行出的 朕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你与太子共同负责此事 不管涉及谁 朕希望你不要留情 陛下放心 此事出自芒芽商行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一定会给陛下一个交代 给三军将士一个交代 给大唐百姓一个交代 好 事情最大 好在没有酿成大祸 你有这种思想 朕很欣慰 朕希望此事真的与你无关 诸位爱卿 可还有人对此事有何意义 全凭陛下定夺 陛下 老臣不服 娘的 这李鸿宇真不是个玩意 他若是为了公平正义 朕就不说啥了 为了李忠良这个叛逆 跟条老疯狗一样咬着八雕不放 朕是他娘的枉为皇亲国妻 皇叔有何不服之处 陛下 老臣也不相信此事与八雕有关 但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 八雕还属于嫌疑人 您怎可让他参与调查 恐怕诸位大人心里肯定也不舒服 这调查出来的结果 也不足以让人信服 哼 龙亲王 您可真是好笑 您若是真心为了三军将士 为了大唐 大可将此事揽下 怎么您总是爱烧上别人 那不就是您心里不舒服吗 不就是您不幸福吗 您连自己的观点都不愿承认 在这里装什么正义 再者说 太子殿下是主神此事的人 您这话说的将太子殿下放在眼中了吗 驸马爷为大唐立下多少功绩 还用我跟您一一列举吗 您是恐怕这里面查不出与驸马爷的关系吧 龙亲王 芒牙商行 急救包之事 本宫自会彻查 绝不会因为老师与本宫之间的关系而姑息谁 您此话说的确实欠妥 您是在质疑本宫的公正性吗 太子殿下恕罪 老臣绝不是这个意思 既然都一谈妥 那朕也不废话了 散嘲吧 卑职见过太子殿下 见过少爷 不必多礼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医疗厂所有管理层人员皆已被控制在场内 不过医疗厂厂长杜兰玉与库管刘长青已经逃了 逃了 驸马爷放心 两人便能操纵的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有知情不报 或者参与其中的人 主动站出来 太子在这 我巴雕保证会对你们宽大处理 但你们若是被我揪出来 我巴雕什么手段 不用我跟你们多说 我巴雕最恨吃里扒外的人 你们只有十息时间 巴雕一番话让众人陷入惊慌 他们没想到巴雕上来直接查人 七息 五息 三息 一息 终是有人承受不住压力站了出来 你们两人出列 驸马爷 我承认 我承认 你拿我巴雕当神吗 现在站出来 罪加三等 你们谁先来 驸马爷我直嘴 我贪拜 驸马爷 小的对不起您 但小的是被逼的 小的愿意交代一件 站出来的人争相认错 祈祷着巴雕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活命的机会 刘二和你先来 驸马爷 恶对不起您 恶不私人 恶对不起您 说吧 你是主动站出来的 如果理由足够 可免你死罪 但至于你会受到怎样的制裁 大理寺会告诉你 刘二和 你应该懂得 什么是人质易尽 动 我动 夫马爷您放心 我刘二和这条件 明似不足惜 我绝不会再敢出 一件对不起您的事来了 以凯斯 杜兰玉 给我介绍了个婆娘 名为鼠营 此杜兰玉的表妹 在鼠营的引道下 我间接成为杜兰玉的幸福 以凯斯 那样的在意 我感觉他们是亲戚 没有什么刻担心的 但有一日 杜兰玉告诉我 他有一个法大财的计划 单思那兵没打了他 回家之后 鼠营乱魔鹰炮 舍那若死不绑 杜兰玉就死不绑他 他就要投进资金 那没办法 智得大英鼠营 也没躲向 后来那才知道 杜兰玉是用 芒芽赏行的名誉 用夫骂爷您的名誉 争黑心钱 那得知后 便跟杜兰玉 抄了一家 向着去高法杜兰玉 单思鼠营指导后 用到地者资计的脖子 依次响比 杜兰玉夜暴争 自死消过必寻常 地吃了一线 但绝不会处思 那卑鄙的没办法 便自得大英 于是在那 负责乡军中 亚运急救宝时 杜兰玉就会拿 子锦安子凯班 效作放 省灿出来的急救宝 跟芒芽拱爷 去省灿的金型刁宝 再将芒芽拱爷 去省灿的急救宝 运送到南州地区 麦给南州诸国 驸马爷 老朽之下乌方 给您抹黑了 许老您不必自责 如今芒芽村 有这么多的村民 您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管不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使芒芽工业区 监管不力 是我八雕失职 与您没有半分关系 老师 这次终于可以堵住 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嘴了 您也不必太在意 人心叵测 这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 但愿吧 说破天 还是有我的责任 我一定会给三军将士 一个交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